校长办公室内 王总督十分严肃地说道 现在看来 你的五道天赋 确实是已经超越了妖孽级 我们就暂且称其为至尊级天赋吧 至尊 意为至高无上 无比尊贵 具有唯一性 不出意外的话 江辰应该是世上唯一一个 超越了妖孽级五道天赋的人 配得上至尊之称 江辰 我跟上面的人已经沟通过了 你拥有至尊级天赋这件事 太过特殊了 目前还没想好怎么安排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在你尚未成长起来之前 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天赋 否则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 都会有人想要你死 所以 经过我们的初步伤透 决定一切照旧 你暂时还是正常生活 正常修炼 我们不会干涉 我们也不会直接给你提供资源 但会想办法在暗中支持你 总之一句话 我们依旧是你坚定的后盾 王总督说完 便看着江辰的脸 他担心江辰会不高兴 毕竟 一位天才是很想要得到重视的 不过 王总督显然是多虑了 江辰非但没有不高兴 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最怕的就是 王总督会以保护他为名义 限制他的自由 那样一来 虽然资源管够 但自由受限 江辰还是很不喜欢的 现在一切都很好 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们不干涉 至于资源 王总督也说了 会暗中提供 江辰才不在乎是明示案 只要有就行 况且 修炼了龙相五点 对江辰来说 就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 好 多久说了 见江辰没有不高兴 王总督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真怕江辰一气之下 投靠其他国家 基本上 一旦江辰的天赋暴露出去 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势力 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争夺他 如果争不到 那就毁掉 我和你的关系也不能暴露 所以 接下来我们之间的联系 就以小廖为中间人 你有任何的需求 都可以让小廖告诉我 我会想办法满足你 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危险 也必须告诉我 哪怕是暴露你的天赋 也一定是你的生命更重要 王总督很严肃地说道 另外 英 你就留在江辰的身边保护他 轻易不能暴露 但如果江辰遇到生命危险 你必须出手 是 黑暗中 英那沙哑的声音响起 江辰文言 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让一位风王 静武王专门保护我 这也太奢侈了吧 王说 这不太好吧 英保护我 那你怎么办 江辰有些担心地问道 哈哈 你还担心起了我 放心吧 只要是在华国境内 我就断然不会出事 也没人敢让我出事 王总督自信满满地说道 一省总督 如果在华国境内出了事 那绝对就是全国震动的大新闻了 京城方面一定会彻查 没人敢冒这个险 既然王总督都这么说了 江辰自然没有意见 有个武王级保镖贴身保护 想想都爽 对了 你修炼龙象五点 需要什么特殊的资源吗 可以先告诉我 我提前去准备 王总督又问道 特别的武学 肯定也需要特别的修炼资源 估计挺难找 所以 王总督才想 让江辰提前告诉他 好让他有时间准备 关于这一点 江辰也不清楚 于是他在心里 询问起了神龙和神像 如果你能搞到 蕴含龙器的宝物 那就最好了 神龙说道 我需要的东西比他好找 只要你能给我 搞到像族的精血即可 等级越高越好 神像说道 江辰将神龙神像的要求 附述了一遍给王总督 后者而言 眉头皱起 显然是感到为难了 像族精血好说 隔壁的仙 CN 罗国就盛产巨象兽 我可以给你搞一点 至于你说的龙器 有点难办 龙好像是传说中的生物吧 算了 反正我会想办法给你搞到的 到时候 我会让小廖联系你 说吧 王总督便离开了 他在这里多待一刻 就多一份暴露的可能 王总督离开之后 廖首长也没有久留 只是让江辰有需要 直接联系他 不要客气 江辰当然不会跟他客气 等到领导们都离开了 江辰也赶忙回了别墅 刚刚只是修炼了 神龙伏魔精 神像镇玉镜 他还没开始呢 神像镇玉镜 纯力量法门 可突破凡人的力量极限 在布施掌武器的前提下 一名巅峰高级武者的 肉体力量极限 大概是五吨 相差不会太大 江辰服用过基因药剂 使用暴血综合身体素质 可以提升一倍 也就是基础力量 可达十吨以上 但这也达到了他的极限 而若是修炼了 神像镇玉镜 基本可以说 力量再无上限 一项之力 便是一万两千五百斤 而神像镇玉镜 可以将人体内 近百万一颗细胞 都开辟出神像之力 那得是多强的力量 怕是到时候 一只手都可以捏碎一颗星球吧 我靠 这还是高五事件吗 不如修先算了 江辰忍不住感慨道 创造出龙象五点的人 或许都不能称之为人了 江辰是怎么也想不通 什么人有能力 创造出如此恐怖的武学 或许 就是传说中的神呢 吸收灵气太慢了 用兽血吧 没有像血其他种族的血也行 我需要狂暴一些的能量 神像说道 正常的天地灵气 都太柔和了 修炼力量 要的就是刺激 江辰文言 连忙从玉佩中 取出了一只元兽的尸体 这还是他之前跟老学员 一起参加实践训练那时 杀死的元兽 一直放在玉佩里没有处理掉 现在正好可以用 深喝吗 要不弄成毛血旺 江辰问道 不 就要受血中最原始的狂暴能量 你要是不愿意喝 用来泡澡也行 效果差不多 神像随即说道 既然效果差不多 那江辰当然选择后者 如毛饮血江辰 还是挺反感的 于是 江辰将整治元兽的血 灌满了浴缸 然后脱光衣服 躺了进去 时间久了 血会凝固 所以他必须尽快吸收完 黏黏的 腥臭的 江辰皱着眉头 但没办法 为了修炼 什么苦都得受 如果别人知道江辰的想法 估计会气得吐血 受血泡澡 就叫受苦了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神像郑玉敬 感受到受血中狂暴的能量 渐渐兴奋起来 开始修炼 当前武学境界为入门 百分之一 很快 江辰就感觉一股十分暴力的能量 涌入了自己的体内 顿时 体内如同遭到火灼一般燥热 并且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他的经脉 五脏六腑 都快被这股暴力的能量给撑爆了 换作一般人 肯定顶不住 但好在江辰的金刚霸体 修炼到了第九重 体魄足够强大 此时也只是感觉有些燥热 并没有很难受 哄 小吃货从受血中吸收的暴力能量 全部涌入了江辰的细胞之中 在神像郑玉敬的运转之下 全部挤进了一颗细胞里 细胞才多大 被这股庞大的能量充斥 顿时就膨胀起来 江辰都生怕 他会被撑爆 不过很快 细胞就停止膨胀了 主人 能量耗尽了 小吃货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江辰顿时瞪大了眼睛 那可是一整只一品元兽的血啊 就这么没了 这泡的不是受血 是我的血啊 心都在滴血啊 不过 江辰还是把玉佩里所有凶兽和元兽尸体 都取了出来 一个都不浪费 修炼这才得以继续 事实证明 它是真的会爆炸 差不多六个小时之后 那颗细胞爆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小小的金色右相 和神龙浮魔精一样 神像镇玉镜 同样分为五个境界 分别对应右相 小象 大象 巨象和神象 目前是入门境界 所以只是金色右相 要想提升神像镇玉镜的武学境界 应该就需要吸收强大的象血才行 第一只金色右相的诞生 只是开始而已 剩余的能量 又朝着其他细胞涌去了 等到所有能量消耗殆尽之后 江辰发现 自己体内已经有三颗细胞 觉醒了右相之力 一相之力为 一万两千五百斤 三只右相 便是三万七千五百斤 换算下来 便是十八点七五吨 这意味着 江辰现在只凭蛮力 不靠武技和原力 都能吊打一般的一品元武者了 强啊 太强了 我简直就是人形暴龙兽 江辰忍不住感慨到 就是消耗太大了 他大概算了一下 平均一只金色右相 大概需要消耗掉 二至三头一品元兽的血 存活用完了 于是江辰便去商店里 用学分兑换了一些兽血 商店里是有提供兽血的 因为有一些横练武学 确实需要使用兽血 来辅助修炼 江辰把学分消耗一空 换来了五只二品元兽的血 于是 接下来的时间里 江辰就躺在浴缸里 用兽血泡澡 晚上都是在浴缸里睡觉 虽然有些个得慌 但硬睡也能睡 唉 为了修炼 只能委屈一下小江我了 消耗完所有兽血之后 江辰细胞中 又多出了七只金色幼像 加上之前的便是十只 他的纯身体力量 就达到了六十多吨 第三天 陈家如约将现金和灵药送来了 江辰收了自己的五千万 加一株五品灵药 其余都分给了老师同学们 见者有份 就连岑校长和料首长都有 悠闲的日子继续 实力也在不断提升着 原力方面 之前的七品真元丹能量 还有剩余 应该足够支撑江辰 突破到二品元武者 这也就是神龙浮魔精 这个无底洞 换作一般的原力武学 一枚七品真元丹 完全可以支撑 他从一品修炼到五品了 至于力量方面 江辰得到五千万现金之后 直接豪制三千万 购买了一大堆的兽血 又是三天过后 江辰同时收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是料首长转达王总督的消息 三年一度的新人王大赛 即将开始了 这是国家级的比赛 层层筛选 市里举办出赛 选出五人到省里参加复赛 省赛前三名 前往京城参加决赛 最终只有一位 可摘取新人王的头衔 所谓新人王 就是指全国24岁以下的最强者 新人无哲理的王 王总督的意思是 让江辰参加这场比赛 并且在省赛时争取到第一名 他为江辰专门准备了一样奖励 如果第一名是别人 奖励就是明面上的那些 但如果第一名是江辰 他便多增设了一个特殊奖励 到时候 完全可以对外宣称 是隐藏奖励 反正别人也不知道 也不会联想到 他跟江辰之间的关系 至于另一件事 就是江辰比较喜欢的好消息了 领奖 上次去人和村灭黄 除了天才训练营的奖励之外 军方也会给予奖励 只不过前几天 军方一直在处理人和村的善后事宜 所以 直到现在才开始论功行赏 训练营门口 有军方专车负责接送 江辰和骆云英一起上了车 他们这才发现 过来接他们的 还是个熟人 当时那位临时接替指挥之职的班长同志 不过 看他军装上的奸章 似乎升级了 江兄弟 骆小姐 好久不见 班长同志热情地打招呼 骆云英看了他的奸章一眼 微微一笑 不错呀 升到少卫军衔了 应该马上就能接任排长的位置吧 提前恭喜啊 班长同志 都有些害羞了 还不是沾了你们的光 也是战友 领导们用血换来的 如果能换来他们活着 这个职 我宁愿不省 说着 他的脸上又露出了悲怆之色 江城健壮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高兴的日子 别想这些了 适者一矣 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子 嗯 我都明白 我也会好好活着 因为我要继承他们的一致 替他们继续守卫华国 守卫百姓 班长同志 与气十分坚定地说道 车子启动了 朝着城外驶去 军营都是设立在城外的 这样既不影响城内居民的生活 也能实时观测到城外的情况 路上 江城跟班长同志聊了蛮多 部队里的生活 基本上就是训练 很累 很枯燥 但将士们都没有怨言 如今这个时代 内忧外患 不同国家之间有竞争 又时有凶兽 袁兽的侵扰 军人的压力和职责 更重了 如果他们想活着 想保护好身后的人 就必须不辞辛苦 艰苦训练 江城也得知了班长同志 不对 应该是不久之后的 排长同志的名字 龙辉煌 说话间便到了军营 一路上畅通无阻 少兵和巡逻兵 在看见他们的时候 都会停下来敬礼 你们部队里的人 都这么客气吗 江城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连忙打开车窗 给他们也敬礼 就是有点不标准 龙辉煌 见江城这样子 忍不住笑了出来 部队里的人 可都不是善茶 一般人不会让他们这么尊重 先前你们闯入 妖皇大军里 执行斩首任务的事情 已经传遍整个军营了 我们这些大老粗 别的不在乎 就敬重强者和英雄 车子一路开到了军营大操场 才停下来 此时 大操场里 站满了一道道歼艇的身影 所有士兵在烈日下站的笔直 正是前方 领奖台上 则站着一些军人和武者 这些人 江城都有印象 都是之前参与过灭皇行动 幸存下来的人 还有一些老人女人和小孩 都是普通人 一个个脸上都是悲伤的表情 走吧 我们也上去 龙辉煌说道 三人便一起上了领奖台 江城一上台 顿时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些武者还好 对江城并不熟悉 也不清楚他的事迹 但那些士兵们 可都是亲眼看着江城 闯入妖皇大军里 解决妖皇首领 对他自然是十分尊敬的 士兵和武者分为两排 江城和骆云英 走进了武者那边 龙辉煌则是走进了士兵这边 大概十分钟之后 三名军官打扮的人走上台 江城的目光 立即就定格在了中间那名军官身上 气势辉煌 目光如炬 绝对经历过无数次战争 从他肩章上的军衔也能看出来 这是一位大孝 咋感觉有点眼熟呢 江城看着那位大孝的脸 总感觉挺眼熟 但一时之间有些想不起来 嗨嗨 都来齐了哈 大孝走到正中央 对着话筒开始说话 先自我介绍一下 骆正义 目前担任清源室守备军分区的总指挥 骆正义 姓骆 江城顿时就反应过来了 连忙转头看向一旁的骆云英 后者瞥了江城一眼 就把头歪过去了 江城恍然 怪不得感觉眼熟 骆云英跟骆正义 长得有气氛相似 特别是那种气质 骆云英绝对是跟骆正义学的 合着这是一对妇女啊 江城倒是猜到了 骆云英是军人世家 却也没想到 他爹居然是一位大孝 清源室守备军分区的总指挥 至少是师长级别 今天的颁奖典礼 由我主持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周之前 人河村遭遇蝗灾 我们的将士们义无反顾 冲上前线 搭建防护墙 阻拦妖皇大军 为此 连长赵凯 副连长韩灵 排长张红 张义 刘建兴等人 英勇牺牲 他们都是英雄 他们的名字 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 骆正义语气深沉地说道 众人肃然起敬 特此 赠义等功 他们的家人子嗣 都将由我们部队负责 台下 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英雄 就该得到英雄的待遇 如果我牺牲了 我的家人都能得到善待 那么 我将再无半点顾虑 现在 颁奖一试 正式开始 领奖台上 一等功的勋章 被送到了那些 牺牲军人的家属手中 他们看着手中的勋章 顿时忍不住哭出了声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宁愿不要勋章 参与过灭皇行动的士兵们 都荣获二等功 当代表着荣誉的勋章 握在手里时 他们本应该很激动的 对于一个军人而言 勋章便是最大的财富 可是 那些家属的哭声 让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而舞者那边 则是 每人奖励了五百万 外加锦旗 他们只是在村里 对付那些混进来的妖皇 其实并没有付出多少 所以 奖励五百万 已经很多了 到江城和洛云英的时候 颁奖的士兵 直接跳过了他们 继续给后面的人颁奖 这可给江城搞猛了 这是咋回事 避嫌吗 可你避嫌避开洛云英不就行了 关我啥事 一旁的洛云英 看出了江城的想法 轻声说道 别急 我们的奖励还在后面呢 看来 他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洛云英都这么说了 江城也就不着急了 慢慢等了起来 很快 领奖台上 除了江城和洛云英之外 所有人都得到了自己的奖励 一个个都非常开心 只有江城 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奖励 往往留在最后的 才是最好的 能给自己啥奖励呢 在这里 我要特别嘉奖两个人 江城和洛云英 你们过来 洛正义看向江城和洛云英 其他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汇聚在了他们二人的身上 洛云英抓着江城的手臂 便走到了洛正义的身边 洛正义看着两人这么轻易地举动 眼皮灯时就跳了几下 看向江城的目光顿时警惕起来 不对劲 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 不过 还是很快就将目光移开了 这种场合下 他得严肃一些 猎皇行动能够取得成功 这两位年轻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是他们不怕牺牲 冲入妖皇群中 将妖皇首领斩杀 才能驱散妖皇大军 特此 经过上级批准 决定奖励你们 每人一枚一等功勋章 以及一张一千万的支票 望你们砥砺前行 牢记使命 不负荣誉 骆政一说完 便亲自为江城和骆云英 佩戴勋章 然后将标注着一千万的支票 递给了他们 骆云英的目光 始终放在勋章上 甚至眼眶里 都有金银点点 江城则是看着手中 一千万的支票傻笑 嘿嘿 又赚到了一千万 真开森 人民币 Excellent人民币 那些士兵们 看着江城和骆云英身上的 一等功勋章 眼中满满的都是羡慕 活着的一等功 可是非常少见 得是在一场规模不小的战役中 为决胜取得关键性作用的人 才有可能得到 江城 骆云英 我现在正式代表华国军方 邀请你们加入 请问 你们愿意吗 骆政一突然十分严肃地问道 江城还沉浸在一千万的快乐中 还是一旁的骆云英 戳了一下他的手臂 他才反应过来 残局 可我现在还是学生啊 江城说道 骆政一微微一笑 不影响的 只要你同意 学校那边 我会帮你去沟通的 江城闻言思考了一下 说道 领导 您这个邀请太突然了 要不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江城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对于军方 他并不是很反感 甚至很敬重 但敬重不代表愿意加入 特别是刚刚在车上 跟龙辉煌聊了一会儿天 听说了他们艰苦 乏味 除了训练还是训练的生活 江城就更不愿意了 我的武学都这么卷了 我又何必再吃苦呢 无妨 这个决定确实很重要 你可以慢慢考虑 我们军方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骆正义并没有表现出失望 江城既然没有直接拒绝 就说明还是有机会的 那你呢 骆正义看向骆云英问道 他对自己女儿的态度 就是完全尊重他的个人想法 他想进天才训练营 骆正义没有阻拦 他若是想参军 骆正义也会欣然接受 但他不会给骆云英开后门 一切都只能凭他自己的本事 就像这次 他向骆云英提出邀请 纯粹就是因为 骆云英在灭黄行动中的表现 跟是不是他的女儿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跟他一起 骆云英说完 骆正义和江城同时瞪大眼睛看向他 特别是骆正义 原本只是觉得他俩之间不对劲 现在基本上实锤了 江城则是心想 可恶 这家伙肯定是不好意思拒绝 拿我当挡箭牌呢 骆正义目光深邃地看了江城一眼 又朝着那些舞者们说道 你们若是愿意加入军方 我的大门也会时刻为你们敞开 顿时就有了一些舞者决定加入军队 并现场入职 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骆正义叫住了江城 你先留一会儿 我有事找你 江城一脸疑惑地留了下来 一旁骆云英也留了下来 骆正义看着骆云英 想说些什么 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等人所有人都散了之后 骆正义这才带着江城 朝着一处方向走去 最后来到他的办公室 打开门 办公室里竟然已经有人了 一男一女 女人大概三十多岁 面目威严 身上自带上位者的气质 显然也是一位领导 至于那男的 江城认识 是镇摩斯的张萌 不过他此时没有了江城 第一次见他时的那种桀骜 反而十分狼狈 头上还缠着一圈纱布 脸上也有几道新鲜的伤疤 江老弟 张萌看到江城 顿时惊讶地喊了一句 张哥 怎么搞成这样 江城好奇问道 张萌顿时叹了一口气 一言难尽啊 那女人的目光 在江城和骆云英身上扫了一遍 眉头顿时一皱 似乎有些不满意的样子 骆大笑 你说 要给我推荐的人 就是这两个年轻人 他们看起来 连十八岁都不到吧 女人看向骆正义问道 骆正义显然早就料到 女人会这样 所以很淡定 准确来说 不是两个 只有一个 江城 女人的目光 顿时转移到了江城的身上 她的眼神很灵俐 比起骆正义 丝毫不差 骆正义 可是经历过许多次 生死战争的军人 那这个女人呢 被女人的目光扫过 江城总是有种 被脱光了衣服的感觉 好像对方可以看透她 有原力波动 确实是原武者 但波动不强 最多不超过武品 骆大笑 你应该清楚 那个任务 即便是武品原武者 也不可能完成 张萌都差点死在那里 女人语气有些不善 觉得骆正义是在耍她 别急 听我说 我向你推荐这个小伙子 看中的不是她的等级 而是她的一项手段 前段时间的蝗灾 你应该听说了吧 她一个人 闯进妖黄群里 杀出十几条血路 毫发无伤 现在 你觉得她是不是 很适合那个任务呢 骆正义依旧淡定地笑着 女人听完她的话 这才重新用 审视的目光 看向了江城 她的眼神太恐怖了 江城顿时有种 被恶狼盯上的感觉 各位领导 我觉得 你们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下 现在是什么情况 找我来 到底是干嘛的 江城忍不住问道 全程下来 骆正义和女人的对话 给江城都听梦了 哦 差点忘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镇摩斯 在清源市分部的负责人 星瑶新指挥师 骆正义给江城介绍道 其实在看见张萌之后 江城基本就猜到了 她来自镇摩斯 不过她 还是第一次知道 镇摩斯在清源市的负责人 居然是个女的 这次叫你过来 是因为镇摩斯 正在执行的一个任务 嗯 还是让星瑶跟你说吧 骆正义对星瑶使了个眼色 后者虽然还是有些不相信江城 但骆正义的面子 还是得给的 于是便将事情说了一遍 这一切 其实还跟人和生物制药集团有关 第六代基因药剂 虽然研制出来了 但效果却令他们并不满意 他们想要的 不只是将身体素质提升一倍 而是更强 强到即使是一个普通人 都能在使用基因药剂之后 变成堪比武者的存在 这样 或许就能将华国 打造成全民皆武者的国家 恰巧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说南越国一座 名为安城的小城里 发生了一件大事 城里总共就有十多万人 一夜之间 便有数万人兽性大发 这里说的兽性大发 不只是一个形容词 而是真实的状态 所有人 都变成了半兽半人的形态 身上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兽类的特征 并且 兽化的不只是身体 还有人性 这些兽人全都失去了理智 见人就杀 极度失血 安城直接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 南越国官方得知这件事后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不想着解决 也不想着去解救城中的幸存者 反而是紧急封城 不让进出 人和生物制药集团得知这件事后 立马派出科研小组前往安城调研 因为那些人受化之后 都变得极强了 哪怕是一个六岁孩童 都能轻易杀死一个成年人 这已经不是体制提升一倍那么简单了 科研小组就是想从这些兽人身上 找出他们变强的原因 镇摩斯一直与人和生物制药集团有合作关系 所以便派出了一支小队负责保护科研小组 张萌主动请鹰陪同科研小组前往安城 之前捉拿凯瑟琳夺回第六代基因药剂的任务就失败了 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弥补 结果刚进入安城没多久 就遭遇了危机 他们低估了那些兽人的强大 全都失去了理智 根本不怕死 并且无论是力量 速度 还是体魄 都提升了很大一截 若只是几百上千还好说 数以万计的兽人 蜂拥而上 他们根本打不过 只能逃跑 最后躲进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室才得以喘息 但他们知道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通讯也被切断了 于是张萌只能一个人从安城突围出来 回到华国寻求帮助 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我们必须尽快派人前往安城 解救科研小组和张萌的队员们 本来我的打算是让洛大孝直接联系军方 去跟南越国交涉 但南越国一直不给回应 我想让洛大孝直接派遣军队实施救援 洛大孝还是拒绝了 星瑶的语气中明显带着埋怨 洛正义一脸无奈 跨境行动本就非常复杂 华国与南越国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好 我们若是强行动用军队进入他们的领土 那无异于宣战 违京之际 只有派遣一支小队前往安城救援 听完他们的话 江城彻底明白了 洛正义就是听说了自己在灭黄行动中的表现 所以认为自己是和这种敌人数量众多的任务 便向星瑶推荐了他 我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不请宗师帮忙 江城问道 宗师疏守 别说几万只兽人了 就是几十万只兽人之中 也能来去自如 没用的 国际上已经有了明文规定 对于宗师及以上等级的强者 前往其他国家必须提前报备 并且征得同意 毕竟 一个宗师如果动真格的 不说毁掉一座城吧 至少也能让那座城血流成河 洛正义解释道 一位宗师的危险程度 甚至不亚于一颗核弹 别看陈三金在江城面前受挫 就以为宗师狠菜 那完全是因为 江城有一位封王尽强者保护 这么危险的存在 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肯定会非常小心谨慎的 小江同志 接不接这个任务 取决于你 我只负责 带你来见一见星瑶 你若是不愿意 我们谁都不会强迫你 洛正义说道 这个任务的危险系数 绝对是要超过上次的蝗灾 毕竟 那些兽人的个体实力 比妖皇更强 而且还是异国行动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害怕也是人之常情 江城想了想 问道 好处是什么 不给好处是不可能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人和生物制药集团说了 只要能保证科研小组 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安全回归 他们愿意出五个亿 星瑶说道 江城一听到五个亿 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靠 这么好的吗 真不愧是干西省的龙头企业啊 就是有钱 好 这个任务我接下了 江城不再犹豫 直接说道 五个亿 不转白不转 至于微不危险 江城并不担心 有一位封王进保镖 时刻跟着自己 随便怎么做死都没关系 引个内心独白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先别急着接受 你要想好 这个任务危险系数极高 哪怕是张萌 也是九死一生才回来的 并且 因为是一国 我们无法给你提供任何帮助 一切都要靠你自己 星瑶看着江城 十分严肃地说道 这么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援武者 天赋很不错 他不愿意看到此等人才夭折 不用考虑了 这个任务我接了 不只是为了那五个亿的酬金 也是为了解救自己的同胞 江城也是十分郑重地说道 骆正义顿时肃然起敬 就冲着他这句话 便不愧是我华国好狼 这种人 即便不加入军方 但华国若是有事 也一定会挺身而出 我也去 骆云英突然说道 骆正义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不行 凭什么不行 就凭你连援武者都不是 上次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账了 要不是小江同志 你以为自己 还能好好站在这里吗 骆正义之前 一直没有提及此事 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就这一个女儿 怎么忍心让他陷入危险当中 如果你能有小江一半优秀 我都不会拦着你 但就凭你现在的实力 去了也是小江的累赘 骆正义训斥道 骆云英眼眶顿时就红了 气得转身摔门就走 骆大笑 您这话就有些过了 江城忍不住说道 骆正义叹了一口气 那丫头的性格 就是太强势 太倔了 如果我不这么说 他肯定会想尽办法跟你去 这件事不是二戏 小江 若是科研小组 真的能从那些兽人中 提取出有价值的东西 而你又能把他们安全地带回来 与我们华国而言 或许会是一场跨时代的改变 骆正义严肃地说道 华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如果能够使全国人民 都拥有堪比武者的体魄 那将意味着什么 十几亿个武者 目前全世界的武者总量 也不超过二十亿 直接占掉一半多 我明白 江城点头 他没有说自己一定成功 但他会尽全力 就算是为了那五个亿吧 他也会全力以赴 江老爹 我跟你一起去吧 那边我熟悉一些 张萌突然说道 星尧有些担心地问道 可是你的伤 没事 吃了药已经好了七八成 队友们还在安城生死未卜 我作为队长 必须对他们负责 张萌语气坚定 星尧也只能同意了 江城是吧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有 江城立马点头 然后问道 我想知道 我姐陆清禾到底去了 现在怎么样了 陆清禾是你姐 星尧很惊讶的样子 陆清禾也是他手下的一名队长 甚至还是他当初亲自招进来的 也是他极为看重的接班人 但他还真不知道 陆清禾还有一个弟弟 看起来长得也不像了 嗯 老大 他确实是清禾的弟弟 一旁的张萌赶忙点头 得知江城是陆清禾的弟弟 星尧对他的态度顿时就好了很多 按照规定 本来是不能告诉你的 但你这次也算是帮陈摩斯做事 我就破一次力吧 前段时间 一座古武文明遗迹突然现世 省分部人手不够 于是从各市级的陈摩斯抽掉人手 去探索那座遗迹 清禾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年轻一辈 也被调过去了 安全方面 你不必过于担心 跟他一起的还有许多高手 星尧说道 虽然依旧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至少证明了 清禾姐应该是安全的 江城也松了一口气 好 那我没什么要问的了 何时出发 事不宜迟 就现在 星尧肯定是很急的 安城那边危机重重 多单个一秒 在那里的科研小组 和陈摩斯成员都会多一分危险 啊 这么急 那我先跟训练营 不用 你学校那边 我们会通知的 骆大校 飞机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时刻可以启程 他们都是雷厉风行的性格 能不拖就不拖 毕竟 无论是在执行任务 还是战争之中 没有意义的迟疑 都是很危险的 于是 江臣就被安排得妥妥的 直接被送上了军用直升机 跟他一起的 还有张萌 祝你们一路顺风 平安归来 骆正义和星尧身姿挺拔 对着飞机上的两人敬礼 随着直升机越飞越高 下面的建筑也越来越小 江臣坐在座位上 闭目养神 南越国是华国的邻国 但干西省属于华国中部 所以这之间还是有些距离的 哪怕是坐直升机 也得好几个小时才能抵达 如今这个时代 天上可比地上还要危险 毕竟舞者不会飞 一旦遭遇空中的凶兽 或者袁兽攻击 那是非常被动的 不过好在 华国境内的安全系数 还是高一些 华国军方开辟了几条军用航线 将航线内的飞禽类凶兽 袁兽都给清理了一遍 江老爹 你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本事 能让骆大孝觉得 你很适合这个任务 直升机里 张萌忍不住问道 他记得上次遇到江臣 还只是一个普通舞者而已 如今虽说已经是袁舞者了 但也只是一品而已 连他堂堂一个五品员舞者 都差点死在里面 骆大孝凭什么认为 江臣能够胜任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帅了 骆大孝觉得 那些女性兽人会爱上我吧 江臣开玩笑道 张萌却是非常认真严肃地说道 以我对那些兽人的了解 他们理智全尸 就连家人都不会放过 应该也不会爱上你吧 谁知道呢 也许我的帅 已经超越了种族限制 嗯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不过我还是觉得有风险 江老爹 总之到了安城之后 你尽量躲在我身后 江臣有些惊讶 他明显就是开玩笑 张萌居然当真了 还这么严肃 这家伙 难道脑子不会转弯 好 那就靠张哥了 江臣没有解释太多 点头说道 接下来的一路上 倒是非常顺利 他们走的就是军用航线 基本不会出问题的 几个小时之后 直升机降落了 但并不是安城 而是红河县 一座与南越国交界的边陲小城 两位长官 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接下来的路 需要靠你们自己了 飞行员对江臣和张萌说道 再过去 就越境了 一旦闯入他国领空 就会被视为一种挑衅 严重的话 说不定还会导致战争冲突 所以 接下来江臣和张萌 必须靠自己 悄悄潜入南越国境内 一路奔赴安城 如果中途被南越国军方发现 华国也不会给予任何的帮助 说白了 江臣和张萌 就相当于是偷渡去南越的 不受任何保护 下了直升机 张萌和江臣在红河县 购买了一些生活物资 然后便朝着南越国去了 张萌有自己的路子 可以顺利进入南越国 所以 江臣全程都不需要烦恼 跟着张萌即可 一天之后 江臣和张萌 打扮成了南越人的样子 出现在了南越国的境内 镇摩斯在南越国 也是布置了暗期的 接待江臣和张萌的 正是镇摩斯早年 便安排在南越国的暗线 安城最近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张萌问道 镇摩斯在南越国的暗线 是一个矮矮瘦瘦的男人 尖嘴猴腮 拉里拉搭 模样看起来就是个奸象 这种人 确实很难跟暗线联系起来 不清楚 安城已经被全面封锁了 别说进出了 任何人都不允许靠近 随意靠近的 甚至连警告都不给 直接击毙 镇摩斯暗线说道 江臣文言 眉头一皱 南越国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 如果换作华国 一座城市突然出现这种问题 第一件事情 就应该是派军队镇压寿人 解救幸存者 并想办法 帮这些寿人恢复人性 而南越国呢 只是封锁 根本就没有救人的打算 封锁那么严密 不像是防止里面的寿人逃出来 反而像是为了守住什么大秘密一样 寿人的出现 或许与南越国官方脱不了干系 江臣突然说道 张萌和那位暗线同志 顿时看向江臣 这个猜测 他们也不是没有 可南越国这么做 是为什么呢 那些可都是他们的同胞啊 我们要关心的 并不是寿人的问题 而是科研小组和队员们的安危 之前进入安城的路子 还有用吗 张萌问道 暗线同志点点头 嗯 那就行 尽快安排我们进城吧 已经好些天了 不能再拖了 张萌脸上担忧之色非常严重 他当初逃出安城 就耗费了将近三天的时间 后来从安城逃回华国 又用了两天 回国治疗了一天 到今天 已经是第七天了 七天 完全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了 好 跟我来 暗线也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没有拖沓 带着他们便往安城方向赶去 一路上非常顺利 他们说的路子 其实就是贿赂了南越国军方的一个军官 让他帮忙 把江城和张萌乔装成为士兵的模样 混进安城外围的封锁线内 那里有一个地下通道 可以直达安城里面 于是 江城和张萌 便顺利地进入了安城内部 安城内 兽人四处游荡 寻找猎物 有恶极乐的兽人 更是直接对旁边的兽人发起攻击 然后 就演变成了一场混战 这种情况 在安城各个地方都有发生 一个胡同里 一个背上顶着个大龟壳的老头 正在悠闲地散着步 安城的这些人 兽化之后 性格都会跟所化的兽类 习性相似 就比如这老头 兽化的方向是龟 所以行动迟缓 慢慢悠悠 丝毫不像其他兽人一样暴躁 当他走到一个井盖上的时候 碰 井盖猛地被弹飞 连带着上面的龟壳老头 也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的时候 老头的脑袋和四肢 立马就缩进了龟壳之中 然后重重落地 没事 龟壳上没有半点裂痕 几秒之后 老头的脑袋和四肢伸了出来 他想站起来 却发现根本起不来 四脚朝天的姿势 厚重的龟壳 顿时就把他变成了一个不倒翁 不管怎么使劲 都翻不了身 我靠 那不是龟丞相吗 井盖被弹飞之后 江城和张萌 从洞口里钻了出来 江城一眼就看见了 四脚朝天的龟壳老头 不禁惊呼一声 头和四肢 都是正常老头的样子 但背上一个巨大的绿色龟壳 这形象 简直就是 人们心目中的龟丞相 江城又看向远方 隐约可以看见 许多形象不一的兽人 有的是狼人模样 有的是抱头人身 有的上半身 是人下半身是马 全都是既有人的特点 又有兽的特点 只是兽化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就像那位龟丞相 其实看起来 主要还是更像一个人 只是多了一个龟壳 说明兽化程度并不高 而狼人 基本上已经有八九成兽化了 唯一还保持人形的 应该就是直立行走了 虽然在路上 早就听张萌形容过那些兽人了 但真正看见这一幕的时候 还是让江城感觉很奇幻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很惊讶吧 江老爹 别说你了 就算是我 经历过数百次奇奇怪怪的任务 但第一次见到这些兽人的时候 也是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张萌在江城旁边说道 兽人 一直都是只存在于传说中 如今竟然出现在了现实里 而且 还是实实在在 由正常人变成的 他们的实力如何 江城问道 张萌想了一下 说道 实力不一样 有强有弱 大概是跟他们兽化的类型方向 和程度有关系 就比如那个背着龟壳的老头 兽化方向是龟 龟本身就不擅长战斗 所以他的战力很低 但防御很强 我跟他交过手 全力一击下去 他的龟壳都没有半点裂缝 再比如那只豹人 只是头部兽化了 实力一般 但我遇到过接近九成 变成豹子形态的兽人 实力很强 至少能够堪比三品元兽 其实 这些兽人的单体实力一般 就张萌遇见的那些兽人 最强的实力 也才堪比三品元兽 单对单 张萌可以横扫全程 可这些失去理智的兽人 哪里会跟你讲我的单挑 只要发现了正常人类 他们就会立马进入疯狂的状态 全部朝着你涌过来 在没有正常人的情况下 这些兽人 或许会因为饥饿 而自相残杀 可一旦嗅到正常人的气味 他们会立马放下所有的成见 直奔你而来 这样吗 江辰眉头微微一皱 他的武学 血飘人间 确实是群体伤害型的 可威力并不大 斩杀凶兽还行 元兽就够呛了 如今他进阶成为元武者 可以为雪剑加持元力 威力确实能更大 但这样一来 消耗也会更大 比起上次的灭黄行动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数量没有那么恐怖 要是几百万上千万 江辰肯定也顶不住 张哥 带路吧 先去和他们会合 江辰说道 然后 张萌便走在前面 给江辰带路 路过那位龟丞相的时候 江辰戳了戳 他悲伤的龟壳 硬硬的 凉凉的 确实是真的龟壳 张萌跟江辰并没有选择硬钢 而是小心翼翼的 尽量往没有兽人的地方走 但要想避开所有兽人 是不现实的 很快 他们还是被一群兽人发现了 他们一个个 顿时双眼冒着红光 看向江辰和张萌的眼神 就好像吃货 看见美食一样疯狂 朝着他们就扑了过来 数量不多 快速解决掉 别把其他兽人引来 张萌说罢 便主动朝那些兽人冲了过去 他对这些兽人 可丝毫没有留情 直接就是下了死手 如果不是怕使用强大的武学 会引来附近的兽人 就凭这几只兽人 张萌轻轻松松就能秒杀 根本不需要江辰出手 十几秒过后 那些兽人 就全部变成了尸体 两人继续朝着 科研小组躲藏的地下室赶去 Tewtai Tewtai 没走多久 突然想起一道女声 江辰和张萌顿时停了下来 顺着声音看去 发现是一个女人 正趴在窗户后面 朝着他们说话 声音被压得很低 生怕被那些兽人听到 居然还有幸存者 江辰有些惊讶 这都过去多少天了 就算没死在兽人的历史之下 也得饿死吧 不过 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的样子 显然已经是饿了很久 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基本能猜到 肯定是在呼救 那女人眼中 满是渴望活着的眼神 江辰和张萌对视一眼 都有些犹豫了 救不救 张萌问道 江辰只是犹豫了片刻 就摇头 带上他 只会影响我们的进程 说句难听的话 科研小组 还有你那些队员的命 比他重要千百倍 张萌重重点头 同意了江辰的决定 如果是他们的同胞 或许还会考虑一下 但在他们心中 科研小组和队员的命更重要 但出于同情心 江辰还是将十包压缩饼干 扔进了那间房里 应该能帮他支撑一段时间了 而那个女人 在看见江辰和张萌转身救走之后 眼中的祈求和渴望之色 顿时就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绝望 绝望过后 就是疯狂 你们不救我 我一定会死 既然要死 那就一起去死吧 同归于尽吧 啊 然后 那女人扯开嗓子尖叫起来 拉开窗户 朝着江辰和张萌 就扔出了好几个玻璃酒瓶 碰 碰 碰 那女人没多少力气了 酒瓶肯定打不中江辰他们 但摔在地上响起的声音 直接将附近的兽人吸引了过来 顿时 四面八方乌泱泱一大群的兽人 朝着江辰和张萌涌了过来 至少也有数千之众 马德 这个贱然 张萌脸色骤然一变 愤怒地瞪着那个女人 但下一刻便有一道剑气一闪而过 直接命中女人的眉心 女人眼中的疯狂之色渐渐退去 生机也随之消散 身体也向后倒去 显然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她在临死前也没想到 自己不会死在兽人的血盆大口下 而是被自己做死了 出手的自然就是江辰了 她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了 真是祸害一千年 这种人杀了便是 江辰冷声说道 张萌有些震惊 没想到自己这江老弟 居然如此杀法果断 不过江辰的做法 他并不反感 就算江辰不动手 他也会杀了那个女人 麻烦了 四面八方都有兽人 我们被包围了 只能想办法突围出去 江老弟 待会儿 你一定要紧紧跟在我身边 张萌语气十分严肃地说道 即便他是无品援武者 同时被上千个兽人围殴 也是非常危险的 这些兽人 看他们的兽化类型和兽化程度 实力绝对不弱 至少也是高级凶兽以上级别的 嗯 江辰点头 说话间 那群兽人就已经冲到了境前 眼看就被包饺子了 张萌大吼一声 走 然后朝着一个方向便冲了过去 江辰也是立马跟了过去 翁张萌原力外放 形成护照 甚至将江辰都包裹在内了 兽人们对着原力护照 就是一阵抓闹起来 一只两只兽人的攻击 对张萌来说 没有半点影响 十只二十只兽人攻击 也只是有一点点压力 可他每次都是被几百只兽人同时攻击 这哪里顶得住 原力护照 被破了一层又一层 江辰明显可以看见张萌脑门上不停流汗 马德 伤势美好全 不然就你们这三瓜两枣 老子轻轻松松杀光 张萌一边斩杀着兽人 一边大骂起来 可这些兽人的数量越来越多 根本杀不完 再这样下去 别说突围了 好都能好死他们 江老爹 待会儿我想办法引走大部分兽人 你趁机往反方向跑 能活一个是一个 张萌已经渐渐感觉吃力了 他知道 再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都得死在这里 死一个也比死两个好 说吧 张萌便大吼一声 直接朝着一个方向冲刺而去 中途那些兽人都被他撞飞了出去 都过来啊 有种跟老子打呀 张萌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以至于很多兽人 全都朝着他涌去 反而没几个去对付江晨 张萌冲击了没多久 便感觉到了吃力 就在这时 一只半人半熊的兽人 挡在他前面 三米多高的巨大身躯 就像是一堵墙 张萌撞在他身上 竟然无法将其撞飞 反而被反弹了出去 好 熊人发出一声怒吼 抡起那只蒲扇般的巨大熊掌 便朝着张萌的脑袋拍了过去 张萌被弹倒在地 还没站起来 刚刚全力冲击这么久 他的体力和原力都消耗了七八成 此时根本就没有力气反抗 只能眼睁睁看着熊掌 拍向自己的脑袋 被这么大的熊掌拍到 我的脑袋 恐怕会跟西瓜一样爆开吧 张萌心中想到 那样死相 还真是挺难看的 So 一道电光一闪而过 就在那只熊人的巨大熊掌 即将命中张萌之时 江晨出现了 挡在他们的中间 公布 轮圈 重击 一气呵成 江晨的身躯 跟那只熊人的体型比起来 简直就像是大人与婴儿的区别 他这一拳 甚至还不如那只熊掌的四分之一大小 两者对碰 给人的视觉感受 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躺臂挡车 碰 拳头与熊掌对撞 顿时便爆发出巨大的炸响 下一秒 江晨站在原地 毅力不动 比江晨高了一倍多的巨大熊人 却被硬生生震退了好几步 脚下一个不稳 摔倒在地 一屁股居然把他身后几只瘦小的兽人给压死了 赠 击退熊人的同时 江晨转身猛然拔剑 数米长的弧形剑气 瞬间就将其他那些想要靠近张猛的兽人 给斩成了两半 张哥 没事吧 江晨赶忙上前 伸手将张猛拉了起来 后者此时脸上还是猛猛的表情 他都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江老弟 等到张猛缓过来之后 一脸震惊地看着江晨 江老弟居然这么强 那只熊人的实力可是很强的 至少可以堪比四品元兽 而且力量极强 江老弟居然能将其击退 这还是一个一品元武者 我刚刚好像没有感受到元力波动 难道江老弟 他刚刚那一拳 不 应该是我太累了 感知变差了 张猛摇摇头 他宁愿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也绝不认为江晨能靠蛮力击退熊人 人类的肉身力量是有极限的 就算是宗师乃至武王 也不可能只靠蛮力与元兽对抗的 张猛还想跟江晨说些什么 但这时候 那只熊人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他的一双眸子彻底被星红充满 他 怒了 江老弟 小心一些 那只熊人至少已经是九成兽化了 战力直逼四品元兽 很危险的 张猛提醒道 江晨双眸一宁 看向那只熊人 丝毫没有距异 反而充斥了浓浓的战役 张猛的感知没有错 刚刚的对碰 江晨根本没有动用元力 就是凭借了自己的纯肉体蛮力 到现在 他体内已经有13颗细胞 开辟出了右想之力 力量直达81吨之多 比起那只熊人 只强不弱 而这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好 熊人发出一声怒吼 笨重的身体便朝着江晨奔来 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巨熊 江晨冷哼一声 立马施展熊形拳 顿时 一道巨熊虚影浮现出来 顿时将江晨的气势 提升到了超越熊人的程度 呵 江晨一拳轰出 巨熊虚影 也立马做出相同动作 熊人同样回出熊掌 这一次 两只熊掌对碰在了一起 好 又是一声熊吼响起 却并非来自那只熊人 而是来自江晨身上的巨熊虚影 十二兽形拳 领悟熊形拳意 成功晋级至大乘境界 嗯 就连江晨都没想到 十二兽形拳 居然会突然有所领悟 但随即他就兴奋起来 见有见义 拳自然也有拳意 十二兽形拳 便具有十二种拳意 若是能够全部领悟 便能真挚圆满之境 原本的十二兽形拳 只是堪堪触摸到了一点点兽意的皮毛 根本就不算是拳意 而就在刚刚 与熊人的对战 居然让熊形拳 成为了十二兽形拳中 第一个领悟拳意的 境界突破 拳意加持之下 江晨这一拳的威力 猛然暴涨 只听咔嚓一声清脆巨响 熊人的熊掌 硬生生被江晨这一拳 给打得鼓劣了 江晨又是一拳轰去 好 熊形拳意 代表着一往无前 大力出奇迹 这一拳 重重轰击在熊人的胸膛之上 后者发出一声惨叫 直接倒飞出去数十米远 最后轰然落地 又有几个小可怜 被压死了 我靠 这么强 张萌再一次被江晨给惊住了 你确定 这就是一个异品援武者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肯定隐藏了实力 熊人被击杀 并没有下退周围的那些兽人 他们早就 失去了理智 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害怕 别说震慑了 就算是江晨把他们打得半死不活 但只要还有一点点力气 他们都会站起来继续攻击 某种层面上来说 这些兽人 有些类似于丧尸 没有痛觉 没有恐惧 甚至都没有意识 完全就是靠嗜血的本性来行动 马德 这些畜生玩意儿 是想耗死我们 张萌一边屠杀着兽人 一边还在那里大骂 他本来就有伤在身 刚刚一阵冲锋 又消耗了大半的体力和原力 现在也差不多到了强弩之末的境地 快了 再杀一下 江晨突然说道 你说啥 张萌一阵疑惑 不明白江晨什么意思 但很快 江晨就用实际行动 给他解释了 一剑斩出又是好几只兽人 被切成两半 大量的鲜血标射出来 到现在 已经有几十只兽人被斩杀 血流一地 差不多够了 张哥 你见过雪飘人间吗 江老弟 你是不是被吓傻了呀 说的这些话 我咋听不明白呢 张萌刚刚说完 便看见地上流淌的血水 以及那些兽人尸体标射的鲜血 竟然全部凝固了 化作一滴滴的血珠 漂浮在半空中 这种场景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血飘人间 我靠 你说的是血啊 他还不算啥 立马就反映过来 江城话中的意思了 这是何等手段 好戏 现在才当当开始 血剑 杀 顿时 所有凝固的血珠 化为一道道血剑 在江城的操控下 朝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兽人 便飞了过去 吁吁吁 这些血剑 单个威力不强 但连续十几个血剑 穿透一只兽人的身体 也是可以将其击杀的 没死一只兽人 又会给江城 提供更多的血剑 咦 这血剑的威力 似乎比之前的更强啊 江城突然发现 这一次的血剑 威力明显比之前 灭黄行动时更大 难道说 不同的鲜血 凝聚出的血剑威力 也不一样吗 之前血剑的原料 是那些妖黄的血 那些妖黄才什么实力 触及凶兽而已 兽血之中也是 蕴含能量的 实力等级越高的兽 兽血中蕴含的能量 就越强 所以 这一次凝聚的血剑威力更强 这些兽人的实力 可远比那些妖黄更强 血剑越来越多 江城操控他们 在周身环绕 形成了一道血剑龙卷 那些兽人 根本就靠近不了 弱一些的 一靠近 就被急速旋转的 血剑斩杀 强一些的 也会被震退 再强一些的 江城则会亲自出手 但这群兽人之中 有资格 让江城亲自出手的 也没有几个 走 张哥 带路 江城说道 张萌也在 血剑龙卷的 保护范围之内 此刻 他已经被周围 那些血剑形成的 龙卷风 给经得目瞪口呆了 这已经不在 他的理解范围之内了 怪不得洛大笑说 你是最适合 这个任务的 有这种手段 你要是在一场战争里 绝对可以媲美一个事 张萌忍不住感叹道 但随即 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等一下 你既然有对付 这些兽人的办法 为啥刚刚我冲锋的时候 你不拦着我 先前气氛 都已经烘托到那个地步了 张哥您的气势 都已经起来了 我也想看看 您的高光时刻 要是拦住您 给您漏气了咋办 江辰黑黑笑道 张萌一张脸 直接就黑了下来 漏气 你当老子是充气娃娃 还漏气 都差点隔屁了 还高光时刻 你小子 肯定就是 想看老子的笑话 哼 你小子 张萌哼了一声 但也无话可说 刚刚江辰也算是救了他一命 只能老老实实实 给江辰带起路来 有了这血溅龙卷风 他们一路上就顺利多了 只是所过之处 留下了一地的尸体 和血水 一个超市里 有一男一女两人 正在里面搜刮着食物 和生活用品 李明 多装一些食物和水 先保证不被饿死和渴死 张队不知道什么时候 回来支援 我们能多称一天是一天 女生说道 两人都背着一个 很大的旅行包 足够他们装不少东西了 好 然然 我去找食物 你去找水 分头行动快一些 李明说道 但话音刚落 一群人突然冲了出来 一个个手上都拿着武器 看他们的穿着长相 应该都是安城本地人 弟弟 D la lando 夸唱他 Baddexu on va bien coi de 那些人群情激愤 将武器指着李明和冉冉 破口大骂着 虽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猜也能猜到 肯定是赶他们走 这座超市 是他们的地盘 你们都冷静一点 这里物资很多 我们只拿一点点而已 不会影响你们 李明见状 赶忙解释道 南越国与华国相邻 自然也懂得一些华国语 很快就有人用 别角的华国语言骂道 你们这些群可恶的华国人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来抢我们的物资 再不滚出去 就别怪我们不客巧 李明和冉冉对视一眼 还是先走吧 万一引来受人就不好了 冉冉说道 背包里的食物也够多了 足够他们支撑一段时间 李明点头 这种时候 还是不要招惹麻烦 于是 两人转身就要走 站住 人走 东西留下 身后 那些南越人大喊道 根本不让李明和冉冉 带走一点东西 别管他们 走 李明眉头一皱 没有停下脚步 那些南越人 顿时就不干了 找死 一个寸头男人 大骂一声 抄起一把大刀 就朝着李明和冉冉砍去 李明察觉到身后有动静 直接一个转身飞踹 那个持刀的寸头男人 当时被踢中肚子 飞出好几米远 是舞者 那两个华国人是舞者 你们这些舞者 不想着解决那些怪物 还来给我们抢物资 太过分了 李明一出手 那些人顿时就看出 他们是舞者 顿时就怕了 虽然还在骂骂咧咧 但根本不敢阻拦 李明和冉冉刚想离开 那个寸头男人 从地上站了起来 嘴角还流着血 刚刚那一脚 也是将他伤得不轻 但李明已经很留情了 但凡他再狠一点 那一脚 可以直接要了寸头男人的命 就算是舞者 也不能打我 从小到大 就没人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寸头男人怒吼一声 竟然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 对着李明就扣动扳机 不好 李明健壮 脸色一变 但此时想要阻止 已经晚了 碰 一声枪响 子弹喷射出 打在李明身上 但却没有伤害到他分后 被原力护照轻松挡住了 普通的手枪 威力有限 别说李明是原武者了 就算只是高级武者 手枪的威胁也很小 让李明脸色变化的 是那一声枪响 那么大的声音 肯定会把附近的兽人引过来 马德 你自己做死了 别带上我们 李明大骂一声 没有丝毫犹豫 抓住冉冉的手 便快速朝着超市楼下狂奔 但 已经晚了 超市外本就有一群兽人 听到枪响的瞬间 便全部朝着超市大门涌来了 碰 不只是大门 还有很多兽人 直接一跃而起 跳上超市二楼 破窗而入 啊 那些幸存者们 一看见兽人 便立马 吓得四散而逃 可再怎么逃 也逃不出超市二楼 那些兽人 一嗅到人类的气息 立马就狂躁起来了 朝着那些幸存者 就扑了过来 张开血盆大口 就咬 你 你别过来 碰 碰 碰 寸头男人 见一只兽人 扑向自己 吓得连开竖枪 直接清空了弹夹 但普通子弹 打在兽人身上 连皮都没破 反而 还激怒了那只兽人 他怒吼一声 一爪子拍了过去 直接就将寸头男人分尸了 其他人的结局也差不多 普通人在兽人的攻击下 根本就没有半点反抗的力量 不多一会儿 那几十个幸存者 就全部被兽人屠戮殆尽 连全尸都没留下 沦为了兽人的食物 可恶 怎么这么多 然然 包给你 一定要把物资送回地下室 我掩护你 你脱威出去 李明将被上装着食物的大包 递给了然然 然然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李明这是想用自己的命 换他一条活路 不行 要走一起走 我们一起出来的 就必须一起回去 然然立马拒绝 现在不是成英雄的时候 张队不在 我就是代理队长 听命令 突威出去 李明朝着然然喊道 将背包硬塞给他 然后便朝前冲去 原力不要钱一样爆发 硬生生将兽人包围圈 开出了一个口子 走啊 李明大喊道 破开这个口子 他原力至少消耗了五成 然然眼睛早已被泪水浸湿 但还是一咬牙 朝着那个缺口冲去 李明说的没错 现在不是成英雄的时候 他必须将物资带回去 否则 科研小组撑不了多久 啊 然而 然然刚冲出去 李明就发生一声惨叫 一只螳螂化的兽人 出现在李明的身后 用他那两只 堪比刀刃的前只 破开了李明的原力防御 直接在李明背上 划出两道几厘米深的大口子 顿时掀血标射出来 血腥卫使得周围那些兽人 更加疯狂了 竟然放弃了冉冉 全部朝着李明涌去 李明 冉冉脸色骤变 再也顾不得什么 就要去支援李明 但随即 他就看见不远处 一道雪龙卷 朝着这边席卷了过来 一席间 他好像看见雪龙卷里 有一张熟悉的面孔 好像是 张对 李明 坚持住 我来了 江老弟 再快一点 血龙卷中 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印证了冉冉的猜测 然后 他就看见 血龙卷速度加快 眨眼间 便冲进了兽人群中 这一下 就像是把绞碎机 扔进了一堆肉里 所有被血龙卷触碰到的兽人 全都被切成了几段 死得不能再死了 兽人群里 李明身上笼罩的原力护照 越来越淡薄 估计很快就会消散 他背上的伤口 还在不停流血 就在这时 他隐约间听到张对的声音 然后看见一道血龙卷 朝着这边席卷而来 果然是出现幻觉了 连这玩意儿都能看到 李明尼南道 准备放弃了 最后一丢丢原力 也消失了 不过 他迟迟感受不到痛苦 睁眼一看 自己不知何时 被吸进血龙卷了 等等 前面的两个人 咋就这么眼熟呢 张对 还有 呃 你叫啥名字来着 李明看着张萌和江辰 使劲揉了揉眼睛 然后掐了一下大腿 有痛感 不是幻觉 江辰脸色直接沉了下来 你不知道我叫啥就算了 完全可以当做没看见我 何必还要多这一嘴呢 这位是江辰 上次见过的 清禾的弟弟 张萌立马给李明介绍起来 李明这才想起来了 哦 想起来了 对了 队长 这是你搞的 李明指了指附近的血剑 在外面的时候 他还看不清 只以为是血龙卷 现在才看清楚 这根本就是无数把血剑形成的 队长 这也太酷了吧 呃 这是江老弟的 张萌有些尴尬地说道 李明顿时瞪大眼睛看着江辰 就他 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 能有这种手段 赶紧吃药吧 张萌赶忙掏出两枚药丸 让李明服下 一枚是疗伤的 一枚是恢复原力的 张对 然然还在外面呢 不知道逃出去没 李明吃完药 这才想起来 江辰朝着四周看了看 很快就找到了然然的踪迹 那些瘦人 见靠近不了李明 便又朝着然然冲去了 走 江辰赶忙朝着那边冲去 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江处于震惊中的然然 也接近了血剑龙卷风里面 你们怎么回事 不是应该在地下室吗 怎么会在这里 其他人呢 张萌问道 很是担心 李明现在已经恢复了一些 他解释道 放心吧 张队 科研小组和其他队员都没事 只是这么久了 物资都耗尽了 我们还能坚持 但科研小组的那些人 身体都比较弱 我们只能出来寻找食物 得知其他人都没事 张萌一直提着的心 这才终于可以放下了 他就怕自己拖延的时间太久 其他人都出事了 这就好 我们赶紧去地下室 找他们会合吧 在张萌等人的带路下 他们很快就回到了地下室 那是一间 只有不到20平米的小房间 近十人挤在里面 只能坐在地上 靠在墙上休息 当江辰几人到的时候 发现里面除了李虎 刘奇两个舞者之外 其余几人都是面黄肌兽 脸色苍白 这些都是普通人 身体素质不如舞者 饿了几天自然就不行了 张队 张队您回来了 太好了 众人一看见张萌 立马就来了精神 特别是刘奇和李虎 见张萌安然无恙 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张萌队长 你请来了支援吗 怎么就他一个 其他人都在外面吗 科研小组中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漂亮女人问道 女人确实很漂亮 而且年轻也就二十多岁 皮肤白皙 戴着一副金属大矿的眼镜 虽然此时很虚弱 但男演其高雅气质 白组长 外面没人 支援只有江老弟一个 张萌说道 他这话一出 无论是刘奇 李虎 还是科研小组的众人 脸色都是一变 开什么玩笑 走了这么久 回来就带了一个人 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屁孩 你确定他是来支援 而不是来旅游的 我 难道国家已经放弃我们了吗 科研小组中 有个年纪不大的女孩 哭了起来 原本还抱着一丝希望 现在希望彻底熄灭了 其他科研小组的人 也都是脸色很不好看 他们冒着危险来安诚调研 结果落得个如此下场 可谁心里都不会好受 只有那个白组长十分淡定 一双眼睛盯着江城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大家先别慌 相信国家和组织 不会放弃我们的 既然张队长只带了一个人 说明他肯定有着 异于常人的能力 白组长安抚着众人 睿智的目光始终放在江城身上 毫不夸张地说 他们在这里做的研究 如果成功 可是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无论是国家 还是他们背后的集团 都不可能会放弃他们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张萌队长身旁的年轻人 这个唯一的支援 其作用或许能抵得上千军万马 白组长说的没错 别看江老弟年轻 手段却能层出不穷 我们一路上能够顺利到这儿 就是靠他 相信江老弟 也能带我们安全回国的 张萌也是立马说道 众人的情绪 这才渐渐平稳下来了 先把食物分发下去吧 将状态调整到最好 江城说道 李虎 刘七他们还好 毕竟是武者 抗恶能力也挺强 可那些科研小组的成员 早已将恶的面黄肌兽 前胸贴后背了 再不补充能量 别说离开安城了 现在让他们站起来 走两步都够呛 镇摩斯几人 赶忙将背包里的食物 分发下去 科研小组的成员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斯文 顿时狼吞虎咽起来 好好吃啊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个年轻的女孩 吃着吃着 眼泪不争气的 从嘴角流了下来 哥平常 这些食物 他们根本看不上 饿了几天 就连方便面 都是世间少有的美食 胡迟海喝一痛后 科研小组众人的脸色 才渐渐恢复了血气 精神也充裕了许多 江城站起身来说道 都吃饱了吧 时间差不多了 收拾一下 准备离开安城吧 镇摩斯的几人文言 赶忙起身 全都异常激动 在安城待了这么久 他们每时每刻都想着离开 这里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哪怕他们 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在艰苦的环境下也能生存 但也不想在这个地方 多停留一刻 科研小组的人 也纷纷动身 准备收拾东西 那位白组长 却突然开口道 现在还不能走 白组长此话一出 那些科研小组成员们 顿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他们都很纠结 但最终还是放下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这次来安城 为了从那些兽人身上 提取到有价值的资料 现在研究已经有了一些进展 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或许能够更新换代 研制出第七代基因药剂 那时我们 白组长话没说完 就被江城直接打断了 不行 这里有多危险 你不是不知道 不能为了你口中的一个或许 就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补上去 可一旦成功 我们的研究成果 将会造福整个华国的百姓 白组长眼中亮着光 这个项目 他已经做了七八年 从十六岁开始 直到现在 他为此付出了大半的青春 眼看就要成功了 他不可能就这么放弃 江城 就为了一个可能性 不惜将我们所有人 置于危险当中吗 白组长 此为国之大者 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 哪怕为此付出生命 也在所不惜 我是如此 相信在场所有人 都是如此 江城跟白组长 直接就吵了起来 在江城看来 这里所有人的性命 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第一任务 就是把他们安全送回去 至于什么科研结果 他不管 哪怕之前新尧说过 他需要将科研小组 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一起安全送回去 才能付钱 但在江城心中 这些人的性命 远高于那五个亿 别吵了 张萌一声大喝 江城和白组长 这才停下了争执 张萌看向江城 说道 江老弟 白组长说的没错 如果能为第七代 基因药剂的研制提供帮助 哪怕我们死 也是值得的 还是听他的吧 张萌都这么说了 江城又看向然然 李明 李虎和刘其一眼 他们都是点头 和张萌意见一致 都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他们 想做前者 江城沉默了 半分钟后 他才沉声说道 五天 我最多再给你们五天时间 时间一到 无论你们能不能研究出来 我都会强行带走你们 说完 江城也不管白组长同不同意 转身就朝着地下室的角落走去 靠在墙上 闭着眼睛休息 其他人 则都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去了 没过多久 江城感觉到 有人靠近自己 他睁眼一看 就发现 那位白组长 正蹲在自己面前 看着自己 此时他们靠得很近 脸对脸 江城如今近距离地看着白组长 才发现 他是真的很美 并不是那种很诱人的美 恰恰相反 他的美 给人一种不愿意亵渎的感觉 怎么 生气了 白组长开口问道 没有 江城回过神来 立马把头转开 看着他这孩子气的样子 白组长忍不住扑斥一笑 然后一屁股坐在江城的旁边 也靠在墙上 我有一个弟弟 跟你一样 长得很帅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应该也跟你差不多大了 白组长突然说道 江城身子一顿 转头看去 就发现 白组长此时眼中含泪 注视着他的脸 你还是转过头去吧 你侧脸跟他很像 江城老老实实 把头转过去了 白组长继续说道 我弟弟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舞者 但他没有舞蹈天赋 所以 不管他怎么努力锻炼 也始终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 他想做一个守护一方平安的大侠 所以 只要附近有什么不平事 比如小混混欺负人 小偷偷东西 抢劫等等 他都会挺身而出 十二岁那年 在大街上 他发现了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 立马就追上去 想要制服对方 结果在缠斗中 被那个通缉犯 一刀刺中了要害 白组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因为他的声音 已经有些哽咽了 正是这件事 在他心中种下了一个执念 如果他的弟弟是舞者 或许 一切都将不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白组长才终于缓过来了 我跟你说这些 并不是想到的绑架你 只是现如今 还有很多跟我弟弟一样的人 他们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舞者 守护家人 保卫祖国 却被舞蹈天赋压制了 我认为 他们才是最适合成为舞者的人 因为他们 都有一颗舞者之心 所以 我才如此执着 想要完成基因药剂的研究 替他们圆梦 我知道这样很自私 不该让你们也陷入危险 为此 我向你道歉 江辰已经没有生气了 白组长自私吗 并没有 因为 他也将自己的生死 置之度外了 你不用道歉 我还是那句话 五天后必须离开 但这期间 你们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竭尽所能帮你的 江辰说道 底线不能变 五天已经是很长的期限了 在这种地方 哪怕是江辰 也不敢保证安全 随时都会出现变故 他必须把所有人 都安全地带回去 这是他的承诺 好 我答应你 五天之后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跟你离开 白组长点头说道 于是接下来 科研小组的人 便开始了 没日没夜地做实验 小小的地下室 硬是被他们改造成了 一个实验室 应白组长的请求 江辰也出去过 活捉了几只兽人 回来做研究 就这样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再过一天 就到了 他们约定离开的日子了 白组长终于停下了 手中的动作 怎么样 有什么成果吗 江辰赶忙问道 他当然也希望 科研小组能够成功 只见白组长 吞去实验服 摘下面罩 一脸的严肃 有一个重大发现 白组长说道 顿时 所有人脸色 都变得正重起来 能让白组长 成为重大的发现 绝对不简单 全都安静下来 从小江抓来的 那些兽人身上 我们发现 他们的基因变异了 不 准确来说 是他们的基因被改造过 与兽类的基因融合了 就比如这只狼人 他的基因中 只有三成属于人类 七成都与一种名为 银月狼的元兽种族相似 所以 他的身上 才有大部分银月狼族的特征 白组长此话一出 顿时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全都脸色严肃起来 只有张萌 一脸猛 嗯 啥意思 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张萌 张队 平常多读书看报 有好处的 都是很赞同的点头 张萌顿时就尴尬了 怎么你们都知道啊 不对 李虎 就算他们都明白 你也不可能明白 你跟我智商半斤八两 老大 我确实没听懂 但我可以装懂啊 又没老实提问 这么诚实的吗 李虎也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张萌 从今天开始 别说我们智商半斤八两了 我明明就比你聪明好吧 扑痴 哈哈 幸好 所有人都被张萌 和李虎两的大老醋 给逗笑了 严肃的气氛 瞬间消失 只有张萌和李虎 不知道他们在笑险 啥 好一会儿之后 众人才止住了大笑 回到了正题 所以 你的意思是 那些人受化 其实都是人为的 江臣说道 白组长重重点头 若只有一两个人受化 还可能是意外变异 但一夜之间 数万人发生变异 就肯定是人为的 怪不得南越国军方 一直只是封锁安城 却始终没有插手里面的事情 肯定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会不会就是南越国军方所为 江臣提出猜测 张萌冷哼一声 忍不住骂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就太混蛋了 连自己的国人同胞都能祸害 就是一群畜生 是什么人所为 暂时还不清楚 但如果我们能找到幕后真凶 获得他们的原始资料 那就一定能省去 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白组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这些兽人 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如果 能够找到制造者 夺取他们的研究成果 确实能省很多事 我知道了 幕后的制造者 一定还在安城 否则南越军方 绝对不会如此严密封锁 还有一天时间 我出去找他们 尽量在今天之内 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带回来 江城当即说道 会很危险的 那些人甚至有可能 掌握了操控受人的办法 你如果 不去也行 白组长咬牙说出最后四个字 能说出这句话 就说明在他心中 江城的性命 已经超过了这项研究 放心吧 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危险这个词 江城咧嘴一笑 自信满满 张蒙文言 哈哈大笑 哈哈 江老弟 字典里当然没有危险啊 危险是一个词语 词典里才有 众人 下话线 张队 您语文阅读理解真好 然然忍不住说道 哈哈 然然 你也说错了 我这跟阅读理解没关系 我小学语文诚语理解 每次都能及格哦 众人皆无语 江城已经决定了 出去寻找兽人的幕后制造者 张蒙他们想跟着一起 但被江城拒绝了 用他的话来说 自己一个人行动 远比一群人更加方便 他们更适合留在地下室 保护科研小组的人 于是 江城便独自一人出了地下室 他并没有光明正大 走在大街上 虽说有 雪飘人间 这门武学 可以完全不拒那些兽人 但江城不想搞出太大的动静 悄悄地进村 打枪地不要 于是 他特意挑没有兽人的地方走 注意力则全都放在周围 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可能是幕后制人的秘密基地 时间快速流逝 几个小时过去了 江城也差不多逛了小半个安城 却始终没有一点进展 他没有半点关于幕后制人的信息 此时完全就是在摸下 再这样下去 别说一天了 一个星期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等等 小吃货的狗鼻子 能不能嗅到 江城突发奇想 小吃货委屈巴巴 老大 都说了我不是狗鼻子 我只能嗅到美食 江城的脑海中 顿时响起小吃货的声音 小吃货 之前喝过的基因药剂 你感觉咋样 江城问道 小吃货回味了一下 老老实实说道 挺好喝的 那你还想喝吗 想想想 那就要发挥出你的狗 超强嗅觉了 还记得基因药剂的味道吗 赶紧嗅一下 附近哪里还有这种味道 江城寻寻善诱 一下子就给小吃货的蝉虫 给勾了起来 这不 小吃货开始老老实实干起活来了 三分钟之后 小吃货激动地说道 有啦有啦 我闻到了 就在老大宁前面 大概二十公里 江城一阵兴奋 原本就是想试试 竟然真的成了 小吃货 不愧是吃货呀 走起 江城没有半点犹豫 便朝着前方赶去了 二十公里 换做平常 分分钟就能到 但现在 为了避开兽人 江城只能不停绕路 导致一个多小时才抵达了 此时 一座高楼顶上 江城探头望去 只见前方有着一栋三层建筑 看起来普普通通 如果不是小吃货告诉江城 里面有类似精药剂的味道 打死他也想不到会是这里 建筑附近有许多兽人 江城仔细一看 便发现了一丝端倪 在建筑附近的兽人 与他之前 见过的兽人 有些许不同 虽然跟其他兽人一样 都失去了人性 但建筑附近的那些兽人 并没有其他地方的兽人 那么狂躁 反而一个个 都是眼神呆滞 如同行尸走肉 这些兽人 看似在随意走动 但其实都十分井然有序 保证每时每刻都没有空荡 他们 应该就是用来看守的 江城想到 出来之前 白组长提醒过的 那些幕后之人 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 操控兽人的办法 现在看来 白组长的猜测没有错 能够制造并且操控 不惧生死的兽人 这要是用于军事上 一旦发生战争 那就是一支赶死队 而且还是 实力极强的赶死队啊 越想越可怕 幕后之人搞出这些东西 到底有何意图 如果真的跟南越国军方有关系 那他们肯定谋划巨大 一旦让南越国 掌握一支兽人军团 作为邻国 华国将会很危险 必须阻止他们 江城刚想到这里 突然 天上响起一声 十分嘹亮的鸣叫 有些类似于英明 但又有些奇怪 江城抬头一看 便看见天上一个 长着翅膀的鸟人 正死死盯着自己 说他是鸟人 真不是骂人 因为那家伙整体 看起来是个人 但却背后长了一对 老鹰的翅膀 嘴巴处也长着一只 又尖又长的鹰晦 这不是鸟人还是啥 我靠 长了翅膀真能飞啊 江城一阵惊讶 他以前看过一篇科研报告 说是 如果给人安上一对翅膀 依旧不能飞翔 因为鸟类体积小 质量轻 密度小 所以翅膀能够 很轻易地带动它们飞翔 但是相比之下 人类的体积大 质量重 密度大 若是按照比例 来做一双翅膀 那么是 不足以带动人类的飞翔的 此刻 天上那位鸟人 已经违反了自然科学啊 就在江城惊讶之际 那只鸟人 已经发出巨大叫声 并朝着他俯冲而来 叫声也惊动了下方的兽人 以及藏在建筑里的幕后之人 很显然 这只鸟人和下面的兽人一样 都是负责坚守这座建筑的 他守的 是天上 本来江城还在想 自己要不要悄悄潜入那座建筑 不惊动里面的人 给他们来得突然袭击 想法还没实施 就直接泡汤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强闯吧 赠 江城迅速拔剑 剑气瞬间斩出十米之外 直接将俯冲到一半的鸟人 斩成了两半 击杀鸟人之后 江城从楼顶一跃而下 地面上那些兽人 一看见江城 便全部涌了过来 江城还在半空中 就对着下方连续挥拳 流星神拳 还是普通舞者的时候 流星神拳是近战武学 成了原舞者之后 便有了远攻效果 每一拳挥出 便有一道金色龙渊凝聚的拳影飞出 大乘境界的流星神拳 已经达到了一秒五百拳 不过眨眼之间 便有五百多道金色拳影落下 乍一看 还真像是流星雨一样 来吧 一起来看流星雨 江城大笑之间 那数百道金色拳影 便全落了下去 下方 那些兽人十分密集 江城挥出的拳影 根本就不怕打空 全部轰在了那些兽人的身上 龙渊的强大 可不是一般原理可比 哪怕江城现在只是一品原舞者 他的龙渊之力 威力也能堪比一般的四五品原舞者 每一道金色拳影落下 都能将一只兽人打死 弱一些的兽人 更是直接被烘成肉饼 猜到了幕后之人的意图 江城对这些兽人 更是没有了半点同情心 这些兽人 极有可能就是日后 进攻华国的主力军 对他们的怜悯 就是对华国同胞的残忍 等到江城落地之后 脚下全都是兽人的尸体 江城这一击 至少造成了数百兽人的死亡 但这对于数以万计的兽人而言 还是太少了 很快便有更多的兽人捕了过来 血飘人箭 江城立马催动 血之剑意 地上那些兽人尸体中的鲜血 顿时涌了出来 化作一饼饼血剑 斩向那些兽人 江城并没有跟那些兽人缠斗 解决完守在那座建筑门口的兽人之后 他便立马冲进了里面 进入建筑第一层 江城就看见 里面也有很多兽人 全部朝着自己涌了过来 这一下 可是被前后夹击了 不过江城丝毫不慌 操控着血剑环绕在身边 这些兽人根本就进不了身 然而 站了没一会儿 江城就发现一个问题 在建筑里面的那些兽人 比外面的兽人更强 他的血剑 竟然只能拦住他们 却无法将其斩杀 此时 建筑三楼 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实验室 比起华国科研小组 在地下室布置的实验室 这里绝对豪华多了 各种科研器材都有 人数也有几十个 男女都有 但都并非男阅人 而是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长官 有人发现 我们了 并试图强闯进来 一个卫兵打扮的西方人 急匆匆跑了过来 手上还提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楼的监控视频 而被他称作长官的 是一个拥有上校军衔的中年西方男人 上校看了一眼屏幕 眼眸一鸣 是华国武者 南越国军方是干什么吃的 竟然把华国人放进来了 长官 需要我们出手吗 卫兵问道 上校摇头 不需要 一楼二楼的那些兽人 足以拦住他了 现在正式研究的关键时刻 绝不能出现意外 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是史密斯教授 万一下面那个华国武者 只是一个诱饵呢 那些奸诈的华国人 最喜欢使用一种 名为吊虎离山的计谋 吩咐所有人 打起精神来 严守第三层 上校下达命令 那名卫兵立马就开始执行起来 江城并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监视了 他此时正在对付那群兽人 建筑里的兽人 基本都是战斗类型的 兽化程度都在七成以上 实力至少是二品元兽 江城大概看出了 建筑内这些兽人的实力 像之前那只雄人级别的兽人 在这里有很多 一般的血剑 对他们造不成太大的伤害 江城只能亲自动手 刷刷刷 剑光舞动 几十道金色剑气 在建筑一楼肆虐 这些剑气 都是江城的金色龙渊凝聚而成 又有生死剑意的加持 威力比起以前强了数倍 江城尚且只是高级武者时 展出的剑气 便能击杀一品元兽 更何况 如今实力大增 哪怕是二三品元兽 挨了一道剑气 也得轻则皮开肉战 重则当场死亡 一楼的兽人就有上百只 实力至少都是二品元兽以上 二楼的兽人 想必会更强 差不多都可以组成一个元武连了 江城心中感叹 军队里大部分都是普通士兵 但也有专门由武者和元武者组成的队伍 元武连 便是全部由元武者组成的一个连队 编制满源为150人 实力最差 也是一品元武者 可以想象 一支150位元武者组成的队伍 得有多强 完全可以媲美一个装备精良的加强团了 而这 还只是建筑里的情况 如果算上外边那数万兽人 组成一支赶死军团 向华国发起进攻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呼 杀不完 根本杀不完 江城感觉自己的龙元之力消耗了近武城 但也只解决了一半的兽人 还有好几十个往他这边疯狂地扑来 这还是多亏了江城丹田中那个幼龙元丹 蕴含的元力比一般的一品元武者更加充裕 换作一般的一品元武者 怕是早就元力耗尽了 不能跟他们耗下去 江城心中想到 后面肯定会更难 不能把龙元之力都浪费在这里 不用元力 照样能歼灭你们 江城收起元力 剑也出窍了 与此同时 细胞中的右相发出怒吟 江城的力量 催发至极致 杀 江城怒吼一声 身上绽放金光 第九重境界的金刚霸体 所释放的护体金光 挡住他们的伤害 问题不大 并不需要调动元力 然后 他便直接冲进了兽人群中 抽出破伤风之刃 便是一阵砍杀起来 力量足够 破伤风之刃 又无比锋利 这些兽人在江城的剑下 就跟脆皮一样 分分钟 被他斩成两半 短短五分钟 剩余的五十多只兽人 便全都死在了江城的剑下 地上 堆积着一层层的兽人尸体 江城踩着他们的尸体 剑刃之上 还有鲜血滑落 踏上了前往第二层的楼梯 长官不好了 那个华国武者已经杀到了第二层 并且正往我们这边赶来 之前那个卫兵 又急匆匆端着笔记本电脑跑了过来 上校一脸的不耐烦 这才不到十分钟 怎么可能 Oh my god的 然而 当他的视线转移到电脑屏幕上后 顿时惊叫起来 此刻的江城就仿佛一个杀神 冲进兽人群里 就是一阵砍杀 每一剑都能带走一只兽人的性命 如果不行 那就多加一剑 鲜血建设在江城的身上 哪怕是护体金光也没有全部挡住 依旧有一些血迹落在了江城的身上和脸上 他都顾不得擦拭了 第二层那百来只兽人 都拦不住江城 就在上校看得出神时 突然 江城那冷冽的眼神看向了他 被江城盯着的那一刻 他竟然被吓得一击灵 差点一屁股摔倒 下一刻 屏幕就黑掉了 显然 江城已经发现了监控 长官 怎么办 二楼的兽人也挡不住多久的 卫兵已经有些慌了 上校此时虽然受到了一些惊吓 但还是很快就缓过来了 怕什么 别忘了 我们还有一张王牌 是时候试验一下最新产品的实力了 上校说着 一双眼睛便看向了一个巨大的容器当中 容器里有着一道身影 吼 扑吃 一箭落下 直接砍掉一只狼人的头颅 随着这具无头尸体的倒下 二楼地面上也堆满了尸体 江城站在原地 胸膛剧烈起伏 金光散去之后 他身上的衣服早已被鲜血混杂着汗水给浸湿了 不过都不是他的鲜血 全是那些兽人溅出来的血 透过金光粘在了江城的身上 将二楼的兽人全部杀光 江城的体力也消耗巨大 他看向通往三楼的楼梯 那里 应该就是最终的目的地了 他们已经发现我了 不能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江城心中想到 便朝着楼梯走去 然后 刚走几步 突然 通往三楼的大门猛地被撞开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江城冲撞而去 江城反应也迅速 立马伸手抵挡 碰 铁门重重撞击在江城的手上 一股巨大的力量顺着铁门涌入江城的双臂中 顿时就将他的双臂震抹了 身体也不受控制地朝着楼梯下倒去 江城在半空中一个后空翻 完美落地 与此同时 那扇大铁门继续朝着江城撞去 斩 江城立马拔剑 一道剑气展出 瞬间就将大铁门一分为二 然后 他就看见一道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楼梯的尽头 正朝着下边走来 因为角度的原因 江城没有看见那道身影的正面 但他提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就冲着刚刚那扇门传来的力量 他就能断定 那道人影 绝非一二楼那些寿人可比 他的实力 至少是六品元寿以上的级别 值得江城认真对待了 那道身影下楼梯的脚步十分沉重 传来咚咚咚的响声 当他的正面彻底暴露在江城的眼前时 江城惊呆了 我靠 这是什么玩意儿 哪怕是以江城的心智 此时都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实在是因为那家伙 太奇怪了 体型硕大 身高至少两米五 腿是抱腿 满是豹纹皮毛 手则是胡肘 锋利无比 身上覆盖了一层漆黑色的灵甲 看起来有些像是黑甲巨细的灵甲 头则是犀牛头 鼻子上长着一根又长又尖的独角 整一个四部箱 一个人身上同时拥有四种怪兽的特征 可谁看见这一幕 不会惊掉下巴 好 四部箱怪物看着江城 发出一声怪异的巨吼 吼声直击人心 换作一般人 精神肯定会受到影响 也就是江城 日常遭受大奔和小三的双重雷霆大嗓门 对这种阴波类的精神攻击 有着很强的抵抗力 不过 这四部箱怪物 并没有直接对江城发起攻击 而是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只是一双充斥着兽性的新红毛子 死死盯着江城 然后 一道身影从四部箱怪物的背后走了出来 看你的武功套路 应该是华国武者吧 那人说道 口音有些别角 看来也是不太精通华国语言 江城看着站在四部箱怪物身旁 那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中年人 眉头一皱 他原以为安城变成这个样子 是南越国军方所为 但现在 居然又跟西方国家扯上关系了 真是越来越复杂了呀 安城变成这样 是你们做的吧 有什么图谋 江城问道 那西方男人微微一笑 当然是做研究啊 南越国愿意与我们合作 奉献一座城市的人 给我们做试验 这一切都是 你亲我愿的 又谈什么图谋呢 果然 跟南越国还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们许给南越国什么好处 肯让他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南越国做一个弹丸小国 整个国家的人口 也才不到一千万 却愿意将安城数十万人 送给这些西方人做研究 要说没有好处 鬼都不信 江城本来不奢望对方 跟自己说什么的 问这些 其实只是在拖延时间 恢复体力罢了 那西方军官 却老老实实回答了江城 他们要求 我们研究成功后 需要帮助他们 建立一支强大的寿人军团 并在未来攻打华国时 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所以我们欣然同意了 听完军官的话 江城的脸色 立马就沉了下去 果然 南越国对华国是有想法的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华国一直以来 秉承着大国风度 对弱小的邻国多次施以援手 进行帮扶 南越国也曾多次接受过华国的帮助 却一直亡我之心不死 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在江城的印象里 许多年前 南越国就已经和华国有过冲突了 那时候 他们吃着华国以前援助的食物 进攻华国边境 导致多少守卫边境的战士们牺牲了 当然 结局还是圆满的 当时的华国一怒之下 直接派兵镇压 一路打到了南越国的首都 险些将其灭国 最后还是在国际多方压力下 同意了南越国签署的投降协议 却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还没死心 你就这么告诉我 不怕我回去告状吗 江城问道 那西方军官非常的自信 不怕 因为你今天一定会死 我很喜欢让一个人死的明白 他的自信 来自于那只四不像怪物 不得不说 那玩意儿 确实很有威慑力 怪异的组合 硕大的身躯 给人一种压抑感 其实 你跟我说这么多 是在给上面那些科研人员 拖延时间吧 看来 他们已经研究到 很关键的环节了 但江城 还是立马就戳穿了 那西方军官的真面目 没有人是傻子 对方又岂能看不出 江城说这么多话 是在恢复体力 但其实他们也愿意拖延时间 因为研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绝对不能受到半点影响 华国人 你很聪明 但华国有句古话 聪明人往往都活不久 所以 请你去死吧 泽西 杀了他 西方军官一声令下 原本就急不可耐地 似不像怪物 顿时就成为了一匹脱疆的野马 口中发着难听的嘶吼声 冲向江城 他拥有暴泽速度 瞬间化为一道残影 便冲到了江城的面前 然后挥舞锋利的胡爪 拍向江城 江城没有退避 挥拳砸去 碰 江城将护体金光 凝聚在拳头上 这一拳 直接化作金刚之拳 金刚之拳与胡爪相撞 江城顿时就感觉 对方的力量极大 手臂都给震抹了 却也扛住了他的攻击 但随即 似不像怪物便用头冲撞江城 他的鼻子上 长着一根又长又尖的独角 这么做 其实就是想用那根独角攻击江城 此时江城来不及反抗 只能全力催动护体金光 大 独角重重撞击在江城的胸膛上 响起一声刺耳的金属鸣声 江城只感觉胸膛一痛 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刚刚似不像怪物的独角攻击 虽然并没有破开江城的金光防御 但那股巨大的冲击力 还是渗透金光 冲击在了江城的身上 也是伤他不轻 这四不像怪物的力量 很强 恐怕达到了上百吨 嗨嗨 江城稳住身形 咳嗽了好几声 这才终于缓过来了 不过 他才刚刚缓过来 那四不像怪物 就已经朝他冲了过来 这只怪物 无论是速度 防御 还是力量 都够强 四种怪物的特征 让他拥有了全面性 是个劲敌 暴雪 流星神拳 江城并没有拔剑 跟这种怪物比拼力量 他要是怂了 怕是神像前辈都不会同意 暴雪状态下 江城的综合身体素质 直接就提升了一倍 与此同时 流星神拳打出 砰砰砰砰 江城的拳头 顿时就挥出了无数道残影 一秒内 便挥出了五百多拳 全部轰击在了 那只四不像怪物的身上 这一次 总算是江城占了上风 四不像怪物 顿时就被江城给击退了 身上有一块黑色鳞片 竟然被江城的拳头 给硬生生给砸裂开了 怎么会 那西方军官见自己的王牌 竟然受伤了 脸上顿时露出了 不敢置信的表情 而四不像怪物 也被激怒了 眼眸中的星红更甚 根本就不怕痛 继续冲向江城 来啊 江城怒吼一声 暴雪状态下 他的气势提升到了顶峰 雄行拳 一道巨熊虚影 顿时浮现出来 江城一拳挥出 巨熊的熊掌 也随之拍去 十二兽行拳 突破到大乘境界后 领悟了雄行拳翼 雄行拳的威力 自然也就更强了 再加上暴雪的综合提升 江城这一拳的威力 丝毫不比之前 施展流星神拳时 五百拳集中一点的威力差 碰 这一次 四不像怪物 被震退了四五步 而江城也退了两步 这么看来 依旧是江城占了上风 但江城很清楚 这只是暂时的 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否则等到自己的暴雪状态消失 优势就没了 反观那四不像怪物 不惧生死 没有痛绝 更是不知疲倦 它是可以越战越勇的 对付这种怪物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将其斩杀 结束吧 江城丹田之中 右龙元丹 顿时喷吐出龙元之力 经过刚刚那场大战的时间 他的元力 已经恢复了几成 对付四不像怪物 足够了 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 一加一等于二吗 江城突然问道 那西方军官文言 居然掰手指算了起来 但下一刻 他就察觉到不对 一加一 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一加一 在正常情况下 都等于二好吧 你这是什么傻逼问题 然后 他就看见江城的双拳之上 覆盖了一层浓郁的金色元力 这一刻 他突然意识到了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华国武者 之前好像一直都没有使用元力 难道说 他从一楼杀到二楼 又跟自己的王牌 对碰了这么久 竟然一直是在靠自己的蛮力 一个正常的人类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纯肉体力量 和元力 是不冲突的 那不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吗 江城看着覆盖在拳头上的龙元之力 他的元力 蕴含一龙之力 便是十二万五千斤 他的蛮力 拥有十三项之力 暴血状态下翻一倍 便是三十二万五千斤 加起来 便是整整四十五万斤的威力 两百二十五吨 那四不像怪物 顶破天 也就能打出一百多吨的伤害 怎么跟江城别 这一拳要你命 江城挑衅地指了指那只四不像怪物 对方顿时就怒了 虽然失去了理智 但本性还在 受到挑衅 如何会不怒呢 泽西 别过去 快回来 西方军官意识到不对 想要把四不像怪物喊回来 但他似乎已经失去了 对四不像怪物的控制 不管他怎么喊 四不像怪物都根本不理会 扑到江城的身前 发起攻击 流星神拳 江城再次连挥五百拳 拳拳轰击在 四不像怪物那块之前就被打猎的地方 每一拳的力量都达到了恐怖的两百二十五吨 五百拳的叠加之下 威力又翻了几倍 四不像怪物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如同一个脱堂的炮弹般飞了出去 形成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然后重重落在地上 再看他的身体 早已被江城打得血肉模糊 吼 但他依旧嘶吼着想要站起来 只可惜 声音越来越弱小 生机也渐渐消散了 泽西 死了 那西方军官 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科研团队研究出的最强王牌 就这么死了 这可是同时拥有多种凶兽基因的超级怪物啊 就被眼前的华国武者给杀了 那西方军官 转身就要跑 连王牌都死了 他还拿什么跟江城斗 不跑 还留下来吃午饭 然而 江城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这位尊贵的上校军官 刚一转身 就被一道剑光穿过身体 变成两半 杀死军官之后 江城直接上楼 走进了第三层 刚一进入第三层 就立马有十几个卫兵 拿着武器对准江城 但不等他们动手 江城就先一步出手 数到剑气斩出 一个不胜 全部被斩成两半 最强的四不像怪物都解决了 这些小喽喽又算得了什么 啊 卫兵一死 那些科研人员顿时就慌了 纷纷四散而逃 江城一个都不放过 见一个 杀一个 很快 就剩下一个老头了 他似乎是这支科研团队的首领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只要你能让我活 那老头立马举手投降 将你们研究的所有成果资料 都给我 江城说道 那老头没有丝毫犹豫 将一个瓷盘递给江城 这里面是所有的资料 江城接过瓷盘 随手从附近找来一个电脑 将瓷盘插进去 很快 就看见了一份内存超大的资料 虽然江城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大概看了一下 应该没问题 当然 具体真假 还得让白组长他们判定 有备份吗 江城问宝 那老头顿时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绝对没有其他辈分 就这一份 江城举剑抵在了老头的脖子上 老头顿时就被吓坏了 我没有骗你 我向耶稣发誓 真的没有辈分 江城看着老头 一脸善良的微笑 他缓缓说道 不 你有辈分 就在你的脑子里 那老头哪里还不明白江城的意思 就是铁了心要杀他 他刚想继续说话 江城手中的剑 便抹了他的脖子 这老头应该就是这一批 科研团队的首脑 他若不死 一切还是会发生 江城就是要消除所有的数据 只留下一份资料 解决完所有人后 江城继续在实验室里搜了一圈 想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些世纪容器 里面装着颜色不一样的液体 就是这玩意儿 能把一个正常人 变成毫无感情 只懂杀戮的兽人 江城好奇地打两张 打开盖子 一股奇异的气味涌出 不算难闻 但也不好闻 主人主人 我要喝 小吃货的声音立马响起 江城白了一眼 你这吃货 还是什么都不放过呀 这玩意儿喝了 可是会失去人性的呀 江城直接忽略了小吃货的诉求 随手将事迹扔进了玉佩里 便继续逛了起来 当他进入实验室的最里面时 赫然发现了一座 通体为水晶石打造的透明棺材 江城惊呆了 但令他震惊的 并非是水晶棺 而是棺中的一道身影 那是一个女人 长得极美 西方面孔 皮肤如同珍珠一般光滑闪耀 一头冰蓝色的长发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身材十分匀称且苗条 某个部位饱满挺拔 与纤细的腰身形成完美的曲线 没有任何的遮盖物 江城看得一清二楚 但他的目光 并没有在女人的上半身多做停留 而是立马 就被他的下半身吸引住了 啊 不是江城变态啊 纯属是因为 那女人的下半身 竟然并非是一对诱人的大长腿 而是鱼尾 幽蓝色的鱼鳞熠熠生辉 这竟然是一条美人鱼 这也是被他们造出来的兽人吗 江城一脸震惊 虽然已经见惯了那些兽人 按理来说 看见什么都会觉得很正常 但这条美人鱼 江城怎么看都觉得奇怪 而且被安置在水晶棺里 肯定不简单 和外面那些兽人绝对不一样 不管这么多 先带走吧 他闯入这里的事情 外面肯定已经知道了 甚至说不定正有人往这边赶来 所以必须尽快离开 于是江城一不做二不休 便打算直接将水晶棺 连带着里面的美人鱼 收进玉佩里 然而 当他意念一动之时 水晶棺却纹丝未动 收不进去 储物灵气中不能储纳活物 难道这里面的美人鱼 不是尸体 江城原本看他一动不动 就是在棺材里 还以为只是一具尸体呢 收不进玉佩里 大概率就是拥有生命特征 于是 江城好奇地打开了这座水晶棺 并将手指伸到美人鱼的鼻子下 感受了一会儿 并没有鼻息 美人鱼的话 应该是生活在水里 不用鼻子呼吸也正常 不能这么测试 于是 江城将目光 吓移到了他的那两座山峰处 然后 鬼使神拆地将手伸了过去 江城 哟 我发誓 只是想试一试他 有没有心跳 刚一触碰到美人鱼的身体 江城第一感觉 就是十分的光滑 他的皮肤 简直要比刚出生的婴儿还细腻 富如宁芝 说的应该就是这种了 不过江城很快还是调整好心态 仔细感受起来 果然 还真让他感受到了微弱的心跳 咚咚咚 很微弱 而且差不多五六秒才跳动一下 但心脏还在跳 就说明眼前的这条美人鱼 确实还活着 活着干嘛要放进棺材里 就在江城打算收回手的时候 突然 躺在水晶棺里的美人鱼 睁眼了 他的眼睛很大 蓝色的毛子 如同马脑一般 十分好看 江城在与美人鱼的眼睛对视那一刻 突然浑身一个机灵 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袭上全身 就好像涌入了一道电流盘 你是谁 美人鱼突然说话了 是少女鹰 很好听 他说的并非华国语言 也不是江城知道的其他国家的语言 但奇怪的是 江城竟然听得懂 而且听在耳朵里 竟然能自动翻译成华国语 这种感觉很奇妙 我是江城 江城回答道 说完之后 他顿时冷汗直流 因为他发现 自己刚刚那句话 是无意识地回答 换句话说 根本就不是他想回答的 而是美人鱼一问 他就直接回答了 甚至他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美人鱼的声音和眼睛 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能让人控制不住自己 美人鱼嘴巴微张 似乎还想继续说话 但却突然停住了 他眉头一皱 下一刻 眼睛重新闭上 又变回了之前沉睡的样子 与此同时 江城原本那种酥酥麻麻 身体难以控制的感觉 也消失了 他立马收回手 连退好几步 可怕 太可怕了 刚刚那种身体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 他不敢再感受第二次 虽然并没有任何的痛感和不适 但对精神是一种折磨 身体不受控制 也就意味着生命被别人掌握 过了好一会儿 江城才总算是缓过来了一些 他重新看向水晶棺里的美人鱼 原本他还觉得 这也是那些西方科学家制造出来的兽人 但现在看来 应该不是 他们如果有这本事 那王牌就不会是那个四不相怪物了 江城如果一开始 对付的是这条美人鱼 恐怕是九死一生的结果 不管 先带走再说 江城立马合上棺盖 但想了想 又打开棺盖 将自己的外套脱下 披在美人鱼身上 不然随身带着一个没穿衣服的美人鱼 总感觉别扭 随后江城找到一条绳子 将水晶棺捆绑在了自己的背上 直觉告诉他 这条美人鱼非常重要 必须带走 背上水晶棺 江城又转了一圈 确定没有其他重要的东西之后 便撒上汽油 扔下打火机 一把火 将实验室给烧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江城便立马赶回了地下室 当张萌 白组长等人 看见江城满身是血的样子 身后 还背着一个巨大的水晶棺时 全都惊呆了 他们不明白 这才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江城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长话短说 幕后之人是一群西方科学家 真实身份我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我杀了 所有资料数据都在这个瓷盘里 现在 立马收拾好东西 准备离开 那群西方人和南越国军方有合作 他们死了 南越国军方肯定会得到消息 我们要赶紧离开 江城说得很急 张萌 白组长等人都有些梦了 虽然江城说得很简短 但信息量依旧很大 他们一时半会儿 有些消化不了 还有江城身后背着的水晶棺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好像还没有解释吧 都别愣着了 听江城的 赶紧收拾东西 还是白组长最先反应过来 连忙指挥起那些科研小组的成员 众人这才立马行动起来 白组长不用去收拾东西 他的目光始终放在江城背后的水晶棺上 确切来说 是水晶棺里的美人鱼 这是什么 白组长到底还是没忍住好奇问道 江城摆摆手 问得好 我也想知道 这是我在那些西方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发现的 但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或许瓷盘里会有相关线索吧 回国后再说 白组长点点头 然后目光有些担忧地看着江城 这一身都是血 很难不让人担心 你没事吧 发现了他们的位置 为什么不回来找支援呢 一个人太危险了 白组长是真的担心 或许是一样的年纪 或许是侧脸有些相似 有些时候 他真的把江城当成了他的弟弟 江城咧嘴一笑 没事 我没受伤 这些血都是那些受人的 白组长拿来了一个湿毛巾 给江城擦拭起了脸上 和脖子上的血迹 动作很轻柔 搞得江城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呃 我自己来吧 白组长 江城赶忙夺过湿毛巾 然后非常粗鲁地 在脸上和脖子上擦拭 还得是大力擦才行 血迹很快就擦干净了 别叫我白组长 显得太生疏了 我叫白云熙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叫我一声解也行 白组长看见江城 这粗鲁擦脸的样子 不忍一笑 行 那我以后就叫女细俭 江城也没有矫情 说话间 众人都收拾好了东西 轻装上阵 除了一些必要的器材和电子产品 其他大型机器都被留在了这里 做完这些之后 他们便离开了地下室 江城在前面开路 张萌则在队伍尾部垫后 一群人小心翼翼地走着 中间还是遇到了几波受人的攻击 但都被江城用血瓢人间给解决了 他们这才知道 为什么华国会指派江城一个支援 他一人就能抵得上一支几百上千人的军队了 众人顺利抵达之前江城和张萌进来的地方 龟丞相还在之前的地方四脚朝天 还没翻回来 但他似乎已经放弃了 正在那里睡觉呢 这就开始摆烂了 不行 我摆烂江 不允许有人比我还摆烂 我来帮你一把 江城跑过去 一脚重重踹在龟丞相的龟壳上 丢龟丞相顿时就飞了出去 消失在天界 走吧 张萌已经打开了井盖 众人纷纷钻进了洞里 从另一头钻出来之后 便是在安城之外了 镇摩斯的那位暗线一直守在附近 见江城等人出来了 赶忙迎了过来 进展如何 暗线赶忙问道 张萌点头 很顺利 赶紧安排我们回国 暗线早就为众人准备好了南越国军人的衣服 待众人换上之后 便跟着往外走 路上 江城发现大量的南越国士兵都在往安城内赶去 非常急的样子 看来是实验室的事情被发现了 希望他们能晚点查出来 一路上虽然有些惊险 但还算顺利 暗线早就准备好了一辆大卡车 众人纷纷钻进了车厢 这才终于感觉安心了许多 车子启动 车厢中 白云熙赶忙取出一个笔记本电脑 将江城给他的刺盘装了进去 他已经等不及 要看看里面的资料了 江城是门外汉 所以他看的时候 看不太懂 但白云熙是专业的 哪怕资料里的文字都是外语 也不影响他看 看得越久 白云熙的脸色就越激动 看来 这资料确实是真的了 原来如此 小江 你在那个实验室里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白云熙指着电脑屏幕上的一张照片 江城一看就认出来了 正是那个最后被他杀死的老头 见过 此盘就是他给我的 江城老老实实说道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白云熙连忙问道 死了 我杀的 江城此话一出 白云熙顿时眼睛瞪得老大了 怎么 难道他不能杀吗 江城问道 不过杀都已经杀了 他也没法把对方救活 他叫史密斯教授 是米国人体基因 研究学领域里的泰斗级人物 在全球也是非常出名的 人气很高 我读过他的几篇论文 获益匪浅 说实话 我挺佩服他的 白云熙说道 江城一愣 所以 自己这是 把他的偶像给弄死了 有点小尴尬 不过江城没有后悔 他要是不杀了那个史密斯教授 就算毁了实验室的所有资料也没用 因为最重要的资料 就在他脑子里 史密斯教授不除 像安城的情况 依旧会在其他地方发生 不过他的所作所为 我很不喜欢 为了研究 哪怕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也行 但底线还是要有的 为了研究 将一个城市数万人变成兽人 数十万人遭遇灾难 家破人亡 是可耻的 所以 你杀了他 我不反感 甚至很赞同 你这是为民除害 白云西继续说道 他只是佩服史密斯教授 在人体基因学方面的成就 与其他无关 云西姐 你看出什么了吗 江城问道 白云西看了这么久 脸上表情越来越兴奋 这就说明他 肯定有所收获 嗯 收获很大 之前的研究中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也豁然开朗了 这些资料很完整 按照资料里的做法 我们也可以制造出兽人 但我并不打算 完全照搬这些资料 我要做的 是摒弃掉副作用 让人性占据身体的主导地位 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兽化 这才算是造福华国的普通人 白云西语气严肃地说道 虽然会很困难 但他不会害怕挫折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为了无数和自己弟弟一样的人 他一定会研制成功的 资料里有没有 关于这条美人鱼的信息 江城问道 白云西摇头 我还没看完 暂时没有 我再找一找 说吧 他便继续浏览起资料 江城则是拨通了星遥的电话 当听说南越国军方与米国合作 想要大量制造兽人进攻华国时 电话对面的星遥和洛正义 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 你做得很对 这种非人道的研究 就是不应该存在 至于南越国和米国之间的合作 洛大孝会上报给军方的 江城 你这一次立了大功 也算间接为华国边境 阻止了一场战争 我会如实上报 或许能给你授予一些嘉奖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把他们所有人安全带回来 星遥说道 一听到嘉奖 江城就激动了 出去人和生物制药集团的武艺奖金 还有额外的奖励 真好 挂掉电话 江城沉下心来 听着车外的动静 他总感觉 回程不会那么容易 南越国军方和米国 不会轻易让他们将资料带回去 找到了 白芸汐突然说道 众人连忙朝他看去 找到关于美人鱼的信息了 你没猜错 他确实不是史密斯教授制造出来的 恰恰相反 史密斯教授的团队 之所以能够顺利将兽类的基因 和人类的基因结合 就是从他身上获取到的帮助 白芸汐将资料中 有关美人鱼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条美人鱼 是十多年前米国 从一处名为亚特兰蒂斯的 深海古文明遗迹中发现的 那时候 它就是处于沉睡之中 米国将它命名为Ariel 翻译成华国文字 就是艾利尔 之后 米国就组织了许多科学家 对艾利尔进行研究 最终 史密斯教授团队 从他身上同时发现了 人类和鱼类的基因 并且 两种基因完美相容了 正是这一发现 让史密斯教授突发奇想 既然人和鱼的基因可以相容 那人和其他兽类 为什么不可以 人鱼可以在水中生活 那如果人类与兽类的基因相容 是不是就可以拥有兽类的能力了 于是 史密斯教授就携带着他的科研团队 开始了对人兽基因融合的研究 直到如今 研究有所成果 虽然兽性占了主导地位 使得兽人变得适血 残暴起来 变强了很多 哪怕是一个普通人 都能够拥有元寿的实力 那 江晨还想问一些 关于美人鱼的事情 但就在这时 外面响起了吐吐吐的声音 是直升机 与此同时 车辆猛的急杀 江晨立马扶住 差点摔倒的白云溪 至于其他科研小组的人 就没那么幸运了 全都摔倒在地 虽然没啥大事 但还是挺疼的 开车的是张萌 江晨连忙问道 张哥 怎么了 糟糕了 前后都有军队 天上还有军用直升机 我们被包饺子了 驾驶室里的张萌 语气沉重地说道 江晨脸色一沉 终究还是晚了 这里毕竟是南越国 他们想查到江晨等人的踪迹 太简单了 要不要通知华国 请求支援 白云溪问道 江晨摇头 没用的 华国一旦出兵 那就是相当于向南越国宣战 而且就算出兵 也没那么快 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才行 江晨刚刚说完 外面就响起了声音 车里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不要做无微的抵抗 束手就擒 就可以活命 试用德华国语 看来对方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我先出去 你们保护好云溪姐他们 江晨对着车厢里的镇摩斯成员说道 他们纷纷点头 白云溪担忧地看着江晨 小心 江晨没有说话 打开车厢门便直接走了出去 刚一出去 他就被外面的阵势惊到了 一辆辆装甲车也就算了 你至于连坦克都出动吗 还有天上的战斗直升机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在打仗吗 看见有人出来 直升机上顿时响起喇叭声 把资料交出来 不然 我们就开火了 江晨看着直升机上的一名军官 冷笑道 是你傻 还是你以为我傻 东西交出去 怕是你们立马就开火了 他们现在之所以不动手 就是担心破坏磁盘 否则 他们早就一炮打过来了 不过这样也好 让他们有所忌惮 就不敢使用威力太大的武器了 我可以承诺 只要你们配合可以不杀 那名南越国军官继续说道 江晨没有理睬他 而是眼珠子转溜 思考着怎么逃出去 开火 那南越国军官却是个暴脾气 剑撞 直接下达命令 突突突 顿时 那些南越国士兵纷纷开枪 无数颗子弹 如雨点一般朝着江晨这边射来 护体金光 江晨立马催动金刚霸体 一身金光绽放 那些子弹打在护体金光上 响起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 却根本破不开金光 大卡车的四周也凝聚了一层原力护照 是张萌他们弄出来的 开炮 那军官健壮 顿时就怒了 再次下练 这一次 那几辆坦克炮台对准江晨 我靠 来真的呀 江晨见状 瞳孔一缩 他原以为南越国军方会忌惮车厢里面的磁盘 不敢动用威力太大的热武器 但他还是猜错了 这也太狠了吧 碰 碰 碰 三声巨响 三枚大炮便朝着江晨和大卡车轰来 江晨连忙拔剑 斩出一道基米长的弧形剑气 赠 剑气击视而出 在半空中斩中两枚大炮 那两枚大炮直接被切成两半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引爆 但还是有一枚炮弹飞了过去 眼看就要击中大卡车 情急之下 江晨没想太多 直接将身后背着的水经关 朝着那枚炮弹扔了过去 抱歉了 美人鱼小姐姐 嗖 水经关瞬间飞出去几十米 正好撞击在那枚炮弹上 碰 顿时就将炮弹引爆了 巨大的冲击波倾泻而出 将附近的一些士兵都直接给先飞了出去 水经关也被爆炸的冲击力给震回了地上 竟然没有一点点损坏 连一点裂痕都没有 只是关盖给掀开来了 我靠 这么硬吗 不是一般的水经石啊 江晨很是惊讶 挨了一炮安然无恙 这水经关才智不简单啊 应该值不少钱吧 开炮 南越国军官继续命令 那几辆坦克的炮口再次指向了江晨 就在炮弹即将出塘的时候 突然 水经关里的美人鱼睁开了眼睛 缓缓从水经关中坐了起来 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 包括那些南越国的士兵 他们虽然不知道水经关里的是什么 但既然在棺材里 就肯定是死人 死人居然站起来了 是炸尸吗 美人鱼望着四周 一双湛蓝色的眼眸充满了懵懂 我是谁 这是哪 你们在干什么 下一刻 一道美妙的少女音从美人鱼口中响起 明明声音很小 但却十分清晰地 传入了现场所有人的耳朵里 并且 自动翻译成了他们各自的语言 听到美人鱼声音的那一刻 所有人的身子都是颤抖了一下 酥酥麻麻的电流感涌入全身 这一刻 他们都有种身体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 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半空中 直升机之上的那名军官 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 那种感觉 太恐怖了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下达命令到 掉转炮台 进攻那个水经关 下一刻 坦克的所有炮台全部对准了美人鱼 并且没有任何犹豫地发射了炮弹 碰 碰 碰 又是三枚炮弹齐齐射向美人鱼 而后者就像是被吓傻了一样 原地发呆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举动 任由炮弹砸向自己 但就在这时 一道电光一闪而过 江城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美人鱼的前方 然后迅速拔箭 赠 箭气机事而出 依旧只是展开了两个炮弹 还有一枚炮弹 静止朝着他们这边落下 此刻 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江城只能全力催动金刚霸体 护体金光顿时绽放得更加耀眼 原本只是笼罩江城身边几厘米 在江城的友谊控制下 金光瞬间便蔓延开来 将他身后的美人鱼也笼罩在了其中 这么一来 护体金光被分散 防御力也就大大减弱了 砰 炮弹正中江城 在触碰到金光的同时 便轰然爆炸 一道蘑菇云冲天起 这几辆坦克所装置的炮弹 威力巨大 掀起了一阵尘土飞扬 江老爹 小江弟爹 卡车里 张萌和白云熙等人 看见这一幕 一个个顿时脸色骤变 目自欲裂 特别是白云熙 他好不容易在一个人身上 看见了自己弟弟的影子 却再一次在他面前消逝 他却无能为力 这种痛苦的感觉 他已经不想承受了 白云熙红着眼眶 就想冲下卡车 幸好被冉冉 留起几人拦住了 这几人也都是眼中含泪 虽然和江城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在安城的这几天 他们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了 嗨嗨 就在这时 那漫天尘土之中 响起了一阵咳嗽声 原本还悲伤不已的众人 眼中顿时就闪烁出了激动的色彩 江城 还活着 一阵风吹过 尘土散去 露出了里面的情况 水晶棺依旧没有半点影响 就连那条美人鱼 都还在一直处于原来的姿势 但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江城的身上 他此时看起来确实很狼狈 护体金光已经被破了 身上的衣服也是处处破洞 裸露在外的皮肤一片焦黑 还不时地有鲜血渗透出来 看起来十分可怕 江城把剑荡成拐杖 处在地上 才勉强支撑战力 四 可真疼啊 江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不得不说 如今的热武器 威力也不小 就连他第九重境界的金刚霸体都挡不住 受了这么重的伤 当然 如果他刚刚只顾自己 将护体金光全部凝聚起来 这炮弹 也不一定能够破开他的防御 但这样一来 身后的美人鱼 就失去了保护 江城也不知道 他能不能扛得住 至少就表面来看 美人鱼的肉体 还是非常脆弱的 好在 虽然伤势不轻 但并没有伤及要害 也没有断胳膊断腿 小吃货的技能 生生不息 可以慢慢恢复过来 你没事吧 江城转过身 见美人鱼安然无恙 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刚刚要冲过来 替他挡下这一炮 情急之下 来不及思考 也许是因为 美人鱼对白云熙 他们之后的研究 会有很大帮助吧 我记得你 你刚刚是在保护我吗 我能感受到 你很痛苦 美人鱼说着 竟然江头伸向了江城 然后一口吻在了江城的额头上 就连江城都没有反应过来 难道这是美人鱼 感谢别人的方式吗 但下一刻 江城就感觉一股清凉的气流 顺着额头 涌向全身 十分舒服 之前被炮击过的伤口 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而此时 在外人看来 江城的周身 被一股湛蓝色的光芒所环绕 等到光芒消散之后 江城身上焦黑的皮肤 已经全部脱落下来 重新变回了洁白的皮肤 甚至比之前更加细腻 就像是退了一层皮 至于伤口 甚至连一丢丢疤痕都没有留下 若不是此时江城的衣服上 还有一些破洞 他们甚至以为 刚刚出现的都是幻觉 压根就没有炮击过一样 这治愈的速度 简直就是奇迹啊 就连江城都很是不可思议的 看着自己的身体 这疗伤的速度 比起小吃货的生生不惜呼吸法 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从亲吻到完全治愈 不超过一分钟 简直是史上最强奶妈呀 有她在身边 可以省去多少疗伤的灵药 美人鱼柔软的嘴唇 离开江城的额头 这时候 她脸色明显有些虚弱了 看来 给自己奶了一波 对她的消耗也不小啊 还愣着她吗 进宫 进宫啊 直升机上的那名军官 嗓子都喊破了 这才终于 让那些士兵们缓过来 顿时 所有士兵都将枪口 对准了江城和美人鱼 坦克的炮台 也重新开始装弹 敢炮轰老子 弄死你们 江城刚刚可是体验过炮弹的威力 所以 这次 她打算先下守围墙 趁着坦克还在装弹的时候 主动出击 不过 就在她刚准备动身的时候 身后 突然响起了歌声 美人鱼张开嘴巴 歌声正是从她口中传出的 歌声十分美妙动听 没有歌词 甚至听起来 就像是用乐器演奏的一般 而非口唱 江城顿时就沉浸在了其中 甚至有种忍不住 想要跳舞的冲动 不过她 还是遏制住了自己这个想法 现在还是战斗时刻呢 当众跳舞 就有点尴尬了 而且她也不会跳舞 江城闭着眼睛 此刻 她心无杂念 一门心思 都在歌声的世界中 从未有过的安逸和舒适 就像是婴儿躺在妈妈的怀抱中 温暖 安全 十二兽行拳 此刻心无杂念 有所感悟 修炼进度正10% 流星神拳 此刻心无杂念 有所感悟 修炼进度正10% 基础呼吸法 此刻心无杂念 有所感悟 修炼进度正8% 奔雷闪 此刻 突突突 砰砰砰 但很快 江城就被一阵猛烈的枪声 和炮声惊醒 我靠 忘了 还在打架 江城心脏猛地跳动一下 对方已经开炮了 看来又得受一次罪了 江城下意识就要拔剑 然而 当他看清楚 眼前发生的一幕时 顿时亚麻呆住了 那些南越国士兵 确实开枪了 坦克也确实开炮了 但枪口对着的 并不是江城 而是其他的士兵 坦克的炮台对准的 则是天上的直升机 一阵激烈的枪声 和炮声过后 直升机直接被轰爆 残骸砸落地面时 又爆炸了一次 不用想 里面的那个军官 怕是连扎都不胜了 而那些南越国的士兵 更是对自己身边的战友 发起了攻击 顿时就死伤了一大片 江城和卡车内的众人 则是充当起了观众的角色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江城转头看向了美人鱼 南越国士兵自相残杀 肯定与他有关 他的歌声 竟然可以操控人的精神 而且还能一次性操控这么多人 甚至他的歌声 还能分清楚敌友 南越国士兵都在自相残杀 而自己这边的人 并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沉浸在歌声的世界中 自己的几门功法武学 都有所领悟 修炼进度提升了不少 大概五分钟之后 歌声停止了 那些南越国士兵 也清醒过来了 当那些还活着的士兵 看着身边全是自己战友的尸体 回想起自己之前做过的事情时 一个个全都被吓疯了 没错 刚刚的一幕幕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 只是 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 死在自己的枪下 走吧 江城说着 虽然这些士兵还没死光 但也差不多了 还活着的 也差不多都疯了 对他们不会有半点威胁 江城看着美人鱼 心里想了很多 不得不说 他很危险 凭一己之力 可以轻易覆灭一支数千人的军队 而且 这应该不是他的极限 哪怕此时在场的有数万人 也是一样的下场 可以说 他就是一颗炸弹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但如果能够好好利用 又何尝不能成为自己手中的一把利剑呢 走 去哪里 我不知道我是谁 也不知道我的家在啊 美人鱼又变成了之前那懵懵懂懂的样子 你叫艾莲 你可以跟我回家 我以后会带你找到你的家 江城露出温和的笑容说道 美人鱼艾莲看着江城的脸 也露出了笑脸 她本来就很美 这一笑 大大的眼睛弯成了月牙 更好看了 好 我跟你回家 以前他们也说 要带我回家 我不信他们 但我相信你 艾莲说道 她指的他们应该就是米国的那些人 那些人嘴里说着带她回家 结果却把她当成了研究的母体 采取她体内的基因来研制兽人药剂 嗯 我不会负了你的信任 江城说道 语气坚定 这是她的心里话 然后 艾莲就躺回了水经棺里 双眼重新闭上 又便回了之前沉睡的状态 应该是刚刚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江城重新将水经棺绑在自己背上 然后走向了大卡车 此时 白云熙 张萌等人也都醒过来了 他们一个个眼神怪异地看着江城 以及她背后的水经棺 怎么了 我脸上有花吗 江城好奇问道 张萌 李明 李虎 三个大男人很认真地点头 我擦 还真的长花吗 不应该吧 美人鱼的亲吻 还有开花的作用 江城连忙在自己脸上一阵摸索 屁的花 啥也没有 要是没有花 那小美人鱼怎么会对你这么好 是啊 我不信他们 但我相信你 果然长得帅就是好 连美人鱼都能爱上你 一句话 就能把一条小美人鱼骗回家 天啊 我要是能有你这能耐 何故母胎单身至今啊 此时 这三个大男人的样子 就插在脸上写着 羡慕极度恨这五个字了 行了 别平嘴了 赶紧走吧 万一南越国的大部队 赶来就麻烦了 白云熙一发话 张萌等人 这才闭上了嘴 张萌回到驾驶室开车 江城等人则进入车厢 行车路上 白云熙突然问道 你真的打算带他回家 嗯 这是我承诺他的 江城点头说道 那你知道他家在哪吗 亚特兰蒂斯啊 不是你之前说的吗 我是问 你知道亚特兰蒂斯在哪吗 嗯 不知道 不过美国肯定知道 有机会去那找人问问就是 白云熙下化线 白云熙顿时就无语了 还有机会去美国问问 你咋就这么有自信呢 美国是你想去就去的 而且 能够知道亚特兰蒂斯的 肯定都是美国的高层 人家凭什么告诉你 就凭你长得帅 当然 他还是没有说出口 不能打击人家小弟弟的自信心 回国之后 你们打算怎么安排艾莉 应该不会跟史密斯他们一样吧 江城问道 白云熙果断摇头 华国最重人道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现在担心的 反而是他会不会服从我们的安排 艾莉尔很危险 一旦激怒他 那将无异于引爆一颗核弹 目前看来 只有你能够驾驭他 所以 我的想法是 就让艾莉尔跟着你 白云熙说道 让艾莉尔跟着自己 江城其实是没有意见的 反而很赞同 别的不说 就光是他最强奶妈的身份 江城就非常喜欢 那你们的实验怎么办 简大 我把实验室搬到你那儿去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接触艾莉了 白云熙随口说道 此时 正在开车的张萌 惊呼一声 我靠 你们要同居 江城忍不住一番白眼 张哥 开车的时候 麻烦专心一点 不要乱传谣言好不好 人和人的差距啊 凭啥你可以出来一趟 带回去两个妹子同居 我就单身至今 李虎忍不住哭出了声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伤心处 看到江城一下子找到 两个妹子同居 还都是这么好看的妹子 比杀了他还难受啊 虎哥 别伤心了 其实和两个妹子同居 并不是很爽的事情 江城拍着李虎的肩膀安慰道 李虎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连忙八卦起来 难道有什么隐情 说来听听 因为有一件事情 比和两个妹子同居还爽 那就是 和三个妹子同居 不好意思虎哥 我的女导师陈诚诚 也和我同居了 李虎 这一刻 他如遭雷击 连诚诚都 让我去死 我不活了 早知道死在安城算了 他也在五道义中的 天才训练营员待过 那时候 陆清禾和陈诚诚 就是他们渴望不可及的女神 可如今 一路上说说笑笑 众人一直压抑着的心情 终于缓和了很多 接下来的路程很是顺利 当车辆通过南越国 与华国的边境线后 所有人都同时 重重呼出了一口气 这一刻 他们才算是彻底放松下来 因为现在 他们脚下的土地属于华国 在这里 他们将会无比的安全 终于回国了 我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这段时间的经历 就像做梦一样 我要赶紧打电话 给家里报平安 科研小组的众人 顿时喜极而起 他们在安城的时候 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回不去的准备 特别是亲眼看见 几个同伴 死在寿人的找下时 更是险些将他们击垮了 幸好有镇摩斯的这些人在 幸好有江城的支援 一个个电话打响 江城也将自己的手机 从玉佩里拿了出来 刚一开机 顿时就嘟嘟嘟不停响起消息 全市未接来电和短信 江城随便点了一条短信 看完之后 脸色骤然一变 我靠 今天是新人王大赛出赛的日子 张蒙文言 也是一拍脑门 是啊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不知道今年的新人王大赛 会不会很精彩 说起来 我上次可是跟清禾一起代表清元氏 进入了省赛 可惜 省赛我没发挥好 只有清禾进了决赛 哎 对了 江老弟 你也符合比赛的年龄啊 不打算去玩玩吗 以你的实力 进决赛问题应该不大 江城看了看时间 脸色很难看 我报名了 但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文言张蒙眉头一皱 但还是说道 放心吧 问题不大 绝对让你参赛 快看 飞机来了 清元是最大的演武场 正常时间 这里都不对外开放 但今天 演武场内人山人海 不管是舞者还是普通人 都挤着进来看热闹 只因为 这里是清元市新人王大赛的 出赛场地 清元市几乎八成的年轻舞者 全都报名参加了 今天 是出赛的最后一天 将决定 有哪些人 可以代表清元市 参加省赛 赛场上 是一个100平米的巨大擂台 出赛的比赛形式 就是擂台赛 选出前五名 进入省赛 擂台上 站着一道年轻的少年身影 那少年并不是很高 也就1米65的样子 长得很清秀 还戴着一副大矿眼镜 乍一看 不像是个舞者 反倒像是个文化人 可就是他 始终占据了类主的位置 从比赛开始到现在 全胜 没有一次败继 太弱了 都太弱了 就没有一个能和我过上两招的人吗 五道一中 你们不是自诩 全清元市最好的舞蹈学院吗 难道就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 擂台上 那清秀少年 十分嚣张地大喊道 台下 五道一中的阵营里 很多学生都是一脸挫败的表情 那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挑衅五道一中了 他们也早就上台挑战过 可结果连对方一招都没有撑住 就直接落败了 此时又听到他的挑衅 虽然很生气 但也没办法 这个周云 太嚣张了 我听不下去了 哎 听不下去又能怎么办 就连云英姐都败了 目前只有司徒男 还没有与他一战 可我感觉 司徒男也够强 别忘了 还有江神 江神 他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从比赛开始就没见到他 就算现在来了 能不能让他参赛 也不一定 其实我觉得 就算江神在 也未必能赢 那家伙可是觉醒者 手段太诡异了 我到现在都看不懂 五道一中的学生 纷纷议论起来 这时候 司徒男听不下去了 从人群里站了起来 还是我上吧 南哥 你确定吗 一旦你也输了 五道一中也就彻底败了 到时候 我们就真的 要降成二中了 无锡说道 其实 新人王大赛的出赛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因为前五名已经定好了 但周云依旧还在擂台上 挑衅五道一中 是因为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五道一中的精英们都击败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五道二中 崛起了 从今天起 五道二中将取代五道一中的地位 而司徒男 作为五道一中的第一人 至少在外人看来 他还是第一名 一旦他都输了 那五道一中就彻底败了 他都直接开喷了 我要是再不上 反而更会被看不起 哪怕是输 也不能怂 司徒男语气坚定地说道 并提枪朝着擂台走了过去 首席台上 清源氏的各领导们 坐在这里观看比赛 岑校长和五道二中的校长 并排坐着 当看见司徒男上了擂台 五道二中的校长笑道 老岑 这个司徒男 就是你那天才训练营 所有精英里的第一名吧 他应该可以在周云的手下 撑过两招 话语中满满的都是 对周云的自信 以及对五道一中的挑衅 岑校长是个暴脾气 但也能分场合 这个时候 当然不能发作 只能忍着 一切都还没结束呢 结果是未知的 哈哈 老岑你还是那样 不见黄河不死心啊 算了 反正周云击败司徒男 也不用太久 很快结果就会出来的 五道二中的校长 哈哈笑道 一想到二中 马上就能容身 清源氏第一五道学院了 他就非常激动 岑校长脸上有些担忧 司徒男大概率不是 那个觉醒者的对手 能够和他一战的 只有江晨 可江晨那小子 几天前就不见了 虽然洛大校派人来通知 说江晨是帮他们 执行一项任务去了 可这么久了 还没回来 他还是非常担心的 相对于这次的事情 他还是更担心江晨的安危 擂台之上 当见到司徒男上来了 那少年周云 这才终于停止了嘲讽 你就是司徒男吧 五道一中的第一学员 你终于赶上来一战了 我还以为你是耸祸呢 周云看着司徒男 眼中满是战役 从入学五道二中开始 他就经常听说 司徒男这个名字 五道一中天才训练营 连续霸榜三年的第一学员 不满二十岁 便成为了原武者 听说前段时间 还与治安局的人合作 抓捕了一个 三品原武者级别的通缉犯 如此对手 才能勉强入得了他的眼 周云 你也不过是仗着觉醒了异能 才能如此嚣张 直论武道天赋的话 你太一般了 现在恐怕也才是终极武者吧 司徒男冷哼一声 周云却丝毫不为所动 那又如何呢 华国武者千千万 但觉醒者世间罕见 我觉醒了异能 就不需要在武道上用功 无论我的武道等级是多少 你们这些所谓的武道天才 什么高级武者 还是原武者 皆不是我的对手 又有什么用呢 说难听点 你们钻研武道这么多年 每天都辛辛苦苦地修炼 结果却连我一个刚觉醒异能 不满半年的人都比不过 你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司徒男脸色越来越差 甚至 当听到周云最后那段话的时候 不只是司徒男 哪怕是四周那些其他势力 或是个体的武者 脸色也都不好看了 他这话 已经不只是在嘲讽司徒男 和武道义中了 挑衅的是整个武道圈子 老罗 你这个宝贝学生 可是够狂啊 这一句话 怕是要得罪所有的武者了 曾校长幸灾乐祸地说道 武道二中的校长 便是姓罗 确实有些狂 不过周云他也有狂的资本 话难听了一点 却也是事实 他从觉醒到现在 也才仅仅三个多月零几天 可与他一战的那些年轻武者 哪个不是一年以上的武者 结果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周云不是嘲讽武者 只是感慨 如今的年轻武者 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二中的罗校长 依旧是向着他的宝贝觉醒者 曾校长哼了一声 没再说话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年轻人稍微狂妄一些可以 但太狂 容易出事的 我以前也像你一样狂 但后来 我知道了 人外有人 你很快也会知道的 司徒男握紧银枪 不再废话 身影一动 朝着那周云便冲了过去 看了这么久周云的战斗 他知道 对方最大的劣势 就是身体素质太差 只要能让他近身 对方必败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就是你口中的人外人 周云说着 却没有一点点动作 就站在原地不动 眼看着司徒男已经冲了过来 并一枪刺出 枪法 惊者 司徒男抱贺一声 袁力瞬间涌入银枪之中 然后转化为雷霆属性 在司徒男银枪刺出之际 猛地在枪间处爆发 碰 然而 下一刻 银枪在距离周云 还有五六米远的时候 突然就停了下来 就好像出现了一面无形的墙 挡住了他的银枪 无论司徒男如何用力 都无法向前嘶吼 雷霆猛地爆炸 那面无形之墙 依旧没破 反而是司徒男 被爆炸造成的冲击力 给震退出去数米远 可我 这家伙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司徒男咬牙切齿 哪怕是已经观看过 十几场周云的战斗 却依旧没人能看出 他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只知道 他的那些对手 甚至都无法靠近他 就会被一面无形的墙挡住 嗯 也就你的攻击 勉强可以让我感觉到 一丢丢的疲累 继续 周云对司徒男勾勾手指 后者顿时就被激怒了 哼 司徒男大喝一声 一甩枪头 顿时便有树到蛇形雷电 朝着周云射去 但依旧在距离周云五米远的时候 被挡了下来 还没什么意思了 还是结束吧 周云打了的哈欠 甚是无聊的样子 但下一刻 他眼睛猛地睁大 一道金芒闪烁 就在周云话音落下之际 司徒男的脸色突然一变 不好 他刚准备动枪 但已经来不及了 扑驰一声 司徒男的身上 突然出现一道刀痕 血水喷洒而出 整个人更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还在半空中 没有落地的时候 司徒男的左边 又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 身体又朝着右边飞去 在半空中翻了几圈 才重重落地 这时候 众人才看清楚 司徒男除了身上 那道类似于刀伤的血痕之外 脸上也出现了几道瘀青 嗨嗨 扑斥 司徒男趴在地上 想要站起来 但刚动一下 就忍不住吐出一口血 最后 那点力气也没了 可恶 可恶 司徒男只能趴在地上 用拳头锤地 发泄心中的不甘和愤怒 可周云的攻击 他根本看不到 当察觉到的时候 再想抵挡 就已经来不及了 之前败在周云手下的那些人 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唉 结局还是一样 哪怕是男哥 也挨不过人家一招 那家伙的异能太诡异了 不管是亲身体验 还是当关重旁观 都看不出任何端倪 唉 彻底没戏了 五道义中的众人 纷纷摇头叹息 如果江神在 或许还有转机 是啊 江神最是喜欢创造奇迹 别人做不到的 他肯定可以做到 你们说江神 会不会是打算 最后时刻站出来 这样逼个最高 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很有可能这么做 希望如此吧 首席台上 二中的罗校长 很是满意地喝了口茶 老曾 看来胜负已定了 胜负定不定 是领导们说了算 急什么 曾校长哼了一声 罗校长直接站了起来 朝着首席台最中间的 两位领导说道 廖首长 唐副首长 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可以宣布了 闻言 那唐副首长看了看时间 点了点头 是差不多了 老廖 你觉得呢 廖首长看着场上的众人 并没有他想看见的那道身影 便摇头道 不急 再等等 说不定还有人没来呢 老廖 这个时间了 就算还有人来 应该也参加不了比赛了吧 还是说 是老廖你的人还没来 唐副首长目光有意地 看着廖首长问道 廖首长面不改色 什么叫你的人 我的人 还不都是清源氏未来的骨干们 只是按照比赛规则 还有一个小时才结束 再等等吧 哈哈 还是老廖你说话有水平啊 行 既然你都开口了 那就再等等吧 唐副首长哈哈笑道 比赛还在继续 所以周云还在擂台上继续挑衅 主要挑衅的 当然还是五到一中 五到一中的人 一个个都是气愤不已 但也没人再上台了 连司徒男都败了 再上去还有什么意义 找虐吗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对于层校长他们来说 就是煎熬 这时候 陈诚诚突然跑到他身边 激动地说道 层校长 小陈诚回消息了 正在回来的路上 层校长文言 一直垮着的脸 终于好看了许多 太好了 那小子总算没让我失望 一旁的罗校长见状 不由有些疑惑 怎么突然这么开心 难道有什么情况 老层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 罗校长试探性地问道 曾校长却是神秘一笑 你马上就知道了 罗校长见曾校长这样子 眉头顿时皱起 他跟曾校长认识这么久 很清楚他的性格 如果不是没有足够的把握 他不会表现出来 难道五到一中 还有比司徒男更强的人 一想到这里 罗校长便低头玩起了手机 与此同时 廖首长身边的唐副首长 也低头看起了手机 距离击败司徒男之后的 十分钟左右 周云已经足足挑衅了 五到一中十分钟 也亏他喉咙不痛 五到一中 真是越来越垃圾了 除了司徒男 难道就没人拿得出手的吗 全都是废物吗 说到后面 周云甚至都直接 从挑衅上升到了辱骂 以至于五到一中的 那些学员们都忍不住了 但打又打不过 气势上就已经弱了 没人敢还口 这时候 一个学员突然激动地说道 诚诚老师说 江神马上回来了 此话一出 学员们顿时就沸腾了 终于要回来了吗 太好了 江神回来了 我一定要让江神 把那家伙的嘴巴 狠狠抽几下 我已经忍不住了 看我开喷 说着 那个学员便朝着 擂台上的周云喊道 小子 你别太拽 江神马上就来了 到时候叫你做人 哦 江神 台上 周云听到这个名字 顿时来了精神 这些家伙之前 都大气不敢出一声 这次居然敢说话了 就说明 他们口中的江神 应该比司徒男孩强 否则 他们不敢这么说 好啊 那我倒是想看看 所谓的江神 到底有多厉害 可别跟司徒男一样 空有名气 实则就是一个直老虎 周云冷笑道 哼 江神能打得你喊爸爸 我赌石包辣条 江神十分钟内 就能击败你 看不起我江神 最多一分钟 他若真的如你们 所说这么强 为什么迟迟不出现呢 要我看就是怂了 不敢来 还有四十多分钟 比赛就结束了 他也就最后一分钟 露个面吧 突突突 就在周云话音 刚刚落下 突然 远方传来螺旋桨的声音 顿时所有人 纷纷往天上看去 便看见一架武装直升机 正朝着这边飞来 很快便抵达了 炎武场的上空 这不是军方的 战斗直升机吗 来这干嘛 不知道啊 不过武装直升机 好帅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能坐一坐 现场的年轻舞者们 都是目光火热的 看着头顶的武装直升机 这才是男人该玩的玩具 武道一中阵营里 骆云音看着直升机 若有所思 当直升机降到距离地面 十几米高的时候 树道身影 直接从上面跳了下来 炎武场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那几道 从直升机上 跳下来的身影上 看他们穿的制服 是镇摩斯 好帅啊 听说进入镇摩斯的条件很高 无疑不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也来参赛吗 应该不是 他们的年龄 已经超过了新人王大赛的要求 估计是来观赛的 哎 那个人没穿制服 而且好年轻啊 难道他也是镇摩斯的人 顿时 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在了江城身上 武道一中阵营里 那些认识江城的新老学员们 都激动了起来 站起来朝着江城挥手 江神 你终于来了 江神你是不知道 刚刚我们武道一中 受到了怎么样的屈辱 你得给我们找回场子 是啊 那个周云太可恶了 还辱骂我们 江神 待会儿 你一定要给他那张臭嘴几巴掌 擂台上 周云也看向了江城 原来这就是他们口中的江神啊 看起来好年轻 说不定比自己年纪还小呢 为什么武道一中的人 都这么信任他 难道他也是一个觉醒者 哈哈 江老弟 看来你挺受欢迎啊 待会儿看你表现哦 张萌跟江城勾肩搭背 有说有笑 其他人看着这一幕 纷纷猜测 起了江城的身份 能跟镇摩斯的人关系这么好 还同做一架武装直升机 他到底是什么人 该不会也加入了镇摩斯吧 这么年轻的镇摩使吗 首席台上 廖首长见江城安然归来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既然来了 就赶紧参赛吧 还有半个多小时比赛就结束了 廖首长说道 江城听到还有半小时 这才松了一口气 幸亏是赶到了 半个小时 完全足够他拿下比赛的胜利了 但就在江城准备走上擂台的时候 突然 廖首长身边的唐副首长站了起来 等一下 江城停住脚步 所有人的目光也都移向了唐副首长 人家一把手 廖首长都发话了 你一个副首长 这时候让人家停下来 是想搞事吗 廖首长 我认为这样不合规矩 所有参赛选手 都是从一开始的层层擂台赛筛选上来的 可这位选手 在最后半个小时到场 只想一场定胜负 对于其他选手来说 很不公平 唐副首长说道 廖首长文言 眉头一皱 但却一时间无法反驳 因为人家说得有理有据 他如果强行让江城上台比赛 恐怕其他人就算嘴上不说什么 心里也会不爽 江老弟是替我们郑摩斯去执行任务了 所以才晚了一些 我认为可以特事特办 张萌对着唐副首长说道 他虽然只是郑摩斯的一个小队长 但郑摩斯只属京城元老会管理 所以他也完全不拒唐副首长 一马归一马 他替郑摩斯做事 与新人王大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唐副首长摇头说道 一个小队长 还不用他给面子 唐副首长 江城不只是替郑摩斯做事 还是替国家办事 他在外面浴血奋战 为华国阻止了一场战争 难道这种英雄 连一个特权也没有吗 张萌激情澎湃地说道 一听到张萌说 江城替华国阻止了一场战争 所有人都惊了 都在猜测 江城到底在外面干了一些什么事 这么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真有这本事 这只是你一人之言 如何能证明 张萌顿时雨色了 在安城的事情 都是军事机密 不能说出来 他当然没有什么证明啊 二中的罗校长偷偷一笑 他当然不希望江城参赛了 哪怕他对周云有信心 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周云败了 他们之前的努力 可就功亏一篑了 幸好有唐副首长坐靠山 若是没有证明 如何能让现场所有人 让整个清源市的人相信呢 唐副首长直接搬出了全市人民 这样一来 即便是廖首长都不好说些什么 张萌本就不善言辞 顿时就气得额头青筋抱起 我可以发誓 我所说的都是真的 你只是一个小队长 你的话 没有幸福力 唐副首长摇头道 张萌捏紧拳头 还想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 演武场大门被打开 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来 战成两排 随后 一男一女两道身影并排走了进来 唐副首长 你说张萌的话没有幸福力 那不知我和星瑶指挥时可够资格 来人开口说道 来人证实骆正义和星瑶 首席台上的清源市领导们同时站了起来 姿态非常的恭敬 骆大笑 新指挥时 就连唐副首长和廖首长也是毕恭毕敬的 正逢乱世 军人的地位自然会更高一些 他们能够坐稳这个位置 还得靠着外面的驻军替他们守好第一线 至于星瑶 那可是镇摩斯在清源市的总负责人 只听从京城元老汇的调遣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真要说起来 这两位才是清源市地位最高的 只是平常他们都不管事情 这次居然会同时出现在这里 只是为了给一个少年人撑腰 唐海 小江的确是替我们去执行一个任务了 是镇摩斯与军方共同的任务 所以来晚了 还望你能行个方便 骆大笑看着唐副首长说道 身边的星瑶也开口道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任务 我可以告诉你 只是你确定你敢听吗 星瑶的声音很冰冷 唐副首长一听 就不禁身子抖了一下 连忙摇头 不用 不用了 开玩笑呢 军方与镇摩斯共同的任务 那得是多机密啊 他要是听了 怕是这条命也到尽头了吧 那江城参赛的事 唐副首长看向罗校长 只见后者一直对他使眼色 虽然迫于面前两人的压力 但他还是咬牙说道 骆大笑 新指挥使 对于江城选手参赛的事情 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可怕是堵不住悠悠众口啊 万一到时候传出留言 说你们利用特权 骆正义和星瑶同时皱眉 很是不爽 连他俩的面子都不管用 就在他俩还想继续说话的时候 江城先开口了 这是简单 不就是怕其他选手心里不平衡吗 把他们全部击败便是 有不服者 直接上台挑战我便是 全都击败 这么狂 原以为擂台上的周云已经够狂了 跟江城比起来 他已经很低调了 五道一中阵营里 那些跟江城一批的新生 听到他这句话 顿时回忆起了当初的一幕 那时候 他们就是被江城全都揍了一顿 难道 事情要重演了吗 幸好角色换成了其他人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但还不等其他的参赛选手不服 擂台上的周云就先不服了 说大话之前 你得先过我 这关才行 你就是江神吧 倒是人如其名 跟你的名字一样狂 就是不知道 你的实力 是否能跟得上你的狂妄 周云看着江城说道 合着他是把江神 当成江城的名字了 江城也看向擂台上的周云 不过他并不认识这个人 江神 他就是五道二中的那个觉醒者 这个人老狂了 既然说 我们五道一中的都是废物 没人能接他一招 这你能忍 五道一中阵营里 立马有人喊道 觉醒者 江城记起来了 之前曾校长确实跟自己 提起过这个觉醒者 不过江城一直都是听说 却未曾见过 所谓的觉醒者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这提议 如何 江城朝唐副首长问道 唐副首长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 你若是有这本事 当然可以 江城直接一跃而起 跳上了擂台 周云看着江城 冷声道 他们都说你很强 但我想知道 你能否接过我一招 试试不就知道了 好 如你所愿 周云话音落下 眼中顿时闪过一道金芒 下一刻 江城的身上 便响起一道摩擦声 并摩擦出一阵火星 就好像刚刚有一把 无形的大刀 砍在他的身上 无形的攻击 这手段挺奇特啊 就是伤害低了一些 给我挠痒痒都不够 江城说道 然后便朝着周云走去 只是 他刚走没几步 就被一面无形之墙挡住了 有意思 你是觉醒了什么一能 江城饶有兴趣地问道 想知道 打败我就告诉你 周云说着 眼眸再次闪烁了几下 然后江城就感觉 有什么东西 不停在自己身上撞击 只是力量太小了 还不如锤背呢 可恶 这家伙的防御 怎么这么强 周云此时心中大为震惊 他的攻击 就连一品原武者的司徒男都挡不住 可打在江城的身上 却连半点伤害都没有 他的防御到底有多强啊 而就在他惊讶江城的防御时 江城已经抡起拳头 朝着那面无形之墙打去了 哼 碰 就是纯身体力量的一拳 并没有动用原力和武学 但即便如此 江城这一拳的威力 也达到了恐怖的八十吨之巨 一般的三品原武者全力一击 恐怕也就这威力了 这一拳轰击在无形之墙上 顿时就响起一道清脆的破碎声 就像是玻璃被打碎的声音 随着无形之墙被击碎的同时 周云脸色骤然一变 灯灯灯连退了好几步 眼睛里满是红血丝 哦 全会反噬 江城还是不清楚 对方是什么异能 主要是 他对觉醒者了解的并不多 也不知道哪些异能有哪些特点 不过 不管对方是什么异能 在江城的面前 依旧只是一个字 菜 江城一个剑步 就要冲到周云的近前 但后者很清楚 自己一旦被近身 必败无疑 他朝着江城怒吼一声 退 哼 顿时 一股无形的力量 重重轰击在江城身上 江城一个不小心 真被震退了几步 能逼我使用外武 你是第一个 周云说着 便从衣服里 逃出六把飞刀 然后全部朝着江城甩去 嗖嗖嗖 六只飞刀齐齐射向江城 却被江城轻易躲开了 然而 这六只飞刀 就像是有灵质一般 猛地停住 然后调转方向 继续朝着江城射去 欲悟 江城有些惊讶 就在他愣神的功夫 六把飞刀已经近身 分别对着他 上中下三路刺去 江城身形矫健 中下两路的四把飞刀 被他轻易躲了过去 但上路两把躲不掉 江城便挥出双拳攻击 荡 荡 两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 江城直接将那两把飞刀 给砸飞了出去 但他的拳头上 也被破开了两道小口子 不过眨眼间就恢复了 这点小伤 小吃货的生生不息呼吸法 还是可以轻轻松松恢复的 灵气飞刀 品贴也不低 江城如今的肉身强度 即便不催动护体金光 也是非常强的 一般三瓶以下的灵气 应该是伤不到他的 说明这些飞刀的品贴不低 不过 比赛是允许自己携带武器的 并不算犯规 只要不是品贴高到 离谱就行 比如江城的破伤风之刃 他也不确定 这玩意儿能不能使用 就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破伤风之刃的品贴有多高 搜搜搜 六把飞刀在周云的控制下 不停对江城发起攻击 虽然对江城造不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但关键是烦啊 护体金光 没办法 江城只能催动金刚霸体 顿时 金光绽放 这些飞刀在砍在金光之上 就只剩下砰砰砰的声音了 根本无法破开金光 结束吧 江城说吧 一个闪身便出现在了周云的面前 周云脸色一变 又想像刚刚一样将江城震退 退 又是一股无形的力量轰击在江城的身上 但这一次 江城没有被震退分吼 刚刚被震退 只是因为有些轻敌了而已 江城一拳就朝周云砸去 眼看就要击中对方 若是挨这一拳 就凭周云那区区终极武者的体魄 怕是半条命得去掉 精神冲击 周云大喝一声 他的眉心处突然撕裂开来 一道光芒射出 印在江城的身上 顿时 江城挥拳的动作停了下来 周云趁机连忙与江城拉开距离 三秒之后 江城呆滞的眼神清醒过来 看着已经逃开的周云 江城揉了揉脑袋 自己刚刚 好像有了片刻的失神 江城看向周云 发现他此时也不好受 他的眉心处裂开了一道小口子 正在往外渗透出一丝鲜血 脸色苍白 显然是消耗过大导致的 既能控物 又能精神攻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觉醒的异能应该与念力有关吧 江城说道 念力外放化为实质 便可像之前一样 凝聚为无形之强和无形的攻击 也可以操控物体进行攻击 同时 念力作为精神力的一种 自然也拥有攻击灵魂的能力 没错 周云直接承认了 只可惜 我觉醒的时间太短了 精神力不够强 导致念力威力太弱 否则你不可能这么快就醒过来 周云不甘心地说道 精神力也是可以提升的 通过冥想之法 便可以强化灵魂 他就是这么修炼的 但时间太短 他才觉醒不到半年 修炼更是才几个月而已 别给自己的弱小找理由了 就算你的念力再强 也伤不到我 江城不屑一笑 他倒不是在装逼 他领悟了剑意 剑意本就是一种意境 一般的精神类攻击 对他无效 当然 像爱恋那种就不一样了 那是真的恐怖 凭江城现有的剑意强度 是免疫不了的 周云肯定是跟爱恋没法比的 他的精神冲击 能够影响江城三秒 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有什么手段 大可以使出来 不然 比赛就真的结束了 江城说道 周云十分不甘地瞪着江城 最后也只能落寞地走下擂台了 他已经没有其他手段了 所有手段都伤不到江城分喉 难道还指望靠五道赢他 还行 至少没有输不起 江城微微一笑 然后指了指下面其他的参赛者们 就如我刚刚所说 你们谁若不服 大可以上来挑战我 要是没人敢 这第一名就是我的了 江城此话一出 却没人敢上台 他们输给了周云 周云输给了江城 那他们挑战江城 还有什么意义呢 结局肯定是输啊 但很快 还是有人上位台了 我来挑战你 这是一个十八岁左右的 年轻男性舞者 上台之后 便朝着江城发起攻击 他的攻击 没有丝毫原力波动 说明只是普通舞者 并非原舞者 胡孝全 好 那名年轻舞者 一拳轰出 竟发出急似虎啸之音 此拳法 应该是靠虎啸之音 震慑对手 使其暂时失去反抗能力 便可以轻易击中对方 可惜 这玩意儿 对江城无效 除非你的声音 比他家那两个大嗓门还大 否别就别跟江城玩 对付一个高级舞者 江城连武学都懒得用 直接一拳轰出 碰 那名年轻舞者 直接就被江城给击飞出去了 我认说 此人倒也果断 知道打不过 直接认输下了擂台 他刚下去 就立马又有人冲上了擂台 我也要挑战你 好 出招吧 碰 依旧是一拳 结束了战斗 接下来 每次江城解决掉一个人 便立马就有下一个人上台 简直是无缝衔接 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所有上台挑战他的 都来自一个学院 五到二中 这些人都是五到二中的学生 五到二中这些人是不是傻呀 明知道打不过 还非得上去挨顿揍 不对劲 我总感觉二中的人没安好心 五到一中的阵营里 学生们一轮纷纷 他们当然也发现了 挑战江城的清一色 全是五到二中的学生 可他们是图什么啊 就上去交手一个回合 然后立马下去 难道是打消耗战 车轮战 可这没什么意义呀 你这最强的周云都败了 这时候 消耗江城的体力 还有什么用 难道指望一群普通舞者 能够靠车轮战胜过江城 我明白了 他们不是想消耗江城的体力 而是想消耗时间 突然 那位名侦探腾兴一脑中 灵光一闪 看出了五到二中的意图 什么意思啊 别忘了 现在距离比赛结束 就剩下不到十分钟了 之前江神可以立下了flag 他要打服所有参赛者 可如果时间到了 依旧还有人不服呢 腾兴一摸着下巴说道 他此话一出 其余人顿时就误了 我靠 老藤 没想到你 居然真能推理出真相 我觉得 你说的很有道理 要不要赶紧提醒江神啊 五到一中的学生们 正准备提醒江城 但他们能想到的 江城又怎么可能想不到 又将一个五到二中的学生 击败之后 江城冷笑道 想用这种方法 否决我的参赛权吗 裁判 我问一下 这次比赛有什么限制吗 比如能不能杀人之类的 江城朝裁判问道 一听到杀人二字 裁判赶忙摇头 不行 本次比赛严禁下杀手 否则不但终生竞赛 而且还得负法律责任 裁判刚刚说完 首席台上的廖首长就提醒道 杀人不行 但若是不小心下手重一些 打他的半身不随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刀剑无眼嘛 发生点小意外 总是难以避免的 廖首长的提醒 已经足够明显了 江城嘴角一脸 露出一道残忍的笑容 这就好办了 说话间 又一个五刀二中的学生上台了 他看着江城那张残忍的笑脸 吓了一跳 但还是强人恐惧 心中鼓励自己 怕什么 只要我喊认输 他再动手就算违规 我只要及时认输就行 心里这么想着 他便鼓起勇气 看向了江城 刚要说话 就看见江城身影 突然消失不见 嗯 人呢 那名年轻舞者 脸色一变 突然 他感觉身后一股凉风 立马转身 然后 他就看见了一双冷漠的眼眸 他也只来得及看见那双眼眸 因为下一刻 他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 碰 江城一拳重重砸在那五刀二中学生的脸上 顿时 鼻血飙射 他整个人更是倒飞了出去 江城却根本不给他落地的机会 身影再次一闪 又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那五刀二中学生一看见江城 脸色骤然一变 连忙张嘴大喊 我认 梳子还没说出口 江城便一张大手奔住了他的脸 并重重压了下去 碰 那五刀二中学生本来还飞在半空中的身体 硬生生被江城给压得提前落地 并且还是脑袋先落地 竟直接将擂台地面上砸出了一个洞 脑袋先在洞里 但这 并未结束 起来 江城抓住对方的脑袋 又将其提了起来 然后甩到半空 一跃而起 一条鞭腿重重砸在他的脊椎处 咔嚓 一声极其清脆的鼓裂声响 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那家伙的脊椎骨 绝必断了 碰 挨了江城这一腿 那个五刀二中的学生再次急速下落 将擂台砸出一个人形大洞 静 这一刻 整个演武场都静得可怕 江城突然展现出的狠绝手段 直接将在场那些学生们都给吓梦了 他们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 顶多是偶尔去野外实践过几次 但啥时候见过这么残忍的一幕 脊椎都断了 人活肯定是活着的 但基本上废掉了 一致及时的话 或许以后还能练武 但修炼速度绝对会大幅度减弱 这小子 年纪不大 却是挺狠 不错 被安排到上座的洛大孝评价道 当你欣赏一个人的时候 他做什么 你都觉得他非常不错 洛大孝就非常欣赏江城 特别是听说 江城为华国边境解决了一场战争 洛大孝 这跟他在安城做过的事情比起来 真不算狠 您是不知道 这家伙在安城的时候 杀那些兽人就跟切黄瓜一样 死在他手里的兽人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全都是被切成两半的那种 这么说着 张萌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发现 江城这小子 年纪不大 但杀法果断 论狠 比起他这个执行过无数次任务的 镇摩斯小队长 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江做得对 若是对这些兽人有同情心 那就是在害我们华国边境的军人 安城那些兽人死得越多 对华国的危害就越小 洛大孝说道 越来越欣赏 江城这小子了 十秒已过 胜负已分 医疗队快过来 裁判赶忙招呼医疗队 很快便有一群白大褂跑了过来 将人形大洞里的那位五到二中学生捞了出来 啊 清点 我的腰 啊 我的背 呜 好痛啊 被抬上担架之后 那个可怜的五到二中学生还在不停地惨叫 现在稍微动一下 他就十分痛苦 不只是脊椎 全身至少有七八成的骨头都断了 当担架路过江城的时候 那五到二中的学生看了江城一眼 江城同样看着他 一与江城对视 那五到二中的学生立马被吓得惨叫起来 啊 你是魔鬼 你是魔鬼 别打我 求求你别打我了 我认输 我认输啊 情绪十分激动 显然是被江城给揍出心理阴影了 医疗小组的人连忙把他抬走 台下那些参赛选手们 见此一幕 更是驳梗一凉 心中十分庆幸 刚刚上台的不是自己 我突然发现 江神其实对我们已经很好了 是啊 他上次虽然把我的门牙打掉了 但跟那个二中的可怜鬼比起来 掉两颗牙算啥 其实 江神也是为我们好 他是在激励我们变强 如果他真的想教训我们 我们哪会这么好过 五到一中阵营里 那些跟江城一批进入天才训练营的新生们 看见那位五到二中学生的下场之后 顿时就觉得江城对他们太好了 果然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还有五分钟 比赛就结束了 那么 还有谁不服的吗 有一个算一个 五分钟内 我若是解决不了 算我输 江城看着台下那些参赛者 面露十分友好的微笑 只是这道笑容 在那些参赛者们的眼中 一点都不友好 这就是魔鬼的微笑 江城就是一个魔鬼 江城话音落下之后 没人敢说话 更没人敢上台 江城见状 目光直指五到二中的阵营 你们五到二中之前 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现在都这么怂 没一个有种的吗 我就站在这里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谁敢上来与我一战 都是废物吗 五到二中 是废品回收战不成 江城直接对五到二中 开启了喷子模式 什么难听说什么 几乎就已经上升到了 人身攻击的程度 虽然之前江城不在 但听同学们的转述他 也能猜得到 五到二中的人 肯定一直在辱骂挑衅五到一中 江城可不是什么 以德抱怨的人 人家敢辱骂他的学院 就别怪他开喷了 首席台上 二中的罗校长 此时一张脸都黑了 反观他身边的曾校长 抿着嘴 强忍着笑 脸都憋红了 不吃 老罗 江城这小子有些过分了 不吃 我回去一定 一定好好教训一下他 曾校长终究还是没忍住 笑喷了出来 本就气得脸黑的罗校长 脸色竟然有黑转子 血压飙升 逗了大半辈子 看见老曾这么高兴 比杀了他还难受啊 五到二中的学生们 自然也是非常生气 可要让他们上台 却没人敢 上台就等于废了 谁知道 这将魔鬼的手段 还有多狠 五分钟过得很快 但在五到二中众人的心中 就像是过去了五个世纪 太难熬了 好在 比赛终于结束了 廖首长站了起来 宣布道 本次新人王大赛 清源市分区出赛正式结束 以下为前五名的选手 第一名 五到一中学员江晨 第二名 五到二中学员周云 第三名 五到一中学员司徒南 第四名 五到一中学员骆云英 第五名 五到二中学员李幻英 前五名 三个来自五到一中 两个来自五到二中 至于其他五到学院 或是家族势力的年轻舞者 根本没得比 毕竟 全是最优秀的年轻舞者 基本都被这两个学院给包园了 请五位少年才俊 上台领奖 廖首长继续说道 江晨眼睛顿时一亮 还有蒋拿 我喜欢 于是他立马身影一闪 便冲到了首席台上 另外四个 也慢慢走了上来 周云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看着江晨的眼神 充满了不甘心 江晨没理他 给司徒南和骆云英 打了个招呼 司徒南笑着回应了江晨 骆云英却是哼了一声 撅起嘴巴 把头转到一边 江晨一阵纳闷 自己这是哪里得罪他了 最后一名的李幻英 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男生 也就十八岁左右的样子 廖首长亲自为五人颁奖 江晨作为第一名 当然是第一个 廖首长将一个精美的礼盒 递给了江晨 江晨急忙就要打开来看看 廖首长赶忙拦住了他 并一脸神秘的笑道 别急 回去再看 有惊喜哦 江晨眨了眨眼 没想到廖首长这么一个 四十多岁的老男人 居然还懂得完惊喜 看来桃花少不了哦 既然廖首长都让他回去再看 江晨也就不急了 接下来 廖首长又给另外四人 颁发了礼盒 都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其他四人 当然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拆开来看 颁奖完毕之后 廖首长便继续发言 你们五位 都是我清源氏最杰出的年轻舞者 是未来的骨干 栋梁 这次给你们颁奖 也是想激励你们 望诸位在省赛中能好好表现 为我们清源氏争光争彩 最好是一路闯进决赛 夺得好成绩 廖首长激情澎湃地说道 江晨五人自然也都是 激情澎湃地回应 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加油 取得佳绩 好 多多我也不说了 这次你们也辛苦了 好好回去休息吧 调整好状态 三日之后 前往洪都府参加省赛 天才训练营 江晨在同学 学长学姐们的簇拥下回来了 现在的江晨 在天才训练营的地位 已经超然了 堪称功臣的存在 若不是江晨 五道一中 就得彻底被二中压了一头 甚至连清源氏第一武道学院的名头 都得被剥夺了 这可不是丢脸那么简单 一旦失去了第一武道学院的荣誉 五道一中 以后每年能够分到的资源 就会变少 武道学院只属教育部管理 学院内的一切资源和武学权限 也是教育部来定的 武道一中 常年是清源氏第一武道学院 所以 每年从教育部得到的资源 是最多的 如果失去这个荣誉 资源自然会减少 这样有损的 是学员们的利益 被强行庆祝一波之后 江晨找了个理由 这才终于回了自己的大别墅 此时 已经是半夜了 别墅里 此刻非常热闹 原本就只有江晨和陈诚诚两个人住 如今又多了一个医学博士白云熙 和神秘的美人鱼爱莉 爱莉 依旧躺在水晶棺里沉睡着 他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白博士的房间我已经安排好了 但这个水晶棺 白博士说 只能放在你的房间 陈诚诚和白云熙 都在沙发上等着江晨 见江晨回来了 陈诚诚当即问道 江晨看向那个硕大的水晶棺 以及里面正在沉睡着的爱莉 她也有些头疼 爱莉太神秘了 她也没把握可以驾驭 但目前看来 也只有她得到过爱莉的信任 嗯 就这么办吧 时间不早了 先休息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江晨说着 便将水晶棺抬到了自己房间 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 躺了下去 还是家里舒服啊 江晨感慨道 在安城那些天 吃睡都不好 后面更是一路杀到底 杀完之后 又是大逃亡 又是赶路回来 回来也没休息一下 便参加比赛 根本没停 不过看着手中 廖首长给她的精品礼盒 江晨顿时睡意全无 不知道是什么惊喜 能让廖首长 这么神秘兮兮的 她迫不及待打开礼盒 礼盒里面是 领一个礼盒 继续打开 又是礼盒 再开 礼盒 再开 礼盒 我靠 这是跟我玩套娃呢 江晨嘴角抽搐 惊喜就惊喜 玩套娃就没意思了 看我大力撕包装 江晨不耐烦了 直接大力一撕 整个礼盒直接被她扯成两半 里面 一个小词瓶掉了出来 小词瓶上面 还挂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此乃像写完 乃是我特地从仙罗国 购买了数百种 相受精血 凝炼而成 十分珍贵 希望能够对你的龙像宝典 有所帮助 廖忠平这句话 既是在告诉江晨 词瓶是什么东西 也是在邀功 告诉江晨 这东西 是她自己花钱搞来的 你可得记住我这个恩情啊 当然 到底是她花自己的钱 还是公家的钱 也就只有她知道了 江晨不在乎这些 廖首长确实是为自己费心费力了 这个人情 她记下了 数百种相受的精血 就凝炼出一枚像血丸 营养价值得有多高啊 江晨迫不及待 将药丸取出 然后一口扔进了嘴里 像血丸一入口 便化作一滩血水 涌入江晨的胃里 下一刻 江晨便听到了一声 极其嘹亮的相笑之音 似乎是受到了像血丸的共鸣 江晨体内那十几颗 已经开辟出右向之力的细胞 也颤动了起来 嗯 虽然都是一些低微像族的精血 但也勉勉强强可以 脑海中 响起了神像的声音 能够得到她的认可 说明像血丸是有用的 果然 下一秒 提示音就响了起来 神像郑玉境 受到百相之血的共鸣 进入顿悟状态 修炼速度大涨 进度正50% 进度正40% 进度正30% 神像郑玉境 境界突破 当前武学境界为精通 20% 进度正20% 进度正10% 神像郑玉境 结束顿悟 停止修炼 当前武学境界为精通 50% 神像郑玉境 预计30小时内 消化所有能量 翁 随着神像郑玉境的境界突破 江晨细胞内 那十三只右向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成长起来 天亮了 江晨睁眼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不知不觉睡着了 看来是真累了 江晨揉了揉脑袋 这时候 他才想起 昨晚神像郑玉境 境界突破的事情 于是连忙查看起来 此时 右向已经成长为了小象 力量是原来的两倍了 右向之力 为12500斤 小象之力 便是25000斤 除此之外 又有一粒细胞 开辟了象之力 不出意外的话 等到像血丸中的能量 全部耗尽 应该可以再开辟出 两或三个小象之力 开辟小象之力 需要的受血 可比开辟 右向之力的条件 更严格了 小家伙主人 连老象那家伙 都突破了 啥时候 给我也搞一份龙血来啊 江晨脑海中 响起了神龙前辈的声音 他有些不开心了 神龙前辈 龙血可是难搞多了 毕竟我们都没见过龙 江晨苦笑道 唉 神龙前辈叹了口气 也没再说什么 作为一个前辈 他总不能为难一个小屁孩吧 又变强了 江晨开心地起床 只是一看见那个水晶棺 就头疼 房间里摆个棺材 怎么看怎么别扭 有了 把他改造成鱼缸吧 江晨脑中灵光一闪 水晶棺是透明的 棺杆拿掉 其实跟鱼缸差不多 只要往里面加水 再加一点装饰物 有缸有水还有鱼 嗯 人鱼也是鱼嘛 想到就干 江晨立马跑出去 购买了一些水中植被 和假山等装饰物 全部放进了水晶棺里 然后 他就准备装水 但很快 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艾莉儿身上 只穿了一件江晨之前的外套 但这外套是不防水的呀 于是 江晨立马跑下楼去 正巧白芸汐和陈澄澄 在一起吃早餐 澄澄姐 芸汐姐 你俩有泳衣吗 只需要上半身的就行 有啊 两女同时点头 赶紧给我 江晨急忙说道 白芸汐的脸 蹭一下就红了 陈澄澄 则是一脸坏笑地看着江晨 小晨晨 你这个年纪的小男生 对异性有好奇心是正常的 但可不能形成一桩皮啊 啥 快就明白过来了 纵然是以她的脸皮 都不禁红了 澄澄姐 这是误会自己了 于是她立马解释道 不是我穿 是得爱链穿 就是那条美人鱼 她这话一出 白芸汐的脸更红了 陈澄澄脸上坏坏的笑容 也很放肆了 哦 我懂了 小晨晨你挺会玩啊 江晨顿时无语了 这两个女人 脑子里静小些有颜色的 我只是个单纯的小男孩啊 不跟你们说了 你们自己去看吧 江晨只好把他们带到了房间里 当看见被江晨改造成鱼缸的水晶棺时 两女这才明白过来了 我只是想着 总不能一直让人家不穿衣服 有伤风化 但一般的衣服 在水里穿着不舒服 只有泳衣很适合她了 切 你早说嘛 害我还以为你私穿了呢 陈澄澄居然表情 还有些失望 江晨已经不想说话了 她真的说不过 这位已经是成人的澄澄姐 陈澄澄和白芸汐 都把自己的泳衣拿了出来 白芸汐的泳衣只有两件 款式也一般 将身上所有部位都遮盖住了 至于陈澄澄 直接拿来了一堆泳衣 少说也有十几件 而且款式单一 轻衣色全是比基尼 只是颜色不一样 最终经过挑选 还是给爱链 穿上了澄澄姐的比基尼泳衣 原因很简单 只有澄澄姐的size 可以容得下爱链的身材 她俩都很大 如果让爱链 穿上白芸汐的泳衣 估计得撑爆开 一股脑倒进了改造成鱼缸的水晶棺之中 当水漫过爱链的身躯时 突然 一直沉睡的爱链 睁开了眼睛 水 好熟悉的感觉啊 与此同时 三人的耳中 同时响起一道十分优美的少女声音 我靠 原来爱链一直沉睡 是因为缺水啊 江辰一拍脑门 她一直想不通 爱链为什么会一直沉睡 还以为她是累了 或是受了伤 但现在想起来 美人鱼肯定居住在水里啊 鱼离开了水 会死的 爱链幸好还有一半人的特征 所以才只是沉睡 我记得你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 爱链看向江辰问道 江辰被对方那湛蓝色的眼眸盯着 心神悸动 她立马一开了目光 多看几眼 她都怕自己沦陷 爱链的眼睛 似乎自带诱人功效一样 我也想送你回家 可我得先找到你家在哪 不过 我已经有了头绪 应该快了 江辰说道 好 我信你 爱链点点头 这是她第二次说信江辰 就连江辰都不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信自己 就因为自己替她挡过炮弹 在送你回家之前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江辰试探性地问道 什么忙 我这位朋友 最近正在研究不同种族基因之间的相容课题 需要你的帮助 江辰说道 白云熙文言 也立马一脸稀迹地看向爱链 如果爱链愿意配合她的话 她的研究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 可我不懂什么基因 爱链说道 白云熙连忙说道 不需要你懂 只是有时候 我可能需要从你身上提取一些东西 比如血液之类的 但对你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爱链听了白云熙的话 又看向了江辰 江辰点了点头 好 我没意见 爱链也点了点头 白云熙顿时就激动起来了 耶斯 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江辰弟弟 努啊 三 白云熙太开心了 对着江辰的脸就亲了一口 亲完之后就反应过来了 翘脸顿时红的像苹果 娇羞地跑出了房间 陈诚诚则是瞪大眼睛 一下看跑出去的白云熙 一下看江辰一眼 眼神在问 你们是什么关系 难道有什么瓜我没吃到吗 不行 不能让那个姓白的老牛吃嫩草 作为你姐最好且是唯一的闺蜜 我得替她保护好你 陈诚诚顿时严肃地说道 江辰已经无语了 她感觉自己这事掉进狼窝了 三天之后将参加新人王大赛的省赛 司徒南和洛云英两人可是卯足了劲的修炼 就好像这三天时间能让他们有多大提升似的 江辰觉得与其临时抱佛脚 还不如好好地享受生活 喝喝茶 吊吊鱼 看看剧 要不就是和芸汐姐 诚诚姐探讨一下人生 要不就是听爱莉唱歌 江辰发现 爱莉的歌声可以让她将心中的杂念病气 使精神格外的集中 就类似于静心茶的功效 能让江辰的那几门武学都有小小的提升 虽然达不到顿悟时那么变态的提升速度 但也很不错了 但悠闲没多久 江辰就接到了江小白的电话 刚一接听 对面就传来了江云凡宗师的笑声 哈哈 江辰兄弟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可以啊 新人王初赛第一名 老哥就知道 你肯定行 不废话了 赶紧来我家一趟 老哥给你好好庆祝一下 对江宗师 江辰还是挺尊重的 自己的拔剑术 能够如此快速地突破 江宗师绝对是最大功臣 好 我收拾一下就去 你在郊外的天才训练营士吧 我让小白开车去接你 江宗师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也是个急性子 估计江小白 已经被他催着出发了 江辰没等多久 江小白开着他的豪车就来了 哇 好帅的车 肯定老之前了 还是个富婆呢 长得挺好看 这个车牌 你们不认识吗 是江家的 江家 那个江家 宗师是家 除了江宗师的江家 还有哪个 江小白也不知道 使了什么手段 居然可以畅通无阻地 进入天才训练营 直接开到了江辰的别墅外面等他 路过的学员们纷纷停下来看热闹 他居然停在别墅区外面了 难道是哪位学长被包养了 不会是江神吧 应该不会吧 听说江神现在跟两个美女同居 他还有精力 我靠 江神出来了 江神上车了 真的是江神 一双双充满羡慕极度恨的火热目光 盯着江神上车的背影 人比人 气死人啊 他们一个个单身狗 结果人家江神 不但家里藏着两个美女 在外面还被宗师是家的富婆包养 难道这就是男神的魅力吗 江神哥哥 外面这些都是 你同学吧 怎么看你的眼神都这么可怕 你在这里 总是受欺负吗 江小白疑惑地问道 江神露出悲怅的表情 是啊 他们嫌我长得帅 抢了他们的风光 所以就总是欺负我 江小白文言 顿时就生气了 哼 真是太过分了 难道长得帅也是一种罪吗 回去我就跟爷爷告状 让他替你做主 江神重重点头 没错 回去就跟我大哥告状 江小白 闽 灵 一路直达江家庄园 依旧还是那么的气派 江神现在也很有钱了 算上人和生物制药集团答应的武艺 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了 但所有钱加起来 估计才勉强够这个庄园的零头 宗师世家还是很有钱的 江神和江小白到了会客大厅 此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江家的人 主座自然就是江云凡老爷子了 两排则都是江家的一些高层人物 在江云凡的旁边 还有一个空着的座位 江家高层们都在悄悄讨论 老爷子这是宴请了什么级别的大人物 竟然安排在他的旁边 难道是另外两位宗师之一 直到江神走进会客大厅 一看见江臣江宗师立马就站了起来 老爷子都站起来了 下边那些江家高层 没一个敢坐着的 齐齐站了起来 但当他们看见门口之人 竟然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屁孩时 脸色都变了 这少年是什么人 居然能让老爷子这么隆重的迎接 我见过他 他之前来过 好像是救过小白 哦 那怪不得 老爷子最是偏爱小白了 对小白的救命恩人客气一些 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么重大的场合 连小白都不能参加 他过来干嘛 众人议论起来 江云凡则是哈哈大笑 哈哈 江老爹 你可来了 就等你了 赶快过来吧 就坐这儿 江云凡指着自己身边的座位说道 这一下 那些江家高层们顿时就绷不住了 这个位置真是给他准备的 这个少年到底背景多大 竟然能让老爷子这么重视 难道是从洪都府来的大祖子弟 江臣也不客气 在一众江家高层的眼前 十分淡定地走到了江宗师身边坐下 江老哥 都是兄弟 没必要这么正视 随便吃顿家常饭就是了 江臣这一句江老哥 可不得了 下边那些江家高层的脸色 蹭得一下就沉了下去 他们都是江宗师的子侄辈 老爷子兄弟 那不就是他们的叔叔吗 叫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叔说 这让他们怎么开得了口 这些人里 也只有江小白的父亲一脸苦笑 只有他亲身经历过 上次江臣和老爷子 差点结拜的事情 要的要的 说好为你庆祝 当然得正视一些 不然岂不是显得老哥我小气 正好也借此机会 让他们都认识一下你 省得以后这些家伙不长眼 得罪了老弟你 江云凡说道 估计后面那句 才是真正的原因 陈家的事情 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陈三金断了一臂 陈家损失几十个亿 元气大伤 而这一切 只是因为陈家的陈坤 与江臣结怨 江云凡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特地借此机会 让江家人认识一下江臣 坚决不能得罪他 都听清楚了 江老弟是我最好的兄弟 以后你们见到他 要像对我一样尊重 他是我的兄弟 就是你们的叔叔 江宗师对下边那些江家人说道 语气十分严肃 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江宗师在江家 还是极具威严的 那些江家人 哪怕再不愿意 也只能咬着牙 对江臣喊了一声江叔 家人们谁懂啊 吃一顿饭的功夫 就多了十几个侄子侄女 被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 喊叔叔 总感觉有点爽啊 心好心好 江臣和江宗师边吃边聊 有滋有味 当谈到建议的时候 江宗师突然目光中 极具深意地看着江臣 前段时间 你们五道义中的曾校长问过我 领悟建议意味着什么 我原本还在想 他不是建修 问什么有什么用 但见到你之后 我突然明白了 江老弟 你是不是已经领悟出 属于你自己的建议了 江宗师问道 在江臣踏入会客大厅那一刻 他就从江臣身上 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这是 唯有领悟了建议 才能拥有的感觉 江宗师并没有放低音量 所以在场所有人 都能听到他的话 那些江家人 顿时气气抬头望向了江臣 脸上充满了震惊 建议啊 一般人或许不了解 但他们作为江家人 主修的便是建 老爷子更是早就跟他们提过 领悟建议 便是成为建道宗师的 先行条件之一 并且 还是最困难的一个条件 江家这么多人习建 但除了老爷子之外 无一人能够触摸到建议的影子 更别说是领悟建议了 难道 面前这个不满18岁的少年 比他们这些钻研 建到数十年的老油条还强 没错 江老哥 说起来也是运气 前段时间遭遇了一场危机 在绝境中顿悟了 江臣没有隐瞒 甚至用很平常的语气说道 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般 江宗师原本只是猜测 建江臣承认了 也是顿时眼前一亮 急匆匆地问道 什么建议 生死建议 好啊 生死建议 一建定生死 此乃上等 若有所成 天下万灵之声 死在你剑下 凭你一念定之 江宗师语气十分激动 对江臣也是更加欣赏了 年纪轻轻 便能领悟属于自己的建议 而且还是 如此强大的建议 这就是天生的建修啊 在江宗师的眼中 如今的江臣 已经是与他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了 领悟了建议 那便是准建道宗师 成为真正的建道宗师 只是时间问题 走 我们出去练练 江宗师急忙站起来 抓起江臣的手 就往外走 江老哥别急啊 我还没吃完呢 待会儿回来 有的是时间吃 走走走 我已经等不及了 看着江宗师 这饥渴难耐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急着洞房呢 江臣嘴里 还叼着一个鸡腿 就被江宗师 给拉到会客大厅外边了 他甚至都等不及去演武场 在会客大厅外面就要解决 那些江家人 也立马跟了出来 都想看一看 能让自家老爷子 无比激动的建议 到底是什么样子 来 对我释放你的建议 丝毫不要留守 好吧 江臣一口把鸡腿肉啃完 手里就剩个骨头架子 但他并没有扔掉 而是对江宗师一辞 是 瞬间 一道剑气自鸡腿骨头射出 目标正是江宗师 江宗师眼冒金光 他同样没出剑 只是一直点出 便有一道剑光闪过 直接将江臣刺出的那道剑气 给斩碎了 咔嚓 江臣手里的鸡腿骨头 也直接断开了 一个普通的鸡骨头 又怎么承受的助剑意 不错 能够不用剑便释放剑意 说明 你对剑意的掌控程度很高 但如果能够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 别说 是一个鸡骨头 即便是一株草 也能轻易容纳剑意 而不损坏 江宗师点评道 可以说是十分的满意 而那些江家人 更是直接看待了 竟然真的是剑意 除了老爷子 曾在他们面前施展过剑意之外 他们就只见过江臣一人释放剑意 这也太酷了吧 本来他们还对老爷子 让他们称呼江臣为叔叔这件事 心里不舒服 但此时此刻 他们都心服口服了 江老爹 你既然已经领悟了剑意 我有一门御剑之术教你 你想不想学 江宗师突然说道 江臣文言 眼前一亮 御剑 是那种一念之下 便可飞剑杀人 和御剑飞行的那种御剑吗 江宗师笑着点点头 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如果你想象传说中那种 御剑飞行千万里 难度是很大的 就算是老哥 我也做不到 当然 短暂的浮空还是可以的 那也挺不错 我学 江臣连忙说道 既多不压身 而且御剑想想都很帅 距离梦想中的剑仙 又进了一波 不接 在此之前 老哥有个请求 嗨嗨 当然 老哥不是跟你谈条件哈 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不影响咱哥俩的关系 江宗师突然有些害羞了 怎么看 都有种做交易的感觉 没事 老哥你说 江臣倒是无所谓 江宗师能提条件更好 这样 就不用多欠人情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请你给我家里 那些小兔崽子们上上课 你们年龄差的不多 想必能更好相处 老哥 你是想让我压一压 他们的傲气吧 江臣一下就看出了 江宗师的想法 真要请老师来上课 他堂堂一个宗师 哪里会请不到 说什么年龄差不多 不就是想让自己打压一下 江家的那些晚辈吧 让他们知道 人外有人 年轻人狂妄可以 但你得有狂妄的资本 实力不够还狂妄 那就是做死 确实有必要打压一下 他们的气焰 可以 我最喜欢跟年轻人相处了 放心 我有经验 江臣咧嘴一笑 江家的这些年轻人 应该会比天才训练营的 那些同学们好玩吧 那就太感谢了 哈哈 为这是我正愁着呢 本来想找 你们学院那个司徒男的 结果那小子总是说自己很忙 不给老哥我面子 不过 你肯定比那个司徒男更适合 江宗师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解决了一个烦心事 不过这件事不急 我先教你遇见之术吧 听起来很玄乎是吧 其实很简单 它的原理就是 预见术的原理很简单 与剑翼有关 那便是长时间 以剑翼喂养零件 使其与剑翼之间产生关联 届时便能以剑翼操控零件 通过剑翼操控零件 将会比念力控物的精度更高 念力控物对精神力的要求很高 而通过剑翼预见 便相当于在操控自己的手指 一样简单 不过 这也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 时间成本太高了 以及不可替代性 要想初步通过剑翼预见 至少需要喂养一年以上 而要想做到如碧食指的程度 便需要更长的时间 将宗师便是喂养了十年之久 并且 你只能操控被你喂养过剑翼的剑 所以 当你决定学习预见之术那一刻 就要选好将伴随你一生的配剑 我先给你演示一下预见之术 将宗师说罢 便抬手指天 大喝一声 剑来 这气势 满分一百分 江晨给他打八十七分 剩下的十三分呢 被他装完了 翁下一刻 一道银色寒光 从远处直冲天际 然后朝着他们这边飞来 并在眨眼之间 就出现在了江宗师的面前 飞在半空中 剑身不断颤动 去 江宗师一挥手 那柄宝剑便搜得一声射向江晨 那柄剑 在江晨的瞳孔中 越来越大 江晨立马取出了破伤风之刃 并迅速拔出 生死一剑 生死剑一加持之下 江晨一剑刺出 锋芒毕落 正好与江宗师的那把剑相碰 当 一道刺耳的金属撞击声炸响 江晨只感觉一股无法抵抗的力量袭来 直接被震退了好几步 手臂都被震得发麻 好强 江晨甩了甩手臂 不由感叹 不愧是宗师 果然厉害 而且对方肯定没用权力 他们之间的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瘦 江宗师又是一招手 那把剑便回到了他的手中 江老弟 我这御剑之术 如何 很帅 也很强 那我便先教你如何 以剑一味养零剑 但前提是你 需要确定一把 未来会一直跟随你的本命之剑 江宗师说道 他手中这把剑 便是跟随了他二十几年的 期间 他也获得过很多宝剑 但唯有这把剑 他从未舍弃 我已经选好了 就这把 江晨看着手中的绣剑 说道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有这一把剑 他也不需要其他的选择 破伤风之刃 神秘且强大 品皆未知 但绝对不低 绝对够用了 好 接下来你学我做 江宗师说着 便开始释放剑意 并融入他的本命之剑中 剑意无形 但作为剑修 是可以感受到的 江晨此时虽然看不见 却能隐约感觉到 一股能量 正从江宗师的身上 流入那把剑中 在剑里流转一圈之后 又重回他的身体内 这便是以剑意构建桥梁吗 如此往复 闲于时刻都可以这么做 一年之后 便可以初步遇剑了 喂养时间越久 你与本命之剑的关联度就越高 操控起来 就越加得心应手 江晨看懂了 便立马一葫芦画瓢 学着江宗师刚刚的操作 释放剑意 涌入破伤风之刃 翁江晨只是刚刚将剑意 触碰到破伤风之刃 后者便快速颤抖起来 这倒是有些出乎江晨的意料 他又试着进一步操作 将剑意融入剑内 构建桥梁 赠 顿时 破伤风之刃 响起阵阵剑营 似乎十分激动的样子 与此同时 江晨突然有种特殊的感觉 他好像能够感受到 破伤风之刃的存在了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好像 他们本就是一体的 江晨试探性地松开手 然后 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没有任何支撑的破伤风之刃 竟然悬浮在半空中 没有下转 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紧紧握住了他一般 怎么可能 你明明才刚开始以剑意为养他 为什么这么快就能构建联系了 江宗师更是不敢置信地 惊呼起来 他刚开始学习遇剑之术的时候 可是半点感觉都没有的 第一次能够微弱感受到 本命之剑的存在 还是在喂养了他 足足三个月之后 可江晨呢 才第一次尝试 竟然就成功了 这如何能让他接受 上 江晨轻唤一声 破伤风之刃 果然很听话地 往上升了一点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江晨再次喊道 破伤风之刃非常听话 让他往左就往左 让他往右就往右 甚至都没有半点延迟 还能在半空中旋转七百二十度呢 就差原地跳一支舞了 看着江晨如此熟练地 操控着破伤风之刃 江宗师沉默了 他有些自闭了 哪怕是江晨未满十八岁 就领悟建议 也只是让他无比欣赏 却也没有打击到他 但此刻 他真的快自闭了 老子辛辛苦苦 喂养了本命之剑十几年 才能控制到这种程度 你才第一次 就能比得过我十几年的努力 咋就这么气人呢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的生死建议 融合了之前的残破建议 而残破建议 本身就是来自破伤风之刃的 所以 我的生死建议有 残破建议的气息 破伤风之刃能够感受到 江晨心中想到原因 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毕竟 他领悟生死建议 也才没多长时间 而之前的残破建议 在破伤风之刃中 可是存在了好多好多年的 江晨还是很开心的 这样一来 相当于节省了他十几年的时间 我可真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啊 江老哥 这次多亏你了 不然我还不知道 可以这么玩呢 放心 你拜托我的事 我绝对给你办好 你家那些小宅子们 绝对给你治得服服帖帖的 江晨哈哈笑道 此时的江宗师都快尾了 说话都变得有气无力了 那就有劳劳地了 我有点累 先去休息了 那个谁 说阳啊 你带你江叔去演武场 找那些小宅子们 一切都替你江叔的 说吧 江宗师勾搂着身影 往他的房间走去了 这一刻 他仿佛老了十几岁 江宗师口中的朔阳 便是江小白的父亲 他的第三子 江朔阳 江叔 请 江朔阳语气十分别扭地说道 虽说见识了江晨的本事之后 他对江晨确实非常的佩服 但真要称呼一个 跟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为叔叔 还是挺难过心里那关的 杨叔 都是开玩笑的 您就别当真了 就是江晨自己 也绝对有些别扭 但江朔阳听到江晨叫自己杨叔 顿时就慌了 江说 您可别这么叫我 要是让我爹听到 可得揍我 江晨跟老爷子称兄道弟 又称呼他为杨叔 那他跟老爷子之间的关系 岂不是很混乱了 江晨健壮 很是无奈 但也没再说什么了 江朔阳带着江晨去了演舞场 此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青少年们 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 最大也才不满二十四岁 青一色的全都手持木剑 有的在劈砍木人 有的则是在两两对战 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小孩 也在训练啊 他们应该连舞蹈天赋 都还没诞生吧 江晨好奇问道 都是老爷子安排的 老爷子说 剑道意图对心性的要求 极其严格 所以必须 从小就开始练习 小孩子心性单纯 或许对领悟剑道会有奇效 而且 虽然他们 还没有诞生舞蹈天赋 但就当是强身剑体 也挺不错 江朔阳解释道 江晨点头 觉得江宗师 还是挺有仙剑之名的 这么早就开始培养 祖宗晚辈练剑 以后修炼剑道 也能事半功倍 走吧江叔 我先带您去 让他们认识认识 嗯 江朔阳便领着江晨 进了演舞场 都停一下 我有话要说 江朔阳在江家 也是有些威严的 毕竟是嫡系 江宗师的亲生儿子 那些青少年们 全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齐齐看向江朔阳 当然 很快他们的目光 便汇聚在了江晨的身上 都在打量着 站在江朔阳身旁 这个与自己年龄 差不多的人 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名叫江晨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前两天的新人王初赛 江晨就是第一名 家主特地请他过来 对你们做一些教学指导 你们年龄相差不多 应该能相处得挺好 江朔阳特别着重说了 教学指导这四个字 什么人才有资格指导教学 老师啊 如果真给这些江家的年轻一辈 请个家教啥的 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可如果这个家教 跟他们的年纪差不多 甚至比他们之中 某些人的年纪还要小呢 这可就让生性狂傲的 江家青少年们不服了 江朔阳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这些小崽子们 表现得越是不服 待会儿受到的挫折 就会越大 就越是能锻炼他们的心魄 别问会不会打击得太严重 有损他们的武道之心 如果真的连心里这一关 都过不去 也就没资格成为武道强者了 还不如趁早放弃算了 江朔阳目的达成了 他的那一席话 直接点燃了演舞场中 那些小崽子们的狂傲之火 三叔 您这话可就说得不严谨了 什么叫指导教学啊 他才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 有什么资格给我们教学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 语气不屑地说道 然后立马就有人附和起来 是啊 就算他是新人王出赛的冠军 但也仅仅只是 清元市赛区的冠军而已 算不得什么 哼 若不是家主严令禁止 我们参加新人王大赛 这冠军的位置 不可能是他的 没错 什么所谓五到一中 五到二中的精英 在我们面前 就是个屁 只不过是家主让我们在领悟建议之前 要保持低调罢了 否则哪里轮得到你们 江臣一句话不说 就这么一脸淡笑的 看着江家小崽子们 那愤愤不平 心不服口更不服的样子 不服是吧 我将某人专制不服 江叔 现在知道老爷子为什么拜托你了吧 老爷子一直认为 建修可以桀骜 可以狂妄 这就是建修的本色 但前提是 需要建道有所成 所以他一直让这些崽子们保持低调 直到领悟出建议为止 可这反而起了反效果 便让他们错以为自己远比外人更加优秀 江朔阳在江臣耳边轻声说道 特别是那句江叔 更是声音小得跟文音一样 他可不能让这些小崽子们 听到他喊一个少年叔叔 不然 这脸可就丢尽了 放心吧 我有经验 江臣给出一个你放心的眼神 天才训练营的新生老生够狂傲了吧 现在还不是被他治理的服服贴贴 天天将神将神地叫着 现在对付这些不安事事的小崽子们 还不是手拿把掐 信手拈来 然后 江臣便向前一步 目光扫过之前说话的那几位江家后辈 脸上竟是一些嘲讽之色 跟你们讲个故事吧 有一只癞蛤蟆 居住在一口井里 他每次抬头 都只能看见一小块天空 所以他觉得 天只有这么大 直到有一天 他看见 天上有一群白天鹅飞过 江臣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江家后辈打断了 你连故事都能讲错 你应该是想说井底之蛙吧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蛙 可不是癞蛤蟆 你连这都分不清吗 我看他八成小学都没毕业吧 哈哈 江臣并没有生气 只是脸上的嘲讽之色更甚了 不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连井底之蛙都不配 你们就是一群井底的癞蛤蟆 还想吃天鹅肉 顿时 那些江家后辈的大笑声 戛然而止 全都笑容凝固了 下一秒 所有人的眼里都蹭蹭冒火 井底的癞蛤蟆 双重辱骂 说我们是癞蛤蟆 那你就连癞蛤蟆都不如 三叔 你说他是爷爷派来指导我们的 那如果我把他打倒了呢 一个江家后辈问道 江朔阳看向江臣 江臣微微一笑 如果你能打倒我 我就请你吃天鹅肉 那江家后辈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天鹅肉 天鹅肉 你他妈是个癞蛤蟆 过不去了是吧 我忍不了 说吧 他提起木剑 就朝着江臣刺了过去 江臣就这么静静看着 却没有动一下 站在原地 任由对方刺向自己 其他江家后辈见此一幕 纷纷冷嘲热讽起来 就这 还是新人王初赛的冠军 直接被浩然哥给吓傻了 这一届的冠军 水分挺大 我说啥来着 冠军都这么惨 我要是参加 怕不是横扫全场 江浩然也是面露坏笑 手上力气加大几分 他要当众击败江臣 让爷爷知道自己的本事 然而 就在木剑距离江臣 还有两三米远的时候 突然就停住了 然后剧烈颤抖起来 江浩然顿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很强的阻力 最关键的是 阻力并非来自江臣 而是他手中的木剑 木剑 再反抗他 江臣冷笑 用剑攻击我 是你最大的错误 哪怕是木剑 他可是拥有剑意的 就算他没有特意释放出来 依旧能够震慑住大部分的剑 这就像小猫小狗遇到猛虎一样 哪怕他们从未见过老虎 但百兽之王的气势在哪 天生的血脉压制 就足以吓破小猫小狗的胆子 剑意与剑便是如此 除非这把剑的主人 拥有比江臣更加强大的剑意 否则若是一般剑修持剑攻击他 绝对会遭到剑的反噬 你 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笑着问道 此时 江浩然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压制手中木剑上 一听到江臣的话 顿时就更气了 我吃你 最后那个字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他咽回了肚子里 江臣不知什么时候 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手摁住他的脸 下一刻 江浩然身体直接腾起 脑袋则被江臣给摁了下去 与地面来了个最亲密的接触 江家演武场的地板质量 可比新人王初赛的那个擂台好多了 江浩然的脑袋重重撞在地板上 竟然没有砸出一个洞来 只是像干枯的田地一样 军裂开来 小孩子别说脏话 不然要被大嘴巴 江臣始终保持着和善的笑容 再看那个江浩然 此时躺在地上 两条腿翘起 眼珠子直接翻了过去 这是直接被砸晕了呀 这身体素质 有待提高啊 江臣很不满意地摇头 之前那个五刀二中学员的脑袋 也是被他一只手奔在地上摩擦 人家可没晕 甚至后面挨了江臣一边腿 都还活泼得很 就是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了 江浩然却直接晕了 这差距 可以看见 原本还在嘲讽江臣的那些江家后辈们 一看见江浩然的下场之后 顿时就收起了笑容 这也太狠了吧 就一招 便将浩然哥给打晕过去了 他们甚至都没看清楚 江臣是怎么做到的 下一个 谁想吃天鹅肉 江臣善意的目光 扫尸那些江家后辈一圈 这一次 可没人再敢说话了 一个个静若寒蝉 最大的刺头 现在已经晕死在那里了 他们哪里 还敢说一句话 没人说话是吧 那我就点名了 你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随便指了一个人 被他指了的男生 顿时一张脸就垮了 想 想吃 碰 他刚说完想吃 江臣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并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 熬那男生直接攻城瞎撞 喷出一大口不明液体 江臣反应迅速 立马躲开了 果然是癞蛤蟆 还喷毒液 喷毒液 我特么是被你打得吐胆汁了好不好 刚刚挨了江臣一拳的男生 听到他这句话 顿时就气血上涌 眼珠子一翻 晕了过去 又晕 身体素质太差 看来得建议江老哥以后多训练他们的体魄了 江臣喃喃自语 之前江宗师应该是一直主要培养他们的剑道 却忽略了对体魄的训练 但体魄同样很重要 若是连抗打都不行的话 剑法再强也没用 人家一拳就能撂倒你 你呢 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又随机指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男生 那人先是一愣 然后连忙摇头 不想 碰 江臣又是迅速出现在他的身前 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将其打得在半空中旋转两圈半 才摔落在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他没有晕过去 只是被江臣打了一拳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 为什么不想吃也打 不想吃天鹅肉 连癞蛤蟆都不如 你说该打不该打 想吃不想吃都要挨打 你还要我怎样 我有说过这个问题 跟揍不揍你们有关系吗 江臣一脸的奇怪 怎么总是乱猜我的心思 那你问这个干嘛 我乐意 你不服 你呢 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又随机指了一个男生 嗯 这个 那个 那家伙使用了拖字诀 回答想和不想都得挨打 那我索性不回答 看你还能怎么样 但下一秒 他的身体就腾空飞起 形成一个漂亮的抛物线 然后重重落地 喂 为什么 你是不是傻 我都说了 我问这个问题 跟揍不揍你们又没关系 他晕了 是被气晕的 演武场上 一共有一百多个青少年 除去那些十六岁以下 还没有诞生武道天赋的 全都被江臣给揍了一顿 揍完之后 还不忘问一遍 吃不吃天鹅肉 杀人诛心啊 估计今天之后 他们再也不会吃大鹅了 收工 江臣拍拍手 回到江硕阳的身边 揍一顿就行了 江硕阳问道 揍一顿 就能让那些小崽子们 收起狂傲之心了 放心吧 如果以后他们不听话 你就问他们 想不想吃天鹅肉 保证他们听话 江臣咧嘴一笑 心里阴影 就是这么诞生的 天才训练营的那些新生们 应该也不愿意 看见两颗大门牙 事情都做完了 江臣便离开了江家庄园 他本来想跟江老哥告辞的 结果人家根本不理他 这让江臣很是纳闷 咋就突然生气了 难道江老哥 是每个月都有的 那几天来了 离开江家庄园 江臣顺便回了一趟家 看看鹿母和小团团 小团团年纪还小 在鹿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便融入其中了 蝗灾的事情 更是早就忘了 这样也好 不会让他产生心理阴影 看到小团团和鹿母 相处得很好 江臣也就放心了 他也将清和姐的事情 跟鹿母说了一下 只要清和安全 我就放心了 小陈你也一样 我已经一把年纪了 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和清和 能够健康幸福 鹿母松了一口气 江臣可以感受到 鹿母的情绪 是真心话 他从小在鹿家长大 也算半个鹿家人了 在鹿家吃了一顿饭之后 江臣就火急火燎 回了天才训练营 毕竟 那里还有一个 不定时炸弹呢 他不在 说不定啥时候 这个炸弹就会引爆 好在 江臣回去之后 一切和平 爱链就躺在江臣 为他改造的水晶鱼缸里 也不知道是陈城城 还是白云熙 怕他无聊 居然特意 将电视机移了个方向 正好对着爱链 江臣回来的时候 电视里正播放着 小美人鱼 那不动画片 我擦 美人鱼看美人鱼 江臣 我也能像这里面的 美人鱼一样 变出双腿吗 爱链问道 他应该是很想有一双腿 无论是任何人 哪怕是其他物种 对自己没有的东西 都会很喜欢 嗯 不知道 或许可以吧 江臣摇头 他也不敢太过肯定 毕竟就连美人鱼 都能真实存在 又有什么不可能 发生的事情呢 时间快速流逝 很快 便到了省赛开赛的日子 江臣 司徒南 骆云英 以及五刀二中的周云 和李欢英会合 一同前往洪都府 洪都府便是 干西省的省会城市 前往洪都府的专车上 五人明显分为了两个阵营 周云和李欢英坐在一边 江臣 司徒南 和骆云英 坐在另一边 周云的目光 不时瞟向江臣 眼中满满都是战役 很显然 上次比赛输给江臣 他很不服 估计这几天 脑子里竟想着 怎么打败江臣了 骆云英 估计还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从始至终 就没有理过江臣 车里 除了他们五人之外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是他们此次的领队 他们毕竟是代表清源氏 去省里参赛的 领导们自然十分重视 廖首长 更是直接派出自己的秘书作为领队 带领江臣他们 前往比赛场地 各位 听说这次的省赛 与以往不同 采用了团队作战的模式 所以廖首长 特意让我提醒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 摒弃之前的矛盾 携手共进 韩秘书自然看出了 车内五人的不和谐 便出言提醒道 上一次新人王大赛的省赛模式 就是擂台赛 看的是个人实力 但听说这次偏向于 考验团队实力 具体比赛模式还没有出来 不过可以预见 大概率是团队作战的方式 团队作战 队伍人心和谐 便是最关键的一点 好嘞 嗯 只有江臣 司徒南和李幻英都点了头 骆云英有心事 估计都不一定听到了 至于周云 只是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对此 韩秘书也没办法 这些都是清源氏 年轻舞者中的佼佼者 说又不敢说 骂又不敢骂 他们走的是国道 所以一路上都很顺利 并没有遇到 类似袁寿蓝车的情况 毕竟 国道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军队来清理 导致方圆数百里的凶兽 袁寿都不敢靠近了 很快 他们便进入了洪都府 相比清源氏 洪都府要更加的繁华 这里 是一省的重心所在 无论是经济 还是军事实力 都是非常强大的 一路直达洪都体育馆 此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支 来自各个不同市区的队伍 还有很多记者在拍照 摄像 新人王大赛 是华国最为盛大的一场比赛 展现出的 都是全国各地 年轻一辈佼佼佼者们的风采 年轻人 才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年轻舞者越强 便代表着华国的舞蹈 更加昌盛 当江城他们这支队伍 进入体育馆的时候 立马就有一大群记者 跑了过来 对着他们 就是开始疯狂拍照 一个个麦克风 抢着递过来 请问你们是哪个市区的代表队呢 请问你们有把握 赢得本次的新人王大赛吗 听说此次比赛模式会有变化 对此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那些记者们纷纷提问 江城他们 哪里经历过这种 顿时就不知如何是后 幸好有韩秘书在 应付记者 他是专业的 江城他们 这才有机会 跑到休息室里去了 此时休息室里 也有几支队伍 清一色都是年轻人 他们都特意离得很远 没有去聊天 更没有接触 马上就是竞争者了 自然没有什么好聊的 当江城他们 进入休息室时 顿时就吸引了 那些年轻人的目光 主要还是江城 他那帅气的面孔 立马就引起了 那些小女生们的关注 要不是竞争关系 他们估计都会忍不住 上来问江城要联系方式 至于那些男的 当然是羡慕极度恨了 过了好一会儿 韩秘书这才进来了 当看到休息室 还有其他人的时候 韩秘书便招呼着众人 进了一个小房间 然后分了一堆资料给众人 我打听过了 其他队伍的情况 实力大致都一样 队伍里 有三至四个援武者 但也有个别比较厉害的 你们要小心一些 比如这个蒙青山 是洪都府赛区的第一名 不但等级达到了二品援武者 武学造诣也挺高 听说就连三品援兽 他都击杀过 战绩还是挺高的 韩秘书指着资料中的 一张照片说道 是一个长发过耳 长相颇为帅气 但却不及江城 十分之一的男生 上面有着他的信息 蒙青山 十九岁 半年前 晋级为二品援武者 精通多门武学 目前已知晋阶最高的一门 武学为S级刀法九级雷斩 小城晋剑 曾以此计 斩杀三品援兽 创下洪都府二十岁以下 年轻武者的最高战绩 斩杀过三品援兽 好强啊 李幻英忍不住惊叹一声 司徒男更是目光死死盯着 照片上的蒙青山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以前在清源市的时候 他是当之无愧的 年轻一辈第一人 可后来 同时出了江城和周云两个天才 都曾将他击败 而且还是很轻易地击败他 现在 又有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 创出以二品援武者的等级 斩杀三品援兽的战绩 跟他们比起来 自己简直差远了 蒙青山斩杀三品援兽 跟司徒男抓捕三品援武者 性质可完全不一样 一般来说 同级的援兽 比人类武者要强一些 因为他们 除了同样拥有援力之外 体魄还非常的强大 这是人类武者比之不及的优势 而且 有一些援兽 会觉醒天赋能力 其威力 不比武学差 那个白豹山 虽然是三品援武者 但当时已经受了重伤 实力发挥不出五成 而蒙青山 能够斩杀三品援兽 就说明他的实力 远比一般的三品援武者更强 如果当时换作蒙青山 去抓捕白豹山 即便后者是全胜状态 他也能轻易将其拿捏 只有江晨和周云 依旧十分淡定 江晨淡定是因为 对自己实力 有充足的信心 周云则是对自己 觉醒者的身份 太看重了 他没有与三品援兽对战过 但他认为 自己是十分稀有的觉醒者 就算遇到三品援兽 应该也能轻易将其击杀 除了蒙青山之外 还有几个人 你们也需要着重关注一下 你们手里的资料 我已经雕注过了 对了 其中有一个也是觉醒者 来自饶州市的队伍 关于他的信息 我知道的不多 你们也得小心应付 毕竟 觉醒者的能力 总是很诡异的 说着 韩秘书还特意看了周云一眼 当时的比赛 他也看了 周云这个人 虽然很是狂傲不羁 但也确实很有本事 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看不出 周云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还是后面江晨说出来 他才恍然大悟 舞蹈境界上 周云也只是终极舞者而已 放在同龄人当中 太普遍了 但就是这一身异能 十分诡异且强大 就连身为一品援舞者的司徒男 在他手上都过不了一招 听了韩秘书的话 江晨等人 也将资料翻到了 那个觉醒者的一页 照片.jpg姓名 童月 性别 女年龄 十八 来自饶州市参赛队伍 舞蹈境界 仅是终极舞者 同时也是一位觉醒者 亦能目前未知 出赛时为饶州市赛区冠军 看照片 是一个圆脸妹子 长得并不惊艳 但却十分耐看 属于可爱萌妹型的 仅从照片上来看 应该是个人畜无害的妹子 但能够在出赛时夺得冠军 就说明也很强势 有意思 百万人里都不一定有一个的觉醒者 居然能够这么快遇见 有种见到同类人的感觉 江城等人在房间里 将资料里的信息都看了一遍 其实江城是觉得 看不看无所谓的 实力强才是硬道理 在这一点上 他倒是与周云的理念对上了 不过用韩秘书的话来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其他队伍肯定也得到了 他们这边的信息 如果敌人了解你 而你不了解敌人 那会是非常危险的 看完资料之后 司徒男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至少看到 资料里有五个人的实力 远超于他 还有二十多个不弱于他的 他的实力放在所有队伍里 恐怕连中等都算不上 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请各市区的参赛队伍 来到体育馆中心集合 重复 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请各市区的参赛队伍 来到体育馆中心集合 就在这时 喇叭音响起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虽然对手很强 但你们也不弱 只要相信自己 就一定能赢 韩秘书给众人加油鼓劲 然后便走出房间 往体育馆中心赶去了 体育馆中心 有着二十一支队伍 加上江城他们这一支 便是二十二支 每支队伍五个人 一共就是一百一十个人 而在体育馆的首席台上 坐着干西省的领导们 其中便有一道江城熟悉的面孔 王总督 他竟然亲自督办 本次的新人王省赛 王总督一眼就看见了 人群中的江城 不过 他并没有表现出异样的目光 只是扫过了在场所有人 看样子都来齐了吧 我先说两句吧 王总督开口道 顿时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了 毕竟 那可是干西省的最高领导者 哪怕在场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 在真正的上位者面前 还是得谦卑低调一些的 看见你们青春盎然的面孔 我还是很欣慰的 你们都是我干西省未来的栋梁 是年轻舞者中的佼佼者 我也希望能在本次比赛中 看见你们展现出风采 先说一下比赛的模式吧 想必你们都有听说 本次省赛的模式 有一些变化 不再是个人战 而是团队战的模式 目的就是培养团队精神 华国不搞个人英雄主义 团结才是最强的 所以 接下来的比赛 你们将以组队的方式参加 五人一组 正好你们各个队伍的人数 就是五人 我们特地为你们申请了一处 上古战场遗迹 作为你们的比赛场地 就在鄱阳湖上 本次比赛的赛制为淘汰制 最终只会剩下一支队伍 而那支队伍 就是最终的赢家 说到这里 王总督看向下方所有的年轻舞者们 发现有些人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 有不懂的 可以问 立马就有人举手道 总督 我有疑惑 这场比赛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如果我们一直遇不到其他队伍 那岂不是几个月都结束不了 王总督闻言一笑 然后一招手 立马就有人过来了 提着一戴电子手环 这就得用到这些手环了 开始比赛之前 你们都要佩戴这个手环 一方面可以用于求救 另一方面 也可以赶制信号波 我们在古战场遗迹中 散播了信号圈 信号圈会不定时地收缩 而你们若是在信号圈之外 也算淘汰 手环会提示你们信号圈的距离 直到最后 信号圈会收缩成100平米的大小 还在圈内的队伍 就得相互对决 胜者为王 听了王总督的赛制解读 江城脸上顿时露出十分怪异的表情 这尼玛 不就是吃鸡跑毒吗 现实版绝地求生 那岂不是会诞生出很多狗王 江城能想到这一点 其他人也能想到 又有人举手提问 总督 这样一来 只会躲藏起来保存实力 王总督答道 其实 有计划的规避危险 又何尝不是一种能力呢 之所以修改赛制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当代的年轻舞者 只顾提升战力 而忽略了团队力和思考的能力 当然 我并非提倡大家做事要狗 因此 除了团队排名之外 我们也额外设立了个人排名 个人排名不计入比赛之中 但若是能在个人排名中得到第一名 就能获得额外的隐藏奖励 而个人的得分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击杀凶兽和援兽 2.击败参赛者 3.我们几位主要领导充当评委 在比赛结束之后会对个人进行评分 4.本次比赛全程直播 所有网友都可以对参赛个人进行投票 你们如果想要得到个人第一名的隐藏奖励 就没法苟了 温馨提示 隐藏奖励很香的哦 王总督此话一出 所有参赛者眼睛都亮了 能让王总督这位干西省的最高领导人 说出这种话 奖励绝对不简单 原本某些想一直苟到结束的参赛者 顿时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哼 你们不用想了 这个隐藏奖励肯定是我的 你们没人是我的对手 人群中一道狂傲的声音响起 顿时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谁在这说大话呢 可别让人笑掉大牙 隐藏奖励我 势在必得 刚刚那大话是谁说的 有本事站出来 跟老子单挑 好啊 一道身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是一个男生 头发偏长 盖过了耳朵 有点非主流的感觉 一看见此人 之前说要单挑的参赛者 顿时就闭上了嘴巴 双腿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 其他人也都目光警惕地看着此人 蒙青山 不错 说话那人正是蒙青山 可以说 所有参赛队伍都看过有关蒙青山的资料 毕竟 这位可是本次省赛夺冠的最热门选手 超过七成的人都认为 蒙青山带领的队伍 可以获得本次省赛的冠军 怎么 刚刚不是意见很大吗 不服者 现在可以站出来 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蒙青山冷笑道 其他参赛选手都对他忌惮不已 虽说很不爽 但却没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 我已经看见了你们的热情 但如果要切磋的话 还是留到比赛的时候吧 还有什么人有疑惑的吗 可以提出来 王总督语气十分平常 没人听得出他有没有生气 但全都不敢说话了 就连桀骜的蒙青山 也默默地退回了队伍之中 既然都没有问题了 那就准备启程吧 飞机准备好了吗 王总督问道 报告总督 时刻准备着 好 那就出发 王总督大手一挥 体育馆的屋顶突然打开 就像一扇大门 众人抬头一看 四架直升机正飞在半空中 每一架都能容纳二三十个人 吓 一名军官大喊一声 立马就有悬梯从直升机上降了下来 众人有序地爬了上去 而后 直升机便朝着远方飞去 机舱内 有裁判说道 本次比赛 只允许携带一样个人用品 如果是零物装备 也不能超过一品 所以 还请各位将身上的东西都上交 说着 便有人端着托盘 走到参赛者的面前 这些参赛者 也都很配合 只留下了一件物品 大部分都是武器 但还有几个别的女孩子 选择携带很隐私的东西 轮到江城的时候 她将身上一些东西交了过去 但脖子上的玉佩 并没有交 倒不是她想作弊 主要是储物灵器太珍贵了 难保会不会有人起了贪念 裁判撇了江城脖子上的玉佩一眼 但却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看没看出来 啊 这把剑可以呆不 江城的破伤风之刃 一直都挂在背上 她取下来问道 裁判刚刚就说过 不能携带一瓶以上的灵武器 但破伤风之刃 是什么品接的 她也不知道 江城刚把破伤风之刃取出来 顿时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一个个看着 江城手中那把袖迹斑斑的破剑 脸色都变得极其怪意起来 这么破的剑 得是老古董了吧 老古董哎 应该挺值钱吧 不 你想错了 古董之所以值钱 是因为他们 在当时的年代就已经很值钱的 一般的破烂 哪怕流传几千上万年 依旧是破烂 这把剑既然会生锈 就说明本身材质很普通 算不得宝物 言之有理 话说她来比赛 带这么个古董干啥 该不会她已经穷到 买不起灵物装备了吧 参赛者们纷纷小声议论起来 看向江城的目光 有戏谑 有不屑 也有同情 就连同一阵营的周云 也是一脸的嫌弃 只有司徒男 亲身体验过江城的这把剑 知道他绝非表面的这么破 但他并没有说 守口如瓶 这 可以是可以 但你确定不换一剑吗 别人都是带一品灵物装备 你这样会很吃亏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 就连裁判都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开口道 换就不用了 可以带进去就好 江城摇头 其实带不带也无所谓 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但毕竟用灌了破伤风之人 换一个 多少会有点不适应 行吧 下一个 裁判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切全凭自愿 然后 就去收江城后面的参赛者的物品了 很快 所有人身上的东西都被收光了 裁判才继续说道 古战场遗迹中 我们藏了一些物资 你们如果运气好的话 是可以找到的 包括但不限于食物 水 药品 以及灵物装备等等 对了 温馨提示一下 古战场遗迹中的东西 除了有安全标志外 最好不要食用 包括那些凶兽和元兽的肉 都被污染过 食用会有中毒的风险 参赛者们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了 这么看来 除了要应付竞争者和凶兽元兽之外 还得寻找物资生存下来 即便他们是舞者 身体比常人更好 但也远远未达到壁谷的程度 吃喝拉撒睡 还是缺一不可的 无非就是 生命力比常人更顽强一些罢了 就在说话间的功夫 四架直升机便飞到了一片大湖的上空 这片湖 名为鄱阳湖 是干西省乃至华国最大的淡水湖 面积最大时 可达四千多平方公里 他们此次比赛的赛场 古战场遗迹 便是在这片鄱阳湖之上 传闻是五千多年前的古武文明时期 发生了一场大战 那时候 这里应该还不是一片湖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 这个古战场遗迹 到底是在哪里啊 是鄱阳湖上的某一座岛屿吗 江城有些好奇地问道 司徒难闻言 有些好奇 你不知道吗 那些古武文明留下来的遗迹 都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 而是被压缩成了很小的一点 有些类似于戒子那须弥的意思 司徒难说道 这句话来自佛语 戒子的意思就是 很微小的东西 而须弥则是佛门记载中的一座巨山 戒子那须弥的意思 就是 微小的戒子 可以容纳下巨大的须弥山 而司徒难所说的古武文明遗迹 就是这个意思 古战场遗迹 被压缩成了很小的一点 肉眼看不见 但一旦进入 便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其实 储物灵气的本质 也跟这个差不多 江臣对于古武文明遗迹 本来了解就不多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到了 大家背好降落伞 准备进入古战场 直升机停下 裁判吩咐众人 背好降落伞 与此同时 在直升机正下方的湖面上 突然就产生了一道漩涡 看见了吗 那个漩涡就是通往古战场的入口 跳伞之后 调整方向 尽量地往漩涡处降落 裁判提醒道 这要是没跳过伞的 估计一时间还不好操作呀 在场的参赛者们 大部分都没有跳伞经历 从数千米高空往下看 都不免有些心慌 一个个都有些不敢往下跳了 都是耸货 我来 骆云英直接推开众人 十分熟练地来到舱门口 打开舱门 一跃而起 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犹豫 不愧是军人世家的子弟 跳伞这种对他而言 就是机操啊 司徒男忍不住苦笑 连一个女孩子都这么勇敢 其他那些参赛者 自然也就没有犹豫了 顿时像是下饺子一样 纷纷跳了下来 在半空中的时候 就拉开了降落伞 其他三架直升机同样如此 随着参赛者们降落的 还有好几架无人机 这些便是直播设备 新人王大赛 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自然得实时直播呀 从此刻起 直播就开始了 直播间里 观众迅速就冲破了百万 当然 绝大部分都是干西省的人 毕竟 新人王省赛每个省份 都有分赛区 他们自然都是关注 自己省内的比赛 蒙青山好帅 连跳伞都那么帅 青山老公 你一定会赢的 为你打靠 其实要说帅的话 那只来自清源市的队伍里 有个小哥哥就超帅的 哼 我又不是外貌协会的 我认为的帅 不只是长相 还有气质 还有实力 我不管 反正我的青山老公才最帅 青山青山 轻松夺冠 弹幕瞬间就被蒙青山的名字刷屏了 当然 也有一些其他参赛者的支持者 只是相比于蒙青山的粉丝 简直少得可怜 半空中 所有人都控制着降落的方向 尽可能往漩涡的方向降落 这样可以直接进入 就在所有参赛者 已经降落在一半的时候 突然 一声爆炸响起 砰 一个参赛者的降落伞 突然爆炸 失去了降落伞 那名参赛者 顿时就控制不了身形 朝着其他方向飘了过去 虽说下面有湖水 摔下去 不会受什么伤 但在这样下去 距离古战场的入口 只会越来越远 砰 砰 而刚刚的爆炸声 只是刚开始 越来越多的降落伞爆炸开来 一两个可能是意外 但这么多人的降落伞都爆炸了 绝对有问题 可根本没人看见 降落伞爆炸的原因 江晨立马看向了周云 后者若有所感 也转头看向了江晨 你做的 江晨问道 因为距离太远 声音传不过去 但周云可以看懂他的唇语 只见他的嘴巴也动了动 江晨也看出了 他在说什么这样才有意思 不是吗 果然是周云 他的念力太诡异了 根本看都看不到 此时除了江晨 也没人知道 是他所为 周云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搞掉那些参赛者的降落伞 就可以阻碍他们 进入古战场一季 谁越先进去 肯定更有优势啊 说实话 江晨觉得周云的手法 有些卑劣 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是一个队伍的 周云此举 也是为队里着想 然而 江晨刚想到这里 就看见洛云英上方的降落伞 也猛地爆炸了 降落伞一爆炸 洛云英顿时就稳不住了 被风一吹 就偏移了方向 哪怕他再怎么努力地控制 也根本没有用 你疯了 我们是队友 江晨见状 脸色骤变 朝着周云就怒骂起来 周云脸上 则是露出不屑冷笑 我可从来没把你们当作队友 没有你们这些脱油瓶 我更容易得到第一名 说着 周云眼眸一亮 江晨顿感不妙 但已经晚了 他背上的降落伞 轰然爆炸 江晨顿时就感觉 降落的速度加快 并且风一吹 自己就控制不了方向了 可恶 江晨怒骂一声 原本他还觉得 周云此举是为了团队 结果 这家伙连队友都坑 但此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江晨果断脱离降落伞 然后将挂在背后的 破伤风之刃扔了出去 玉剑说 剑一操控之下 破伤风之刃 顿时就飞到了江晨的脚下 为他稳住了身形 虽然有些费力 但勉强可以 江晨还是第一次尝试 遇见飞行 这种感觉 真爽啊 走 江晨意念一动 脚下的飞舰便带着他 往洛云英的方向 急速飞去 很快就出现在了 洛云英的身边 此时 洛云英脸上也慌了 他跳过这么多次伞 还是第一次出这种问题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他会距离古战场的入口 越来越远 等别人进入古战场 一记几天了 他恐怕才刚进去 就在这时 江晨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并一把搂住他的腰 洛云英身子一颤 下意识想要反抗 江晨的声音 立马在他耳边响起 别动 抓紧我 这时候 洛云英才反应过来 搂住自己的是江晨 他也终于看到 江晨此时 脚下竟然有一把剑 是他的吧 绣剑 你 洛云英很是惊讶的样子 想问些什么 但直接被江晨打断了 别跟我说话 江晨咬着牙说道 遇见飞行本来就很难 现在还多了一个人 他根本不敢有半点分心 洛云英却以为 江晨是在怪他 顿时哼了一声 不想救我就别救 我不需要你 说着 就要挣脱江晨 他这一动 江晨脚下的破伤风之刃 顿时就不稳了 江晨的身体 更是往洛云英那边倒了下去 脸对脸的那种 就是那么巧 星号之三 Excellent星号 接触的一瞬间 江晨脑子立马就空白了 破伤风之刃 失去了江晨建议的控制 静止就朝着下方降了下去 江晨和洛云英也急速降落 还好 江晨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赶忙催动建议 将破伤风之刃 又召唤了回来 重新横在了两人的脚下 洛云英一张脸红扑扑的 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江晨此时也顾不得其他 一心操控破伤风之刃 往入口的方向飞去 这一幕 其他参赛者没有看到 因为他们 现在都自顾不暇 但全过程都被无人机拍到了 直播间里 弹幕直接一改风向 从对蒙青山的支持 转变成了对江晨的关注 我靠 我看见了什么 有人遇见飞行 遇见飞行 这也行 咱不是五道时代吗 咋还有人玩修行啊 好帅啊 遇见飞行 就跟电影里的剑线一样 电影里的遇见飞行 都是特效 这可是现实 清上了 这是可以直播出来的吗 不愧是官方账号 这都不封 我多想此刻被清的是我啊 此刻 弹幕里清一色 都是讨论江晨的话题 他瞬间就多出了无数的支持者 遇见飞行这一手 至少给他吸引了百万人的关注 毕竟 在大部分人的意识里 遇见飞行 那是只有传说中的先人才能做到的 有人及时录评了江晨遇见飞行的场面 上传到了网上 原本干西省分赛区的直播间 只有本省的人关注 随着江晨遇见飞行这段视频的爆火 立马就将许多外省的网民也吸引了过来 直播间人数顿时就破了两百万 我靠 之前看视频的时候 还以为是特效 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 众所周知 直播是没有特效的 所以这肯定是真的 难道只有我非常疑惑 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同问 难道是觉醒了精神力方面的异能吗 我也是一名建修 我曾听闻 见到宗师可利用建议遇见 我倒觉得 他或许是领悟了建议 楼上的你也说了是见到宗师 他才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是见到宗师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此时 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鼠山之上 屹立着一座学院 学院正中央 是一只直指天际的巨剑 上面还刻着几个大字 鼠山建新学院 这是华国最大的建修学院 只招收建修 并且 还得是资质很高的建修 院长办公室里 一个建眉心目的老者 正在一台电脑前操作着什么 音响里还不停发出 对够 对肩 王炸 快点吧 我等的花都快谢了 不要走 决战到天亮 就升一张牌了 哼 这把我一定赢 老者大笑一声 鼠标一动 就要放出最后四个三的炸弹 但就在这时 碰 办公室大门猛地被踢开 巨大的声响 吓了老者一跳 他手一抖 原本是四个三 他却打出了三个三 三个五 对方立马就打出三个五 将他压得死死的 老者看着牌面上 只剩下一个三 顿时就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就剩一个三了 还失去了先手 这你马还怎么玩 必说得举好吧 我的一千万还了痘啊 谁 谁他妈这时候打扰老子 老者怒从心中来 敲桌子抱起 这时候一个中年人也走了过来 见老者暴怒的样子 他顿感大事不妙 他上一任的教导主任 好像就是打扰到院长打牌 直接被院长一脚踹飞了出去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正因如此 他才有机会接任教导主任的位置 可自己拆上任一天啊 难道就要继前任的后尘了吗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见没心目的老者 面沉似水 盯着那个闯入进来的中年人 后者顿时就感觉自己 像是被一头凶兽盯上了 他知道 自己要是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凭院长这暴脾气 自己马上就得去和前教导主任做办 院长 我也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有太重要的事情要禀告 您看看这个 说着 中年男人几步跑到老者身边 然后小心翼翼地 将手中的平板电脑递了过去 此时 屏幕上正播放着新人王大赛 干西省分赛区的直播画面 你不看咱们八叔省的省赛 去关注干西省干嘛 还有你想让我看神 我靠 此时 直播的画面 被幕后人员特意设定为 始终跟随江城了 毕竟 江城遇见飞行这一幕 直接为他们的直播间 引流了百万观众 肯定要好好把握住啊 老者很快就看见了直播画面中 江城带着骆云音遇见飞行的一幕 惊得他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遇见 这小子才多大 竟然能够遇见 老者惊呼道 教导主任见院长这副样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自己应该是逃了一劫 院长 我查过了 此人名为江城 几月前刚满十六岁 时间仓促 并没有查到太多信息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并非易能觉醒者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他是利用剑云在遇见 老者目不转睛 紧紧盯着画面中的江城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即便是领悟了剑云 但要想做到遇见 也需要长时间的 给一把剑喂养剑云 此子可以携带一人遇见飞行 虽然并不平稳 却也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至少需要喂养十年以上 他才多大 难不成从他六岁的时候 就开始以剑衣喂养本命剑了 老者明显有些质疑 教导主任挠挠头 我也觉得太过肥琐思了 可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他是如何做到的 老者沉默了几分钟 才缓缓开口道 不急 他现在还在比赛 省赛一般都得持续七天以上 这段时间 你先去调查一下此子的信息 越详细越好 是院长 我立刻去办 教导主任说着 赶忙退出了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大门的那一刻 他提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剑没心目的老者 则是坐回了椅子上 陷入沉思 虽说只能看到直播 无法切身的感受 但他钻研见到这么多年 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个名为江城的少年 确实拥有剑衣 无论他是否借用了其他方式 达到遇见飞行的效果 但能够在16岁的年纪领悟剑衣 便足以证明 他的剑道天赋 是极为上等的 蜀山剑仙学院剑校至今数百年 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剑修舞者 但目前最为杰出的一位 也是在24岁时才成功领悟剑衣的 比16岁足足晚了8年啊 此子 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剑修 必须想办法把他挖过来 老者做出了决定 这时候 他的目光终于落在了电脑屏幕上 当看见自己已经清零的欢乐痘时 老者的脸色顿时就僵住了 啊 我的欢乐痘啊 一声十分悲怆的惨叫 顿时响彻整个蜀山剑仙学院 江臣并不知道自己遇见飞行 造成了如此之大的震动 甚至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蜀山 都受到了影响 间接性害得一位老者 损失了数千万的欢乐痘 罪过罪过呀 他此时正带着落云阴角踩破伤风之刃 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下方的漩涡俯冲而去 乍一看 有点像是在踏板冲吗 破 随着二人冲入漩涡之中 想象中沉入水里的窒息感并没有出现 江臣只感觉眼前一花 就像是蹲久了或是坐久了 突然站起来然后眼前一花的感觉 伴随着微微的眩晕感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江臣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视觉恢复之后 江臣发现自己真的站在大地上 环顾四周根本就没有半点湖水的影子 冲入湖面漩涡里 再出现 竟然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种感觉很奇异 这就是古武文明留下的遗迹吗 就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 江臣忍不住感叹道 这时候他身边响起骆云英的声音 说的就好像你穿越过一样 还知道穿越的感觉不成 骆云英已经缓过来了 不过他的脸上还有着淡淡的红韵 江臣之前是全心全意在遇见飞行 此时闲下来了 一看见骆云英 他的脑海里就不禁浮现出 两人嘴对嘴的那一幕画面 之前没啥感觉 现在回味一下 好像有种酥酥麻麻像是被垫了一样的感觉 说起来 那还是江臣的初吻呢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失去了 喂 你这么盯着我干嘛 你别多想啊 当时是你主动靠过来的 我不会对你负责的 骆云英被江臣看得顿时脸色就更红了 连忙转移视线 哼 你还说呢 我当时本来就不熟练 你还得要捣乱 还不是你凶我吼我 骆云英反驳道 只是压根没有底气 他现在也反应过来了 知道江臣之前并不是凶他 但性格要强的他 又怎么可能会认错 行了行了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你出去之后 可别到处乱说 不然毁了本小姐的声誉 你要负责的 不说也行 只是这封口费 十万 成交 江臣心中一喜 不费吹灰之力 又赚了十万块 对于那件事情 江臣和骆云英都选择了忘记 本来也就是意外 这时候 他们才有心思关注周边的情况 这里就是古战场一记无疑了 四周一片荒芜 空气中都弥漫着苍凉与死亡气息 就连人的心境都受到了影响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并不会有强烈的感受 若是在这里待久了 就会沾染上这种气息 当然 江臣除外 他的建议 早就将一切影响 他心境的气息给斩碎了 这么久了 怎么也不见其他人进来 江臣有些奇怪 虽然有很多参赛者 遭了周云的暗算 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了 但大部分的参赛者 还是顺利进入了入口 怎么现在一个人 都看不见呢 应该是随机传送 很多古武遗迹都是这样的 从入口进入之后 除非是有身体接触 否则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骆云英说道 然后他便在手环上一顿操作 下一秒 一道全息投影 从手环里映射出来 看样子 应该是古战场遗迹的地图 在地图上 还有五个小红点 其中两个小红点在一起 另外三个 则是分散的 这是古战场遗迹的地图 这些红点就是我们的位置 同一支队伍的人 可以看见队友的位置 只是不知道 哪个是周云 说到周云的名字时 骆云英的语气 明显加重了 聪明如他 当然也能猜到 这么多人的降落散出了问题 所以才看不见 放心吧 肯定能遇到他的 江城的眼神也冷了下来 到时候 得好好教训一下那小子 五个小红点都在 就说明 司徒男他们 也进入了古战场遗迹 不过另外三个小红点 距离他们都有些远 也不知道 哪个是司徒男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如何行动 骆云英问道 江城想了想 说道 信号圈会不定时收缩 现在还没到时间 我们并不知道 他是往哪里收缩 所以现在要做的 是先在附近搜寻物资 和猎杀凶兽 物资是必要的 哪怕是舞者 也需要吃喝拉撒 至于猎杀凶兽 可以给个人加分 之前廖首长就跟他说了 王总督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礼 就是这个隐藏的奖励 所以 个人赛的第一名 他势在必得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骆云英点头 与江城的想法不谋而合 既然意见统一了 两人便随便选了个方向赶路 在路上 江城问道 你对这个古战场遗迹 有多少了解 了解不多 只是之前听说过一些 当时发现这个古战场遗迹的时候 第一批近来探查的先驱部队 心境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全都变得极其暴躁 他们自相残杀 全军覆没 于是之后的探查部队 携带了靖心丸含在嘴里 这才好了许多 之后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将古战场遗迹中那种 能够影响人心境的物质 提取出去了 骆云英将自己所知的信息说了出来 江城不由感慨 探索古武遗迹 这么危险吗 第一批探索的先驱者就全军覆没了 虽说之后有了经验 但肯定也有死伤 那是当然 几乎每个古武遗迹 都是先驱者们用性命探索的 不过 收获和风险是成正比的 我们之所以 武道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 就是从这些古武遗迹中 获得了古武学 灵物装备等宝物 听着骆云英的话 江城想到了清和姐 他本来还不是很担心 毕竟 不管是张萌还是新鸟 都说清和姐不会有事 但现在得知 探索古武遗迹 竟然这么危险 他也不免担心起来了 你在想什么 骆云英见江城皱起了眉头 不禁有些好奇 他跟江城也算挺熟了 他很清楚江城的本事 哪怕是 当时面对数千万的妖皇大军 也没有让他皱眉 没事 江城摇头 没说什么 只是心中越发地担心 走了没多久 一只体型巨大的犀牛凶兽 便挡在了两人的前方 是银角兮 不过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和正常的银角兮 有点不一样 骆云英语气有些奇怪 眼前的这只犀牛凶兽 应该就是银角兮无疑了 但看起来比一般的银角兮 体型更大 而且 他的那一只银色独角上 还闪烁着鸿芒 银角兮只是高级凶兽 我来吧 骆云英说着 便提枪朝着银角兮冲了过去 江城都来不及拦着 算了 就是一只高级凶兽而已 应该值不了几分 就让给骆云英吧 那只怪异的银角兮 一看见骆云英冲向自己 星红的双眸 顿时就亮了起来 猫 他发出一声嘶吼 便朝着骆云英冲了过去 银色独角 对准骆云英顶去 骆云英提枪一次 当 枪间与银角兼对碰 顿时摩擦出一阵火星 骆云英的实力 乃是高级舞者巅峰 再加上所修武学也不差 单杀一只高级凶兽 问题应该不大 然而 下一刻 毫不受影响 继续用那只银角 朝着骆云英顶了过去 换枪术 骆云英并没有慌张 立马甩动手中的灵枪 枪头在甩动中 顿时画出了数道枪影 看起来 就好像多出了几个枪头一样 别说是智商低下的凶兽了 即便对手是人类舞者 估计也很难看清楚 然而 那只银角兮 压根就不打算看清楚 它就是这么蛮横的冲撞而去 任由数道枪影刺在自己的身上 扑扑扑 枪影刺在银角兮的身上 就像是木棍刺在了钢板上一样 别说伤到银角兮了 就是连它的皮都没有破开来 骆云英顿时就惊了 虽说这把枪不是它的原配 只是一品 但加上它的力量 破开一只高级凶兽的防御 应该问题不大 但那头银角兮 根本不给骆云英思考的机会 横冲直撞 来到了它的近前 那只银角闪烁着鸿芒 就好像燃泄了一般 朝着骆云英就刺了过去 此时骆云英根本来不及闪躲 只能将枪横在身前抵挡 啪哒 银角撞击在枪杆上 骆云英手中的灵枪 顿时就断成了两截 银角继续刺向骆云英的身体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骆云英突然就感觉 自己的马尾变 被一股大力拉扯 整个人顿时不受控制地往后退去 银角兮则不折不挠 继续往前冲 就好像不用他那只银角 捅死骆云英 就恃不罢休一样 这时候 江城从骆云英的身后饶了过来 挡在他与银角兮的中间 并一拳轰了过去 这一拳 重重砸在银角兮的 那只银色独角上 连一品灵枪都能击断的银角 在与江城的拳头对碰时 却连他的皮肤都没有破开一丢丢 恰恰相反 挨了江城这一拳 那只银色独角 直接就断开了 拳头势如破竹 打断银角兮的独角之后 威力丝毫不减 又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猫 巨大的力量 直打的银角兮 发出一声惨叫 十几吨重的庞大身躯 竟直接被江城一拳 给击飞了出去 飞出去十几米 才重重落地 但他的脑袋扭转了180度 片刻之后 就生机全无了 一拳 直接终结他的性命 数十个无人机飞在天上 将所有的参赛者 都纳入到了直播之中 分成了很多个板块 而属于江城的这个板块 是最多人关注的 比之前的夺冠热门选手 蒙青山 还多了几十万观众 当看见江城一拳 解决饮脚戏的时候 弹幕中疯狂刷屏起来 我靠 这一拳的力量好大 直接秒杀了 那头饮脚戏 不过是一头高级凶兽而已 随便一个一品原武者 也能轻松秒杀 至于这么惊讶吗 楼上的麻烦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刚刚江城那一拳 可有丝毫原力波动 我靠 你提醒我了 难道他刚刚 那拳是纯蛮力 不可能吧 就算是原武者 蛮力比普通武者 也强不了太多 怎么可能一拳秒杀 引脚戏 应该是施展了 某种拳法武学吧 不过能够一拳秒杀 引脚戏 说明他施展的武学 对力量的增幅 达到了五倍以上 要不然就是武学品阶高 要不就是武学境阶高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说明江城的武道天赋 也不简单啊 我记得资料里江城的等级 是一品原武者吧 能用原力解决的事情 非得靠蛮力 太装逼了 杀死引脚戏后 江城转过身观星问道 你没事吧 啊 江城刚问完 骆云英就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使劲薅起来 刚刚把我头发这么用力 还好意思 问我有没有事 你自己感受一下有事吗 骆云英气呼呼地说道 松手 快松手 你这是恩将仇报 我刚刚都是为了救你 救我你就不能拉我的手臂吗 就非得拉我的马尾变 情况紧接 我哪里想到这么多 你马尾变这么长 距离我更近 下意识就抓了 江城又不好反抗 万一用力反抗 自己八成就得变成地中海了 两人打闹了好一会儿 骆云英这才松开了江城的头发 看着他手里揪着的头发 江城欲哭无泪 年少不知头发贵 老来往秃空流泪 江城可得趁着年轻的时候 保护好自己的头发才行 很奇怪 银角西的实力不该这么强的 骆云英皱着没说道 以他的实力 一般的银角西 他稍微费点劲 就能将其斩杀 但刚刚那头银角西 实力很强 他根本不是对手 嗯 刚刚那头银角西 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 都与一品元兽有的一比了 只不过他没有掌握元力 所以不算元兽 江城点头说道 他和很多凶兽 元兽打过 所以很清楚 不同等级的凶兽和元兽的实力如何 刚刚那头银角西 除了不能使用元力之外 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品元兽的程度 骆云英不是他的对手 情有可原 古武一击中的凶兽和元兽 普遍都比外界强 这一点我知道 可这也强得太离谱了吧 骆云英叹了一口气 这么算的话 在古战场遗迹里 他连高级凶兽都打不过 只能杀一些初级中级凶兽了 江城击杀银角西的全过程都有记录 所以他并不需要提取银角西的某个部位 来做得分的证明 两人便继续往前走 几个小时之后 在江城和骆云英的面前 出现了若干座木屋 看起来很古朴的木屋 大概十几座的样子 周围还被栅栏围着 看样子 就像是一个小型村落 有建筑 说不定里面就有物资 江城说道 以他以前玩吃鸡的经验来看 一般物资都会放在建筑里面 现在肚子已经有点饿了 嗯 分头行动吧 骆云英说道 有这么多木屋 分头行动效率更快一些 行 有事喊一声就行 江城点头同意 这些木屋离得不远 就算有什么事 也能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然后 两人便一左一右分开走 江城走向左边第一间木屋 这间木屋并不大 也就十平米的样子 一眼就能看清楚 里面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床和木桌 但并没有任何的物资 下一个 同样如此 江城连续找了五六个木屋 都是毛都没一根 嘶 奇怪 按理来说应该有啊 不可能这么多木屋 连一个物资都没有 难道被别人截足先登了 就在江城觉得奇怪的时候 突然 他耳朵一动 不远处传来打斗的声音 不好 江城立马反应过来 确实是有人截足先登了 而且 那批人还没有离开 应该是先把左边的木屋搜刮完了 现在在右边 被洛云英给遇到了 想到这里 江城没有丝毫犹豫 身影化作一道闪电 迅速冲了出去 然后 他就看见 一间木屋的门被猛地砸开 洛云英的身影 也从里面飞了出来 落在地上 吐出一口血 运气不错呀 遇到的落单的参赛者 把你击败 应该能得不少分吧 随后 一个年轻男生 从木屋里走了出来 他看向洛云英的眼神 就像看待一个猎物 自己认输吧 还可以少受一点苦 如果让我亲自动手 说不定你会在医院里 躺个十天半个月 男生冷笑道 洛云英压根不理他 只是双眸一凝 然后迅速一个鲤鱼打挺起身 一掌朝着那男生拍了过去 第150章 能不能杀人 江城看向周云 发现他此时也不好受 他的眉心处 裂开了一道小口子 正在往外渗透出一丝鲜血 脸色苍白显然是消耗过大导致的 既能控物又能精神攻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觉醒的异能 应该与念力有关吧 江城说道 念力外放化为实质 便可像之前一样 凝聚为无形之强和无形的攻击 也可以操控物体进行攻击 同时 念力作为精神力的一种 自然也拥有攻击灵魂的能力 没错 周云直接承认了 只可惜 我觉醒的时间太短了 精神力不够强 导致念力威力太弱 否则你不可能这么快就醒过来 周云不甘心地说道 精神力也是可以提升的 通过冥想之法 便可以强化灵魂 他就是这么修炼的 但时间太短 他才觉醒不到半年 修炼更是才几个月而已 别给自己的弱小找理由了 就算你的念力再强 也伤不到我 江城不屑一笑 他倒不是在装逼 他领悟了剑意 剑意本就是一种意境 一般的精神类攻击 对他无效 当然 像爱丽儿那种就不一样了 那是真的恐怖 凭江城现有的建议强度 是免医不了的 周云肯定是跟爱丽儿没法比的 他的精神冲击 能够影响江城三秒 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有什么手段 大可以使出来 不然比赛就真的结束了 江城说道 周云十分不甘地瞪着江城 最后也只能落寞地走下擂台了 他已经没有其他手段了 所有手段都伤不到江城分毫 难道还指望靠五刀赢他 还行 至少没有输不起 江城微微一笑 然后只能指 就如我刚刚所说 你们谁若不服 大可以上来挑战我 要是没人敢 这第一名就是我的了 江城此话一出 却没人敢上台 他们输给了周云 周云输给了江城 那他们挑战江城 还有什么意义呢 结局肯定是输啊 但很快 还是有人上位台了 我来挑战你 这是一个18岁左右的 年轻男性舞者 上台之后 便朝着江城发起攻击 他的攻击 没有丝毫原力波动 说明只是普通舞者 并非原舞者 虎啸拳 好 那名年轻舞者 一拳轰出 竟发出极似虎啸之音 此拳法 应该是靠虎啸之音 震慑对手 使其暂时失去反抗能力 便可以轻易击中对方 可惜 这玩意儿对江城无效 除非你的声音 比他家那两个大嗓门还大 否别就别跟江城玩 对付一个高级舞者 江城连舞学都懒得用 直接一拳轰出 砰 那名年轻舞者 直接就被江城给击飞出去了 我认输 此人倒也果断 知道打不过 直接认输下了擂台 他刚下去 就立马又有人冲上了擂台 我也要挑战你 好 出招吧 砰 依旧是一拳 结束了战斗 接下来 每次江城解决掉一个人 便立马就有下一个人上台 简直是无缝衔接 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所有上台挑战他的 都来自一个学院 五到二中 这些人都是五到二中的学生 五到二中这些人是不是傻呀 明知道打不过 还非得上去挨顿揍 不对劲 我总感觉二中的人没安好心 五到一中的阵营里 学生们议论纷纷 他们当然也发现了 挑战江城的清一色 全是五到二中的学生 可他们是图什么呀 就上去交手一个回合 然后立马下去 难道是打消耗战 车轮战 可这没什么意义呀 你这最强的周云独败了 这时候消耗江城的体力 还有什么用 难道指望一群 普通舞者能够靠车轮战胜过江城 我明白了 他们不是想消耗江城的体力 而是想消耗时间 突然 那位名侦探腾心一 脑中灵光一闪 看出了五到二中的意图 什么意思 别忘了 现在距离比赛结束 就剩下不到十分钟了 之前江城可以立下了FG 他要打服所有参赛者 可如果时间到了 依旧还有人不服呢 腾心一摸着下巴说道 他死话一出 其余人顿时就悟了 我靠 宝腾 没想到你居然真能推力出真相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要不要赶紧提醒江神啊 五到一中的学生们 正准备提醒江城 但他们能想到的 江城又怎么可能想不到 又将一个五到二中的学生击败之后 江城冷笑道 想用这种方法否决我的参赛权吗 裁判 我问一下 这次比赛有什么限制吗 比如能不能杀人之类的 江城朝裁判问道 一听到杀人二字 裁判赶忙摇头 不行 本次比赛严禁下杀手 否则不但终生禁赛 而且还得负法律责任 裁判刚刚说完 首席台上的廖首长就提醒道 杀人不行 但若是不小心下手重一些 打他个半身不随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刀剑无眼吗 发生点小意外 总是难以避免的 廖首长的提醒已经足够明显了 江城嘴角一脸 露出一道残忍的笑容 这就好办了 说话间又一个五到二中的学生上台了 他看着江城那张残忍的笑脸 吓了一跳 但还是强人恐惧 心中鼓励自己 怕什么 只要我喊认输 他再动手就算违规 我只要及时认输就行 心里这么想着 他便鼓起勇气看向了江城 刚要说话 就看见江城身影突然消失不见 嗯 人呢 那名年轻舞者脸色一变 突然他感觉身后一股凉风 立马转身 然后他就看见了一双冷漠的眼眸 他也只来得及看见那双眼眸 因为下一刻 他就被一股巨大的鼻梁击中 砰 江城一拳重重砸在那五到二中学生的脸上 顿时鼻血飙射 他整个人更是倒飞了出去 江城却根本不给他落地的机会 身影再次一闪 又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那五到二中学生一看见江城 脸色骤然一变 连忙张嘴大喊 我认 第151章将魔鬼上线 书字还没说出口 江城便一张大手笨住了他的脸 并重重压了下去 砰 那五到二中学生本来还飞在半空中的身体 硬生生被江城给压得提前落地 并且还是脑袋先落地 竟直接将擂台地面上砸出了一个洞 脑袋陷在洞里 但这并未结束 起来 江城抓住对方的脑袋 又将其提了起来 然后甩到半空 一跃而起 一条鞭腿重重砸在他的脊椎处 咔嚓 一声极其清脆的鼓裂声响 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那家伙的脊椎骨绝壁断了 砰 挨了江城这一腿 那个五到二中的学生再次急速下落 向擂台砸出一个人形大洞 静 这一刻 整个演舞场都静得可怕 江城突然展现出的狠绝手段 直接将在场那些学生们都给吓蒙了 他们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 并多是偶尔去野外实践过几次 但啥时候见过这么残忍的一幕 脊椎都断了 人活肯定是活着的 但基本上废掉了 医治及时的话 或许以后还能练舞 但修炼速度绝对会大幅度减弱 这小子年纪不大 却是挺狠 不错 被安排到上座的骆大校评价宝 当你欣赏一个人的时候 他做什么 你都觉得他非常不错 骆大校就非常欣赏江城 特别是听说江城为华国边境 解决了一场战争 骆大校 这跟他在安城做过的事情比起来 真不算狠 你是不知道 这家伙在安城的时候 杀那些兽人 就跟窃黄瓜一样 死在他手里的兽人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全都是被切成两半的那种 死 这么说着 张蒙都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他发现 江城这小子年纪不大 但杀法果断 论狠 比起他这个执行过 无数次任务的镇摩斯小队长 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江做的对 若是对这些兽人有同情心 那就是在害我们华国边境的军人 安城那些兽人死的越多 对华国的危害就越小 骆大校说道 越来越欣赏江城这小子了 十秒已过 胜负已分 医疗队快过来 裁判赶忙招呼医疗队 很快便有一群白大褂跑了过来 将人形大洞里的那位五到二中学生捞了出来 啊 清点 我的腰 啊 我的背 呜呜呜 好痛啊 背抬上担架之后 那个可怜的五到二中学生还在不停的惨叫 现在稍微动一下 他就十分痛苦 不只是脊椎 全身至少有七八成的骨头都断了 当担架路过江城的时候 那五到二中的学生看了江城一眼 江城同样看着他 一与江城对视 那五到二中的学生立马被吓得惨叫起来 啊 你是魔鬼 你是魔鬼 别打我 祖求你别打我了 我认输 我认输啊 情绪十分激动 显然是被江城给揍出心理阴影了 医疗小组的人连忙把他抬走 台下那些参赛选手们 见此一幕更是勃耿一凉 心中十分庆幸 刚刚上台的不是自己 我突然发现 江神其实对我们已经很好了 是啊 他上次虽然把我的门牙打掉了 但跟那个二中的可怜鬼比起来 掉两颗牙算啥 其实江神也是为我们好 他是在激励我们变强 如果他真的想教训我们 我们哪会这么好过 五到一中阵营里 那些跟江城一批进入天才训练营的新生们 看见那位五到二中学生的下场之后 顿时就觉得江城对他们太好了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还有五分钟比赛就结束了 那么还有谁不服的吗 有一个算一个 五分钟内我若是解决不了 算我输 江城看着台下那些参赛者 面露十分友好的微笑 只是这道笑容 在那些参赛者们的眼中 一点都不友好 这就是魔鬼的微笑 江城就是一个魔鬼 江城话音落下之后 没人敢说话 更没人敢上台 江城健壮 目光直指五到二中的阵营 你们五到二中之前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现在都这么怂 没一个有种的吗 我就站在这里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谁敢上来与我一战 都是废物吗 五到二中是废品回收战不成 江城直接对五到二中开启了喷子模式 什么难听说什么 几乎就已经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 虽然之前江城不在 但听同学们的转述他也能猜得到 五到二中的人肯定一直在辱骂挑衅五到一中 江城可不是什么以得抱怨的人 人家敢辱骂他的学院就别怪他开喷了 首席台上 二中的罗校长此时一张脸都黑了 反观他身边的曾校长 抿着嘴 强忍着笑 脸都憋红了 扑痴 嗨嗨 老罗 江城这小子有些过分了 扑痴 哈哈 我回去一定 哈哈 一定好好教训一下他 曾校长终究还是没忍住 笑喷了出来 本就气得脸黑的罗校长 脸色竟然由黑转子 血压飙升 逗了大半辈子 看见老曾这么高兴 比杀了他还难受啊 五到二中的学生们自然也是非常生气 可要让他们上台 却没人敢 上台就等于废了 谁知道 这像魔鬼的手段还有多狠 五分钟过得很快 但在五到二中众人的心中 就像是过去了五个世纪 太难熬了 好在 比赛终于结束了 表首长站了起来 宣布道 本次新任王大赛 京元市分区出赛正式结束 以下为前五名的选手 第一名 五到一中学员江晨 第二名 五到二中学员周云 第三名 五到一中学员司徒南 第四名 五到一中学员骆云英 第五名 五到二中学员李焕英 前五名 三个来自五到一中 两个来自五到二中 至于其他五到学院 或是家族势力的年轻舞者 根本没得比 毕竟 全是最优秀的年轻舞者 基本都被这两个学院 给包园了 第152章 向血丸 请五位少年才俊上台领奖 药首长继续说道 江晨眼睛顿时一亮 还有奖拿 我喜欢 于是他立马身影一闪 便冲到了首席台上 另外四个 也慢慢走了上来 周云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看着江晨的眼神 充满了不甘心 江晨没理他 给司徒南和骆云英 打了个招呼 司徒南笑着回应了江晨 骆云英确实哼了一声 撅起嘴巴 把头转到一边 江晨一阵纳闷 自己这是哪里得罪他了 最后一名的李焕英 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男生 也就18岁左右的样子 廖首长亲自为五人颁奖 江晨作为第一名 当然是第一个 廖首长将一个精美的礼盒 递给了江晨 江晨急忙就要 打开来看看 廖首长赶忙拦住了他 并一脸神秘地笑道 别急 回去再看 有惊喜哟 江晨眨了眨眼 没想到廖首长 这么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 居然还懂得完惊喜 看来桃花少不了 既然廖首长都让他回去再看 江晨也就不急了 接下来 廖首长又给另外四人颁发了礼盒 都看不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其他四人 当然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拆开来看 颁奖完毕之后 廖首长便继续发言 你们五位 都是我清源氏最杰出的年轻舞者 是未来的骨干 栋梁 这次给你们颁奖 也是想激励你们 望诸位在省赛中能好好表现 为我们清源氏争光争彩 最好是一路闯进决赛 夺得好成绩 廖首长激情澎湃地说道 江晨五人自然也都是激情澎湃地回应 表示自己一定会努力加油 取得佳绩 好 多的我也不说了 这次你们也辛苦了 好好回去休息吧 调整好状态 赛日之后 前往洪都府参加省赛 天才训练营 江晨在同学 学长学姐们的粗拥下回来了 现在的江晨在天才训练营的地位 已经超然了 堪称功臣的存在 若不是江晨 五道一中就得彻底被二中压了一头 甚至连清源氏第一武道学院的名头 都得被剥夺了 这可不是丢脸那么简单 一旦失去了第一武道学院的荣誉 五道一中 以后每年能够分道的资源就会变少 五道学院只属教育部管理 学院内的一切资源和武学权限 也是教育部来定的 五道一中 常年是清源氏第一武道学院 所以每年从教育部得到的资源是最多的 如果失去这个荣誉 资源自然会减少 这样有损的是学员们的利益 被强行庆祝一波之后 江晨找了个理由 这才终于回了自己的大别墅 此时已经是半夜了 别墅里此刻非常热闹 原本就只有江晨和陈诚诚两个人住 如今又多了一个医学博士白云熙 和神秘的美人鱼艾莉 艾莉依旧躺在水晶棺里沉睡着 他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白博士的房间我已经安排好了 但这个水晶棺 白博士说只能放在你的房间 陈诚诚和白云熙都在沙发上等着江晨 见江晨回来了 陈诚诚当即问道 江晨看向那个硕大的水晶棺 以及里面正在沉睡着的艾莉 她也有些头疼 艾莉太神秘了 她也没把握可以驾驭 但目前看来 也只有她得到过艾莉的信任 嗯就这么办吧 时间不早了 先休息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江晨说着 便将水晶棺抬到了自己房间 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 躺了下去 还是家里舒服啊 江晨感慨道 在安城那些天 吃睡都不好 后面更是一路杀到底 杀完之后又是大逃亡 又是赶路回来 回来也没休息一下 便参加比赛 根本没停 不过看着手中廖首长 给她的精品礼盒 江晨顿时睡意全无 不知道是什么惊喜 能让廖首长这么神秘兮兮的 她迫不及待打开礼盒 礼盒里面是 领一个礼盒 继续打开 又是礼盒 再开 礼盒 再开 礼盒 我靠 这是跟我玩套娃呢 江晨嘴角抽搐 惊喜就惊喜 玩套娃就没意思了 看我大力丝包装 江晨不耐烦了 直接大力一丝 整个礼盒 直接被她扯成两半 里面一个小资瓶掉了出来 小资瓶上面还挂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此乃像写完 乃是我特地从仙罗国 购买了数百种相受精血 凝炼而成 十分珍贵 希望能够对你的龙像宝典有所帮助 廖中平 这句话 既是在告诉江晨慈平是什么东西 也是在邀功 告诉江晨 这东西是他自己花钱搞来的 你可得记住我这个恩情啊 当然 到底是他花自己的钱 还是公家的钱 也就只有他知道了 江晨不在乎这些 廖首长确实是为自己费心费力了 这个人情 他记下了 数百种相受的精血 就凝炼出一枚像血丸 营养价值得有多高啊 江晨迫不及待将药丸取出 然后一口扔进了嘴里 像血丸一入口 便化作一滩血水涌入江晨的胃里 下一刻 江晨便听到了一声极其嘹亮的相笑之音 似乎是受到了像血丸的共鸣 江晨体内那十几颗 已经开辟出右向之力的细胞 也颤动了起来 嗯 虽然都是一些低微像族的精血 但也勉勉强强可以 脑海中 响起了神像的声音 能够得到他的认可 说明一项血丸是有用的 果然 下一秒 提示音就响了起来 神像振欲进 受到百相之血的共鸣 进入顿悟状态 修炼速度大涨 进度症50% 进度症40% 进度症30% 神像振欲进 境界突破 当前武学境界为精通 20% 进度症20% 进度症10% 神像振欲进 结束顿悟 停止修炼 当前武学境界为精通 50% 神像振欲进 预计30小时内 消化所有能量 嗡 随着神像振欲进的 境界突破 江辰细胞内 那13只右相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成长起来 第153章 掉进狼窝了 天亮了 江辰睁眼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不知不觉睡着了 看来是真累了 江辰揉了揉脑袋 这时候 他才想起 昨晚神像振欲进 境界突破的事情 于是 连忙查看起来 此时 右相已经成长 为了小相 力量是原来的两倍了 右相之力 为12500斤 小相之力 便是25000斤 除此之外 又有一粒细胞 开辟了相之力 不出意外的话 等到像血丸中的能量 全部耗尽 应该可以再开辟出 两或三个小相之力 开辟小相之力 需要的受血 可比开辟 右相之力的条件 更严格了 小家伙主人 连老相那家伙 都突破了 啥时候 给我也搞一份龙血来啊 江城脑海中 想起了神龙前辈的声音 他有些不开心了 神龙前辈 龙血可是难搞多了 毕竟我们都没见过龙 江城苦笑道 哎 神龙前辈叹了口气 也没再说什么 作为一个前辈 他总不能为难一个小屁孩吧 又变强了 江城开心地起床 只是一看见那个水晶棺 就头疼 房间里摆个棺材 怎么看怎么别扭 有了 把它改造成鱼缸吧 江城脑中灵光一闪 水晶棺是透明的 棺盖拿掉 其实跟鱼缸差不多 只要往里面加水 再加一点装饰物 有缸有水还有鱼 嗯 鲑鱼也是鱼吗 想到就干 江城立马跑出去 购买了一些水中植被 和假山等装饰物 全部放进了水晶棺里 然后他就准备装水 但很快 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艾莉儿身上 只穿了一件江城之前的外套 但这外套是不防水的呀 于是江城立马跑下楼去 正巧白芸汐和陈澄澄 在一起吃早餐 澄澄姐 芸汐姐 你俩有泳衣吗 只需要上半身的就行 有啊 两女同时点头 赶紧给我 江城急忙说道 白芸汐的脸蹭一下就红了 陈澄澄则是一脸坏笑的 看着江城 小陈澄 你这个年纪的小男生 对异性有好奇心是正常的 但可不能形成一桩皮 啥 江城一愣 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纵然是以她的脸皮 都不禁红了 澄澄姐 这是误会自己了 于是她立马解释道 不是我穿 是给艾丽儿穿 就是那条美人鱼 她这话一出 白芸汐的脸更红了 陈澄澄脸上坏坏的笑容 也很放肆了 哦 我懂了 小陈澄你挺会玩啊 江城顿时无语了 这两个女人 脑子里尽想些有颜色的 我只是个单纯的小男孩啊 不跟你们说了 你们自己去看吧 江城只好把他们带到了房间里 当看见被江城改造成 鱼缸的水晶棺时 两女这才明白过来了 我只是想着 总不能一直让人家不穿衣服 有伤风化 但一般的衣服在水里穿着不舒服 只有泳衣很适合她了 且你早说嘛 害我还以为你思春了呢 陈澄澄居然表情还有些失望 江城已经不想说话了 她真的说不过 这位已经是成人的澄澄姐 陈澄澄和白芸汐 都把自己的泳衣拿了出来 白芸汐的泳衣只有两件 款式也一般 将身上所有部位都遮盖住了 至于陈澄澄 直接拿来的一堆泳衣 少说也有十几件 而且款式单衣 轻衣色全是比基尼 只是颜色不一样 最终经过挑选 还是给艾莉儿 穿上了澄澄姐的比基尼泳衣 原因很简单 只有澄澄姐的size 可以容得下艾莉儿的身材 她俩都很大 如果让艾莉儿穿上白芸汐的泳衣 估计得撑爆开 万事俱备 只欠一桶水 江城打来水 一股脑倒进了改造成鱼缸的水晶棺之中 当水漫过艾莉儿的身躯时 突然 一直沉睡的艾莉儿 睁开了眼睛 水 好熟悉的感觉 与此同时 三人的耳中同时响起一道 十分优美的少女声音 我靠 原来艾莉儿一直沉睡 是因为缺水 江城一拍脑门 她一直想不通 艾莉儿为什么会一直沉睡 还以为她是累了 或是受了伤 但现在想起来 美人鱼肯定居住在水里 鱼离开了水 会死的 艾莉儿幸好还有一半人的特征 所以才只是沉睡 我记得你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 艾莉儿看向江城问道 江城被对方那湛蓝色的眼眸盯着 心神悸动 她立马一开了目光 多看几眼 她都怕自己沦陷 艾莉儿的眼睛 似乎自带诱人功效一样 我也想送你回家 可我得先找到你家在哪 不过我已经有了头绪 应该快了 江城说道 好 我信你 艾莉儿点点头 这是她第二次说信江城 就连江城都不知道 她为什么这么信自己 就因为自己替她挡过炮弹 在送你回家之前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江城试探性地问道 什么忙 我这位朋友 最近正在研究 不同种族基因之间的相容课题 需要你的帮助 江城说道 白云西文言 也立马一脸稀奇地看向艾莉儿 如果艾莉儿愿意配合她的话 她的研究成功率将会大大提高 可我不懂什么基因 艾莉儿说道 白云西连忙说道 不需要你懂 只是有时候 我可能需要从你身上提取一些东西 比如血液之类的 但对你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艾莉儿听了白云西的话 又看向了江城 江城点了点头 好 我没意见 艾莉儿也点了点头 白云西顿时就激动起来了 耶斯 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江城弟弟 UA 三 白云西太开心了 对着江城的脸就亲了一口 亲完之后就反应过来了 翘脸顿时红得像苹果 娇羞地跑出了房间 陈澄澄则是瞪大眼睛 一下看跑出去的白云西 一下看江城一眼 眼神在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难道有什么瓜我没知道吗 不行 不能让那个姓白的老牛吃嫩草 作为你姐最好且是唯一的闺蜜 我得替她保护好你 陈澄澄顿时严肃地说道 江城已经无语了 他感觉自己这是掉进狼窝了 第154章叫江书 三天之后将参加新人王大赛的省赛 司徒南和骆云英两人可是卯足了劲的修炼 就好像这三天时间能让他们有多大提升似的 江城觉得与其临时抱佛脚 还不如好好地享受生活 喝喝茶 吊吊鱼 看看剧 要不就是和芸汐姐 澄澄姐探讨一下人生 要不就是听艾莉儿唱歌 江城发现 艾莉儿的歌声可以让她将心中的杂念病气 使精神格外的集中 就类似于静心茶的功效 能让江城的那几门武学都有小小的提升 虽然达不到顿悟时那么变态的提升速度 但也很不错了 但悠闲没多久 江城就接到了江小白的电话 刚一接听 对面就传来了江云凡宗师的笑声 哈哈 江城兄弟 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可以啊 新人王诸赛第一名 老哥就知道你肯定行 不废话了 赶紧来我家一趟 老哥给你好好庆祝一下 对江宗师 江城还是挺尊重的 自己的拔剑术能够如此快速地突破 江宗师绝对是最大功臣 好 我收拾一下就去 你在郊外的天才训练营是吧 我让小白开车去接你 江宗师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也是个急性子 估计江小白已经被他催着出发了 江城没等多久 江小白开着他的豪车就来了 哇 好帅的车肯定老之前了 还是个富婆呢 撕 长得挺好看 这个车牌你们不认识吗 是江家的 江家 那个江家 宗师是家 除了江宗师的江家 还有哪个 江小白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 居然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天才训练营 直接开到了江城的别墅外面等他 路过的学员们纷纷停下来看热闹 他居然停在别墅区外面了 难道是哪位学长被保养了 不会是江神吧 应该不会吧 听说江神现在跟两个美女同居 他还有精力 我靠 江神出来了 江神上车了 真的是江神 一双双充满羡慕 极度恨的火热目光 盯着江神上车的背影 人比人 气死人啊 他们一个个单身狗 结果人家江神 不但家里藏着两个美女 在外面还被宗师世家的富婆包养 难道这就是男神的魅力吗 江城哥哥 外面这些都是你同学吧 怎么看你的眼神都这么可怕呀 你在这里总是受欺负吗 江小白疑惑地问道 江城露出悲怆的表情 是啊 他们嫌我长得帅 抢了他们的风光 所以就总是欺负我 江小白闻言 顿时就生气了 哼 真是太过分了 难道长得帅也是一种罪吗 回去我就跟爷爷告状 让他替你做主 江城重重点头 没错 回去就跟我大哥告状 江小白 斜杠斜杠斜杠敏 零 一路直达江家庄园 依旧还是那么的气派 江城现在也很有钱了 算上人和生物制药集团 答应的五亿 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 一万富翁了 但所有钱加起来 估计才勉强够 这个庄园的零头 宗师世家 还是很有钱的 江城和江小白 到了会客大厅 此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江家的人 主座自然就是江云凡老爷子了 两排则都是江家的一些高层人物 在江云凡的旁边 还有一个空着的座位 江家高层们都在悄悄讨论 老爷子这是宴请了什么级别的大人物 竟然安排在他的旁边 难道是另外两位宗师之一 直到江城走进会客大厅 一看见江城 江宗师立马就站了起来 老爷子都站起来了 下边那些江家高层 没一个敢坐着的 齐齐站了起来 但当他们看见门口之人 竟然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屁孩时 脸色都变了 这少年是什么人 居然能让老爷子这么隆重地迎接 我见过他 他之前来过 好像是救过小白 哦 那怪不得 老爷子最是偏爱小白了 对小白的救命恩人客气一些 也是正常的 不过这么重大的场合 连小白都不能参加 他过来干嘛 众人议论起来 江云凡则是哈哈大笑 哈哈 江老弟 你可来了 就等你了 赶快过来吧 朱所长 江云凡指着自己身边的座位说道 这一下 那些江家高层们 顿时就绷不住了 这个位置真是给他准备的 这个少年到底背景多大啊 竟然能让老爷子这么重视 难道是从洪都府来的大祖子弟 江臣也不客气 在一众江家高层的眼前 十分淡定地走到了江宗师身边坐下 江老哥 都是兄弟 没必要这么正视 随便吃顿家常饭就是了 江臣这一句江老哥可不得了 下边那些江家高层的脸色蹭的一下就沉了下去 他们都是江宗师的子侄辈 老爷子的兄弟 那不就是他们的叔叔吗 叫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叔叔 这让他们怎么开得了口 这些人里也只有江小白的父亲一脸苦笑 只有他亲身经历过上次江臣和老爷子差点结拜的事情 要的要的说好为你庆祝 当然得正视一些 不然岂不是显得老哥我小气 正好也借此机会让他们都认识一下你 省得以后这些家伙不长眼 得罪了老弟你 江云凡说道 估计后面那句才是真正的原因 陈家的事情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陈三金断了一臂 陈家损失几十个亿元气大伤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陈家的陈坤与江臣结怨 江云凡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特地借此机会 让江家人认识一下江臣 坚决不能得罪他 都听清楚了 江老弟是我最好的兄弟 以后你们见到他 要像对我一样尊重 他是我的兄弟 就是你们的叔叔 江宗师对下边那些江家人说道 语气十分严肃 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江宗师在江家还是极具威严的 那些江家人哪怕再不愿意 也只能咬着牙对江臣喊了一声江叔 第155章 遇见之术 家人们谁懂啊 吃一顿饭的功夫就多了十几个侄子侄女 被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喊叔叔 总感觉有点爽啊 信号信号 江臣和江宗师边吃边聊 有滋有味 当谈到建议的时候 江宗师突然目光中 极具深意地看着江臣 前段时间 你们五道一中的曾校长问过我 领悟建议意味着什么 我原本还在想 他不是建修 问什么有什么用 但见到你之后 我突然明白了 江老弟 你是不是已经领悟出 属于你自己的建议了 江宗师问道 在江臣踏入会客大厅那一刻 他就从江臣身上 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这是唯有领悟了建议 才能拥有的感觉 江宗师并没有放低音量 所以在场所有人 都能听到他的话 那些江家人 顿时齐齐抬头望向了江臣 脸上充满了震惊 建议呀 一般人或许不了解 但他们作为江家人 主修的便是建 老爷子更是早就跟他们提过 领悟建议便是成为 建道宗师的先行条件之一 并且还是最困难的一个条件 江家这么多人习建 但除了老爷子之外 无一人能够触摸到建议的影子 更别说是领悟建议了 难道面前这个不满18岁的少年 比他们这些钻研 建道数十年的老油条还强 没错 江老哥说起来也是运气 前段时间遭遇了一场危机 在绝境中顿悟了 江臣没有隐瞒 甚至用很平常的语气说道 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般 江宗师原本只是猜测 见江臣承认了 也是顿时眼前一亮 急匆匆地问道 什么建议 生死建议 好啊 生死建议 一件定生死 此乃上等 若有所成 天下万灵之声 此在你剑下 凭你一念定之 江宗师语气十分激动 对江臣也是更加欣赏了 年纪轻轻便能领悟 属于自己的建议 而且还是如此强大的建议 这就是天生的建修啊 在江宗师的眼中 如今的江臣 已经是与他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了 领悟了建议 那便是准建议宗师 成为真正的建议宗师 只是时间问题 走 我们出去练练 江宗师急忙站起来 抓起江臣的手 就往外走 江老哥别急啊 我还没吃完呢 待会儿回来 有的是时间吃 走走走 我已经等不及了 看着江宗师 这饥渴难耐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急着洞房呢 江臣嘴里还叼着一个鸡腿 就被江宗师给拉到会客大厅外边了 他甚至都等不及去言无常 在会客大厅外面就要解决 那些江家人也立马跟了出来 都想看一看 能让自家老爷子无比激动的建议 到底是什么样子 来 对我释放你的建议 丝毫不要留守 好吧 江臣一口把鸡腿肉啃完 手里就剩个骨头架子 但他并没有扔掉 而是对江宗师一字 吃 瞬间一道剑气自鸡腿骨头射出 目标正是江宗师 江宗师眼冒金光 他同样没出剑 只是一指点出 便有一道剑光闪过 直接将江臣刺出的那道剑气给斩碎了 咔嚓 江臣手里的鸡腿骨头也直接断开了 一个普通的鸡骨头 又怎么承受的助剑翼 不错 能够不用剑便释放剑翼 说明你对剑翼的掌控程度很高 但如果能够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 别说是一个鸡骨头 即便是一株草 也能轻易容纳剑翼 而不损坏 江宗师点评道 可以说是十分的满意 而那些江家人更是直接看呆了 竟然真的是剑翼 除了老爷子曾在他们面前施展过剑翼之外 他们就只见过江臣一人释放剑翼 这也太酷了吧 本来他们还对老爷子 让他们称呼江臣为叔叔这件事 心里不舒服 但此时此刻 他们都心服口服了 江老弟 你既然已经领悟了剑翼 我有一门御剑之术教你 你想不想学 江宗师突然说道 江臣文言眼前一亮 御剑 是那种一念之下 便可飞剑杀人 和御剑飞行的那种御剑吗 江宗师笑着点点头 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如果你想象传说中那种 御剑飞行千万里 难度是很大的 就算是老哥 我也做不到 当然短暂的浮空还是可以的 那也挺不错 我学 江臣连忙说道 既多不压身 而且御剑想想都很帅 距离梦想中的剑仙 又进了一步 不急 在此之前 老哥有个请求 嗨嗨 当然 老哥不是跟你谈条件哈 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不影响咱哥俩的关系 江宗师突然有些害羞了 怎么看 都有种做交易的感觉 没事 老哥你说 江臣倒是无所谓 江宗师能提条件更好 这样就不用多欠人情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想请你给我家里 那些小兔崽子们上上课 你们年龄差的不多 想必能更好相处 老哥你是想让我压一压 他们的傲气吧 江臣一下就看出了 江宗师的想法 真要请老师来上课 他堂堂一个宗师 哪里会请不到 说什么年龄差不多 不就是想让自己打压一下 江家的那些晚辈吧 让他们知道 人外有人 年轻人狂妄可以 但你得有狂妄的资本 实力不够还狂妄 那就是做死 确实有必要打压一下 他们的气焰 可以 我最喜欢跟年轻人相处了 放心 我有经验 江臣咧嘴一笑 江家的这些年轻人 应该会比天才训练营的 那些同学们好玩吧 那就太感谢了 哈哈 为这是我正愁着呢 本来想找你们 学院那个司徒男的 结果那小子总是说 自己很忙 不给老哥我面子 不过你肯定比 那个司徒男更适合 江宗师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解决了 一个烦心事 不过这件事不急 我先教你 预见之术吧 听起来很玄乎是吧 其实很简单 他的原理就是 第156章 时间管理大师 预见术的原理很简单 与建议有关 那便是长时间 以建议喂养零件 使其与建议之间产生关联 届时便能以建议操控零件 通过建议操控零件 将会比念力控物的精度更高 念力控物 对精神力的要求很高 而通过建议预见 便相当于 在操控自己的手指 一样简单 不过 这也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时间成本太高了 以及不可替代性 要想初步通过建议预见 至少需要喂养一年以上 而要想做到 如必食指的程度 便需要更长的时间 江宗师便是喂养了十年之久 并且你只能操控 被你喂养过建议的剑 所以当你决定 学习预见之术那一刻 就要选好将伴随你一生的配件 我先给你演示一下 预见之术 江宗师说罢 便抬手指天 大喝一声 见来 这气势满分一百分 江宗给他打八十七分 剩下的十三分呢 被他装完了 嗡 下一刻 一道银色寒光 从远处直冲天际 然后朝着他们这边飞来 并在眨眼之间 就出现在了江宗师的面前 飞在半空中 剑身不断颤动 去 江宗师一挥手 那柄宝剑便嗖的一声 射向江宗 那柄剑 在江宗的瞳孔中 越来越大 江宗立马取出了破伤风之刃 并迅速拔出 生死一剑 生死剑一加持之下 江宗一剑刺出 锋芒毕露 正好与江宗师的那把剑相捧 当 一道刺耳的金属撞击声乍响 江宗只感觉 一股无法抵抗的力量袭来 直接被震退了好几步 手臂都被震得发麻 好强 江宗甩了甩手臂 不由感叹 不愧是宗师果然厉害 而且对方肯定没用权力 他们之间的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手 江宗师又是一招手 那把剑便回到了他的手中 江老弟 我这御剑之术如何 很帅也很强 那我便先教你如何 你建议喂养零剑 但前提是你 需要确定一把 未来会一直跟随你的本命之剑 江宗师说道 他手中这把剑 便是跟随了他二十几年的 期间他也获得过很多宝剑 但唯有这把剑 他从未舍弃 我已经选好了 就这把 江宗看着手中的绣剑 说道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有这一把剑 他也不需要其他的选择 破伤风之刃 神秘且强大 品阶未知 但绝对不低 绝对够用了 好 接下来你学我做 江宗师说着 便开始释放剑意 并融入他的本命之剑中 剑意无形 但作为剑修 是可以感受到的 江臣此时虽然看不见 却能隐约感觉到 一股能量 正从江宗师的身上 流入那把剑中 在剑里流转一圈之后 又重回他的身体内 这便是以剑意构建桥梁吗 如此往复 前于时刻都可以这么做 一年之后 便可以初步遇剑了 喂养时间越久 你与本命之剑的关联度 就越高 操控起来 就越加得心应手 江臣看懂了 便立马一葫芦画瓢 学着江宗师刚刚的操作 释放剑意 涌入破伤风之刃 瓮 江臣只是刚刚将剑意 触碰到破伤风之刃 后者便快速颤抖起来 这倒是有些 出乎江臣的意料 他又试着进一步操作 将剑意融入剑内 构建桥梁 赠 顿时 破伤风之刃 响起阵阵剑阴 似乎十分激动的样子 与此同时 江臣突然有种特殊的感觉 他好像能够感受到 破伤风之刃的存在了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好像 他们本就是一体的 江臣试探性地松开手 然后 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没有任何支撑的破伤风之刃 竟然悬浮在半空中 没有下坠 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紧紧握住了他一般 怎么可能 你明明才刚开始 以建议喂养他 为什么这么快 就能够见联系了 江宗师更是 不敢置信地惊呼起来 他刚开始学习 预见之术的时候 可是半点感觉都没有的 第一次能够微弱感受到 本命之剑的存在 还是在喂养了他 足足三个月之后 可江臣呢 才第一次尝试 竟然就成功了 这如何能让他接受 上 江臣轻唤一声 破伤风之刃 果然很听话地 往上升了一点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江臣再次喊道 破伤风之刃非常听话 让他往左就往左 让他往右就往右 甚至都没有半点延迟 还能在半空中旋转720度呢 就差原地跳一支舞了 探着江臣如此熟练地 操控着破伤风之刃 江宗师沉默了 他有些自闭了 哪怕是江臣未满18岁 就领悟建议 也只是让他无比欣赏 却也没有打击到他 但此刻他真的快自闭了 老子辛辛苦苦 喂养了本命之剑十几年 才能控制到这种程度 你才第一次 就能比得过我十几年的努力 咋就这么气人呢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的生死建议 融合了之前的残破建议 而残破建议 本身就是来自破伤风之刃的 所以 我的生死建议有 残破建议的气息 破伤风之刃能够感受到 江臣心中想到原因 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毕竟 他领悟生死建议 也才没多长时间 而之前的残破建议 在破伤风之刃中 可是存在了好多好多年的 江臣还是很开心的 这样一来 相当于节省了他十几年的时间 我可真是个时间管理大事啊 江老哥 这次多亏你了 不然我还不知道 可以这么玩呢 放心 你拜托我的事 我绝对给你办好 你家那些小崽子们 绝对给你治得服服帖帖的 江臣哈哈笑道 此时的江宗师都快尾了 说话都变得有气无力了 那就有劳劳弟了 我有点累 先去休息了 那个谁 说呀 你带你江叔去阳屋场 找那些小崽子们 一切都听你江叔的 说吧 江宗师勾搂着身影 往他的房间走去了 这一刻 他仿佛老了十几岁 第157章 江某人专制不服 江宗师口中的朔阳 便是江小白的父亲 他的第三子 江朔阳 江叔 江朔阳语气十分别扭地说道 虽说见识了江臣的本事之后 他对江臣确实非常的佩服 但真要称呼一个 跟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为叔叔 还是挺难过心里内观的 杨叔 都是开玩笑的 您就别当真了 就是江臣自己也绝对有些别扭 但江朔阳听到江臣叫自己杨叔 顿时就慌了 江叔 您可别这么叫我 要是让我爹听到 可得揍我 江臣跟老爷子称兄道弟 又称呼他为杨叔 那他跟老爷子之间的关系 岂不是很混乱了 江臣健壮 很是无奈 但也没再说什么了 江朔阳带着江臣去了演武场 此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青少年们 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 最大也才不满二十四岁 青一色的 全都手持木剑 有德在劈砍木人 有德则是在两两对战 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小孩也在训练啊 他们应该连武道天赋都还没诞生吗 江臣好奇问道 都是老爷子安排的 老爷子说 剑道意图对心性的要求极其严格 所以必须从小就开始练习 小孩子心性单纯 或许对领悟剑道会有奇效 而且 虽然他们还没有诞生武道天赋 但就当是强身剑体也挺不错 江硕阳解释道 江臣点头 觉得江宗师还是挺有先剑之名的 这么早就开始培养族中晚辈练剑 以后修炼剑道 也能事半功倍 走吧江叔 我先带您去让他们认识认识 嗯 江硕阳便领着江臣进了演武场 都听一下 我有话要说 江硕阳在江家也是有些威严的 毕竟是嫡系 江宗师的亲生儿子 那些青少年们 全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齐齐看向江硕阳 当然 很快他们的目光 便汇聚在了江臣的身上 都在打量着 站在江硕阳身旁 这个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 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名叫江臣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前两天的新人王初赛 江臣就是第一名 家主特地请他过来 对你们做一些教学指导 你们年龄相差不多 应该能相处得挺好 江硕阳特别着重说了 教学指导这四个字 什么人才有资格指导教学 老师啊 如果真给这些江家的年轻一辈 请个家教啥的 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可如果这个家教 跟他们的年纪差不多 甚至比他们之中 某些人的年纪还要小呢 这可就让生性狂傲的江家青少年们 不服了 江硕阳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这些小崽子们表现得越是不服 待会儿受到的挫折就会越大 就越是能锻炼他们的心魄 别问会不会打击得太严重 有损他们的武道之心 如果真的连心里这一关都过不去 也就没资格成为武道强者了 还不如趁早放弃算了 江硕阳目的达成了 他的那一期话 直接点燃了演武场中 那些小崽子们的狂傲之火 三树 您这话可就说得不严谨了 什么叫指导教学啊 他在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 有什么资格给我们教学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语气不屑地说道 然后立马就有人附和起来 是啊 就算他是新人王初赛的冠军 但也仅仅只是清源市赛区的冠军而已 算不得什么 哼 若不是家主严令禁止我们参加新人王大赛 这冠军的位置不可能是他的 没错 什么所谓五到一中 五到二中的精英 在我们面前就是个屁 只不过是家主让我们在领悟建议之前 要保持低调罢了 否则哪里轮得到你们 江臣一句话不说 就这么一脸淡笑地看着江家小崽子们 那愤愤不平 心不服口 更不服的样子 不服是吧 我将某人专之不服 江叔 现在知道老爷子为什么拜托你了吧 老爷子一直认为 建修可以桀骜 可以狂妄 这就是建修的本色 但前提是需要建到有所成 所以他一直让这些崽子们保持低调 直到领悟出建议为止 可这反而起了反效果 不让他们与外人切磋 便让他们错以为自己远比外人更加优秀 江硕阳在江臣耳边轻声说道 特别是那句江书 更是声音小得更为盈一样 他可不能让这些小崽子们 听到他喊一个少年叔叔 不然这脸可就丢尽了 放心吧 我有经验 江臣给出一个你放心的眼神 天才训练营的新生老生够狂傲了吧 现在还不是被他治理得不服帖帖 天天将神将神地叫着 现在对付这些不安失事的小崽子们 还不是手拿把掐 细手拈来 然后江臣便向前一步 目光扫过之前说话的那几位江家后辈 脸上既是一些嘲讽之色 跟你们讲个故事吧 有一只癞蛤蟆居住在一口井里 他每次抬头都只能看见一小块天空 所以他觉得天只有这么大 直到有一天 他看见天上有一群白天鹅飞过 江臣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江家后辈打断了 你连故事都能讲错 你应该是想说井底之蛙吧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蛙 可不是癞蛤蟆 你连这都分不清吗 我看他八成小学都没毕业吧 哈哈笑死我了 江臣并没有生气 只是脸上的嘲讽之色更甚了 不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连井底之蛙都不配 你们就是一群井底的癞蛤蟆 还想吃天鹅肉 顿时 那些江家后辈的大笑声 戛然而止 全都笑容凝固了 下一秒 所有人的眼里都蹭蹭冒火 井底的癞蛤蟆 双重辱卖啊 说我们是癞蛤蟆 那你就连癞蛤蟆都不如 三叔 你说他是爷爷派来指导我们的 那如果我把他打倒了呢 一个江家后辈问道 江朔阳看向江臣 江臣微微一笑 如果你能打倒我 我就请你吃天鹅肉 第158章 你想吃天鹅肉吗 江宗师口中的朔阳 便是江小白的父亲 他的第三子 江朔阳 江叔 请 江朔阳语气十分别扭地说道 虽说见识了江臣的本事之后 他对江臣确实非常的佩服 但真要称呼一个 跟自己女儿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为叔叔 还是挺难过心里内观的 杨叔 都是开玩笑的 您就别当真了 就是江臣自己也绝对有些别扭 但江朔阳听到江臣叫自己杨叔 顿时就慌了 江叔 您可别这么叫我 要是让我爹听到 可得揍我 江臣跟老爷子称兄道弟 又称呼他为杨叔 那他跟老爷子之间的关系 岂不是很混乱了 江臣健壮 很是无奈 但也没再说什么了 江朔阳带着江臣去了演武场 此时 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青少年们 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 最大也才不满二十四岁 清一色的 全都手持木剑 有德在劈砍木人 有德则是在两两对战 怎么还有这么小的小孩也在训练啊 他们应该连武道天赋 都还没诞生嘛 江臣好奇问道 都是老爷子安排的 老爷子说 建道意图对心性的要求极其严格 所以必须 从小就开始练习 小孩子悉性单纯 或许对领悟剑道会有奇效 而且虽然他们还没有诞生武道天赋 但就当是强身剑体也挺不错 江硕阳解释道 江臣点头 觉得江宗师还是挺有先剑之名的 这么早就开始培养族中晚辈练剑 以后修炼剑道 也能事半功倍 走吧江叔 我先带您去让他们认识认识 嗯 江硕阳便领着江臣进了演武场 都听一下 我有话要说 江硕阳在江家也是有些威严的 毕竟是嫡系 江宗师的亲生儿子 那些青少年们 全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齐齐看向江硕阳 当然 很快他们的目光 便汇聚在了江臣的身上 都在打量着 站在江硕阳身旁 这个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 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名叫江臣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 前两天的新人王初赛 江臣就是第一名 家主特地请他过来 对你们做一些教学指导 你们年龄相差不多 应该能相处得挺好 江硕阳特别着重说了 教学指导这四个字 什么人才有资格指导教学 老师啊 如果真给这些江家的年轻一辈 请个家教啥的 他们也不会怎么样 可如果这个家教 跟他们的年纪差不多 甚至比他们之中 某些人的年纪还要小呢 这可就让生性狂傲的 江家青少年们不服了 江硕阳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这些小才子们 表现得越是不服 待会儿受到的挫折 就会越大 就越是能锻炼他们的心魄 别问会不会打击得太严重 有损他们的武道之心 如果真的连心里这一关都过不去 也就没资格成为武道强者了 还不如趁早放弃算了 江硕阳目的达成了 他的那一期话 直接点燃了演武场中 那些小仔子们的狂傲之火 三述 您这话可就说得不严谨了 什么叫指导教学啊 他在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 有什么资格给我们教学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 语气不屑地说道 然后立马就有人附和起来 是啊 就算他是西人王出赛的冠军 但也仅仅只是清源市赛区的冠军而已 算不得什么 哼 若不是家主严令禁止我们参加西人王大赛 这冠军的位置不可能是他的 没错 什么所谓五到一中 五到二中的精英 在我们面前 就是个屁 只不过是家主让我们在领悟建议之前 要保持低调罢了 否则哪里轮得到你们 江臣一句话不说 就这么一脸淡笑地看着江家小仔子们 那愤愤不平 心不服口 更不服的样子 不服是吧 我将某人专之不服 江叔 现在知道老爷子为什么拜托你了吧 老爷子一直认为 剑修可以桀骜 可以狂妄 这就是剑修的本色 但前提是需要见到有所成 所以他一直让这些崽子们保持低调 直到领悟出建议为止 可这反而起了反效果 不让他们与外人切磋 便让他们错以为自己远比外人更加优秀 江硕阳在江臣耳边轻声说道 特别是那句江叔 更是声音小得跟文银一样 他可不能让这些小崽子们 听到他喊一个少年叔叔 不然这脸可就丢尽了 放心吧 我有经验 江臣给出一个你放心的眼神 天才训练营的新生老生够狂傲了吧 现在还不是被他治理的不服帖帖 天天将神将神地叫着 现在对付这些不安失事的小崽子们 还不是手拿把掐 信手拈来 然后江臣便向前一步 目光扫过之前说话的那几位江家后辈 脸上既是一些嘲讽之色 跟你们讲个故事吧 有一只癞蛤蟆居住在一口井里 他每次抬头都只能看见一小块天空 所以他觉得天只有这么大 直到有一天 他看见天上有一群白天鹅飞过 江臣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江家后辈打断了 你连故事都能讲错 你应该是想说井底之蛙吧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蛙 可不是癞蛤蟆 你连这都分不清吗 我看他八成小学都没毕业吧 哈哈笑死我了 江臣并没有生气 只是脸上的嘲讽之色更甚了 不 我的意思是你们连井底之蛙都不配 你们就是一群井底的癞蛤蟆 还想吃天鹅肉 顿时那些江家后辈的大笑声 戛然而止 全都笑容凝固了 下一秒 所有人的眼里都蹭蹭冒火 井底的癞蛤蟆 双重辱骂啊 说我们是癞蛤蟆 那你就连癞蛤蟆都不如 三叔 你说他是爷爷派来指导我们的 那如果我把他打倒了呢 一个江家后辈问道 江硕阳看向江臣 江臣微微一笑 如果你能打倒我 我就请你吃天鹅肉 第159章 红都符 那江家后辈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天鹅肉 天鹅肉 你他妈是跟癞蛤蟆过不去了是吧 我忍不了了 说吧 他提起木剑 就朝着江臣刺了过去 江臣就这么静静看着 却没有动一下 站在原地 愿由对方刺向自己 其他江家后辈见此一幕 纷纷冷嘲热讽起来 就这 还是西人王初赛的冠军 直接被浩然哥给吓傻了 这一届的冠军 水分挺大呀 我说啥来着 冠军都这么菜 我要是参加 怕不是横扫全场 江浩然也是面露坏笑 手上力气加大几分 他要当众击败江臣 让爷爷知道自己的本事 然而 就在木剑距离江臣 还有两三米远的时候 突然就停住了 然后剧烈颤抖起来 江浩然顿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 很强的阻力 最关键的是 阻力并非来自江臣 而是他手中的木剑 木剑再反抗他 江臣冷笑 用剑攻击我是你最大的错误 哪怕是木剑 他可是拥有剑意的 就算他没有特意释放出来 依旧能够震慑住大部分的剑 这就像小猫小狗 遇到猛虎一样 哪怕他们从未见过老虎 但百兽之王的气势在哪 天生的血脉压制 就足以吓破小猫小狗的胆子 剑意与剑便是如此 除非这把剑的主人 拥有比江臣更加强大的剑意 不则若是一般剑修持剑攻击他 绝对会遭到剑的反噬 你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笑着问道 此时江浩然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压制手中木剑上 一听到江臣的话 顿时就更气了 我吃你 最后那个字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他咽回了肚子里 江臣不知什么时候 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一手摁住他的脸 下一刻江浩然身体直接腾起 脑袋则被江臣给摁了下去 与地面来了个最亲密的接触 江家延五场的地板质量 可比新人王朱赛的那个擂台好多了 江浩然的脑袋重重撞在地板上 竟然没有砸出一个洞来 只是像干枯的田地一样 军裂开来 小孩子别说脏话 不然要被大嘴抱 江臣始终保持着和善的笑容 再看那个江浩然 此时躺在地上 两条腿翘起 眼珠子直接翻了过去 这是直接被砸晕了呀 这身体素质有待提高啊 江臣很不满意地摇头 之前那个五到二中学员的脑袋 也是被他一只手摁在地上摩擦 人家可没晕 甚至后面挨了江臣一边腿 都还活泼得很 就是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了 江浩然却直接晕了 这差距可以看见 原本还在嘲讽江臣的那些江家后辈们 一看见江浩然的下场之后 顿时就收起了笑容 这也太狠了吧 就一招便将浩然哥给打晕过去了 他们甚至都没看清楚江臣是怎么做到的 下一个谁想吃天鹅肉 江臣善意的目光 早是那些江家后辈一圈 这一次可没人再敢说话了 一个个进入寒蝉 最大的字头 现在已经晕死在那里了 他们哪里还敢说一句话 没人说话是吧 那我就点名了 你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随便指了一个人 被他指了的男生顿时一张脸就垮了 想想吃 喷 他刚说完想吃 江臣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并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 好 那男生直接攻城瞎撞 喷出一大口不明液体 江臣反应迅速 立马躲开了 果然是癞蛤蟆 还喷毒液 喷毒液 我特么是被你打得吐胆吃了好不好 刚刚挨了江臣一拳的男生 听到他这句话 顿时就气血上涌 眼珠子一翻 晕了过去 又晕 身体素质太差 看来得建议江老哥以后多训练他们的体魄了 江臣喃喃自语 之前江宗师应该是一直主要培养他们的剑道 却忽略了对体魄的训练 但体魄同样很重要 若是连抗打都不行的话 剑法再强也没用 人家一拳就能撂倒你 你呢 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又随机指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男生 那人先是一愣 然后连忙摇头 不想 砰 江臣又是迅速出现在他的身前 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直接将其打得在半空中旋转两圈半 才衰落在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他没有晕过去 只是被江臣打了一拳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 呜呜呜 为什么不想吃也打 不想吃天鹅肉 连癞蛤蟆都不如 你说该打不该打 想吃不想吃都要挨打 你还要我怎样 我有说过这个问题 跟揍不揍你们有关系吗 江臣一脸的奇怪 怎么总是乱猜我的心思 那你问这个干嘛 我乐意你不服 你呢 想吃天鹅肉吗 江臣又随机指了一个男生 嗯 这个 那个 那家伙使用了拖字诀 回答想和不想都得挨打 那我索性不回答 看你还能怎么样 但下一秒 他的身体就腾空飞起 形成一个漂亮的抛物线 然后重重落地 喂 为什么 你是不是傻 我都说了 我问这个问题 跟揍不揍你们又没关系 他晕了 是被气晕的 演武场上 一共有一百多个青少年 除去那些16岁以下 还没有诞生武道天赋的 全都被江臣给揍了一顿 揍完之后 还不忘问一遍吃不吃天鹅肉 杀人诛心啊 估计今天之后 他们再也不会吃大鹅了 收工 江臣拍拍手 回到江硕阳的身边 揍一顿就行了 江硕阳问道 揍一顿 就能让那些小崽子们 收起狂傲之心了 放心吧 如果以后他们不听话 你就问他们 想不想吃天鹅肉 保证他们听话 江臣咧嘴一笑 心里阴影就是这么干声的 天才训练营的那些新生们 应该也不愿意看见 两颗大门牙 第160章 团队战 事情都做完了 江臣便离开了江家庄园 他本来想跟江老哥告辞的 结果人家根本不理他 这让江臣很是纳闷 咋就突然生气了 难道江老哥是每个月都有的 那几天来了 离开江家庄园 江臣顺便回了一趟家 看看陆母和小团团 小团团年纪还小 在陆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便融入其中了 黄灾的事情更是早就忘了 这样也好 不会让他产生心理阴影 看到小团团和陆母相处得很好 江臣也就放心了 他也将清和姐的事情 跟陆母说了一下 只要清和安全 我就放心了 小臣你也一样 我已经一把年纪了 最大的心愿 就是你和清和能够健康幸福 陆母松了一口气 江臣可以感受到陆母的情绪 是真心话 他从小在陆家长大 也算半个陆家人了 在陆家吃了一顿饭之后 江臣就火急火燎回了 天才训练营 毕竟 那里还有一个不定时炸弹呢 他不在 说不定啥时候 这个炸弹就会引爆 好在 江臣回去之后 一切和平 艾莉儿就躺在江臣 为他改造的水晶鱼缸里 也不知道是陈澄澄 还是白云熙 怕他无聊 居然特意将电视机移了个方向 正好对着艾莉儿 江臣回来的时候 电视里正播放着 小美人鱼那部动画片 我擦美人鱼看美人鱼 江臣 我也能像这里面的美人鱼一样 变出双腿吗 艾莉儿问道 他应该是很想有一双腿 无论是任何人 哪怕是其他物种 对自己没有的东西 都会很喜欢 呃 不知道 或许可以吧 江臣摇头 他也不敢太过肯定 毕竟就连美人鱼都能真实存在 又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 时间快速流逝 很快便到了省赛开赛的日子 江臣 司徒南 骆云英 以及五道二中的周云 和李焕英会合 一同前往洪都府 洪都府便是盖西省的省会城市 前往洪都府的专车上 五人明显分为了两个阵营 周云和李焕英坐在一边 江臣 司徒南和骆云英 坐在另一边 周云的目光不时瞟向江臣 眼中满满都是战役 很显然 上次比赛输给江臣 他很不服 估计这几天 脑子里尽想着 怎么打败江臣了 骆云英 估计还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从始至终就没有理过江臣 车里 除了他们五人之外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是他们此次的领队 他们毕竟是代表清源市区省里参赛的 领导们自然十分重视 廖首长更是直接派出自己的秘书 作为领队 带领江臣他们前往比赛场地 各位 听说这次的省赛与以往不同 采用了团队作战的模式 所以廖首长特意让我提醒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摒弃之前的矛盾 携手攻进 韩秘书自然看出了车内五人的不和谐 便出言提醒道 上一次新人王大赛的省赛模式 就是擂台赛 看的是个人实力 但听说这次偏向于考验团队实力 具体比赛模式还没有出来 不过可以预见 大概率是团队作战的方式 团队作战 队伍人心和谐便是最关键的一点 好嘞 嗯 只有江臣 司徒南和李幻英都点了头 洛云英有心事 估计都不一定听到了 至于周云 只是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对此 韩秘书也没办法 这些都是清源市年轻舞者中的佼佼者 说又不敢说 骂又不敢骂 他们走的是国道 所以一路上都很顺利 并没有遇到类似袁寿蓝车的情况 毕竟 国道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有军队来清理 导致方圆数百里的凶手 袁寿都不敢靠近了 很快 他们便进入了洪都府 相比清源市 洪都府要更加的繁华 这里是一省的重心所在 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 都是非常强大的 一路直达洪都体育馆 此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支 来自各个不同市区的队伍 还有很多记者在拍照 摄像 新人王大赛是华国最为盛大的一场比赛 展现出的都是全国各地 年轻一辈佼佼佼者们的风采 年轻人 才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年轻舞者越强 便代表着华国的舞蹈更加昌盛 当江晨他们这支队伍 进入体育馆的时候 立马就有一大群记者跑了过来 对着他们就是开始疯狂抬照 一个个麦克风 抢着递过来 请问你们是哪个市区的代表队呢 请问你们有把握 赢得本资的新人王大赛吗 听说此次比赛模式会有变化 对此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那些记者们纷纷提问 江晨他们哪里经历过这种 顿时就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有韩秘书在 应付记者他是专业的 江晨他们这才有机会 跑到休息室里去了 此时休息室里也有几支队伍 清一色都是年轻人 他们都特意离得很远 没有去聊天 更没有接触 马上就是竞争者了 自然没有什么好聊的 当江晨他们进入休息室时 顿时就吸引了那些年轻人的目光 主要还是江晨 他那帅气的面孔 立马就引起了那些小女生们的关注 要不是竞争关系 他们估计都会忍不住上来问江晨 要联系邦氏 至于那些男的 当然是羡慕极度恨了 过了好一会儿 韩秘书这才进来了 当看到休息室还有其他人的时候 韩秘书便招呼着众人 进了一个小房间 然后分了一堆资料给众人 我打听过了其他队伍的情况 实力大致都一样 队伍里有三至四个员舞者 但也有个别比较厉害的 你们要小心一些 比如这个蒙青山 是洪都府赛区的第一名 不但等级达到了二匹员舞者 武学造诣也挺高 听说就连三匹员兽 他都击杀过 战绩还是挺高的 韩秘书指着资料中的 一张照片说道 是一个长发过耳 长相颇为帅气 但却不及将尘 十分之一的男生 上面有着他的信息 蒙青山 十九岁 半年前晋级为二匹员舞者 精通多门武学 目前已知境界最高的一门 武学为S级刀法九级雷斩 小城境界 曾以此计 斩杀三匹员兽 创下洪都府二十岁以下 年轻舞者的最高战绩 第161章 真人版吃鸡 斩杀过三匹员兽 好强啊 李焕英忍不住惊态一声 司徒南更是目光死死盯着 照片上的蒙青山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以前在清源氏的时候 他是当之无愧的 年轻一辈第一人 可后来同时出了江晨和周云 两个天才 都曾将他击败 而且还是很轻易地击败他 现在又有一个 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 创出以二匹员舞者的等级 斩杀三匹员兽的战绩 跟他们比起来 自己简直差远了 蒙青山斩杀三匹员兽 跟司徒南抓捕三匹员舞者 性质可完全不一样 一般来说 同级的员兽 比人类舞者要强一些 因为他们除了同样拥有员力之外 体魄还非常的强大 这是人类舞者比之不及的优势 而且有一些员兽 会觉醒天赋能力 其威力不比武学差 那个白豹山 虽然是三匹员舞者 但当时已经受了重伤 实力发挥不出五成 而蒙青山能够斩杀三匹员兽 就说明他的实力 远比一般的三匹员舞者更强 如果当时换作蒙青山 去抓捕白豹山 即便后者是全胜状态 他也能轻易将其拿捏 只有江辰和周云 依旧十分淡定 江辰淡定是因为 对自己实力有充足的信心 周云则是对自己 觉醒者的身份太看重了 他没有与三匹员兽对战过 但他认为 自己是十分稀有的觉醒者 就算遇到三匹员兽 应该也能轻易将其击杀 除了蒙青山之外 还有几个人 你们也需要着重关注一下 你们手里的资料 我已经标注过了 对了 其中有一个也是觉醒者 来自饶珠式的队伍 关于他的信息 我知道的不多 你们也得小心应付 毕竟 觉醒者的能力 总是很诡异的 说着 韩秘书还特意看了周云一眼 当时的比赛 他也看了 周云这个人 虽然很是狂奥不羁 但也确实很有本事 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看不出周云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还是后面江晨说出来 他才恍然大悟 舞蹈境界上 周云也只是终极舞者而已 放在同龄人当中 太普遍了 但就是这一身异能 十分诡异且强大 就连身为一品原舞者的司徒男 在他手上都过不了一招 听了韩秘书的话 江晨等人也将资料 翻到了那个觉醒者的一页 照片点JPG 姓名 童月 性别 女 年龄 18 来自饶州市参赛队伍 舞蹈境界 仅是终极舞者 同时也是一位觉醒者 亦能目前未知 初赛时为饶州市赛区冠军 看照片 是一个圆脸妹子 长得并不惊艳 但却十分耐看 属于可爱萌妹型的 仅从照片上来看 应该是个人畜无害的妹子 但能够在初赛时夺得冠军 就说明也很强势 有意思 百万人里都不一定有一个的觉醒者 居然能够这么快遇见 我已经很期待与他见面了 周云笑道 有种见到同类人的感觉 江晨等人在房间里 将资料里的信息都看了一遍 其实江晨是觉得 看不看无所谓的 实力强才是硬道理 在这一点上 他倒是与周云的理念对上了 不过用韩秘书的话来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其他队伍肯定也得到了 他们这边的信息 如果敌人了解你 而你不了解敌人 那会是非常危险的 看完资料之后 司徒男的脸色很不好看 他至少看到 资料里有五个人的实力远超于他 还有二十多个不弱于他的 他的实力放在所有队伍里 恐怕连中等都算不上 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请各市区的参赛队伍 来到体育馆中心集合 重复 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请各市区的参赛队伍 来到体育馆中心集合 就在这时 喇叭音响起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虽然对手很强 但你们也不弱 只要相信自己 就一定能赢 韩秘书给众人加油鼓祭 然后便走出房间 往体育馆中心赶去了 体育馆中心 有着二十一支队伍 加上江晨他们这一支 便是二十二支 每支队伍五个人 一共就是一百一十个人 而在体育馆的首席台上 坐着干西省的领导们 其中便有一道江晨熟悉的面孔 王总督 他竟然亲自督办本次的新人王省赛 王总督一眼就看见了 人群中的江晨 不过 他并没有表现出异样的目光 只是扫过了在场所有人 看样子都来齐了吧 我先说两句吧 王总督开口道 顿时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了 毕竟 那可是干西省的最高领导者 哪怕在场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 在真正的上位者面前 还是得谦卑低调一些的 看见你们青春傲然的面孔 我还是很欣慰的 你们都是我干西省未来的栋梁 是年轻舞者中的佼佼者 我也希望能在本次比赛中 看见你们展现出风采 先说一下比赛的模式吧 想必你们都有听说 本次省赛的模式有一些变化 不再是个人战而是团队战的模式 目的就是培养团队精神 华国不搞个人英雄主义 团结才是最强的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 你们将以组队的方式参加 五人一组 正好你们各个队伍的人数 就是五人 我们特地为你们申请了一处 上古战场遗迹 作为你们的比赛场地 就在鄱阳湖上 本次比赛的赛制为淘汰制 最终只会剩下一支队伍 而那支队伍就是最终的赢家 说到这里 王总督看向下方所有的年轻舞者们 发现有些人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 有不懂的可以问 立马就有人举手道 总督 我有疑惑 这场比赛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如果我们一直遇不到其他队伍 那岂不是几个月都结束不了 第162章 跳伞 爆炸 王总督文言一笑 然后一招手 立马就有人过来了 提着一袋电子手环 这就得用到这些手环了 开始比赛之前 你们都要佩戴这个手环 一方面可以用于求救 另一方面 也可以感知戏号波 我们在古战场一季中 散播了戏号圈 戏号圈会不定时的收缩 而你们若是在戏号圈之外 也算淘汰 手环会提示你们戏号圈的距离 直到最后 戏号圈会收缩成100平米的大小 还在圈内的队伍 就得相互对决 胜者为王 听了王总督的赛制解读 江臣脸上顿时露出十分怪异的表情 这尼玛不就是吃鸡跑毒吗 现实版绝地求生 那岂不是会诞生出很多狗王 江臣能想到这一点 其他人也能想到 又有人举手提问 总督 这样一来 有些人或许会躲藏起来 保存实力 王总督答道 其实 有计划的规避危险 又何尝不是一种能力呢 之所以修改赛制 就是因为 我们不想要当代的年轻武者 只顾提升战力 而忽略了团队力和思考的能力 当然 我并非提倡大家做事要狗 因此 除了团队排名之外 我们也额外设立了个人排名 个人排名不计入比赛之中 但若是能在个人排名中得到第一名 就能获得额外的隐藏奖励 而个人的得分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 击杀凶手和元兽 二 击败参赛者 三 我们几位主要领导充当评委 在比赛结束之后 会对个人进行评分 四 本次比赛全程直播 所有网友都可以对参赛个人进行投票 你们如果想要得到个人第一名的隐藏奖励 就没法狗了 温馨提示 隐藏奖励很香道 王总督此话一出 所有参赛者眼睛都亮了 能让王总督 这位盖西省的最高领导人 说出这种话 奖励绝对不简单 原本某些想一直狗到结束的参赛者 顿时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哼 你们不用想了 这个隐藏奖励肯定是我的 你们没人是我的对手 人群中一道狂傲的声音响起 顿时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谁在这说大话呢 可别让人笑掉大牙 隐藏奖励我 势在必得 刚刚那大话是谁说的 有本事站出来 跟老子单挑 好啊 一道身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是一个男生 头发偏长 盖过了耳朵 有点非主流的感觉 一看见此人 之前说要单挑的参赛者 顿时就闭上了嘴巴 双腿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 其他人也都目光 警惕地看着此人 蒙青山 不错 说话那人正是蒙青山 可以说 所有三赛队伍 都看过有关蒙青山的资料 毕竟 这位可是本次省赛夺冠的 最热门选手 超过七成的人都认为 蒙青山带领的队伍 可以获得本次省赛的冠军 怎么 刚刚不是意见很大吗 不服者 现在可以站出来 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蒙青山冷笑道 其他三赛选手 都对他忌惮不已 虽说很不爽 但却没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 我已经看见了你们的热情 但如果要切磋的话 还是留到比赛的时候吧 还有什么人有疑惑的吗 可以提出来 王总督语气十分平常 没人听得出他有没有生气 但全都不敢说话了 就连桀骜的蒙青山 也默默地退回了队伍之中 既然都没有问题了 那就准备启程吧 飞机准备好了吗 王总督问道 报告总督 时刻准备着 好 那就出发 王总督大手一挥 体育馆的屋顶突然打开 就像一扇大门 众人抬头一看 四架直升机正飞在半空中 每一架都能容纳二三十个人 下 一名军官大喊一声 立马就有旋梯 从直升机上降了下来 众人有序地爬了上去 而后 直升机便朝着远方飞去 机舱内有裁判说道 本次比赛 只允许携带一样个人用品 如果是零物装备 也不能超过一品 所以 还请各位将身上的东西都上交 说着 便有人端着托盘 走到参赛者的面前 这些参赛者也都很配合 只留下了一件物品 大部分都是武器 但还有极个别的女孩子 选择携带很隐私的东西 轮到江城的时候 她将身上一些东西交了过去 但脖子上的玉佩并没有交 倒不是她想作弊 主要是除灵气太珍贵了 难保会不会有人起了贪念 裁判瞥了江城脖子上的玉佩一眼 但却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看没看出来 呃 这把剑可以逮捕 江城的破伤风之刃 一直都挂在背上 他取下来问道 裁判刚刚就说过 不能携带一品以上的零武器 但破伤风之刃是什么品阶的 他也不知道 江城刚把破伤风之刃取出来 顿时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一个个看着江城手中 那把秀迹斑斑的破剑 脸色都变得极其怪异起来 撕 这么破的剑 得是老古董了吧 老古董哎 应该挺值钱吧 不 你想错了 古董之所以值钱 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年代 就已经很值钱的 一般的破烂 哪怕流传几千上万年 依旧是破烂 这把剑既然会生锈 就说明本身材质很土通 算不得宝物 言之有理 话说他来比赛 带这么个古董干啥 该不会他已经穷到 买不起零物装备了吧 参赛者们纷纷小声议论起来 看向江城的目光 有戏血 有不屑 也有同情 就连同一阵营的周云 也是一脸的嫌弃 只有司徒男 亲身体验过江城的这把剑 知道他绝非表面的这么破 但他并没有说守口如瓶 这可以是可以 但你确定不换一剑吗 别人都是带一品零物装备 你这样会很吃亏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 第163章 欲剑飞行 换就不用了 可以带进去就好 江城摇头 其实带不带也无所谓 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但毕竟用惯了破伤风之人 换一个 多少会有点不适应 行吧 下一个 裁判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切全凭自愿 然后就去收江城后边的参赛者的物品了 很快 所有人身上的东西都被收光了 裁判才继续说道 古战场一记中 我们藏了一些物资 你们如果运气好的话 是可以找到的 包括但不限于食物 水 药品 以及灵物装备等等 对了 温馨提示一下 古战场一记中的东西 除了有安全标志外 最好不要食用 包括那些凶兽和元兽的肉 都被污染过 食用会有中毒的风险 文言 参赛者们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了 这么看来 除了要应付竞争者和凶兽元兽之外 还得寻找物资生存下来 即便他们是武者 身体比常人更好 但也远远未达到壁谷的程度 吃和拉撒睡还是缺一不可的 无非就是 生命力比常人更顽强一些罢了 就在说话间的功夫 四架直升机便飞到了一片大湖的上空 这片湖名为陀阳湖 是盖西省乃至华国最大的淡水湖 面积最大时可达4000多平方公里 他们此次比赛的赛场 古战场一记便是在这片陀阳湖之上 传闻是5000多年前的古武文明时期 发生的一场大战 那时候这里应该还不是一片湖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惑 这个古战场一记到底是在哪里啊 是颇阳湖上的某一座岛屿吗 江臣有些好奇地问道 司徒南文言有些好奇 你不知道吗 那些古武文明留下来的遗迹 都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 而是被压缩成了很小的一点 有些类似于戒子那须弥的意思 司徒南说道 这句话来自佛语 戒子的意思就是很微小的东西 而须弥则是博文记载中的一座巨山 戒子那须弥的意思就是 微小的戒子可以容纳下巨大的须弥山 而司徒南所说的古武文明遗迹 就是这个意思 古战场遗迹被压缩成了很小的一点 肉眼看不见 但一旦进入 便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其实 储物灵器的本质也跟这个差不多 江臣对于古武文明遗迹 本来了解就不多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到了 大家背好降落伞 准备进入古战场 直升机停下 裁判吩咐众人背好降落伞 与此同时 在直升机正下方的湖面上 突然就产生了一道漩涡 看见了吗 那个漩涡就是通往古战场的入口 跳伞之后调整方向 尽量地往漩涡处降落 裁判提醒道 这要是没跳过伞的 估计一时间还不好操作呀 在场的参赛者们 大部分都没有跳伞经历 从数千米高空往下看 都不免有些心慌 一个个都有些不敢往下跳了 都是总货 我来 洛云英直接推开众人 十分熟练地来到舱门口 打开舱门 一跃而起 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犹豫 不愧是军人世家的子弟 跳伞这种对他而言 就是机操啊 司徒男忍不住苦笑 连一个女孩子都这么勇敢 其他那些参赛者 自然也就没有犹豫了 顿时像是下饺子一样 纷纷跳了下来 在半空中的时候 就拉开了降落伞 其他三架直升机同样如此 随着参赛者们降落的 还有好几架无人机 这些便是直播设备 新人王大赛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自然得实时直播啊 从此刻起 直播就开始了 直播间里 观众迅速就冲破了百万 当然 绝大部分都是干西省的人 毕竟 新人王省赛每个省份都有分赛区 他们自然都是关注自己省内的比赛 蒙青山好帅 连跳伞都那么帅 青山老公 你一定会赢的 为你打扣 其实要说帅的话 那只来自清源市的队伍里 有个小哥哥就超帅的 哼 我又不是外貌协会的 我认为的帅 不只是长相 还有气质 还有实力 我不管 反正我的青山老公才最帅 青山青山 轻松夺冠 弹幕瞬间就被蒙青山的名字刷屏了 当然 也有一些其他参赛者的支持者 只是相比于蒙青山的粉丝 简直少得可怜 半空中 所有人都控制着降落的方向 尽可能往漩涡的方向降落 这样可以直接进入 就在所有参赛者 已经降落在一半的时候 突然 一声爆炸响起 砰 一个参赛者的降落伞 突然爆炸 失去了降落伞 那名参赛者顿时就控制不了身形 朝着其他方向飘了过去 虽说 但在这样下去 距离古战场的入口 只会越来越远 砰 砰 砰 而刚刚的爆炸声 只是刚开始 越来越多的降落伞爆炸开来 一两个可能是意外 但这么多人的降落伞都爆炸了 绝对有问题 可根本没人看见降落伞爆炸的原因 江晨立马看向了周云 后者若有所感 也转头看向了江晨 你做的 江晨问道 因为距离太远 声音传不过去 但周云可以看懂他的唇语 只见他的嘴巴也动了动 江晨也看出了他在说什么 这样才有意思 不是吗 果然是周云 他的念力太诡异了 根本看都看不到 此时除了江晨 也没人知道是他所为 周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搞掉那些参赛者的降落伞 就可以阻碍他们 进入古战场一季 谁越先进去 肯定更有优势 说实话 江晨觉得周云的手法有些卑劣 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 毕竟是一个队伍的 周云此举也是位队里着想 然而江晨刚想到这里 就看见骆云英上方的降落伞 也猛地爆炸了 降落伞一爆炸 骆云英顿时就稳不住了 被风一吹就偏移了方向 哪怕他再怎么努力地控制 也根本没有用 第164章 进入古战场一季 你疯了 我们是队友 江晨健壮脸色骤变 朝着周云就怒骂起来 周云脸上则是露出不屑冷笑 我可从来没把你们当做队友 没有你们这些脱油瓶 我更容易得到第一名 说着周云眼眸一亮 江晨顿感不妙 但已经晚了 他背上的降落伞轰然爆炸 江晨顿时就感觉 降落的速度加快 并且风一吹 自己就控制不了方向了 可恶 江晨怒骂一声 原本他还觉得 周云此举是为了团队 结果 这家伙连队友都坑 但此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江晨果断脱离降落伞 然后将挂在背后的破伤风之刃 扔了出去 预剑术 剑一操控之下 破伤风之刃顿时就飞到了江晨的脚下 为他稳住了身形 虽然有些费力 但勉强可以 江晨还是第一次尝试预剑飞行 这种感觉 真爽啊 走 江晨意念一动 脚下的飞剑便带着他 往洛云英的方向急速飞去 很快就出现在了洛云英的身边 此时 洛云英脸上也慌了 他跳过这么多次伞 还是第一次出这种问题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再这样下去 他会距离古战场的入口越来越远 等别人记录古战场一记几天了 他恐怕才刚进去 就在这时 江晨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并一把搂住他的腰 洛云英身子一颤 下意识想要反抗 江晨的声音立马在他耳边响起 别动 抓紧我 这时候洛云英才反应过来 搂住自己的是江晨 他也终于看到 江晨此时脚下竟然有一把剑 是他那把绣剑 你 洛云英很是惊讶的样子 想问些什么 但直接被江晨打断了 别跟我说话 江晨咬着牙说道 遇见飞行本来就很难 现在还多了一个人 他根本不敢有半点分心 洛云英却以为 江晨是在怪他 顿时哼了一声 不想救我就别救 我不需要你 说着就要挣脱江晨 他这一动 江晨脚下的破伤风之刃 顿时就不稳了 江晨的身体 更是往洛云英那边倒了下去 脸对脸的那种 就是那么巧 星号之三 Excelon星号 接触的一瞬间 江晨脑子立马就空白了 破伤风之刃 失去了江晨建议的控制 静止就朝着下方降了下去 江晨和洛云英也急速降落 还好 江晨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赶忙催动建议 将破伤风之刃 又召唤了回来 重新横在了两人的脚下 洛云英一张脸红扑扑的 到现在还没缓过来 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 江晨此时也顾不得其他 一心操控破伤风之刃 往入口的方向飞去 这一幕 其他参赛者没有看到 因为他们 现在都自顾不暇 但全过程都被无人机拍到了 直播间里 弹幕直接一改风向 从对蒙青山的支持 转变成了对江晨的关注 我靠 我看见了什么 有人遇见飞行 遇见飞行 这也行 咱不是武道时代吗 咋还有人玩休闲啊 好帅啊 遇见飞行 就跟电影里的剑仙一样 电影里的遇见飞行 都是特效 这可是现实 亲上了 这是可以直播出来的吗 不愧是官方账号 这都不封 呜呜呜 我多想此刻被亲的是我呀 此刻 弹幕里清一色 都是讨论江晨的话题 他瞬间就多出了 无数的支持者 遇见飞行这一首 至少给他吸引了百万人的关注 毕竟 在大部分人的意识里 遇见飞行 那是只有传说中的先人 才能做到的 有人及时录评了 江晨遇见飞行的场面 上传到了网上 原本干西省分赛区的直播间 只有本省的人关注 随着江晨遇见飞行 这段视频的爆火 立马就将许多外省的网民 也吸引了过来 直播间人数 顿时就破了两百万 我靠 之前看视频的时候 还以为是特效 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 众所周知 所以这肯定是真的 难道只有我非常疑惑 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同问 难道是觉醒了 精神力方面的异能吗 我也是一名剑修 我曾听闻 剑道宗师可利用剑意预剑 我倒觉得 他或许是领悟了剑意 楼上的你也说了 是剑道宗师 他才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是剑道宗师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此时 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鼠山之上 屹立着一座学院 学院正中央 是一只指指天际的巨剑 上面还刻着几个大字 鼠山剑仙学院 这是华国最大的剑修学院 指招收剑修 并且还得是资质很高的剑修 院长办公室里 一个剑眉心目的老者 正在一台电脑前操作着什么 音响里还不停发出 对钩 对剑 王炸 快点吧 我等的花都快谢了 不要走 决战到天亮 就剩一张牌楼 哼 这把我一定赢 老者大笑一声 鼠标一动 就要放出最后四个三的炸弹 但就在这时 砰 办公室大门猛地被踢开 巨大的声响吓了老者一跳 他手一抖 原本是四个三 他却打出了三个三 三个五 对方立马就打出三个五 将他压得死死的 老者看着牌面上 只剩下一个三 顿时就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就剩一个三了 还失去了先手 这你马还怎么玩 必输得绝好吧 我的一千万欢乐斗啊 谁 谁他妈这时候打扰老子 老者怒从心中来 敲桌子抱起 这时候一个中年人也走了过来 见老者暴怒的样子 他顿感大事不妙 他上一任的教导主任 好像就是打扰到院长打牌 直接被院长一脚踹飞了出去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正因如此 他才有机会接任教导主任的位置 可自己猜上任一天啊 难道就要继前任的后尘了吗 第165章 探索者先驱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见眉心目的老者 面沉似水 盯着那个闯路进来的中年人 或者顿时就感觉自己 像是被一头凶手盯上了 他知道 自己要是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凭院长这抱脾气 自己马上就得去和前教导主任作伴 院长 我也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有太重要的事情要禀告 您看看这个 说着 中年男人几步跑到老者身边 然后小心翼翼地 将手中的平板电脑递了过去 此时 屏幕上正播放着西人王大赛 干西省分赛区的直播画面 你不看咱们八叔省的省赛 去关注干西省干嘛 还有你想让我看神 我靠 此时 直播的画面被幕后人员特意设定为 始终跟随江辰了 毕竟江辰预见飞行这一幕 直接为他们的直播间引流了百万观众 肯定要好好把握住啊 老者很快就看见了直播画面中 江辰带着骆云英预见飞行的一幕 惊得他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预见 这小子才多大啊 竟然能够预见 老者惊呼道 教导主任接院长这副样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自己应该是逃了一劫 院长 我查过了 此人名为江辰 几月前刚满16岁 时间仓促 并没有查到太多信息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并非异能觉醒者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他是利用建议在预见 老者目不转睛 紧紧盯着画面中的江辰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即便是领悟了建议 但要想做到预见 也需要长时间的 给一把剑喂养建议 死子可以携带 一人预见飞行 虽然并不平稳 却也绝非一朝一夕 能够做到的 至少需要喂养十年以上 他才多大 难不成从他六岁的时候 就开始 以建议喂养本命剑了 老者明显有些质疑 教导主任挠挠头 我也觉得太过匪夷所思了 可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 他是如何做到的 老者沉默了几分钟 才缓缓开口道 不急 他现在还在比赛 省赛一般都得持续七天以上 这段时间 你先去调查一下 此次的信息 越详细越好 是 院长 我立刻去办 教导主任说着 赶忙退出了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大门的那一刻 他提着的心 彻底放了下来 见没心目的老者 则是坐回了椅子上 陷入沉思 虽说只能看到直播 无法切身的感受 但他钻研见到这么多年 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个名为江城的少年 确实拥有建议 无论他是否借用了其他方式 达到预见飞行的效果 但能够在16岁的年纪领悟建议 便足以证明 他的剑道天赋 是极为上等的 蜀山剑仙学院剑校 至今数百年 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剑修舞者 但目前最为杰出的一位 也是在24岁时才 成功领悟建议的 比16岁 足足晚了8年 此次 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剑修 必须想办法把他挖过来 老者做出了决定 这时候 他的目光终于落在了电脑屏幕上 当看见自己已经清零的欢乐斗时 老者的脸色顿时就僵住了 啊 我的欢乐斗啊 一声十分悲壮的惨叫 顿时响彻整个蜀山剑仙学院 江辰并不知道 自己遇见飞行 造成了如此之大的震动 甚至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蜀山 都受到了影响 间接性害得一位老者 损失了数千万的欢乐斗 罪过罪过呀 他此时 正带着骆云鹰脚踩破伤风之人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下方的漩涡俯冲而去 乍一看 有点像是在踏板冲浪 扑 随着二人冲入漩涡之中 想象中沉入水里的窒息感 并没有出现 江辰只感觉眼前一花 就像是蹲久了 或是坐久了 突然站起来 然后眼前一花的感觉 伴随着微微的眩晕感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江辰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视觉恢复之后 江辰发现 自己真的站在大地上 环顾四周 根本就没有半点湖水的影子 冲入湖面漩涡里 再出现 竟然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种感觉很奇异 这就是古武文明留下的遗迹吗 就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 江辰忍不住感叹道 这时候 他身边想起骆云英的声音 说的就好像你穿越过一样 还知道穿越的感觉不成 骆云英已经缓过来了 不过 他的脸上还有着淡淡的红月 江辰之前是全心全意 在遇见飞行 此时闲下来了 一看见骆云英 他的脑海里就不禁浮现出 两人嘴对嘴的那一幕画面 之前没啥感觉 现在回味一下 好像有种酥酥麻麻 像是被垫了一样的感觉 说起来 那还是江辰的初吻呢 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失去了 喂 你这么盯着我干嘛 你别多想啊 当时是你主动靠过来的 我不会对你负责的 骆云英被江辰看得 顿时脸色就更红了 连忙转移视线 哼 你还说呢 我当时本来就不熟练 你还给我捣乱 还不是你凶我猴我 骆云英反驳道 只是压根没有底气 他现在也反应过来了 知道江辰之前并不是凶他 但性格要强的他 又怎么可能会认错 行了行了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你出去之后 可别到处乱说 不然毁了本小姐的声誉 你要负责的 不说也行 只是这封口费 十万 成交 江辰心中一喜 不费吹灰之力 又赚了十万块 对于那件事情 江辰和骆云英都选择了忘记 本来也就是意外 这时候他们才有心思 关注周边的情况 这里就是古战场一记无疑了 四周一片荒芜 空气中都弥漫着 苍凉与死亡气息 就连人的心境都受到了影响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并不会有强烈的感受 若是在这里待久了 就会沾染上这种气息 当然 江辰除外 他的建议早就将一切影响 他心境的气息给斩碎了 第166章 小行村落 这么久了 怎么也不见其他人进来 江辰有些奇怪 虽然有很多参赛者 遭了周云的暗算 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了 但大部分的参赛者 还是顺利进入了入口 怎么现在一个人都看不见呢 应该是随机传送 很多古武一记都是这样的 从入口进入之后 除非是有身体接触 否则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洛云英说道 然后他便在手环上一顿操作 下一秒 一道全息投影 从手环里映射出来 看样子 应该是古战场一记的地图 在地图上 还有五个小红点 其中两个小红点在一起 另外三个则是分散的 这是古战场一记的地图 这些红点就是我们的位置 同一支队伍的人 可以看见队友的位置 只是不知道哪个是周云 说到周云的名字时 洛云英的语气明显加重了 聪明如他当然也能猜到 这么多人的降落伞出了问题 大概率就是周云 利用自己的念力所为 所以才看不见 放心吧 肯定能遇到他的 江辰的眼神也冷了下来 到时候得好好教训一下那小子 五个小红点都在 就说明司徒南他们 也进入了古战场一记 不过另外三个小红点 距离他们都有些远 也不知道哪个是司徒南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如何行动 洛云英问道 江辰想了想 说道 信号圈会不定时收缩 现在还没到时间 我们并不知道 他是往哪里收缩 所以现在要做的 是先在附近搜寻物资 和猎杀凶兽 物资是必要的 哪怕是舞者 也需要吃和拉撒 至于猎杀凶兽 可以给个人加分 之前廖首长就跟他说了 王总督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礼 就是这个隐藏的奖励 所以个人赛的第一名 他势在必得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洛云英点头 与江辰的想法不谋而合 既然意见统一了 两人便随便选了个方向赶路 在路上 江辰问道 你对这个古战场一记 有多少了解 了解不多 只是之前听说过一些 当时发现这个古战场一记的时候 第一批进来探查的先驱部队 心境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全都变得极其暴躁 他们自相残杀 全军覆没 于是之后的探查部队 携带了静心丸含在嘴里 这才好了许多 之后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将古战场一记中 那种能够影响人心境的物质 提取出去了 洛云英将自己所知的信息 说了出来 江辰不由感慨 探索古武一记 这么危险吗 第一批探索的先驱者 就全军覆没了 虽说之后有了经验 但肯定也有死伤 那是当然 几乎每个古武一记 都是先驱者们 用姓名探索的 不过收获核风险是成正比的 我们之所以 武道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 就是从这些古武一记中 获得了古武学 灵物装备等保护 听着洛云英的话 江辰想到了清和解 他本来还不是很担心 毕竟 不管是张萌还是新瑶 都说清和解不会有事 但现在得知 探索古武一记 竟然这么危险 他也不免担心起来了 你在想什么 洛云英见江辰皱起了眉头 不禁有些好奇 他跟江辰也算挺熟了 他很清楚江辰的本事 哪怕是当时 面对数千万的妖皇大军 也没有让他皱眉 没事 江辰摇头 没说什么 只是心中越发地担心 走了没多久 一只体型巨大的犀牛凶兽 便挡在了两人的前方 是银角兮 不过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和正常的银角兮 有点不一样 洛云英语气有些奇怪 眼前的这只犀牛凶兽 应该就是银角兮无疑了 但看起来比一般的银角兮 体型更大 而且 他的那一只银色独角上 还闪烁着鸿芒 银角兮只是高级凶兽 我来吧 洛云英说着 便提枪朝着银角兮冲了过去 江辰都来不及拦着 算了 就是一只高级凶兽而已 应该值不了几分 就让给洛云英吧 那只怪异的银角兮 一看见洛云英冲向自己 星红的双眸 顿时就亮了起来 猫 他发出一声嘶吼 便朝着洛云英冲了过去 银色独角对准洛云英顶去 洛云英提枪一次 当 枪间与银角间对碰 顿时摩擦出一阵火星 洛云英的实力乃是高级武者巅峰 再加上所修武学也不差 单杀一只高级凶兽 问题应该不大 然而 下一刻 洛云英就退了好几步 银角兮却丝毫不受影响 继续用那只银角 朝着洛云英顶了过去 换枪术 洛云英并没有慌张 立马甩动手中的灵枪 枪头在甩动中 顿时画出了竖刀枪影 看起来就好像 多出了几个枪头一样 别说是智商低下的凶兽了 即便对手是人类武者 估计也很难看清楚 然而 那只银角兮压根就不打算看清楚 他就是这么蛮横的冲撞而去 任由竖刀枪影刺在自己的身上 扑扑扑 枪影刺在银角兮的身上 就像是木棍刺在了钢板上一样 别说伤到银角兮了 就是连他的皮都没有破开来 洛云英顿时就惊了 虽说这把枪不是他的原配 只是一品 但加上他的力量 破开一只高级凶兽的防御 应该问题不大呀 但那头银角兮 根本不给洛云英思考的机会 横冲直撞 来到了他的近前 那只银角闪烁着鸿芒 就好像染血了一般 朝着洛云英就刺了过去 此时洛云英根本来不及闪躲 只能将枪横在身前抵挡 啪哒 银角撞击在枪杆上 洛云英手中的灵枪 顿时就断成了两截 银角继续刺向洛云英的身体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洛云英突然就感觉 自己的马尾变被一股大力拉扯 整个人顿时不受控制地往后退去 银角兮则不折不挠 继续往前冲 就好像不用他那只银角 捅死洛云英 就是不罢休一样 第167章 想吐血玩玩吗 这时候江辰从洛云英的身后饶了过来 挡在他与银角兮的中间 并一拳轰了过去 这一拳重重砸在银角兮的 那只银色独角上 连一品灵枪都能击断的银角 在与江辰的拳头对碰时 却连他的皮肤都没有破开一丢丢 恰恰相反 挨了江辰这一拳 那只银色独角直接就断开了 拳头势如破竹 打断银角兮的独角之后 威力丝毫不减 又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猫 巨大的力量 直打的银角兮 发出一声惨叫 十几吨重的庞大身躯 竟直接被江辰一拳给击飞了出去 飞出去十几米 才重重落地 但他的脑袋扭转了180度 片刻之后就生机全无了 一拳直接终结他的性命 数十个无人机飞在天上 将所有的参赛者都纳入到了直播之中 分成了很多个板块 而属于江辰的这个板块 是最多人关注的 比之前的夺冠热门选手蒙青山 还多了几十万观众 当看见江辰一拳解决银角兮的时候 弹幕中疯狂刷屏起来 我靠 这一拳的力量好大呀 直接秒杀了那头银角兮 嗯 不过是一头高级凶兽而已 随便一个一匹原武者也能轻松秒杀 至于这么惊讶吗 楼上的麻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刚刚江辰那一拳可有丝毫原力波动 我靠 你提醒我了 难道他刚刚那拳是纯蛮力 不可能吧 就算是原武者 蛮力比普通武者也强不了太多 怎么可能一拳秒杀银角兮 应该是失产了某种拳法武学吧 不过能够一拳秒杀银角兮 说明他失产的武学 对力量的增幅达到了五倍以上 要不然就是武学品阶高 要不就是武学境阶高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说明江辰的武道天赋也不简单啊 我记得资料里江辰的等级 是一匹原武者吧 能用原力解决的事情 非得靠蛮力 太装逼了 杀死银角兮后 江辰转过身关心问道 你没事吧 啊 江辰刚问完 骆云英就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使劲薅起来 刚刚把我头发这么用力 还好意思问我有没有事 你自己感受一下有事吗 骆云英气呼呼地说道 松手 快松手 你这是恩将仇报 我刚刚都是为了救你 救我你就不能拉我的手臂吗 就非得拉我的马尾变 情况紧急 我哪里想到这么多 你马尾变这么长 距离我更近 下意识就抓了 江辰又不好反抗 万一用力反抗 自己八成就得变成地中海了 两人打闹了好一会儿 骆云英这才松开了江辰的头发 看着他手里揪着的头发 江辰欲酷无泪 年少不知头发贵 老来望秃空流泪 江辰可得趁着年轻的时候 保护好自己的头发才行 很奇怪 尹角兮的实力不该这么强的 骆云英皱着没说道 以他的实力 一般的尹角兮 他稍微费点劲 就能将其斩杀 但刚刚那头尹角兮 实力很强 他根本不是对手 嗯 刚刚那头尹角兮 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 都与一品元兽有的一比了 只不过他没有掌握元力 所以不算元兽 江辰点头说道 他和很多凶兽元兽打过 所以很清楚 不同等级的凶兽和元兽的实力如何 刚刚那头尹角兮 除了不能使用元力之外 实力已经达到了一品元兽的程度 骆云英不是他的对手 情有可原 古武一技中的凶兽和元兽 普遍都比外界强 这一点我知道 可这也强得太离谱了吧 骆云英叹了一口气 这么算的话 在古战场一技里 他连高级凶兽都打不过 只能杀一些初级中级凶兽了 江辰击杀银角兮的全过程都有记录 所以他并不需要提取银角兮的某个部位 来所得分的证明 两人便继续往前走 几个小时之后 在江辰和骆云英的面前 出现了若干座木屋 看起来很古朴的木屋 大概十几座的样子 周围还被栅栏围着 看样子就像是一个小型村落 有建筑 说不定里面就有物资 江辰说道 以他以前玩吃鸡的经验来看 一般物资都会放在建筑里面 现在肚子已经有点饿了 嗯 分头行动吧 骆云英说道 有这么多木屋 分头行动效率更快一些 行 有事喊一声就行 江辰点头同意 这些木屋离得不远 就算有什么事 也能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然后 两人便一左一右分开走 江辰走向左边第一间木屋 这间木屋并不大 也就十平米的样子 一眼就能看清楚 里面只有一张拓旧的木床和木桌 但并没有任何的物资 下一个 同样如此 江辰连续找了五六个木屋 都是毛洞没一根 奇怪 按理来说应该有啊 不可能这么多木屋 连一个物资都没有 难道被别人结足先登了 就在江辰觉得奇怪的时候 突然 他耳朵一动 不远处传来打斗的声音 不好 江辰立马反应过来 确实是有人结足先登了 而且 那批人还没有离开 应该是先把左边的木屋搜刮完了 现在在右边 被骆云英给遇到了 想到这里 江辰没有丝毫犹豫 身影化作一道闪电 迅速冲了出去 然后 他就看见一间木屋的门 被猛地砸开 骆云英的身影也从里面飞了出来 落在地上 吐出一口血 运气不错啊 遇到个落单的参赛者 把你击败 应该能得不少分吧 随后 一个年轻男生从木屋里走了出来 他看向骆云英的眼神 就像看待一个猎物 自己认输吧 还可以少受一点苦 如果让我亲自动手 说不定你会在医院里 躺个十天半个月 男生冷笑道 骆云英压根不理他 只是双眸一鸣 然后迅速一个鲤鱼打挺起身 一掌朝着那男生拍了过去 第168章 信号圈收缩 崔心掌 骆云英身体腾空而起 一掌拍向那男生 这一掌 自带按进 在接触目标身体的一瞬间 按进就会渗透入目标体内 直催其心脏 乃是实打实的杀招 然而 那男生却依旧是十分的不屑 只是一挥手 便有一道浑厚的原力冲出 如浪涛席卷一般 骆云英甚至都无法靠近 男生七尺之内 便被那股强大的原力冲击 整个人直接被掀飞了出去 不过下一秒 江辰就来到了骆云英的身后 一只手撑住他的背 替他抵消了大半的伤害 不过剩下的伤害 还是导致骆云英吐出一口血 不是说好了吗 有什么事立马呼救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就喊我 江辰看着骆云英脸色苍白 嘴角还残留着血迹的样子 眉头一皱 如果骆云英再遇到危险的第一时间呼救 以他的速度 绝对可以在一秒内赶到 听着江辰这严厉中带着关心的语气 骆云英目光飘忽 都不敢跟江辰对视了 我太紧张 忘了 紧张 连千万妖皇大军都敢闯 有这份勇气 会紧张吗 说瞎话也不打草稿 你根本就是太要强了 不愿意求救 不过江辰也清楚骆云英的性子 没有拆穿他 坐下来好好休息吧 接下来交给我 江辰扶着骆云英坐在地上 然后便朝着那名男生走去 脸上表情淡然 但目光中散发着森然寒意 此时直播弹幕中再次刷屏 快看 剑仙生气了 剑仙一怒 那不是得服尸百万 血流千里呀 你们发现没有 从比赛开始到现在 剑仙不是在救那位小姐姐 就是在救她的路上 加上这次 已经是第三次了 英雄救美的桥段 独家好喜欢啊 哦哦好希望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能有一位帅气的剑仙哥哥 脚踏飞剑来救我 楼上的小姐姐 我是使双锤的 可以扛着两柄大铁锤来救你吗 滚犊子 呃各位 小弟刚来 请问你们为啥都喊他剑仙啊 你不是因为那个遇剑飞行的视频进来的吗 能遇剑飞行的 还长得这么帅 难道配不上剑仙支撑 嗯 言之有理 就连江辰都不知道 自己在网上已经被冠以剑仙的称号了 他此时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将眼前的这个男生 淘汰 我知道你 江辰是吧 清元室的初赛第一名 不过看你那位女伴的实力 你们清元室的这支队伍 实力普遍应该不强 他在你们清元室年轻一辈中能排第四 但如果是在我们圆州市 连前十都进不了 那名男生嘲讽起来 洛云英哪里受得了这种气 当即就要站起来 别动 好好休息 他的嘴巴是挺臭 我会让他闭嘴的 听了江辰的话 洛云英还是重新做了回去 这里的物资都是被你拿走了吧 有没有疗伤的药物 江辰并没有急着出手 而是问了一句 那男生在口袋里掏了掏 取出一个小资瓶 然后从里面倒出一枚小药丸 有 想要吗 求我 我可以考虑考虑 有就行 江辰说吧 身影一闪 化作一道闪电 冲向那名男生 那名男生的反应 也是迅速 一掌拍出 浑厚的原力 朝着江辰席卷而去 面对那股原力冲击 江辰丝毫没有躲避或是防御 依旧是往前冲 轰 如浪涛般的原力 扑打在江辰的身上 却也只是微微阻碍了他的速度 然后这股原力 瞬间就被冲散了 就像是一盆水 浇在一辆急尺的轿车上一样 什么 那男生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 自己的原力冲击 竟然没有给对方造成半点伤害 甚至连他的速度 都只影响了一点点 这说明 对方的力量和体魄 都是极强的 但江辰可不会 给他思考的机会 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前 一出手 如铁钳般 掐住对方的手腕 用力一鸣 啊 那男生顿时吃痛 抓住药丸的手没了力气 立马就松开了 药丸也掉落下来 被江辰另一只手抓住 张嘴 江辰转头朝着骆云英喊道 这一切都进展得太快了 就连骆云英也没有反应过来 可被江辰救了这么多次 他心里早已对江辰产生了信任 所以听到江辰的话时 他下意识就张开了嘴巴 江辰立马将药丸弹了出去 完美落进了骆云英的嘴里 直播弹幕中 有一说一 有些装逼了 他就不怕扔不准吗 你问这句话 就像我说 我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 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却问我眼睛干不干一样 管他呢 帅就完了 剑仙是真的强 那家伙跟他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甚至连剑仙的剑都逼不出来 还记得他刚刚吹嘘的吗 袁州市的在不在 现在心中作何感想 哼 李轩只是在我们袁州市队伍排名第四 那个江辰可是清元市第一 这怎么比 有本事赢过我们的贺元霸再说吧 李轩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右手手腕都被掐死了 他实在是想不通 对方的力气怎么会这么大 明明他都没有动用元力啊 报岩掌 李轩大吼一声 左手调动元力 瞬间化为浓浓的火焰 是火属性的元力武学 江辰一拳轰去 依旧没有动用元力 就靠着最原始的蛮力 砰 拳掌对碰 李轩掌上的火元素元力顿时爆炸 其威力堪比一枚C4炸弹 但这爆炸的冲击波 也只是吹起了江辰的衣衫 根本造不成半点伤害 怎么可能 李轩顿时就蹦不住了 这可是他最强的一招了 就算是一匹元兽 挨了他这一掌 也不可能毫发无损了 难道这个江辰的体魄 比一匹元兽还强 想吐血玩玩吗 江辰突然问道 啥 李轩一愣 但还不等他弄明白 江辰是什么意思 江辰就松开了他的手腕 然后迅速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 第169章 大裂骨 嗯 肚子挨了一拳 李轩的身体顿时攻成了瞎壮 呲牙咧嘴 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 痛 实在是太痛了 哦 下一秒 李轩就感觉为李翻腾起来 当即就把今早的早餐都给吐了出来 江辰早有准备 在看见李轩喉咙滚动的时候 就知道他要吐了 立马退后几步 这才没有被波及到 咦 居然没吐血 看来是打轻了 那就再加一点点力气了 江辰呢喃一句 然后一个飞腿甩在李轩的身上 喷 又是一声炸响 李轩整个人顿时就飞了出去 飞出十几米 还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这才停了下来 我擦 还不吐血 江辰瞪大的眼睛 挨了江辰两次攻击都不吐血 你压得贫血吗 不行 这样我岂不是很没面子的 那就再加一点点力气 江辰又是失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李轩的身边 然后抬起脚 就对着这家伙猛踹起来 还不吐血 怎么还不吐血 你压是有多贫血啊 江辰每踹一脚 都会停下来看一眼 发现李轩还没吐血 然后就会继续踹 这一幕 看得直播间的观众们 都是一阵唏嘘 突然感觉那家伙好可怜啊 话说 剑仙哥哥 怎么这么执着于吐血啊 刚刚他的那个同伴吐血了 他这是在给同伴报仇呢 呜呜呜 如果换作我 我肯定超感动的 这个江辰有些过分了 不过是一场比赛而已 至于这么侮辱人吗 不想被侮辱 那就认输呗 李轩被江辰踹的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他也算是搞清楚了 自己绝对不是那江辰的对手 于是就要摁手环上的求救按钮 这也将意味着认输 然而 就在他准备摁求救按钮的时候 江辰一脚把他的手给踹开了 不行 等我把你打吐血了再认输 不然我将某人很没面子的 还有这说法 不吐血不给认输 李轩差点被气得吐血了 嗯 他反倒是希望自己气吐血 可惜吐不出啊 江辰又连续挤脚 踹在李轩的身上 他终于忍不住了 等一下 李轩怒吼一声 江辰还真的停下来了 看向李轩 难道他要开始反击了 你气人太甚 我 我自己来 李轩说着 就握拳在自己的胸膛处猛锤 然而 除了痛得他不停咳嗽之外 压根吐不出血 这一幕 看得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惊呆了 我靠 我以为他说气人太甚后面 应该会反击来着 怎么还自残了呀 他是在学人员锤胸吗 这怎么可能会打吐血呢 我觉得他还不如咬破舌头 那也算是吐血吧 楼上这位思路很新颖啊 可惜 李轩看不到直播间里的弹幕 不过他却想到了另一种办法 捶胸没用 那就捶脸 李轩一拳重重砸在自己的嘴巴上 啪哒一声 一颗牙齿直接脱落 李轩眼前一亮 猛吸一口血 然后吐了出来 我吐血了 我吐血了 现在我可以投降了吧 你牛 江辰忍不住给李轩点了个赞 对自己也太狠了吧 话说你用这种办法 为啥不直接咬破舌头呢 总比掉颗牙要好吧 那你认输吧 李轩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按下了求救按钮 这也代表着他认输了 按下求救按钮的瞬间 李轩的身影就开始扭曲 然后消失不见 在他原来站着的地方 留下了几样物品 一把一品铃刀 几包压缩饼干 和几瓶矿血水 这应该就是李轩 从那些木屋里得到的物资了 食物和水 最基础的生活物资 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选手江辰 淘汰选手李轩 江辰和陆玉英的手环中 同时响起一道机械音 看来一旦有选手被淘汰 都会通过手环 告知所有的参赛者 与此同时 在地图的某处 一个头发偏短的青年舞者 听到手环传来的提示 眉头皱起 李轩这么快就被淘汰了 江辰 有点印象 好像是青元氏的第一名吧 哼 敢淘汰我的人 记住你了 你的灵枪断了 就先用这把灵刀吧 江辰将那把一匹灵刀 递给了骆云英 虽然骆云英主修的是枪法 但刀法也学过一些 用起来不会太过生疏 压缩饼干和矿泉水 江辰也分给了骆云英一部分 吃完之后 饥饿感便消失了 再去看看其他木屋 有没有物资吧 江辰建议道 不过这一次 他们要一起行动 很快 剩下的几间木屋都搜完了 只找到了一瓶 恢复体力的药丸 将物资都收好 江辰和骆云英 便继续在附近游逛 又是两小时之后 请注意 信号圈将在十秒后更新 突然 江辰和骆云英的手环 同时响起机械音 他们连忙打开 手环的立体地图投影 十秒过后 信号圈出现了 在地图的东南角 覆盖了全体图 差不多三分之二的面积 仅于24小时内 抵达信号圈内 否则将被淘汰 机械音再次响起 信号圈开始收缩了 信号圈与我们的直线距离 是500多公里 真实路程应该在800公里左右 在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况下 我们肯定能提前赶到 但就怕遇到挡路的 骆云英皱着眉头说道 运气还是不够好 像那些被传送到地图 东南角的选手就很舒服 都不需要走动 就在信号圈里 怕啥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江辰咧嘴一笑 倒是丝毫不慌 这里应该没有什么 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存在 走吧 想太多也没用 先往信号区的方向走 江辰说道 骆云英也没有意见 之前吃了疗伤药丸 现在伤势已经痊愈了 两人便朝着东南方向赶了过去 第170章 老司机开车了 有人要上车吗 有地图指引 倒也不用担心走错路 这一路上 江辰和骆云英 又遇到了好几拨凶兽和元兽 都跟之前的引脚膝一样 实力比外界更强 而且脾气也相当暴躁 基本上一见到人 就是不死不休 骆云英没有出手 全都被江辰给解决掉了 正如江辰所说的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根本就没有谁拦得住他们 不小几个小时 他们便抵达了信号圈的边缘 不过 在他们的前边 出现了一个巨深巨宽的大裂谷 一眼望去 两边至少相隔几十公里 深度也是在数千米之距 而信号圈的边缘线 就在大裂谷的另一头 也就是说 要想进入信号圈 就得先跨越这数十公里的大裂谷 此时 在大裂谷的这一边 除了江辰他们 还聚集着数十人 全都是被那数十公里宽的大裂谷 给拦住了 如果只是几百米 或是上千米 努力一下 靠着青宫身法 说不定还可以跨越过去 但数十公里的距离啊 青宫可不是飞行 当看见又来了两个人之后 有人忍不住苦笑道 你们来晚了 通往对面的锁桥 已经不知道被哪个混蛋给砍断了 江辰文言看过去 确实是有一个铁锁桥 不过已经断了 用肯定是用不了了 哎 本来还想着争取一下夺冠 没想到 却被一个大裂谷给拦住了 说起来还是运气不够好啊 没有被开局传送到信号圈里 大家也别灰心 咱们这么多人 一起想想办法 集思广益 说不定能想到通过的方法呢 是啊 现在还有十几个小时 咱们人多力量大 困难总比办法多 哦 你说反了吧 还是有人不甘心 就这么被淘汰 一个个绞尽脑汁思考起来 要不绕路试一试 我已经看过地图了 这座大裂谷 长达数千公里 绕过去肯定来不及 那要不试试跳下去 然后从下边过去 兄弟 几千米深啊 你敢跳 就算跳下去不死 你之后又怎么上去呢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些人都急了 谁说三个臭皮匠 顶格诸葛亮 他们几十个臭皮匠 十几个天才精英 都想不出好的办法 你在想什么 骆云英见江辰在发呆 不由好奇问道 他可是记得 江辰会遇见飞行的呀 这点小问题 应该难不倒他才对呀 我在想 该怎么定价呢 江辰摸着下巴 啊 骆云英一阵猛 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 没事 我先送你过去 江辰说着 便一把抓住 骆云英的手臂 然后朝着大裂谷冲去 大小节驾到 通通闪开 江辰一边冲一边喊 骆云英的脸 顿时都修成红苹果了 你跑就跑 非得喊一嗓子吗 还说出这种台词 但不得不说 江辰这一嗓子 还是很管用的 那些参赛者们 一个个像是在看神经病一样 纷纷散开 江辰就这么拉着骆云英 冲进了大裂谷 然后嗖的一声 掉了下去 我靠 这兄弟是有什么想不开的吗 为了个比赛 不至于连命都不要吧 疯子 简直就是疯子啊 那些参赛者们都惊了 纷纷朝着悬崖下边望去 但当他们看见 下边的一幕时 更惊了 只见江辰和骆云英的身影 竟然慢慢飘了起来 并没有下坠 而是往上飘 这尼玛牛顿的棺材板 快压不住了呀 难道这座大裂谷下边 没有重力吗 要不你试试 古恩 你怎么不试 试试就试试 很快 江辰便带着骆云英飞至半空中 众人这才看清楚 哪里是没有什么重力 这两人根本就是在遇见飞行 我宁愿相信是大裂谷 我靠 遇见飞行 这也行 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曾听家中长辈提起过 有一些剑道宗师 是可以做到短暂的遇见飞行的 不过这家伙才多大 难道就是剑道宗师了 不可能 他若是剑道宗师 这比赛还有必要参与吗 我就从未听说过 有24岁以下的宗师 有可能是觉醒的异能吧 觉醒者千七百怪 什么都有可能 这大裂谷拦不住他了 哎 真羡慕啊 江辰就这么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 带着骆云英遇见 飞向了大裂谷的另一边 毕竟也是刚学会遇见飞行 没有什么经验 不过慢慢的也越来越熟练了 速度也就能适当加快 半个多小时后 他们便成功着陆 幸好你能遇见飞行 不然我们连第一波戏好拳收缩 都挺不过了 骆云英输了一口气 那道大裂谷 至少就能淘汰掉 一半以上的参赛者 你就在这儿等我 别乱走 江辰对骆云英嘱咐了一句 便要再遇见飞回去 骆云英健壮 赶忙阻拦道 你还回去干嘛 去做生意啊 把他们接过来 然后收购路费 江辰说道 你疯了吗 他们和我们是竞争者啊 哪有帮自己的竞争者的道理 骆云英都觉得 江辰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别为了一点赢头小利冒险 你觉得我只是为了那一点过路费 不 你仔细想想 如果他们因为 没有及时进入信号圈就淘汰了 算谁得分呢 骆云英文言 似乎猜到了江辰的想法 所以你是想 淘汰三赛者 是可以或个人得分的 把他们接过来 然后再淘汰他们 一键双雕 江辰觉得自己 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商业奇才 接他们过来 能收一份过路费 淘汰他们 又能提高个人排名 简直是将他们的价值 发挥到了极致 可他们这么多人 你有把握吗 骆云英有些担心 你见我什么时候 怕过人多 江辰不屑一笑 千万妖皇大军 还有数万寿人的安城 他都闯过 现在才区区几十个人 跟之前的经历比起来 简直就是过家家好吧 第171章 淘汰30人 骆云英没再说什么了 和江辰认识这么久 他也知道 江辰做出的决定 不是他三言两语 就能改变的 然后就见江辰越飞越远了 咦 剑仙怎么又折返回去了 难道是有什么东西 落在那里了 直播间里 观众们纷纷发出疑惑 刚刚江辰再一次的遇见飞行 又为直播间 引流了几十万观众 已经快要突破300万了 此时 大猎谷的那一边 那些参赛者们 还在集思广义 思考着怎么过去 我不管了 跟你们在这瞎想没用 我还是试试绕路吧 总比在这里发呆强 有人立马不耐烦了 转身就要走 他这举动 也带动了不少人 然而 就在这些人 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 身后响起一道声音 上车了 上车了 老司机 有保障 为您出行 保驾护航 这道声音一响起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然后 他们就看见江辰脚踏飞溅 又飞回来了 他来干嘛 不会是来嘲讽我们的吧 没听到他刚刚说的话吗 他是来接我们的 小夕有诈 我们是竞争关系 他怎么可能愿意帮我们呢 有人警惕起来 都觉得江辰不会这么好心 不要九一九千九百万 也不要九千九百九十万 只要九百九十九万 送您进卷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哈 江辰继续打着广告 将近一千万一个人 这里几十个人 那就是几个亿啊 小钱钱 全都是小钱钱啊 一听到江辰说要钱 这些人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们肯定不相信 江辰会好心帮他们 只是一直想不通 江辰有什么阴谋 现在想通了 原来他是想趁机赚一波啊 一千万 虽然挺贵的 但跟新人王大赛比起来 绝对是值得的 他们可不甘心 就这么说 终于 有一个人喊了起来 真的只要一千万 就能送我过去吗 江辰顿时眼尖一亮 赶忙冲着那人点头 真是有效 同搜无期 七天有理由也不退换 你说啥 我是不是听错了 我现在没钱 先欠着如何 欠账 江辰眉头一皱 出去之后 天涯海角 谁知道你跑哪去了 不过仔细一想 进来的时候 除了一把初始的武器之外 确实不能带其他东西 一阵思考之后 江辰还是同意了 欠账可以 但你得对着那个无人机说一遍 就说你叫什么名字 欠我多少钱 并约定什么时候还清 外边的人都是通过无人机 直播这里的画面 这样一来 他们应该就不好意思 欠账不还了吧 区区一千万 我还不至于为了这点钱骗你 一个财大气粗的参赛者 很是不屑地说道 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江辰怂怂肩 然后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那些人 一副你们不照做 就别想上车的姿态 我时间管够 倒是你们没有多长时间考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江辰带他们通过大猎谷 也需要时间 而且还只能一个一个带 终于这些人还是顶不住的 立马就有人 抬头看向天上的无人机 然后咬着牙说道 我刘磊 见江辰999万华国币过路费 出一季之后立刻还清 以此为证 我张成 欠 我刘磊 有人带头 很快 30多号人齐齐抬头 看向无人机的方向 打起了欠条 这种方式打欠条 还是有史以来独一份 此时 直播间里沸腾了 我靠 这场面 前所未见啊 以陆平 到时候要是有人欠钱不还 我就把这个视频 卖给建仙 楼上的好狗啊 陆平中 原来建仙折返 居然是做生意来了 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想到赚钱 建仙的脑回路 真不是我们这等烦人 可以企及的 999万的过路费 怕不是史上最贵过路费了吧 建仙还真是个商业奇才 呵呵 以我看不是奇才 而是蠢才 这些人都是他的竞争对手 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 不是蠢才 还是什么 你懂什么 建仙就是不想用这种卑劣的方式赢 他要赢 就要光明正大的赢 等到所有人都录完了欠款视频之后 江辰这才满意了 排队上车 一个个来 保证你们在信号圈收缩之前 进入安全区 江辰说道 那些人倒也配合 抬起队来了 然后 江辰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一次带一个人 遇见往对面飞去 随着来回次数越多 江辰遇见飞行的熟练度 也越高了 不但飞行速度加快 到了后面 他甚至可以同时带两个人了 就这样 在信号圈即将收缩的时候 江辰终于将最后一个参赛者 也安全送到了对面 这时候他才发现 那30多个参赛者 竟然没有一个离开的 刚刚洛小姐说 让我们先留下来 你还有事要跟我们讲 说吧 什么事 其中一个人问道 江辰立马看向洛云英 后者对他挑了挑眉 就好像在说 我帮你把他们留住了 接下来就看你了 江辰对洛云英 竖了个大拇指 点赞 确实有一件事 我的卡号是 62208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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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5029 你们出去之后 记得立刻往里面转账哈 江辰说道 那30多人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真以为他们会赖账 不过才999万而已 他们都当着几百万人 打了箭条 怎么可能赖账 对他们而言 这点钱可比不上自己的面子 急什么 还扫着呢 等我们出去之后再说 不扫不扫 你们马上就要离开古战场一计了 现在不告诉你们卡号 怕待会儿就来不及了 江辰微微一笑说道 而那30多位参赛者 一听到江辰说这话 顿时所有人的脸色都垮了下来 他们怎么会听不懂江辰这句话的意思 马上就要离开了 意思是 他们马上就要淘汰了 第172章 找到你了 大老鼠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觉得 你一个人可以击败我们30多个人吗 顿时就有参赛者不懈倒 虽然江辰遇见飞行这一手段 很是神奇 但他们顶多觉得 江辰是觉醒了相应的异能而已 真论实力 他们不会比江辰差 哼 看在你带我们过来的份上 原谅你一次 我们走 那些人显然都不把江辰的话当回事 转身就要走 我可没让你们走 但江辰的声音随即就在他们身后响了起来 顿时 那30多个参赛者同时停住了脚步 并且一个个面色不善起来 本来江辰让他们当着百万观众的面打箭条 就已经让他们很不爽了 现在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他们 如何能忍 本不想与你计较 你却得寸进尺 这么想被淘汰是吧 我就成全你 其中一个脾气暴躁的参赛者忍不住了 朝着江辰就冲了过去 抡起拳头就砸向江辰 赠 然而 就在对方已经冲到江辰进前 并且一拳即将击中江辰的时候 突然 一道剑光闪过 下一刻 一把剑就横在了那人的脖梗上 速度快到 没人看得清 而那个脾气暴躁的参赛者 感受到脖子处传来的森然寒意 顿时就是身体一僵 动都不敢动一下 乖 我送你离开 江辰一脸和善地微笑 然后伸手在对方的手环上 轻轻一摁 全程 他都不敢有任何反抗 因为他丝毫不怀疑 但凡他敢动一下 这把剑就能在自己脖子上 留下一道印记 球球按钮被摁 那参赛者的身影便快速扭曲起来 剑剑消失不见 送完一位 江辰又看向剩余的参赛者 你们是想自己走 还是我送你们 江辰问道 依旧是一脸的和善 只是他这副和善的笑脸 在其他人看来 根本就是阴邪的笑 他的剑好快 我刚刚什么都没看清 他居然一剑就制服了刘涛 我记得刘涛应该是一匹原武者吧 没错 刘涛实力不弱 不过应该是他轻敌了 就算轻敌 也足以看出那家伙的强大 我们要小心了 那些参赛者开始有些忌惮了 你是很厉害 但我们这么多人 若是一起出手 你也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一人朝着江辰喊道 是吗 那你们尽管试试 江辰表情淡定 信息十足 那些参赛者们纷纷对视起来 真要一起上吗 就算能赢 也是胜之不武 直播这么多人看着呢 要是让别人说他们以多欺少 那岂不是很没面子 默默唧唧的 你们不来 那我就来 江辰见这些人 都没有出手的打算 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便主动朝着 那三十多位参赛者冲了过去 江辰一主动 他们自然就没法 在原地不动了 立马就对江辰发起了攻击 金光护体 面对三十多个年轻舞者的精英 江辰也不敢大意 立马就催动护体金光 然后冲进那三十多人的人群之中 与此同时 那三十多个参赛者的攻击 也全部落在了江辰的身上 将 洛云英见此一幕 不由有些担心 但很快 他就看见一个个参赛者 被击飞了出去 砰 砰 砰 江辰每一拳 都能击飞一个参赛者 而他们的攻击 打在江辰护体金光上 只能造成一点点连衣 根本就无法将其击破 哼 连安城那些受人的攻击 都伤不到我 就凭你们 江辰冷笑一声 特别是强闯实验室 那时遇到的兽人 实力普遍都在 一二品元兽的水准 而此时 他面对的这些人 虽说都是各地 年轻舞者中的精英人才 可实力普遍 也并不是很强 甚至还有十多个高级舞者 等级最高的 也才是二品元舞者 江辰都甚至不用初见 流星神拳 江辰在原地转圈 一道道拳影 顿时就朝着四面八方 积舍而出 一秒五百拳 每一拳的威力 都能达到几十吨 这还是江辰 有意收敛了力量 否则 就凭这些菜鸟 爱他全力一拳 不死 也得变成植物人 我靠 剑仙这要牛逼的吗 以一敌三十 还能这么从容不破 不牛逼 怎能称剑仙 可他没出剑啊 剑仙出剑 必是血流千里 浮尸百万 但这只是比赛 他不想下厮守 你这么夸剑仙 莫非是他的头号粉丝 那当然 江家别墅里 江小白不停地敲击着键盘 还不时感叹 江辰哥哥果然帅 爷爷虽然也能遇见 可是跟江辰哥哥比 差远了 这才是真正的剑仙 江宗师 RT 五分钟之后 还站着的 只剩下江辰了 至于骆云英 这家伙正坐在地上 嚼着压缩饼干看戏呢 那三十多个参赛者 轻一色都躺在地上打滚 挨了江辰这一拳 虽然没有受什么重伤 但是真的疼啊 都说了 你们自己离开 多好 非但劳烦我 江辰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一人身旁 然后亲自帮他 摁了手环上的 求救按钮 那位参赛者的身影 渐渐消失不见 其余的那些参赛者 也都受到了 同等的待遇 有些还想反抗一下的 直接被江辰赏了一脚 然后就只能 老老实实离开了 选手江辰 淘汰选手刘丽 选手江辰 淘汰选手张成 选手江辰 淘汰选手刘磊 选手江辰淘汰 手环里不断响起提示音 并且是还在 不停震动着 我靠 手环出问题了吗 怎么想个不停 这个江辰 到底是何方大神啊 这是几秒 就能淘汰一个人吗 十个了 二十个了 怎么还没停啊 我靠 三十个了 此时 在一季中 不同区域的参赛者们 都不约而同的 停了下来 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同时几百三十多人 所以 是我疯了 还是整个世界都疯了 第173章 五人小队 身临之中 蒙青山听着手环中 连续不停响起的提示音 眉头皱起 江辰 没什么印象啊 他当然对江辰没有印象 以他的骄傲 甚至都不屑去了解 其他队伍的信息 所有参赛者里 真正能让他有所关注的 不超过五人 同时淘汰三十二人 即便是我也不可能做到 想来 他应该是用了 某些阴谋诡计吧 不过这样一来 他也成了我的敬敌 淘汰三赛选手 是提升个人排名的主要方式 接下来 我也得往这方面努力了 蒙青山泥南一声 而后一刀斩过 轰隆隆 刀过之处 响起雷声轰鸣 一头四米高的巨猿 直接被斩成两半 可惜我的九级雷斩 迟迟无法突破到大城境界 不然实力 还能再提升一个档子 蒙青山叹了一口气 小城境界的九级雷斩 便能令他越级斩杀三匹元兽 若是能够达到大城境界 他有把握 即便是五匹元兽 也能与之一斩 只是 小城与大城之间 犹如鸿沟 难以跨越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你把他们接过来 却是想把他们送走 大猎谷的另一头 骆云英看着散落一地的物品 都是那些参赛者 被淘汰之后留下的 我这是助人为乐 他们肯定不甘心 被戏号圈给淘汰掉 所以我就亲手淘汰他们 你看我多善良 江辰眨眨眼睛 露出善良的光芒 骆云英顿时就无语了 淘汰人家之前 还得先坑人家一笔钱 谁家好人这么狗 行了 江辰将一把灵枪扔给了骆云英 这应该不是从外面带进来的初始物品 因为这把枪是三品的等级 应该是哪个幸运的参赛者获得的物资 不过现在都便宜了江辰和骆云英 嗯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带出去之后 可不可以算我的 江辰打量着自己的战利品 也有不少好东西 可惜现在无人机一直在直播 否则他直接就打包扔进玉佩里了 将东西收拾好之后 江辰和骆云英便继续赶路了 已经进入了安全区 那么接下来便是继续猎杀凶兽 袁兽以及搜寻物资了 搜寻物资可以不用着急 刚刚获得的战利品里 就有不少的食物 水以及药物 扑斥 江辰一剑斩杀一只体型庞大的毒蟹 目前为止 遇到的袁兽最强也才二品 根本扛不住江辰的一剑 江辰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等级啊 骆云英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能够轻松击败三十多个参赛者 二品袁兽一剑秒杀 你说只有一品原武者的等级 谁会信 你问等级的话 确实只有一品 那真实战利呢 江辰想了想 最后摇了摇头 不想说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还没人可以逼出我的真正实力 江辰实话实说 他经历了这么多 但遇到的对手 要不就是强如宗师 要不就是太弱 根本逼不出他的真实战利 以至于江辰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到底实力如何 如果让他估摸着猜的话 应该是无品左右 毕竟他现在就算不施展武学 仅凭蛮力 都能堪比三品袁兽了 他的龙元之力 也远比普通的三品元武者更强 说话间 二人走进了一片山林之中 虽说是山林 里面都是苍天古树 但却并没有生机勃勃的感觉 恰恰相反 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阴僧感觉 这些树母 就好像都来自地狱一样 真不知道 洛云英苦笑一声 刚想感慨些什么 一旁的江辰却突然停了下来 躲在暗处的老鼠 跟了这么久不累吗 也该现身了吧 江辰突然说到 洛云英文言 先是一愣 但身为军人世家的他 反应也是极其敏捷的 立马就提枪警戒起来 然而 他环顾四周一圈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人 甚至连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人躲在哪 洛云英连忙问道 他在军队里 曾跟着学过一些侦察课 如果附近有人潜藏 他应该多少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才对的 哈哈 没事 活跃一下气氛 江辰却突然哈哈一笑 洛云英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刚想喷江辰几句 就被江辰抓住手臂 拉着往前走 走吧 抓紧赶路 洛云英没有再说话了 江辰突然这样 肯定有问题 他要做的 就是配合 又走了没多久 江辰再次停下来 怎么了 洛云英顿时紧张起来 随时做好出手的准备 然后他就看见江辰缓缓蹲下来 没事 鞋带松了 洛云英突然很后悔 要跟江辰一起行动 两次了 不知道人吓人 会吓死人吗 但很快 眼尖的洛云英就发现一个问题 江辰的鞋 压根就没有鞋带 你 洛云英刚准备说话 就见江辰一把抓住地上的一颗石头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左边扔去 找到你了 大老鼠 So 石子硬是被江辰扔出了子弹的气势 超过了音速 瞬间就飞出了几百米 但就在这时 石子所飞的方向 一道黑光迅速击射而来 砰 黑光击中石子 瞬间就将其击碎 速度只是减弱了一丢丢 但威力不减 继续朝着江辰和洛云英射得过去 小心 洛云英大叫一声 提枪就要刺去 但江辰的速度更快 竟然直接伸手 朝着那道黑光抓去 手不想要了 在距离江辰数百米远的一棵树上 蹲着一道身影 见江辰竟然打算空手接自己的灵箭 而且还不释放原力护体 顿时吃笑一声 他这一剑 即便是以一品元兽的强大肉身 中招也得受重伤 那家伙竟敢空手应接 断臂的结果都是轻的 然而 接下来的一幕 却令他的眯眯眼 硬是瞪大了起来 第174章 一人战一队 钉 黑光撞击在江辰的手上 顿时就响起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剑 江辰这才看清楚了那道黑光是什么 是一只箭矢 箭矢之上附着了黑色的原力 瓮 突然 箭矢之上的原力产生剧烈的波动 退 江辰连忙伸手将身边的鹿云鹰推开 一秒之后 箭矢上的原力轰然爆炸 蹲在数百米之外 一棵树上的那道黑影 箭子一幕 咧嘴露出一道冷笑 虽然空手接住他的一剑之威 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但后面的爆炸才是重点 只是可惜 如果箭矢刺穿了他的身体 再发生爆炸的话 效果会更好 这样 洛云鹰虽然被江辰及时推开了 并没有被原力爆炸伤到 但还是被冲击波震得摔倒在地 蹲在树上那道身影 起身就要离开 他对自己这一剑的威力 有绝对的自信 对方或许不会死 但必受重伤 然而 他刚一动 就陡然停了下来 耳朵微动 然后立马转头 望向江辰的位置 秀 只见那茫茫沉雾之中 一只黑色箭矢 如同紫带一般 迅速朝着他的方向射来 距离太短 速度太快 他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 眼看着那只剑 就要刺中他的时候 侧边突然飞出一柄大铁锤 将那只黑色箭矢 给硬生生撞飞了出去 扑通扑通 几道身影 纷纷从树上跳落而下 加上最开始射箭的那个 竟然有五个 一整个小队 白礼 你小子之前不是总吹嘘自己的剑术 有多厉害吗 不是说一剑能射死一匹袁兽吗 怎么着 这才比赛开始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就展露出这种水平 嘖嘖嘖 一个飞头大尔 肩上扛着一柄大铁锤的年轻武者 语气阴阳怪气地说道 然后朝着他刚刚扔出的大铁锤走去 那名眯眯眼的剑手 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进入古战场一季的初次战斗 他本想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所以 在看见有人出现的时候立马就发起了攻击 结果第一次就遇到个硬查 哼 我只是轻敌了而已 谁知道那家伙主修横练武学 体魄这么强 剑手白礼川满脸都写着不服 他认定了江辰一定是主修横练武学的 体魄很强 所以挨了自己一剑才会没事 不 你到现在依旧还是轻敌了 那个人不只是体魄够强 力量也很强 刚刚射向你的那剑 无论是威力还是速度 都不比你射出时差多少 你有灵弓的加持 可对方用的只是手 一个沉着冷静的年轻武者说道 力量防御都这么强 看来他们队伍集合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不简单了 哼 力量强 能有我强 肥头大尔的铁锤武者表示不服 还抡起他的两柄大铁锤对碰了一下 发出咚咚的巨响 一般武器主修锤法的力量都是墙下 行了 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 一起解决掉那两个参赛者再说吧 无人中唯一的女子说道 她应该是这支队伍里的领导者 有着绝对的权威 她一发话 其余几人顿时都闭了嘴 这时候飞扬的尘土散去 江辰的身影也显露了出来 虽说刚刚的爆炸威力很大 但她的金刚霸体可是已经修炼到了第九重 哪怕不释放金光护体 体魄强度也能堪比以防御著称的二比元兽 不过不释放护体金光还是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身上的衣服不抗燥啊 此时的江辰穿着就跟乞丐一样 身上的衣服裤子满是破洞 好在某些关键的位置没有暴露出来 不然被无人机直播出去 江辰就相当于在大街上裸奔了呀 快看剑仙吃扁了 原来他也不是无敌的呀 哼你懂什么 剑仙哥哥刚刚是为了保护同伴 所以来不及躲开 再说了他也没有受伤啊 行行行你是剑仙的铁杆粉丝 我不跟你争 有一说一 剑仙此时看起来虽然狼狈 但确实没受伤 你们看他露出来的皮肤 这么光滑嫩嫩的压根就没有受伤 咕咚咽口水 剑仙的皮肤真好啊 比我一个女的还光滑细嫩 羡慕 哇剑仙还有肌肉哎 八块腹肌呢 型号Omega反鞋杠型号 刚刚那个剑手是雨水式的百里穿吧 听说他的剑术超强 曾以一剑射杀过铁甲锡呢 那出城的防御 比很多二匹元兽还强啊 这说明 剑仙的防御超越了二匹元兽 哼 都怪那个百里穿太菜了 他要是再强一点 说不定剑仙录得更多呢 瑟瑟表情包 就是不知道 那时候直播间会不会被封 直播间里 许多女司机暴露了本镜 江辰震惊 我竟成了擦边主播 没事吧 洛云英连忙走到江辰身边 还行 就是衣服破了 哼 待会儿得讹死他们 江辰恶狠狠地说道 买衣服不要钱啊 这一套下来得好几十块钱呢 下次遇到这种事 顾好自己就行 我能保护好自己 这已经不知道 是江辰第几次救他了 洛云英生性骄傲 根本不喜欢被保护 好好好 听你的 江辰点头答应 怎么听都是敷衍的语气 不过这种场合下 也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此时 那五人已经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看他们的站位 肯定是提前就演练过的 剑手在后 蓄势待发 一个两米多高的铁塔肉坛 站在剑手身边 时刻保护好他 手持铁锤的大块头为主攻 在他的左右 分别是一男一女 女的长得并不漂亮 甚至可以说有些丑 她的左眼周围 有着紫色的胎迹 显得有些吓人 至于那个男的 倒是挺英俊的 当然 跟江辰肯定没法比 那女人手握两把短刀 走的应该是刺客路线 刺客以敏捷快攻为主 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 轻易不出手 一出手便是杀招 第175章 要我帮忙吗 知道他们是哪个队伍的吗 江辰问道 之前韩秘书给的资料 他并没有看多少 不过洛云英当时看得挺仔细 是雨水士的队伍 韩秘书给的资料里注明 雨水士的队伍综合实力 在所有队伍里能抬进前八 只有那个使双锤的大块头 是巅峰高级舞者 其余四人都是原舞者 其中那个女的名叫金科 实力最强是二匹原舞者 擅长隐匿袭沙 也是雨水士出赛的第一名 还有那个使双锤的 名叫裴蒙 虽不是原舞者 但却天生神力 他在不使用武学的前提下 一锤能够造成数吨的威力 剑手名为百里川 他的实力你应该清楚 洛云英语速极快 将那支队伍的大致情况 说了一遍 不过江辰却注意到了 那个使双锤的裴蒙 天生神力 仅是巅峰高级舞者 就能拥有数吨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已经超越人体极限了呀 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出现几个例外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为什么之前 韩秘书没有特别指出 那个裴蒙 韩秘书之前 特别标注了几个人 比如夺冠热门蒙青山 觉醒者 同月等等 但却并没有这个裴蒙 或许是韩秘书认为 这个裴蒙对你 没有威胁吧 他虽然天生神力 但除了力量特别大之外 其他方面都只是 普通的高级舞者水平 如果是单挑 即便是我 也有把握赢他 只要依靠身法技巧 不被他击中即可 洛云英解释道 所以资料里对这个人 并没有特别标注 天生神力 听起来牛逼 但其实还不如 武道天赋高一些呢 除非是跟江臣一样 拥有神像郑玉进 这种逆天的避凉法门 否则 纯粹的蛮力 是远不如原力 那么好用的 经过洛云英的解读 江臣对眼前的这支队伍 也有一些了解了 四个元舞者 一个天生神力的高级舞者 不难对付 只是他们若是搭配默契的话 或许会有一点点麻烦 要不你还是先 算了 随你吧 江臣本来想让洛云英夺 一边看着就行 但一与他对视 江臣就知道 不可能的 以洛云英的骄傲 绝对不可能躲起来 保护好自己 不用你说 我知道 上 这时候 荆轲一声令下 武人便朝着江臣和洛云英 冲了过去 荆轲身上突然释放出 黑色的元力 下一刻 他整个人就消失不见了 躲在暗处 准备偷袭 手持铁锤的陪蒙 一马当先 冲向江臣 轮起两柄 大铁锤 就朝着江臣杂句 秀 秀 秀 大铁锤落下的同时 百里川对着江臣连射三剑 三剑齐发 对准了江臣的上中下三路 显然 这个百里川的主要功能是干扰 大铁锤 以及那三剑 江臣不可能同时接 金光 江臣立马催动 护体金光 当 当 当 三只剑射在江臣的身上 却根本扑不开金光 或许是不想波及队友 所以 这次的剑并没有爆炸 与此同时 陪蒙的两柄大铁锤 也落了下来 江臣没有选择撤退 而是挥拳迎击 以拳头 硬抗零武铁锤 根本就不序 砰 砰 两声巨响 江臣的拳头 就好像两把小型的零锤一般 与那两柄大铁锤碰撞 竟然硬是将其 砸得包陷了下去 天生神力的陪蒙更是被这股力量 给阵的双臂都抽筋了 连退好几步 直播间里 剑仙牛逼 一人打一队 切 这有什么 没看之前 剑仙直接淘汰三十多个人吗 那不一样 那三十多个人 分属不同的队伍 打法杂乱无章 但他们五个配合默契 还是挺难对付的 你们看 剑仙刚刚竟然只靠拳头 就把陪蒙的零锤给打得凹陷了 我靠 他的拳头是零物装备做的 剑仙不但能御剑 力量也这么强 那个陪蒙是天生神力 剑仙居然能击退他 而且看样子 剑仙好像全程都没有使用原力 观众们发现 看得越久 就越看不透江城 一开始的御剑飞行 就已经是封神场面了 现在居然靠蛮力 都能力压天生神力的陪蒙 还有什么 是你做不到的吗 江城的热度一路飙升 直接就像圆夺贯热门 蒙青山远远甩到后面了 就连蒙青山的很多支持者们 都纷纷转到了江城这边 没办法 剑仙的魅力实在太大了 树林之中 俯鼓掌 那沉着冷静的年轻舞者 一掌拍出 顿时 一股紫色的原力 如毒液一般喷出 紫色原力一触碰到 江城周身散发着的金光 立马就发出 痴痴痴的响声 竟然在腐蚀江城的护体金光 可惜 江城的护体金光太强了 就是任由他腐蚀个几天几夜 也别想破开 秀 又是一支箭射出 江城依旧没有躲 一把将其抓住 砰 这一次附近没有队友 所以 百里川直接引爆了剑上的原力 江城没有释放护体金光的时候 这原力的爆炸都伤不到他 更何况现在呢 江城反手就将那支箭扔了回去 铁塔壮汉手持盾牌 挡在百里川的前面 当 箭矢射在盾牌上 爆发一声巨响 盾牌竟然被硬生生击退了几厘米 被箭击中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凹陷的痕迹 而那支箭更是不堪重负 连箭头都碎掉了 不可能 你不可能比我力气大 啊 裴蒙不敢相信自己在力量上竟然输给了别人 气得他狂吼一声 不顾手臂的伤势 再次抡起灵锤砸向江城 江城依旧是以拳头迎击 这一次拳头击打在灵锤上 直接将其击飞出去 裴蒙根本抓不住了 两柄灵锤全都飞了出去 江城一个飞腿踹在裴蒙的胸膛 裴蒙除了力气大之外 提破也就跟普通的高级舞者一样 被江城一脚踹中 整个人直接就飞出去几十米 胸锥断了几根骨头 吐血不止 这还是江城收了力 不然这一脚能要他的命 第176章 身上的味道出卖了你 剑鱼 羞羞羞 百里川蓄力结束 直接来了个万箭齐发 这一次的剑矢不是实物 而是原力所化 漫天剑鱼顿时朝着江城射去 流星神拳 顿时数百拳砸出 在江城身前化作无数道 如流星般璀璨的拳影 那些射向他的原力剑矢 在触碰到拳影的瞬间 就立刻被击打得粉碎 麻烦 先解决你 江城看准百里川脚下一动 奔雷闪 他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闪电 眨眼间便出现在了百里川的面前 剑手最怕被对手记身 但好在他有肉坛保护 铁塔装汉立刻挡在了百里川的前面 抓着那两米多高的盾牌 朝着江城顶去 暴血无双 雄行拳 心跳加速 江城的体质瞬间增强一倍 与此同时 巨熊虚影升腾而起 巨大的熊掌朝着那盾牌冲击而去 砰 这一拳直接将盾牌砸出一个大洞 拳头威势不减 继续砸在那铁塔壮汉的身上 扑斥 铁塔壮汉哪怕体魄强大 也强不过零五盾牌 连零五盾牌都顶不住 更何况他的肉体瓣胎呢 直接就吐出一大口血 倒在地上 痛苦呻吟 百里川见自己的辅助都没了 连忙脚下一动就要撤退 但江城比他更快 他身影一闪 出现在了百里川的身前 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打坏了我的衣服 怎么赔 啊 百里川一愣 江城就直接一拳 砸在了他的肚子上 作为一个箭手 体魄肯定是不强的 这一拳直接就打得他浑身静巻 蜷缩成了一团 江城顺势就扯下来他的衣服 套在身上 嗯 这衣服应该挺贵 穿着挺舒服的 连续击败铁塔壮汉 剑手百里川和裴蒙 就剩下躲在暗处 准备偷袭的荆轲 以及那个沉着冷静的青年舞者了 嗯 江城转头一看 就发现那个青年舞者 竟然将目标 转移到了骆云英的身上 掌中释放着具有腐蚀性的原力 涌向骆云英 骆云英刚刚见识过 他的腐蚀原力了 算什么本事 江城见状冷哼一声 朝着那青年舞者冲了过去 然而 在半路的时候 江城突然感觉后颈一凉 一道寒光乍现 躲藏在暗处的荆轲终于出现了 并手持两柄短刀 斩向江城的脖子 果然是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是杀招 短刀站在江城的护体金光处 这一次 护体金光竟然没有在挡住 竟然被破开了 短刀划在江城的皮肤上 不过大部分威力 都在破开护体金光时抵消了 剩余的力量 只够在江城的皮肤上 划出一道浅浅的划痕 有点意思 江城双眸一鸣 能够破开自己的护体金光 就说明对方的那一击 威力勉强达到了 三品员舞者的水准 不可小觑啊 江城记得 韩秘书给的资料里 并没有着重标注金科的名字 这等实力 都没有被标注出来 要不就是其他参赛者的实力更强 要不然 就是他隐藏得太深 就连韩秘书都不知道他的真正实力 江城的猜测更倾向于后者 金科又要发起攻击 三千雷换身 江城身上顿时爆出雷霆电光 化作十几道分身 金科顿时就愣住了 他一时间也看不出到底哪个是真身 但就在这时 他的直觉告诉他危险在身后 于是他毫不犹豫立马转身 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一道拳头便砸了过来 他只来得及横臂抵挡 砰 一拳中击 金科顿时就击飞出去 不过在半空中的时候 他的身上再次绽放黑雾 然后消失不见 不得不说 金科的隐匿能力真的很强 江城一时之间也发现不了他的踪迹 于是他便朝着那个青年舞者冲了过去 洛云英已经被他逼得退出了数百米远 累得满头大汗 但他丝毫不敢大意 一旦占到一点点腐蚀性的原力 他就得淘汰 早知道就不挑了 我若是拥有原力 怎么可能会这么狼狈 洛云英脸上满是不甘心 他作为洛大校的女儿 肯定是不缺原力武学的 但他太挑了 洛大校给他提供最好的原力武学 也才是S级 但他想要更高级的 所以等级才一直停留在高级舞者的巅峰 要我帮忙吗 江城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 洛云英这才发现 江城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身边 那几个都被你解决了 洛云英惊道 差不多吧 这个要我帮忙吗 江城又问了一遍 洛云英没有说话 只是咬着牙一直退 他不说话 江城就不出手 就这么看着 洛云英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 之前怎么不见你问 可以他这要强的性子 又怎么甘心说出口呢 于是 洛云英就这么一直退 江城也一直跟在他身边 也不出手 就这么微笑着看他 他想看看 洛云英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女生他要强 也不是什么好事 你得拥有相匹配的实力才行 江城就是要让洛云英亲口说出来 否则他这个性格改不了 那清灭舞者也是看出了 江城不打算出手 于是便不再有所顾忌 速度加快 然后一掌拍向洛云英 腐蚀性的原力喷涌而出 这一次 洛云英可是躲不掉了 若是不求救 他一定会被淘汰 于是洛云英终于忍不住了 你还打算开戏吗 快帮我呀 好嘞 江城黑黑一笑 挡在了洛云英的身前 然后一掌拍出 龙原之力喷发 直接就将那腐蚀性的紫色原力 给冲了回去 啊 那青年舞者 顿时就被自己的腐蚀原力 给笼罩了 发出惨叫声 他的腐鼓掌很强 强到就连他自己都无法抵挡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按下了手环的求救按钮 然后消失不见了 洛云英看着消失不见的青年舞者 目光闪烁 将自己逼成这样的对手 在江城的手下 却连一招都顶不住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不行 自己也一定要变强 这次出去之后 就火速晋级原武者 不能再成为队伍里的脱油瓶了 更不能再沦落到 向江城求救 第177章 再次变异 颜值呼吸 其他几个呢 都被你解决了 洛云英问道 差不多吧 有三个解决了 还一个躲起来了 那个荆轲的隐匿能力挺强 看看能不能把他逼出来 说着江城便静止走向那个裴蒙 裴蒙此时还躺在地上打滚 刚刚江城的攻击 可是让他受伤不轻 特别是在力量上输给江城 更让他心里不好受 他以以为傲的天生神力 竟然在江城的面前 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江城直接在裴蒙的手环上 问了求救按钮 眼看着裴蒙身影一点点消失 江城也十分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但那个荆轲依旧没有露出半点破绽 江城不信邪 又走到那个百里川的身边 在他的手环上 问了求救按钮 百里川上半身还光着呢 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但那个荆轲依旧没有现身 难道他已经离开了 不应该啊 有这么强的隐匿能力 肯定会选择躲在暗处 随时准备偷袭 江城很是纳闷 那个荆轲还真沉着主气 你是想用这种方法逼迫荆轲现身 那你是想错办法了 都是临时组建的团队 他们之间的情谊并没有多深 那个荆轲不可能为了队友 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 骆云英看出了江城的想法 开口说道 就像他们一样 不也是临时搭建的队伍吗 结果那个周云 非但不帮他们 反而还恶心他们 没事 只是随便试试而已 逼不出来就算了 江城无所谓地说道 然后又将最后一个铁塔撞汉 也淘汰掉了 不过总被人在暗处盯着 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那个荆轲实力不弱 甚至能破开他的护体金光 如果只是平常时候 江城倒是不担心 可如果自己在战斗的时候 被那个荆轲偷袭的话 那是非常恶心的 还是得想办法 把他解决掉才行 小吃货 能不能嗅到他的位置 老大 我都说了 我不是狗鼻子 我 行行行 换个思路 能不能嗅到 附近除了我和骆云英身上之外 还有其他的相继 江城问道 他觉得荆轲身上 应该会有某些灵药灵丹啥的 只要有 就肯定逃不过小吃货的鼻子 果然 思路一患 顿时就明朗起来了 小吃货立马就答复道 有 就在老大 您左边十米 左边十米 江城余光一瞥 那里可并没有什么宝贝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拔剑术 斩 江城立刻出剑 赠 锈剑出销 一道金色剑气涌出 朝着他的左边方向 斩去 不过这一次 江城并没有动用剑气 只是将原力通过破伤风之刃 斩出而形成的剑气 威力与生死一剑 自然是无法相比的 可同样不落 金色弧形剑气速度极快 破空而去 形制途中 轰然爆开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也凭空出现 正是那个一直隐匿在暗处的荆轲 此时的荆轲可不好受 被剑气击退树部 他的身上 更是被斩出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并且正在往外渗血 若非他穿了一件品阶不低的灵甲 江城刚刚的一件 至少可以让他身受重伤 失去战斗力 你怎么会发现我的 金科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对自己的引力武学 十分自信 目前为止 也只有宗师 能够在他引力时 发现他的存在 那个剑修 感知力居然这么强 不 一定是巧合 也许是我刚刚不小心 弄出了一点点动静 金科依旧不愿意相信 于是 他身影再次消失 又藏匿起来了 玩躲猫猫吗 江城随口一笑 然后他瞄准一个方向 再次斩出一剑 砰 剑气依旧在半途爆炸 金科的身影 再次被江城给逼了出来 连续中了两剑 金科却依旧不愿意相信 这个事实 再次藏匿起来 赠 第三剑 还是实实在在 斩在了金科的身上 再一再二不再三 如果说前两次都是巧合 但不可能三次都是要巧 金科再不愿意相信 也只能认命了 此时 他的身上已经多出了三道剑痕 每道剑痕都是不深不浅 不会令他致命 却能够伤到他 金科再傻也能看出来 江城已经放水了 否则的话 他不会这么好过 我认输了 但在淘汰我之前 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 金科双目无神 一副认命了的状态 他此时唯一的疑惑 就是江城怎么发现自己的 是你身上的味道 出卖了你 江城说道 味道 金科一愣 然后连忙转头 在自己身上闻了起来 除了血腥气之外 并没有什么味道 而且就算有点味道 你也不至于可以闻到吧 又不是糊臭 自己按 还是我帮你按 江城没有多做解释 指了指金科手腕上的手环 不用麻烦你 我输得起 金科说吧 便毫不犹豫 按下了求救按钮 然后身影渐渐消失了 江城捡起金科留下的物资 刚一转身 差点撞倒了骆云英 他此时正盯着江城的鼻子看 干嘛 我在看 你这是人鼻子还是狗鼻子 居然嗅觉这么灵敏 我可是什么都闻不到啊 骆云英玩笑道 是狗鼻子 不过不是我的 江城哈哈一笑 小吃货汪汪汪 解决掉金科小队这个麻烦 江城和骆云英 便继续在树林里行逛 奇怪的是 他们在林子里 已经逛了几个小时 别说凶兽了 就是一只虫子 一只鸟都没见到 整个林子里 静得可怕 就好像 除了江城他们之外 没有一个活物 出现这种情况 不代表丛林里是安全的 恰恰相反 很有可能是 丛林里存在着潜在的危险 所以 才没有活物敢出现在这里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此时 应该是晚上的90点钟 一路上 几乎没有什么休息 江城还好 毕竟体质更强一些 骆云英就有些体力不支了 于是 江城便决定 先就地休息 第178章 大树成精了 这里有棵挺粗壮的大树 糯 这个牛肉罐头给你吃 骆云英将一个肉罐头 丢给了江城 还别说 确实饿了 江城打开罐头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味道一般 跟澄澄姐的厨艺比起来 差远了 不行 等比赛结束之后 得让澄澄姐 好好弥补一下自己的小胃胃 靠在树上 百无聊赖 江城便从兜里 掏出了几枚圆丹 都是从路上击杀的那些 袁兽身上掏出来的 袁丹便是一只 袁兽的全部能量精华所在 是袁兽身上 价值最高的东西 我听说 袁丹可以直接用来修炼 是吗 江城问道 他对舞者圈子的了解 并不多 只是听说过一些 当然可以 袁丹就是袁兽体内 所有袁力凝聚而成的 本质上就是袁力 不过如果有条件的话 很多舞者都不会 直接吸收袁丹内的 袁力来修炼 而是将其提炼出来 制作成药液 或是药丸服用 这样可以更好地 保留袁丹中的能量 直接吸收的话 会浪费不少 而且袁丹中存在着一些杂志 需要费心思去排除 有些舞者嫌麻烦 所以还不如花点钱 请专业人士将其提炼出来 骆云英说道 江城懂了 外面很多袁武者 用来修炼的灵丹妙药 其实基本都是 从袁兽袁丹中提炼出来的 像王总督之前 提供给他的七品真袁丹 应该也是如此 说到七品真袁丹 这玩意儿是真的好 到现在还没消耗完 一直在给江城 源源不断提供袁力 不过 这神龙伏魔精修炼起来 确实太难太慢 换作一般的袁力武学 恐怕早就突破到二品了 可江城的丹田之内 依旧只有一枚龙形袁丹 当他一分为二的时候 便意味着晋升二品了 不过现在的江城 距离二品还挺远 他现在甚至连一品巅峰都没到 所以说 有力就有弊 神龙伏魔精 修炼出的龙源之力太强了 仅仅一品境界 便可与一般的三品 乃至四品源武者相当 可同样的 修炼神龙伏魔精 所需要的资源 也太庞大了 江城感慨道 他还在犹豫着 要不要试一试 直接吸收元丹 就在这时 脑海中 响起小吃货急切的声音 吃 老大你快吃啊 显然 这吃货的蝉虫 又被勾起来了 江城也没试过 便打算试一试 这元丹直接吃了就行吗 江城问道 可以 不过你确定吗 古战场的凶兽和元兽 都和外界有些不一样 而且裁判也说过 这里的凶兽元兽 遭受过污染 他们的肉可能有毒 那么 他们的元丹 也不见得是安全的 骆云英说道 他认为 那些凶兽之所以能够拥有 堪比元兽的战斗力 就是因为 那个所谓的污染 小吃货 老大别怕 毒素杂志什么的 我都可以排泄出去 不会有问题的 小吃货信誓旦旦地说道 为了吃 他是真的拼了 好 满足你 江城亏待谁也不能亏待小吃货 以后还得多多指望他的狗鼻子呢 于是 他果断将一枚元丹塞进嘴里 吞了进去 这是一枚红色的元丹 江城依稀记得 好像是来自一头名为 赤眼虎的元兽 元丹一入体内 小吃货立马就行动起来了 真如他刚刚所说 一呼一吸之间 便将精准的元丽吸入体内 又将杂质和毒素呼出体外 神龙浮魔精立马接力 将元丽转化为龙元之力 融入龙形元丹之中 不多一会儿 那枚赤眼虎的元丹 就快消耗光了 基础呼吸法 吸收火属性元丽 发生变异 获得新能力 颜值呼吸 提示音骤然响起 江城一惊 又双若灼变异了 你自己数数 你都变异多少回了 不过好在 每次变异 貌似都不是坏事 这次也一样 小吃货 哈哈 老大 我又有新的能力了 颜值呼吸 可以为老大 您的元丽 附加盐属性特效 小吃货 获得的新能力 很好理解 可以将元丽 转化为活属性 一般的舞者 要想将元丽附加属性 需要施展相对应的 元丽武学才行 比如之前 是腐蚀属性元丽 就是施展腐鼓掌 香尘则不用 可以直接通过呼吸法 将元丽转化为活属性 吸收活属性元丽 就可以获得颜值呼吸 那如果吸收 其他属性的元丽呢 江晨眼前一亮 发现了小吃货的 一个新用法 说不定 它可以让小吃货 变成全属性的呼吸法 于是 江晨立马在兜里 一顿搜 结果其他几枚元丹 都是无属性的 看来只能 比赛过后再说了 接下来 江晨又将 剩余几枚元丹 都给吸收了 虽然依旧没有突破到 二品元五折等级 但丹田内的龙行元丹 比起刚刚 更加饱满了一些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到二品了 天色不早了 晚上就好好休息吧 我们一人守一半 我守上半夜 你守下半夜 江晨说道 骆云英同意了 这样才公平 他可不想被特殊照顾 上半夜很安全 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很快就到了下半夜 轮到骆云英守夜了 不用江晨去喊 骆云英自己就行了 你去休息吧 好 江晨也不客气 找个稍微舒服点的地方 躺着 慢慢便入睡了 即便是舞者 也会困乏 也是需要睡觉的 只不过 江晨也不敢睡得太死 只要有一点点 风吹草动 都能惊醒他 不过 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出奇的寂静 除了骆云英 偶尔动几下的声音外 甚至连风吹树叶的声音 都没有 第179章 没错 我就是江晨 然而 寂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突然 江晨被一声尖叫惊醒 啊 本来就没有睡得太沉的江晨 猛地睁眼 然后就看见 骆云英此时 正被吊在半空中 一条藤蔓 缠住了他的脚踝 正将他往回拉呢 什么鬼 江晨一惊 但此时也来不及去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就要冲过去 就骆云英 但这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的脚踝 也被藤蔓缠住了 破 江晨怒喝一声 渐气肆虐 瞬间就将 缠住他脚踝的藤蔓 给斩成了几段 这时候 骆云英已经快被拉进了 他们刚刚靠着的 那棵大树嘴里 没错 此时的这棵大树 竟然长了嘴 乍一看 就像个树洞 但一闭一闲的样子 分明就是一张嘴 大树 成精了 而且还想吃人 江晨没心思想太多 立马拔剑 斩出一道剑气 剑气急速斩去 直接将藤蔓给斩断 半空中的骆云英 失去重心 朝着地面就落了下来 江晨身影一闪 伸出双手 想要接住他 砰 然后 骆云英就落在 江晨前面十厘米的地方 没接到 你是故意的吧 骆云英被摔得七昏八速 好不容易缓过来 就瞪着江晨 嘿嘿 你不是不喜欢被人救吗 所以最后一刻 我犹豫了 江晨嘿嘿一笑 骆云英顿时 被江晨对得哑口无言 又来了 骆云英突然喊道 江晨也看到了 之前被他斩断的藤蔓 竟然迅速重新长了出来 并不是愈合 而是重生 又朝着江晨和骆云英飞来 让我来 骆云英现意不出手 甩动枪头 直接就将伸过来的藤蔓给斩断了 只是刚刚断开 断口处就瞬间长出了新的藤蔓 骆云英还没反应过来 藤蔓就啪的一声 抽打在了骆云英的身上 硬是在他身上 打出了一道红印 打完骆云英 藤蔓又想抽打江晨 然而他抽打在江晨的身上 却连一点点白痕都没有造成 太弱了 江晨这一次并没有斩断藤蔓 而是一把将其抓住 然后就是用力一拔 他想看看能不能把什么东西拔出来 然而 这藤蔓的质量 根本就经不住江晨的力气 他稍微一用力 藤蔓立马就断了 断掉的那一截 还在江晨手里呢 断口处立马就再次生长出了一截新的 啪的一声 这一次居然抽打在江晨的屁屁上 我靠 你可以打我 但你不能侮辱我 老子跟你拼了 江晨顿时就生气了 不管藤蔓 直接朝着那棵大树冲过去 你的藤蔓可以无限重生 我就不信你的本体也可以 嗖嗖嗖 成青的大树看出了江晨的想法 顿时就有几十条藤蔓相互缠绕 支撑一张大网 拦住了江晨 就这 江晨冷哼一声 一脸斩出树道剑气 直接将藤蔓网斩得粉碎 然而 他的重生速度太快了 几乎在断掉的同时 就立马生长出新的 用火试试 洛云鹰突然喊道 对啊 树木都怕火 斩断你能无限重生 可如果是火烧呢 你一边重生我一边烧你 你重生的越多 火势就越旺盛 巧的是 江晨刚刚才获得盐之呼吸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正好那你试试我的新招 盐之呼吸 焚 江晨立马施展盐之呼吸 顿时 他所释放出的金色龙元之力 瞬间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 火属性原力 那温度 那热量 简直比真火还真 烧 江晨立马释放火属性原力 火焰一沾染到藤蔓 立马就蔓延开来 藤蔓不断重生 火势则越来越大 很快 火势就朝着大树的本体 蔓延过去了 那棵成了金的大树 立马挥舞起树叶 试图靠锋利将火焰吹灭 然而 风筑火势 熊熊燃烧的大火 非但没有熄灭 反而越加旺盛了 不一会儿 就烧到了树干 然后将整个大树 全部点燃了 就是那么简单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 当你能找到一个 克制对手的东西时 击败它 便能容易很多 啊 大树中 竟然响起了 类似于野兽痛苦的嘶吼声 看来的的确 却是成精无疑了 这古战场一计 还是无奇不有 居然连树母都能成精 而且为啥上半夜的时候 它不动 就非得等到 江晨休息的时候 才出手 合着 这还是个欺软怕硬的妖术啊 为了避免火灾 将整片森林都烧掉 江晨特意将附近的树母 全都砍断了 这样一来 失去了燃烧物 火势也就无法蔓延 江晨和洛云英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妖术 在火焰之下 慢慢变成焦炭 收 江晨一甩手 火焰便消失了 说到底 这也不是真正的火焰 而是江晨的火属性原力所化 原本的百米大树 已然成为了一棵焦炭树 从上到下 全是黑漆漆的焦炭 咦 那里有什么在发光 突然 江晨注意到一点微弱的光芒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那个位置之前应该是树洞 也就是妖术的嘴巴 怎么会发光 好奇之下 江晨便一跃而起 跳到了亮光的地方 他这才发现 竟然是一团白色的不规则物品 有些像是心脏 可心脏怎么会绽放白光 江晨也是一高人胆大 一把就抓住了那玩意儿 入手竟然有着温热感 而且貌似里面还在跳动 真是心脏 江晨有些惊讶 妖术居然也有心脏 老大老大吃了它 就在这时 小吃货的声音响起 江晨一张脸当即沉了下来 就算是吃货 也得有底线 不能遇到个东西 就想着吃好不好 江晨无语道 小吃货如果有字典 那里面肯定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吃 小吃货老大 这个真的可以吃 我嗅到了生机勃勃的气息 生机勃勃也能嗅出来 你别坑我 小吃货跟之前的酒花雨露丸 有些像 但生机更强 江晨一愣 他突然想起了 之前妖术的藤蔓 无限重生这件事 第180章 你上来 难道说 妖术的藤蔓可以无限重生 就是因为 这没散发着白光 类似心脏的东西 那如果小吃货吸收了它 岂不是有可能获得它 无限重生的能力 越想江晨就越激动 喂 你在发什么呆呢 树下的洛云英 见江晨迟迟不下来 有些疑惑 江晨想了想 还是决定吃了它 虽说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 但小吃货 一般也不会坑它 于是 江晨闭着眼 就像这妖术心脏 给塞进了嘴里 并没有想象中的腥臭味 恰恰相反 入口之后 江晨竟然还感觉到了 新鲜的芳草味道 咬破之后 一股白色的汁叶涌出 比牛奶更甘甜 总之就是两个字 好吃 吃完之后 江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小吃货 你是不是骗我呀 江晨忍不住问道 但小吃货并没有答复他 与此同时 提示音响起 基础呼吸法 吸收生命精华 正在沉睡 沉睡了 小吃货还会沉睡 怪不得刚刚不理自己 看来 那团妖术的心脏 确实不一般 竟然将小吃货 搞得沉睡了 江晨从树上跳了下来 怎么这么久 那团发光的东西是什么 洛云英连忙问道 不知道 很快就没有光亮了 江晨摇头 并没有说出实话 洛云英用怀疑的目光 看了江晨几眼 并没有追问 我继续睡了 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困死我了 江晨说罢 便重新找了一棵树 靠着 睡下了 这一觉就睡得比较安稳了 睁眼便是天亮了 随便吃了点食物 当做早餐 两人便继续赶路 两日之后 喜好圈再次更新 不过江晨和洛云英 这次运气比较好 在安全区内 也就不用急急忙忙赶路了 选手蒙青山 淘汰选手张寒 选手童月 淘汰选手李辉 选手贺元坝 淘汰选手李幻英 选手 这两天的时间里 手环里不时响起声音 越来越多的参赛者被淘汰了 李幻英也被淘汰了 江晨和洛云英 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时 同时停下了脚步 打开立体地图影像 发现其中一个红点 果然已经消失了 还剩下两个红点 距离他们都挺远 正在往安全区这边赶来 还是得先和司徒南会合 江晨说道 李幻英被淘汰 江晨无所谓 毕竟虽然是一对的 但他们之间没什么感情 司徒南不一样 都是一个学院的 自然是要相互帮助 可不知道哪个红点是司徒南啊 洛云英皱着眉头问道 江晨随便指了一个红点 他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管他呢 反正不是司徒南就是周云 是司徒南最好 如果是周云 就顺便揍他一顿 江晨说道 那个家伙 之前还敢算计他们 此仇怎能不报 洛云英文言 也是目光一寒 他当然也知道 自己降落散出问题 就是周云所为 以他的脾气 也必然是想要报仇的 好 就按你说的 洛云英重重点头 然后 他们便往江晨所指的 红点方向赶去 双向奔赴 距离便在迅速拉近中 按照这个速度 应该不需要半天就能相会 这两个应该就是 江晨和云英了吧 司徒南看着地图上的 两个红点 他记得 那时候江晨是跟 洛云英一起进入漩涡里的 于是 他便也朝着 两个红点的方向赶过去 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 突然 一个手持九环大砍刀的人 拦在了他前面 司徒南立马停住 警惕地注视着眼前那人 对方年龄不大 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高一米六左右 头发乱糟糟的 还扛着一把 接近两米长的 九环大砍刀 气势汹汹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司徒南立马持枪 对着那人 你是清源氏那支队伍的吧 那人开口问道 司徒南眉头一皱 对方开口就问这个问题 难道是 专门为他而来 可他又是怎么知道 自己位置的呢 你是谁 司徒南问道 贺元霸 那人语气十分骄傲地说道 贺元霸 元州市的第一名 司徒南顿时就认出来了 资料里特别标注了这个人 实力很强 也是此次省赛的 夺冠热门之一 只是支持者 没有蒙青山这么多而已 但实力 应该也能进前五 没错 不过你们清源氏的第一名 我就没听说过 应该是不怎么出名 贺元霸 一脸不屑 司徒南握紧手中的灵枪 对方出言挑衅 肯定就是想激怒自己 你找我有什么事 江辰 是你这支队伍的吧 贺元霸问道 司徒南顿时就明白了 对方是冲着江辰来的 或者说 你就是江辰 没错 就是我 司徒南没有丝毫犹豫的点头了 好 看来我运气不错 随机选择的一个 正好就是你 李轩 是被你淘汰的吧 李轩 司徒南立马就想起来了 手环里第一次 响起声音的时候 就是江辰 淘汰掉了李轩 所以 这个贺元霸 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他是想替李轩报仇 原来李轩是你的人啊 他太弱了 连我一招都顶不住就败了 司徒南已经将自己 当做了江辰 先将这个贺元霸拖延住 为江辰争取时间 李轩确实很废物 不过他到底是我的人 我可以欺负他 别人可不行 既然你淘汰了他 那我就淘汰你 这样也算公平吧 说着 贺元霸就将扛在肩上的 那把大砍刀举了起来 然后重重砍在地上 顿时 一道刀器再划过地面 顿时便裂开一道长长的地缝 并朝着司徒南这边蔓延而去 司徒南瞳孔一缩 立马躲闪开来 幸好他躲得够快 再晚一秒 都得被那道刀器给击中 速度挺快 不过刚刚只是热身而已 贺元霸冷哼一声 又要继续发起攻击 司徒南连忙伸手喊道 等一下 贺元霸还真的老老实实停下来了 第181章 直接开 怎么 你想说一言吗 放心 这毕竟是比赛 我不会下死手的 贺元霸说道 我是有个疑惑 你先给我解答完再战也不迟 司徒南赶忙说道 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地图里可不能显示 除队友之外其他参赛者的位置 这个的确是司徒南的疑惑 有个叫李幻英的人 也是跟你们一队的 他给我看了地图上你们的位置 你距离最近 所以我就在你前往安全区的必经之路等着 贺元霸还真老老实实回答了 李幻英 哼 这家伙跟周云一样 也不是什么好鸟 司徒南很是不爽 就算不是一个学院的 此时也都是代表清源氏来参加比赛 出卖队友的位置 这么没骨气 嗯 那家伙确实没骨气 我还没怎么逼他 他就老老实实打开地图给我看了 我也很讨厌这种没骨气的人 所以 我送他滚出去了 贺元霸点头说道 好了 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 可以一站了吧 说着 贺元霸便举起大砍刀 等一下 我还有问题 司徒南赶忙说道 贺元霸眉头一皱 疑思性说完 好好好 那你倒是问啊 让我想想 耍脑子是吧 看刀 贺元霸顿时就火了 举起九环大砍刀 重重一砍 又是一道强大的刀器 朝着司徒南斩了过去 这次 司徒南来不及躲避 只能硬抗 惊折 司徒南直接使出最强枪术 一身原力涌入枪中 顿时化作雷霆属性 一抖枪头 一道蛇形闪电便击射而出 迎向贺元霸的刀器 砰 蛇形闪电撞击在刀器上 顿时就化作一道道电光消散了 刀器的威力只是减弱了一丢丢 便继续斩向司徒南 司徒南只能横枪抵挡 刀器斩在枪身之上 巨大的威力直接震得司徒南手臂发麻 差点握不住枪杆 整个人更是被击退了好几步 才堪堪稳住身形 好强 资料里显示 贺元霸是二匹元武者 但战斗力可以堪比三匹 他最强的战绩 便是斩杀过一个 三匹元武者级别的通缉犯 司徒南当时击败他是因为对方受了重伤 而他依旧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将其抓捕 而贺元霸是光明正大的一对一搏杀 将其强势击杀 差别还是很大的 跟我打还是用出你的权力吧 我可不是李轩那种废物 贺元霸皱着眉头说道 按你来说 能够淘汰李轩的人 应该不止这个实力水准啊 司徒南表情不变 但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他哪里没有使用权力 他的小宇宙都快爆发了 再来 贺元霸大喝一声 不过这一次 他没有再斩出刀器远攻 而是朝着司徒南冲了过去 那把九环大砍刀被他抓在手里 锤在地上 随着他的奔跑 刀刃在地面摩擦出电光火时 司徒南感受到贺元霸的熊熊气势 不禁咽了一口口水 心里很慌 可他此时根本不能后退 否则贺元霸一定会识破他的身份 马德拼了 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最终司徒南还是咬起牙关 持枪迎击贺元霸 来吧 司徒南怒吼一声 几乎调动了体内所有的原力 注入到灵枪之中 枪身和枪间都在剧烈颤动 这把枪只是一品灵枪 承受司徒南全身所有的原力 还是有些压力的 这时贺元霸也到了司徒南的身前 护起九环大砍刀 砍向司徒南 呼 大砍刀砍在空气中 都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就像好空气都被砍爆了一样 司徒南此时也是不管不顾了 就一个字 拼 砰 大砍刀与灵枪对碰 灵枪之上的原力顿时就爆炸开来 灵枪承受不住 直接断开 司徒南更是喷出一大口血 眼看着大砍刀就要砍中司徒南 贺元霸赶忙将刀刃回转 换成刀背 劈砍在司徒南的身上 刀刃变成刀背 伤害自然降低了很多 可这么大的力量 依旧是打得司徒南狂喷鲜血 整个人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飞了出去 不 你不是江臣 江臣不可能这么弱 你骗我 贺元霸指着司徒南怒吼道 如果江臣只有这种实力 不可能淘汰掉黎轩 呵呵 骗你又如何 谁让你傻 这么好骗 司徒南咧嘴一笑 只是刚一说话又有几口血涌了出来 刚刚那一道 也是让他受了不轻的伤 你找死 贺元霸本来就是暴脾气 就被司徒南摆了一顿 顿时就气炸了 我不会让你知道江臣在哪的 哪怕是被淘汰 司徒南咧嘴一笑 就打算摁下求救按钮 但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的双臂竟然没有一点力气 根本就抬不起来 更别说求救了 我靠 完大了 司徒南顿时就尴尬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贺元霸 往自己这边走来 与此同时 江臣和骆云英 依旧在往司徒南的方向赶过去 等一下 骆云英突然喊道 怎么了 不对劲 那到红点刚刚一直没动 差不多得有十来分钟了 骆云英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是跑读时间 除非遇到了事情 否则不可能会停下来 应该是遇到了麻烦 如果是周云也就罢了 可万一是司徒南呢 我们得加快一些速度了 江臣说道 司徒南虽然是一匹员武者 实力不弱 可放在所有的参赛队伍里 甚至连中游都不算 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弱者几乎都被淘汰了 剩下的 要不就是已经集齐了的队伍 要不就是本身实力够强的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司徒南都不会有胜算 我已经最快了 骆云英无奈地说道 他只是高级舞者 没有原力支撑 此时体力减退 速度只会越来越慢 江臣想了想 便蹲了下来说道 你上来 第182章 你砍断一根手指试试 江臣的意思很简单 他要背骆云英 这样速度能更快 不要 骆云英立马拒绝 他虽然性格要强 但本质上也是一个女孩子 哪里能轻易让异性背 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没背过 骆云英文言 顿时就想起了 之前闯入妖皇巡视 那时候他晕死过去了 惊醒过来时 就是在江臣的背上 但那次和这次不一样 现在可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万一真是司徒南 你可就是在浪费 我们支援他的时间 江臣催促道 骆云英一咬牙 也就不管了 直接跳上了江臣的背 哼 便宜你了 是我背你 又不是让你背我 我有啥好便宜的 江臣很是纳闷 你该不会觉得 我喜欢背你吧 直播间弹幕疯狂刷屏 我靠 咋有种猪八戒 背媳妇的既视感 放屁 你见过哪个猪八戒这么帅 剑仙真的好有爱啊 肯定是不忍心同伴 那么累 好有安全感 哦 为什么那个 在剑仙哥哥身上的 不是我 楼上的是不是在开车 江臣背上骆云英之后 速度直接就加快了 之前那么慢 也只是为了不让骆云英 跟丢而已 骆云英在江臣的背上 只感觉眼睛都睁不开 脸都快被吹变形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自己跟他比起来 简直就是归宿 地图上 红点越来越近 直到快要重叠 江臣终于停了下来 因为在他前方 不足百米远的地方 插着一根柱子 而在柱子上 绑着一道浑身鲜血淋漓的人 江臣还是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司徒男 一瞬间 江臣的眼中 寒光乍现 他与司徒男之间 关系也不是很好 甚至没什么接触 但毕竟是一个学院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如今又是一个团队的 队友被搞成这个样子 江臣如何不弃 别说江臣了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 都看不下去了 我靠 柱子上绑着的那是个人 怎么这么惨 被打成这个样子 谁干的 这难道不算违反比赛规则吗 我一个朋友 刚刚正好在贺元爸的 那个直播间里 是贺元爸下的手 不过这家伙很懂分寸 柱子上这个人 只是看起来很惨 其实伤势不重 只是皮外伤 没有伤及肺腑 所以不算违规 那也太过分了 引人不适 我记得贺元爸是 袁州市那支队伍的吧 他这么做 应该是为了给队友报仇 大家别忘了 之前见些也淘汰掉了 一个叫李轩的人 说起李轩 观众们立刻就想起来了 那个被江臣揍得很惨 却始终吐不出血 最后逼不得已 自己打碎牙齿 才吐血的可怜家伙 印象很深刻呀 这么比起来 那个李轩的下场 好像也挺惨的 不过 当时他们都并不觉得 江臣太残忍了 我靠 难道一切都是因为 颜值极正义吗 剑仙这个头衔 已经给江臣 自动赋予了一层滤镜 以至于他的粉丝们 只看到了他的好 就算是狂揍李轩 也被他们看作是替天行道 司徒 骆云英也看见了 柱子上的那个血人 说是血人 丝毫不过分 全身几乎都被血液给浸湿了 这时候 被绑在柱子上的司徒男 似乎是听到了骆云英的声音 睁开了眼睛 然后就看见了江臣他们 顿时 司徒男就清醒了过来 然后朝着江臣喊道 别过来 有埋伏 司徒男话音落下 便有一道身影 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 身材不高 头发乱糟糟 还拖着一把大砍刀 正是贺元霸 埋伏 没必要 我贺元霸从不屑于 搞这些阴谋诡计 只喜欢光明正大的打一架 你们两个 谁是江臣 贺元霸指着江臣二人问道 江臣将陆云英放了下来 然后直面贺元霸 我是 你没骗我 江臣眉头一皱 我说我是江臣 这有啥好骗你的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信不信由你 我只问一句 他身上的伤 是你干的 江臣问道 他此时的表情 反而十分平静 但越是平静 就代表江臣的怒火越旺盛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没错 这家伙还是挺重情义的 为了保护你 谎称自己是江臣 可惜实力太差了 在我手中 甚至都撑不过三招 他的任务只是把你引过来 现在任务完成了 我可以送他出去治疗了 说着 贺元霸伸手朝着 司徒男的手环摁去 但就在这时 贺元霸动作一顿 然后迅速蹲起 大砍刀一斩 一道刀器迅速斩出 然后就被一道 金色剑气对碰 轰然爆炸 刚刚正是江臣出手了 嗯 够强 看来你的确是江臣了 贺元霸点点头 刚刚初次交手 他便能看出江臣不弱 光是那道剑气的威力 就足以击败李轩了 So 江臣不跟贺元霸对话 看见司徒男这个样子 他已经很生气了 特别是在得知 他是为了自己之后 江臣就只有一个想法 司徒男此时是什么样子 贺元霸也要变成这个样子 好 直接开干 我喜欢 贺元霸大笑一声 也没有去管司徒男了 护起九环大砍刀 就冲向江臣 两人速度都很快 几乎是瞬间便相遇了 江臣拔剑 贺元霸挥刀 刀剑立刻相撞 当 顿时便响起一阵刺耳的巨响 巨响顺着空中的无人机 被所有观众听到 也是震得他们一阵耳鸣 一秒后 贺元霸被震退好几步 握住大砍刀的手 在不停颤抖 在看他的九环大砍刀 刀刃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窝口 好强的力量 好强的剑气 贺元霸心中大惊 这一次的交手 他几乎可以断定 这个江臣的实力 绝对不比自己弱 特别是他手中那把 看起来秀气斑斑的剑 竟然如此锋利 连自己的私品灵刀 都能砍出一个缺口来 第183章 这一届的黑马 非江臣莫属 直播间中 观众们听觉 慢慢恢复 当看见贺元霸 被击退的一幕时 都是十分震惊 贺元霸居然被击退了 切 有啥惊讶的 那可是剑仙啊 一个人打翻30多个人 一个贺元霸算啥 我记得 贺元霸也是夺冠热门选手吧 听说支持他赢得比赛的人数占比 在所有参赛者能排第二 仅次于蒙青山 哪次比赛 不会跑出来几匹黑马 一般来说 夺冠热门选手 反而不容易得到最后的胜利 别说这些了 你们有没有 关注到剑仙的那把剑 都生锈了 居然还能把贺元霸的灵刀 砍出缺口 你懂什么 我听说 在一些厉害的剑修手中 即便只是一根木棍 也能如宝剑般锋利 剑仙连预剑飞行都能做到 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贺元霸再次举刀 你实力不错 足以让我全力以赴了 说话之间 他的九环大砍刀上 刀器变得狂暴 他并没有领悟刀意 甚至连刀意的皮毛 都没有触碰到 刀身上的刀器 也只是最纯粹的原力所化而已 你是该全力以赴的 因为待会儿 你就没有机会了 江辰淡淡地说道 你这话未免有些狂妄了吧 真以为 刚刚稍微占了点上风 就比我强 告诉你 刚刚我连五成力都没用 贺元霸冷声说道 江辰并没有说话 对方有没有用五成力 他不知道 但他刚刚那一剑 只用了两成力而已 来 江辰持剑对着贺元霸 只说了一个字 范儿十足 好 便让你试一试 我的最强刀法 燕芬是浪斩 贺元霸也不废话 大吼一声 与此同时 他那九环大砍刀 之上的刀器 迅速沸腾起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化作了熊熊火焰 贺元霸双手握住刀柄 高高举起九环大砍刀 将其举过头顶 火焰刀器声腾 光是气势上 就显得很足 斩 贺元霸一声大喊 举刀垂直下劈 他那九环大砍刀 之上的火焰刀器 瞬间就涌了出去 乍一看 就仿佛海上巨浪 拍打而来一般 一层接着一层 只不过 这巨浪并非是水 而是火焰刀器 这刀器不错 江辰双眼微眯 光是这气势 便显得不一般 这燕分是浪斩的品阶 至少是B级以上 不过 武学在墙 也得看是谁施展 贺元霸对这么燕分 是浪斩的领悟造诣 应该还不到小成境界 根本就发挥不出 其真正的威力 江辰握住剑柄 然后拔出 拔剑术 赠 一抹荧光闪过 弧形金色剑气 斜着斩出 斩在那层层火焰浪涛上 对付一个贺元霸 还不至于让江辰使用生死一剑 甚至连剑翼都不需要 扑斥 剑气斩在那火焰刀器之上 立马就将其斩断 层层火焰巨浪上 赫然便出现了一个空隙 江辰脚步移动 身影一闪 便自那空隙之间迅速穿梭过去 眨眼间便出现在了贺元霸的面前 拔剑三重斩 一连三剑 一剑威力强于一剑 最后一剑 更是集结了三剑的全部威力 啊 贺元霸根本没料到 江辰竟然可以穿过 自己的燕分尸浪斩 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只来得及将大砍刀 横在胸前抵挡 好在 这九环大砍刀够大 横在身前 倒是可以当作盾牌使用 钉 当 砰 三道不同的声音 在一秒内接连响起 等到江辰三剑斩出之后 贺元霸手中的九环大砍刀 竟然直接当场碎掉了 变成几块铁片散落一地 九环大砍刀破碎的同时 贺元霸便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了出去 人在半空时 喷出了一大口血 血飘人间 血之剑翼一动 贺元霸刚刚才喷出去的血 瞬间便化作了江辰的攻击手段 变成一柄柄拇指大小的血剑 在贺元霸的身上不停地滑斩 虽然这些血剑 对他造不成太大的伤害 但绝对可以造成皮外伤 血越流越多 血剑便越来越多 血剑越来越多 贺元霸身上的伤口就越来越多 进入了一个循环 不一会儿贺元霸就变得跟司徒男一样 全身都被鲜血济湿了 虽然都是皮外伤 但看起来确实很害人 贺元霸躺在地上 任由血剑不停切割着自己 其实他受伤并不严重 刚刚江辰那三剑 大部分的伤害都被九环大砍刀给抵消了 剩下的威力 也只是将他造成了一点点内伤而已 至于皮外伤 更是没什么太大影响 可他知道自己输了 自己的最强一道 江辰竟然轻轻松松就给破解了 他们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吗 贺元霸身体受的伤不重 心里的伤难以愈合 江辰没有再去折磨贺元霸 而是一件砍断 捆住司徒男的绳子 将其救了下来 呵呵 本想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 结果还得靠你来救我 司徒男看着江辰 很是尴尬地笑道 只是他现在没什么力气 笑一下都很勉强 啥都不说了 你这个兄弟 我江辰教了 江辰十分真挚地说道 司徒男明知不是贺元霸的对手 却依旧以江辰的名义阻挠他 哪怕被折磨成这样 也没有泄露江辰的位置 这种人值得深交 哈哈 能当你江辰的兄弟 我这苦倒是没白受啊 司徒男玩笑道 见他还有玩笑的力气 江辰也放心了 不过现在以司徒男的状态 估计很难继续比赛了 江辰刚准备劝他离开 但突然 他的脑海里响起了一道声音 基础呼吸法结束沉睡 以融合生命精华 老大老大我醒了 小吃货稚嫩的铜音立刻响起 几天没听到他的声音了 怪想他的 沉睡这么久 有什么收获吗 江辰连忙问道 还是第一次沉睡这么久呢 好处肯定不会小吧 当然有收获了 我的生生不息技能计划了 老大你砍断自己一根手指试试 第184章 变身异能 江辰Sigma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 砍断一根手指试试 这玩意儿是说试就能试的吗 试试就试试吧 你睡一觉是不是把脑子给睡傻了 不是的老大 是我的技能进化了 之前生生不息只能疗伤 但融合了那团生命精华之后 治愈能力更强了 可以断肢重生 小吃货立马解释道 江辰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突然让自己砍掉一根手指 原来是想试一试 生生不息的新能力啊 不过 咱就是说不用这么狠吧 断肢重生 那岂不是说我死不了了 江辰顿时就激动起来了 嗯 倒也没有这么变态 如果是类似断头 或者心脏等要害部位受伤 直接丧命 那就没用 但如果只是断臂断腿啥的 可以恢复 小吃货的声音 顿时如同一盆冷水 浇在江辰头上 好吧 没有想象中那么逆甜 说白了 断肢重生的一切前提就是 自己还活着 哪怕是受了很重的伤 也有机会治愈 可如果是直接毙命 那就没办法了 虽然有些失望 但仔细想想 也挺好 对了 小吃货 你的声声不息 能不能用来给别人疗伤 江辰问道 一直以来都是自愈 还没试过 能不能治疗别人呢 可以啊 不过需要以原力为引导 小吃货答道 江辰立马就打算 用司徒男试一试 嗯 你在发什么呆 司徒男见江辰 说着话的时候 突然就发起呆了 不由有些纳闷 没事 我只是在想 你现在的伤势怎么办 司徒男文言 叹了一口气 他还是很想继续比赛的 最好是坚持到最后 也算是给清源氏争光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的实力不够强 现在还在比赛的参赛者们 基本都是比他强的 更别说 他此时还受了伤 状态很差 继续留下来 也只是拖累 我还是出去吧 司徒男说道 这里物资有限 药品不能浪费在他身上 胡说什么呢 你可不是拖累 南哥 你能靠自己一个人坚持到现在 足以证明你的实力了 江辰安慰道 当然也不排除运气好 但有时候 运气又何尝不是实力的一种呢 可我现在的状态 就算使用药品 短时间内也很难恢复到巅峰 还不如 没事 我有办法 江辰一点自信 然后让司徒男盘腿坐下 他则坐在司徒男身后 一只手抵在司徒男的背上 南哥 信我不 你都叫我一声南哥了 还有啥不信的 那就行 待会儿我会将原力注入你体内 你不要有抵抗 江辰说道 司徒男虽然不明白 江辰想干嘛 但还是点了点头 然后江辰就开始调动原力了 剑仙这是在干嘛呢 运功疗伤吗 难道剑仙还修炼过 治愈类的原力武学 我靠 楼上的大哥 还有治愈类原力武学呢 当然 不过这种武学挺稀有 而且难度极大 又对战斗力没什么太大作用 所以修炼的人很少 剑仙真是全能的呀 太酷了 直播间里 粉丝们纷纷为剑仙点赞 江辰则按照小吃货的指点 将生生不息的呼吸方式通过原力引导入司徒男的体内 很快 司徒男苍白的脸色就慢慢红润起来 身上还在流血的伤口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不一会儿就停止了流血 十分钟之后 江辰便停了下来 司徒男一个起身 感觉自己伤势已经全部恢复了 身上虽然全都是血 但都是之前的 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江辰 你也太牛了吧 比那些灵丹妙药还好使啊 司徒男惊道 就连洛云英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恢复速度 比科的九花雨露丸还快 简直就是史上最强奶妈 如果江辰知道洛云英给自己的评价 肯定会立刻反驳 史上最强奶妈另有欺人 你见过亲一口 就能瞬间将状态恢复到巅峰的吗 我见过还亲自体验过 那才是最强大奶妈 因为确实大 司徒男没事了 贺元爸还躺在地上 不停遭受血溅的切割 他此时的样子 看起来比贺元爸还惨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 就算是皮外伤 伤成这样 估计没有十天半个月 也别想恢复了 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心伤 江辰展现出的实力 八成是击溃了他的信心 出去之后 找个心理医生辅导一下吧 江辰说着 便帮他按下了求救按钮 贺元爸的身影 便渐渐消失在原地 选手江辰淘汰选手贺元爸 电子手环中 立即响起提示音 还剩下的参赛者们 也都听到了这道提示音 全都是一脸愕然 贺元爸 他们都听过这个名字 这次比赛的夺冠热门选手 夺冠率仅次于蒙青山 既然这么快就被淘汰了 按你来说 怎么这也能挺到最后一波收宣啊 如果是被蒙青山淘汰 也就罢了 可以理解 可为什么又是江辰 这个江辰 到底是何许人业 甚至连夺冠热门都不算啊 这一届的黑马 非他莫属了 这是众人共同的心声 蒙青山皱着眉 一言不发 贺元爸也败在那个江辰手里了 看来这个人 会是我夺冠最大的障碍 蒙青山虽然没有 跟贺元爸交过手 但从资料里来看 这个人并不弱 算是他少有关注的几个参赛者之一 这个江辰能够淘汰贺元爸 实力绝对不简单 原本的两人变成了三人小队 解决掉贺元爸之后 他们便继续四处逛了起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 信号圈更新了一次又一次 越来越小 按照这个趋势 最多还有一两天 便能到最后的决战时刻 噗 江辰一拳击飞一个参赛者 地上已经躺着三个人了 现在变成四个人 这四个人实力都不弱 全都是一品原舞者 而且单个挑出来都不比司徒南弱 可在江辰的手下 他们连一招都顶不住 第185章 一拳打成了飞机场 司徒南和骆云英 全程就站在一边 嚼着压缩饼干 看着江辰奏翻那些参赛者 感觉我们在不在 好像都没有意义啊 司徒南忍不住说道 骆云英比他好一些 早就习惯了 你才跟他几天 我从比赛开始到现在 除了第一天出过手 后面就没再出过力 果然 跟着一个厉害的队友 都不用干活 别闲聊了 帮个手 送他们走 江辰朝着两人喊道 他们立马跑过来 帮那些躺在地上 已经昏迷了的参赛者 按下了求救按钮 他们也就这点用处了 信号圈更新了吗 江辰问道 他刚刚击败 那几个参赛者的时候 好像隐约听到 电子手环响起了声音 刚刚更新了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司徒南说着 打开了立体地图影像 此时 信号圈已经收缩到了 100平米 这里便是最后的决战地 还剩多少人 加上我们三个 还剩十人 三支小队 司徒南说道 这些电子手环里 都有显示 只是不知道 具体是哪些人 哪些队 走吧 速战速决 早点回家 江辰说道 此时 他们距离最后的决战区 没有多远 不用一个小时就能抵达 于是三人便朝着决战区 赶了过去 半个小时后 他们距离决战区 只剩下不到十公里 但在这里 他们迎面遇到了一支小队 那支小队 只有三个人 两男一女 江辰的目光 顿时就被那个女生 吸引住了 倒不是他有多好看 而是因为这个人 他有印象 韩秘书给的资料了 除了蒙青山之外 第二个特别标注的 就是他 除了周云之外的 第二个觉醒者 童月 一个长着娃娃脸的 圆脸女孩 不算惊艳 但十分耐看 给人一种邻家妹妹的感觉 是饶州市的队伍 那个女孩要小心 她就是那个觉醒者 童月 洛云英立马来到江辰的身边 小声说道 而对面那支小队 在遇到江辰他们的时候 也是停了下来 这时候就剩三支小队了 都不是省油的灯 当然不可能一遇到就掐假 只见他们之间 也在议论着什么 江辰听力很好 听到他们 说了自己的名字 同姐 这支小队不是蒙青山的 那就只能是江辰的那支队伍了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 江辰 就是淘汰了很多参赛者的 那个江辰吗 我倒是想跟他交手试试 娃娃脸的童月目光 在江辰和司徒南身上流转 眼中竟然都是战役 童姐 确定要先在开打吗 我们一旦两败俱伤 得意的就会是蒙青山那一队 是啊 那个江辰能够淘汰这么多人 连贺元霸都不是他的对手 肯定不弱 我们就算能赢 也不会很轻松 到时候蒙青山那边 那两个男的 显然都是以童月为主 都在劝他 先忍忍 童月文言 眼中的战役 也慢慢收敛了 看样子 他们是不想跟我们打 陆云英当然也看得轻行事 从对方的眼神和姿态中 就能看出来 肯定啊 只要他们不傻 就肯定不会在这里跟我们斗 否则欲望相争 蒙青山得利 司徒南也是看得透透的 这时候 童月朝着江辰他们喊道 你们哪一个是江辰 此话一出 司徒南和洛云英 迅速就看向了江辰 我擦 这就把我给卖了 童月的目光 也立马聚焦在了江辰的身上 我其实很想跟你打一场 但这样一来 就便宜了蒙青山 所以你怎么想 童月问道 看他一副娃娃脸的样子 战役还挺强烈 我也很好奇你的异能 不如就直接在这里打一架吧 懒得那么麻烦 江辰说道 他没那么多想法 实力就是他的资本 打完童月这支小队 再去打蒙青山 应该费不了什么力气 江辰 人家明显是想暂时求和 你怎么还挑衅上了呀 司徒南听了江辰的话 顿时就慌了 赶忙劝道 这种时候开战 可不是明智选择 童月听了江辰的话 原本收敛起来的战役 顿时又变得旺盛起来了 我也正有此意 管他什么蒙青山 先打败你再说 见江辰和童月 这一副要打起来的架势 无论是这一边的司徒南 骆云英 还是那一边的两个男生 都是一脸的无奈 咋就这要巧 两个好战分子相遇了 拦都拦不住 童月直接从兜里 掏出一个瓷瓶 从里面倒出一堆药丸 然后随便抓起一粒 吞进了嘴里 江辰一愣 打架前还得嗑药 你这是什么习惯 你马上就知道了 童月说完 发生了变化 原本那堪堪一米五的身高 迅速拔高起来 不过片刻就长到了一米八 某个扁扁的飞机场 也立马变得肿胀起来 直接从A变成D家 原本的娃娃圆脸 也变成了一张瓜子脸 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 瞬间就拔高了好几个档次 难道他的异能是变身 应该不止变身这么简单 否则不可能在饶珠式出赛中 获得第一名 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江辰更加好奇了 下一刻 他就看见童月的身上 散发出了原力的波动 原力 资料里 童月明明才是终极舞者 怎么可能会有原力呢 就算他是觉醒者 也只是觉醒了特殊能力 怎么还会拥有原力 江辰感觉非常奇怪 而且 从他身上的原力波动 来感受还不弱 比贺元霸还要强 你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江辰忍不住问道 童月看着江辰 露出一道惊艳的笑容 他此时的容貌 可以称得上很美了 甚至不比晨晨姐 骆云英他们差 这一笑 多少男人看了 都会心跳加速 不过江辰见识过 更美的美人鱼 所以很淡定 打败我 我就告诉你 童月说道 就连声音都变了 可以说 此时的他 与几秒之前 简直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第186章 变成妖猪狼人了 童月话音刚落 便朝着江辰宫来 脚步一动 化作树道残影 几乎是瞬间 便出现在了江辰的身前 一跃而起 化掌为刀 垂直下劈 劈空掌 这一掌刀劈下 竟然就像真刀一般 响起破空之音 速度快 攻势强 他还将几乎所有的原力 都汇聚在了掌中 可以说 他这一掌的威力 换作司徒男 或是洛云英 任意一个都承受不住 但江辰很是淡定 身法不错 掌法就差了一些 江辰随口说道 他化音落下的同时 童月那一掌 也劈了下来 嗡 然而就在这时 江辰身上 骤然绽放金光 金光有着数十厘米之后 童月的掌刀 劈在金光上 顿时就爆发出一声 铿锵巨响 江辰屹立于原地不动 童月的掌刀 却只是将江辰的护体金光 展开了仅仅一厘米的缺口 十分之一都不到 浩墙的防御 童月一惊 但江辰已经一拳 朝他轰去了 原力盾 童月的反应力 还是挺快的 立马就催动剩余的原力 凝聚成盾牌挡在身前 盾牌刚刚形成 江辰一拳 就已经打在了上面 咔嚓 清脆的破碎声响起 原力盾 仅仅顶住了0.01秒 便轰然破碎 江辰这拳的威力 也仅仅减弱了一成 便破开原力盾 重重撞击 在了童月的飓风之上 砰 童月当即便被击飞了出去 他的那两个队友 立马上前 在童月的一左一右 出手替他抵消了部分的伤害 童月这才能够安稳落地 刚一落地 童月的身上便爆出一阵白烟 白烟消散得很快 而童月也变回了之前那个 身高1米5娃娃脸的萝莉身 我靠 江沈 你这一拳 怎么还把人家的飓风给打平了呀 司徒男突然惊呼一声 江辰惊讶地看向司徒男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十分认真的司徒男 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但不得不说 这话很有水平 直播间离 哈哈 神特帽把飓风打平了 别说 还确实挺符合实际的 剑仙刚刚那一拳 可真是把飓风移为平地 直接改造成飞机场了 正经问一句 你们谁知道 那个童月觉醒的异能 到底是什么吗 怎么突然就变身了 而且还直接从终极舞者 一跃成为了原舞者 不知道 觉醒者本来就不多 异能更是千奇百怪 别说我们了 就算是专家估计 也不可能认识所有的异能 古战场一记中 童月也听到了司徒男的话 顿时就生气了 嘟着嘴瞪着司徒男 强装凶狠地说道 小心我撕烂你嘴巴 只是他这模样 就注定凶不起来 江辰看着童月说道 你败了 可以说了吧 谁说我败了 刚刚只是热身而已 我还有其他手段 没施展出来呢 童月很是不服气 哦 还有手段 江辰饶有兴趣地看着童月 他是真的很好奇 童月的异能 到底是什么 你想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手段 否则的话 刚刚那一拳 童月可不会这么轻松 江辰那一拳 只是单纯的蛮力 没有催动原力 更没有施展武学 好 你继续 江辰笑着说道 童月也不客气 再次逃出那个小瓷瓶 从里面倒出一粒药丸 然后吞进了嘴里 下一刻 他的身形再次改变 上一次是纵向长高 而这一次是横向长胖 童月很快就变成了 一个胖胖的大圆球 目测至少有三百斤 而他身上穿的衣服 应该是特制的 可以随着身形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 无论是之前的长高 还是现在的长胖 衣服都没有被扯坏 肉弹冲撞 童月大海一声 整个人蜷缩起来 看起来 就真变成了一颗肉球了 肉球急速旋转 朝着江辰便冲撞了过去 并且在冲撞的途中蓄力 撞击力越来越大 眨眼间便冲到了江辰的面前 这一次 江辰没有出拳 而是一脚踢了过去 这姿势 看起来就像踢足球 砰 肉弹挨了江辰一脚 直接就飞了出去 不过在落地的时候 又重重弹了起来 重新弹射向了江辰 来吧 江辰顿时就来了兴趣 依旧一脚踢了过去 不过这一次 他对准了一面山壁 砰 肉球再次被江辰踢飞出去 这一次 肉球撞击在山壁上 又弹了回去 江辰身影一闪 出现在肉球弹飞的方向 又是一脚踢在肉球上 肉球再次撞在山壁上 弹飞出去 江辰就这样 每次都出现在肉球的前面 然后一脚将他踢到山壁上 山壁将其反弹回来 江辰继续踢 这已经不是踢足球了 这是踢皮球啊 剑仙这是玩起来了吗 把童月当皮球踢 嘿嘿 看得我都想加入进去了 这就是童月新的手段吗 感觉还不如之前呢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都看呆了 这还是在比赛吗 打架变成了踢球 可你好歹当个球员 而不是球啊 童姐 童月的那两个队友 见自己队长被当成球踢了 顿时就慌了 想要去帮忙 但司徒南和洛云英 直接挡在了他们前面 司徒南更是持枪 身上原力沸腾 虽说司徒南和洛云英的实力 不及对方那两个人 可他们哪里知道 他们还以为 能跟江辰这种厉害人物组队的 肯定也不会差 所以只能老老实实站住不动 不完啦 不完啦 肉球里发出童月气呼呼的声音 还在半空中的时候 肉球就绽放一股白烟 重新变回了童月的样子 失去了弹性 当然也就没有继续弹下去了 江辰没有趁机去对付童月 他还想看看这个觉醒者 还有什么好玩的能力呢 反正现在距离缩圈还有几个小时 你竟然敢把本小姐当球踢 太过分了 童月气呼呼的说道 太侮辱人了 是你自己变成球的 能怪谁 还有什么手段 快使出来吧 不然可就淘汰你了 江辰微微笑道 这个童月还挺好玩的 第187章 低头看见脚 差评 童月又拿出了他的小瓷瓶 这次没有随便拿 而是仔仔细细挑了起来 江辰也伸长脖子看去 想看看这到底是个啥 不过看来看去 也就是小小的药丸 没啥特殊的 童月选了半分多钟 才终于选好一例 只是看着这粒药丸 他有些犹豫了 但随即 童月就看了江辰一眼 想起刚刚被当成球踢的一幕 顿时又气呼呼了 拼了 要是这次还打不过你 我就认输 看童月这样子 似乎挺有信心的 江辰没有动 就这么笑嘻嘻地看着他 童月又犹豫了几秒 还是将药丸扔进了嘴里 这一次 他的身体变化更大了 之前只是纵向横向变化 这一次 直接连种族都变了 童月的身形膨胀了好几倍 就连他身上特制的衣服 都被撑得快爆了 他的身上和脸上 长出了浓密的毛发 眼珠子变成了树童 两边的嘴角露出了尖锐的栗齿 一双手也变成了锋利的爪子 狼人 这一刻 童月竟然直接变成了一只狼人 江辰在看见童月变成狼人的一瞬间 就联想到了之前安诚的那些兽人 可仔细一看 又不一样 那些兽人都失去了人性 只剩下嗜血的兽性 可童月 虽然样子变成了半人半狼 但目光清澈 本质上依旧是人类 扑扑扑扑 童月的变身还没结束 他的背上 突然就长出了六根像是蜘蛛的腿爪 每一根都有接近两米长 顶端是泛着寒光的刺沟 本来就被膨胀的身体 差点撑爆的衣服 哪里还顶得住那六根蜘蛛腿爪 直接就破碎了 不过此时的童月 基本上七八成都是狼化 身上长满了浓密的毛发 也就不存在什么违规的画面 他这样子看起来很像是妖猪狼 司徒南一脸思考的模样 骆云英也点头道 没错 妖猪狼便是同时拥有狼兽和蜘蛛的特征 成年期的妖猪狼是五品元兽 并且实力在五品中属于佼佼者 所以这个童月 不但能变身成不同的人 变身成球 还能变身成元兽 不得不说 这个童月的能力太诡异了 比周云的念力异能诡异多了 好 就在司徒南和骆云英说话的时候 已经变身成妖猪狼人的童月 发出一声售吼 便朝着江晨冲了过来 速度超快 就连江晨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便已经出现在了面前 刷 童月狼爪一挥 空气中都出现了几道爪痕 只听扑斥一声 狼爪拍打在江晨周身的护体金刚上 这一次 硬生生将护体金光 抓住了几道十厘米深的划痕 破开了金光的一半多 好强 江晨一惊 一拳朝面前的妖猪狼人砸去 他的另一只狼爪也拍出 与江晨的拳头对碰 这一次 童月竟然抗住了江晨的一拳之位 呼呼呼 树道破空之声响起 童月背后的六条蜘蛛腿爪 分别从六个位置朝着江晨扎了过去 江晨立马用另一只手抵挡 可也只是抓住了其中一条蜘蛛腿爪 其余五条都刺在了江晨的护体金刚之上 蜘蛛腿爪顶端的刺钩 这时候就起了作用 直接就刺穿了护体金刚 全部扎在了江晨的身上 哼 见自己终于击破了江晨的防御 童月发出一声得逞的笑声 然而 大五条蜘蛛腿爪在刺穿护体金刚之后 扎在江晨的身上时 竟然就仿佛扎在了一块极其坚硬的灵框上一般 连他的皮肤都破不开 别高兴太早 护体金刚只是第一层保护而已 不过能够破开我的金刚 你足够骄傲了 江晨微微一笑 下一刻 他催动原力 金色的龙原之力 瞬间从江晨的体内涌出 然后爆发 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就将童月给击退了好几步 与此同时 江晨双拳迅速挥出 流星神拳 砰砰砰砰 一秒之内 数百道拳影如同流星雨一般 全部落在了童月的身上 面对江晨的拳击 童月只能将六条蜘蛛腿爪护在身前 随着最后一拳打在童月的身上 他用来保护的蜘蛛腿爪也收了回去 竟然没有受伤 江晨都有些惊了 他现在只是单纯的蛮力 都有两百多吨的威力 施展流星神拳 相当于打出五百多次两百吨的攻击 其中肯定还有很多重叠的攻击 这都打不破童月的蜘蛛腿爪 这防御力属实很强啊 江晨想起了刚刚洛云英和司徒南说的 成年期的妖猪狼是五品元兽 难道此时的童月 也有着五品元兽的实力 那就有些厉害了呢 不错 现在的你有资格让我出剑了 江晨说着 便取下了一直别在背上的破伤风之人 五品元兽的话 不出剑他还是没有把握的 你是剑修 童月的狼口之中发出人言 他也是这时候才发现 江晨竟然一直背着一把剑 剑修便是在出剑时才最强 可江晨刚刚一直都没有出剑 也就是说 他从始至终就没有认真过 一个剑修 不用剑时都能逼得他手段进出 此时出剑 自己岂不是必败无疑 终于又可以见到剑仙出剑了 说起来 我们一直喊他剑仙 可他真正出剑的战斗都没几次 还不是剑仙之前的对手都太弱了 根本不配让剑仙出剑 剑仙的剑只占强者 直播间里观众们都激动坏了 终于又可以看见剑仙出剑了 拔剑术 三重斩 江晨身影一闪 几乎是瞬间出现在童月的身前 然后拔出破伤风之人 赠 赠 赠 三次拔剑只在0.01秒内完成 不管是亲身经历的童月 还是实地观战的司徒南等人 亦或是直播间里的大部分观众 都甚至看不清江晨的初剑过程 只能看见一道剑影 因为三剑的剑影重叠了 我靠 我刚刚录屏了 然后开了十倍慢放 才算是勉强看到一丢丢 你设备太差了 我开了两百倍慢放 已经看清楚了 剑仙刚刚出了三剑 只用了0.01秒 我提妈呀 0.01秒连出三剑 这是人能做到的 别说受剑了 我就连拔剑都要好几秒呢 切 就你也配跟剑仙比 第188章 决战圈 此时 属山剑仙学院院长办公室 那位剑没心目的老院长 此时已经没有打斗地主了 欢乐斗都输光了 还打个屁呢 他正在看属于江辰的直播画面 当看见江辰施展拔剑术的时候 他双眸一鸣 斯 是圆满境界的拔剑术 这小子才多大的年纪啊 竟然拥有一门圆满境界的武学 而且还是剑法武学 虽说拔剑术只是D级武学 入门简单 可入门境界之后的修炼难度 比其他武学的C级 甚至B级还难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拔剑术圆满之后 确实有机会领悟出建议 看来猜测没错 他确实拥有剑意 剑眉心目的老院长 喃喃自语 看着画面中的江辰 他那张老脸上 露出了十分满意的表情 这个少年狼 他要了 当 三剑全都站在童月身上 同一个地方 本来应该有三声 可因为速度太快了 不管是剑影还是剑银 都重叠了 所以 众人只能听到一声响 童月依旧是将六条蜘蛛 腿爪挡在身前 可这一次 他没那么好受了 三剑过后 六条蜘蛛腿爪 同时断裂开来 一块块碎片落在地上 露出了里面的童月 还打吗 江辰轻轻问道 童月除了那六条蜘蛛 腿爪断裂之外 并没有受伤 但他知道 那是因为江辰留情了 不打了 你太强了 目前的我不是你的对手 童月果断摇头 然后转身就走 只是刚一转身 他就突然脸色一变 不好 时间到了 童月惊叫一声 下一秒 一道白烟便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这是要变回圆形的趋势 本来没什么 可他之前变身的时候 衣服都被撑爆了呀 这时候变回圆形 岂不是得暴露在所有人眼中 天上还有无人机 实时直播呢 几百万人看着呢 这就是童月为什么之前那么犹豫的原因 So 就在这时 江辰一个闪身出现在了童月的身边 在白烟散掉的一瞬间 他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童月的身上 江辰接近一米八的身高 而童月只有一米五 他的外套披在童月身上 就跟穿了件裙子一样 连裤子都直接省了 我靠 剑仙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还啥都没看到呢 剑仙这就有点过分了 自己倒是薄了眼福 咱们啥都看不见 喂 刚刚那位可以慢放两百倍的兄弟在不在 正在慢放 两百倍不够 我正在想办法调到三百倍 好兄弟 借一步说话 呃 不是 飞机场有啥好看的呀 你们这些臭男人太恶心了吧 总是想着这么龌龊的事情 就不能跟剑仙哥哥一样身是吗 哼 你还指望这些人能像剑仙一样 他们这些俗人 连剑仙的一根毛都不配 哟 楼上两位小姐姐说的冠冕堂皇 那我请问 如果是你们的剑仙哥哥不穿衣服 你们想不想看 童月看着披在自己身上的外套 顿时就愣住了 这一刻 她的心跳突然加速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闯进了她的心里 她微微抬头 正好看见江辰的侧脸 江辰此时把头转向了一边 特意没去看童月 嗨嗨 愣着干啥 等着我给你拉拉链吗 江辰没有听到动静 不由干咳一声提醒到 童月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将拉链拉了起来 江辰听到拉拉链的声音 这才将头转了回来 恰巧就与童月对视上了 童月的脸蹭了一下就红了 连忙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脚 都说女子低头不见脚尖 便是人间角色 你低头整只脚都能看见 差评 谢 谢谢 等比赛结束之后 我会洗干净 还给你的 童月牺牲细语地说道 没事 不用这么麻烦 卖给你了 不 我不能要 啊 卖给我 童月差点听成了送给你 电视里不都是正眼的吗 这种环节 男主一般都会说衣服送给你 然后女主坚持不要 如此 下一次女主就可以借着送衣服的机会 与男主相见 可姜辰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送东西这种赔钱买卖 姜辰可不干 嗯 不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也不要九千九百九十九 只要九九九 你买得了吃亏 买得到上当 也买得到我这件外套 姜辰立马说道 童月原本那翘红的脸 顿时就黑了下来 我刚刚怎么会对这个人动情 我肯定是瞎了眼 现在没钱出去之后给 童月没好气地说道 嗯 欠仗也行 但需要抵押物 就拿你刚刚磕的药丸抵押吧 姜辰说道 童月寄的牙都快咬碎了 我就算再穷 也不至于连九百九十九都赖账好吧 这药丸给你也没用 只有我能用 童月说道 姜辰顿时就失望了 原以为童月变身 靠的是那些药丸呢 所以你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我说过 打败我我就告诉你 我不会食言 但你不能告诉别人 童月说着 便凑近江辰 在他耳边说起了悄悄话 除了江辰 没人能听到 无人机更是录不到音 江辰也终于知道了 童月的异能到底是啥 确实是变身 只是与一般的变身不一样 它可以变成任何生物的样子 并且拥有它们的实力与能力 但前提是吞噬对方的血液 那些药丸 其实就是采集了不同人类舞者 和元兽血液制作而成的 毕竟 它总不可能每次战斗前 都喝一口血吧 除此之外 童月的异能还有两个限制 其一是实效 每次最多只能变身五分钟 结束之后就得重新课要变身 其二便是实力 它不能变成 与自己实力差距过于巨大的存在 就比如那些强大的元兽 它们血液中蕴含的能量太过强大 以童月目前的体质 最多也就能承受无品元兽的血液了 所以刚刚变身成为无品元兽级别的 妖猪狼人 就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第189章 太惨了 我现在可是完完整整都告诉你了 你可不能给我说出去啊 童月盯着江晨 很是认真地说道 她就连自己异能的限制都告诉江晨了 如果江晨曝光出去 那么她以后的对手 都会根据她的限制 来制定针对她的办法 就连江晨都没想到 童月居然会全盘拖出 放心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江晨说道 童月就是相信江晨的人品 所以才没有隐瞒的 行了 这次算我输给你 下次我一定会想办法赢回来 你就瞧好吧 童月说吧 便直接摁下了求救按钮 输了就是输了 她可不会输不起 几秒过后 童月便离开了古战场一计 她的那两个队友 见自己队长都跑了 自然也就没有留下来的打算 也都认输了 至此 古战场中就剩下七人 两支队伍了 好紧张好紧张 要大决战了 马上就能看到 剑仙和蒙青山之间的战斗了 一个是夺冠热门第一 一个是异军突起的黑马 不知道到底哪个厉害一些 还用想 肯定是剑仙啊 从史之中 我就没见过 有哪个对手 能让剑仙感到难缠的 没错 我就没见过剑仙出过第二战 那也不一定 蒙青山也不弱的 他也淘汰了二十多个参赛者 没一个能扛过他三招 都别瞎想了 最多还有半小时 他们就能相遇 到时候谁强谁弱 一战便知 直播间里 观众们都异常激动和紧张 罗冠热门和突起黑马 终于相遇了 而且还是在最后的决战相遇 决战圈恰巧是在一处峡谷之中 三批人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进入峡谷 两批有三人 一批有一人 那单独一人的 正是周云 他也闯到最后来了 周云 陆云英一看见周云 心中的怒火变蹭的一下 就长起来了 周云看向江辰三人 眉毛一条 哟 全都在啊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废物 早就被淘汰了呢 周云冷笑道 他所指的两个废物 自然就是陆云英和司徒男了 二人闻言 顿时就怒了 特别是陆云英 他脾气本就不好 提枪就要冲过去 但被江辰拦住了 你打不过他 安安静静地拦着我就好 没必要说出来 陆云英顿时就无语了 你就不该长这一张嘴吧 哎 那个人是叫周云吧 也是觉醒者来着 我记得他也是清源氏的吧 和剑仙 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他样子 八成早就有矛盾了 那他们待会儿是 一起对付蒙青山 还是三足鼎立啊 我觉得应该是前者 毕竟比赛才是最重要的 难说 剑仙应该不屑于与他合作 本来只剩下两支队伍 可此时 却是三足鼎立的形式 一个夺冠热门第一 一个觉醒者 一个最强黑马 全都不简单 但话说回来 能闯到最后决战圈的 又怎么可能会简单呢 你们 哪个是江晨 蒙青山突然发问道 他也很好奇 那个异军突起的黑马 到底长啥样 我 江晨向前一步 蒙青山的注意力 便凝聚在了江晨的身上 很年轻 看起来年纪 应该要比自己还小 实力也很强 就在前不久 手环里又响起了提示音 连同月都败在了江晨的手下 所有参赛者里 能让蒙青山关注的人不超过五个 贺元爸和同月便是排在前列的 却都被江晨给淘汰了 如此实力 值得自己正视 你隐藏得很深 以你的实力 本不该如此默默无闻的 蒙青山沉生说道 一个年轻人 能在比赛之前隐藏自己 如此心智 不简单啊 我没有隐藏 江晨摆摆手 他确实没有特意去隐藏什么 可问题是 清源氏出了一个觉醒者 往往觉醒者的热度才是最大的 所以他直接被忽略掉了 蒙青山直接忽略了江晨的话 自顾自说道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支队伍 不如就你我战一场 谁赢了 就代表他的那支小队获胜 不等江晨答复 周云先开口了 你这是不把我当回是吗 你们不是一支队伍的吗 蒙青山纳闷问道 是 也不是 虽然我很不想跟他们沾边 但没办法 规则如此 那就由我代替清源氏 与你一战吧 周云说道 战役满满 他就是要当着直播间数百万人的面 击败蒙青山 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他为清源氏赢得了胜利 而不是江晨 蒙青山目光怪异地看着周云 但还是开口道 我只跟江晨打 不过你若是坚持如此 我不介意先出手解决你 蒙青山的语气里 满满都是对周云的不屑 他是将江晨当成了对手 但周云 虽说是个觉醒者 但还不配让他重视 周云闻言 一张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蒙青山这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了他一巴掌 但还不等他说话 江晨也给了他一巴掌 蒙青山 他是我的 让我解决他 两个人争着要解决周云 而且 从他们的语气中 就好像解决周云 只是吃口饭 喝口水那么简单一样 周云本就是好脸面的人 顿时就怒了 气人太甚 要不你们一起出手算了 江晨和蒙青山闻言 对视一眼 然后同时点头 一口同声道 可以 啊 Sigma 欧下化现欧 周云顿时就僵住了 刚刚不还争着解决我吗 咋就突然统一了 喂 我刚刚只是气急之下 随口一说而已 别当真啊 可此时是全省直播呀 甚至可能还有外省的人 也来凑热闹了 当这成百上千万观众的面 吹出去的牛 周云也不敢收回之前的话 一起出力才公平 江晨 速战速决吧 解决掉这家伙 我们公平一战 蒙青山说道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与江晨一战 目前为止 年轻一辈中 他还没有遇到 能与自己一战的人 但这个江晨 绝对是他的劲敌 应该可以让他 酣畅淋漓地战一场 第190章 我若全力以赴 你可能会死 好 江晨点头同意 于是 两人同时看向了周云 被两双 如同柴狼虎豹般 凶狠的目光盯着 哪怕周云再狂傲 也不禁打了得哆嗦 一个江晨 就已经难对付了 再加上一个蒙青山 这不是必输的局吗 哼 自作自受 就该这样 骆云英冷笑一声 特别是看着周云那张 像是吃了翔一样 难看的脸时 心里更是一阵的畅快 比他亲手报仇还爽 So So 江晨和蒙青山 都不是喜欢浪费时间的人 既然已经决定好了 便直接开干 只听了两道破空之声响起 江晨和蒙青山 同时朝着周云冲了过去 速度竟然相差不多 看来这个蒙青山在身法方面的境界 也不低啊 念力壁垒 周云见两人同时冲向自己 可不敢大意 立马释放念力 在前方形成一个无形的壁垒 江晨是指导周云的手段 提前做了准备 速度放缓了一些 但蒙青山可不知道 一下就撞了过去 他的奔跑速度很快 学过物理的都知道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蒙青山这一下重重撞在念力壁垒上 给了念力壁垒一个力 如果能够撞破也就罢了 可没有撞破 力就反作用在了蒙青山的身上 直接将他弹飞出去几步远 死 这是啥玩意儿 蒙青山揉了揉鼻子都撞红了 他本来是打算靠近周云的时候再攻击 哪里能想到 中途会有一面看不见的墙呢 没有准备的撞在上面 不疼才怪呢 用念力凝聚的壁垒 这家伙觉醒的异能与念力有关 江晨直接就曝光了周云的异能 还记得跳伞时 有一些参赛者的降落伞爆炸了吗 就是他用念力弄的 江晨声音没有收敛 无人机也录进去了 直播间里的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说怎么那么奇怪呢 原来是这个家伙啊 真是个老六 还没进入古战场一技 就开始使用小动作了 靠 老子就说降落伞咋突然爆了 原来是那个家伙啊 出来之后别让老子遇到 不然铁定揍你一顿 待我一个 马德 就是因为降落伞爆炸 老子落在了距离入口几十公里的湖里 还差点被水怪吞了 最后好不容易进了古战场一技 直接被传送到了戏号圈以外的地方 呜呜 还没开始就被淘汰了 直播间里 立马涌来了一群大骂周云的人 基本都是被淘汰的参赛选手们 都是降落时的受害者 有很多参赛者 因为降落伞出了问题 迫降到了距离入口很远的地方 等赶到的时候 戏号圈都不知道更新了几次 这如何不计 懂了 破开便是 蒙青山点点头 然后掏出一把弹横刀 将原力灌住其中 弹横刀立马就绽放寒光 蒙青山持刀对着前面那 看不见的聂力壁垒 重重一批 刀气全部宣泄出来 咔嚓 砰 下一刻 空气中就响起破碎的声音 哼 不堪一击 蒙青山冷笑一声 再次往前冲 然后又是砰的一道撞击声 哎 他难道不会同时凝聚几面聂力壁垒吗 蒙青山顿时就无语了 那就全破了 蒙青山大吼一声 持刀往前刺去 砰砰砰 连续响起了几道破碎声 看来周云是凝聚了很多层念力壁垒呀 但蒙青山的攻势太猛烈了 每一层念力壁垒都顶不住三秒 就直接破裂 很快便冲到了周云的进前 周云只能连忙后退 每一次的后退都会在前边凝聚出新的念力壁垒 太慢了 我来 江晨说罢 也没有出见 直接就朝着周云冲了过去 砰砰砰 他撞击在念力壁垒上 念力壁垒甚至连一秒都顶不住 就直接被撞碎了 周云释放念力的速度 根本就比不上江晨冲突念力壁垒的速度 眨眼间 江晨就出现在了周云的身前 可恶 这才短短几天 这家伙又变强了 周云脸色一变 上次比赛的时候 江晨还得出拳 才能破开他的念力壁垒 如今 竟然如此轻轻松松的撞开 去 周云在慌乱之际 还是立马反击了 九柄飞刀在周云念力的控制下 以极快的速度 飞向江晨和蒙青山 蒙青山立马挥舞堂刀 将其劈飞 但很快 飞刀就又飞回来了 这念力异能 很恶心啊 蒙青山顿时眉头皱了起来 周云的攻击 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 可也能逼得他 无法靠近啊 跟童月比起来 差远了 江晨满脸的不屑 童月最后一次变身 可是逼得他出了线 周云远不及他 周云也听到了江晨的话 居然拿他跟另一个绝星者比 还说自己不如同月 欺人太甚 周云一气之下 控制攻击江晨的那些飞刀 顿时就加强了威力 这些飞刀 每一刀的攻击力 都能与二品源舞者媲美了 不得不说 周云比起上次也强了不少 只可惜依旧太弱了 江晨伸手 一手抓住一把飞刀 愿由周云的念力如何控制 也挣脱不开 他挥舞着手中的两把飞刀 将其余几把全部击飞 然后脚下一动 瞬间出现在周云的面前 与此同时 蒙青山也突破了飞刀的围困 冲到了周云的面前 两人也就前脚后脚 相差不足一秒 砰 砰 江晨一拳 蒙青山一脚 同时打在周云的身上 直接就将其击飞出去十几米 撞到一处山壁 硬生生给撞出了一个大字形 选手江晨 蒙青山共同淘汰选手周云 手环中响起一道声音 被卡在山壁里的周云 身影也渐渐扭曲消失了 挨了江晨一拳 蒙青山一脚 虽说两人都没有用很大力 可周云的身体素质 也仅仅是终极舞者水准 当场就昏迷了 还是外面的人实在看不下去 帮他按了求救按钮 这还是第一个 同时被两人击败的吧 不得不说 能同时被江晨和蒙青山击败 这家伙已经很荣幸了 待遇不错 就是下场有点惨 第191章 地下冒出骷髅怪 麻烦解决了 现在可以好好战一场了吧 蒙青山看向江晨 眼中充斥着战役 可 江晨点头 蒙青山脸色一袭 立马握紧手中的唐横刀 面对江晨 他要打起12分的精神 甚至连试探都不需要 从一开始就要全力以赴 相信你已经看过我的资料了 我的最强一招 是一门S级刀法武学 小城境界 我将你是做境敌 所以接下来 我不会有半分留守 希望你也一样 蒙青山一脸震惊地说道 并将大量的原力灌输 进入了唐横刀之中 我若是全力以赴 你可能会死 江晨却是摇头道 他的最强一招 可是连五品员 武者级别的陈坤 都能杀死 虽说当时是面对生死绝境的时候 激发了生死一剑的最强威力 可那时候的江晨 也才只是高级武者而已 如今的他是一品员武者 而且他的原力强度 可以堪比一般的三品员武者 即便是无法施展生死一剑的真正威力 只是一半也足以斩杀蒙青山了 可蒙青山不知道这些 他听着江晨的话 还以为对方是在看不起自己 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他将江晨当成自己的劲敌 给足了尊重 结果对方却连全力以赴都不愿意 就算死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蒙青山咬牙说道 我不在乎你的生死 但这样会影响我的比赛 以及比赛之后的奖励 江晨继续摇头 言语间已经笃定可以打败蒙青山了 蒙青山忍不了了 他冷哼一声哼 你话别说得太满 你不愿全力以赴 败给我可别后悔 出招吧 江晨举起破伤风之刃 指着蒙青山 虽然对方不值得自己全力以赴 但可以出剑 九级雷斩 第一斩 蒙青山低喝一声 脚下突然爆炸 整个人腾空而起 宛如炮弹一般朝着江晨冲去 并一刀垂直斩下 金光 江晨周身瞬间绽放耀眼的金光 当 唐横刀斩在江晨身上 那十几厘米厚的护体金光上 响起一声巨大的金鸣之音 这一刀 只是砍入了护体金光的五厘米左右 但蒙青山丝毫不慌 而是以极快的速度拔出来 又继续第二斩 中间十分连贯 攻速虽然比不上江晨圆满境界的拔剑术 但也是在不到一秒内就完成两次劈砍 当 第二刀的威力比第一刀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如果说第一刀的威力只能勉勉强强算是一般二品源武者的水平 那么这第二刀的威力就已经接近三品源武者的一击了 直接就破开了江晨的护体金光 并触碰到了江晨的身体 但正如江晨先前所说 这护体金光只是他的第一层防御而已 他本身的体魄强度也不弱 这一刀的威力依旧是连在江晨身上划出一道浅浅的刀痕都不够 第三刀 蒙青山大喝一声 第三次斩击 这一次江晨并没有再任由他攻击自己了 拔剑术三重斩 江晨迅速拔剑三道剑影叠加起来 速度比起蒙青山的刀速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毕竟蒙青山的这门刀法特别并非是攻速快 而是越来越强 他第三刀的威力比起第二刀 又要明显强了一个档子 绝对可以堪比三品源武者的权力一击了 九级雷斩听名字也知道肯定有九刀 这才第三刀就能将战力提升一个等级 后面的威力肯定会越来越强 真不愧是S级武学 当江晨三剑同时斩在蒙青山落下的唐横刀刃上 蒙青山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作用在刀上 甚至顺着刀身涌入自己虎口当中 震得他硬生生退了好几步 唐横刀上与破伤风之刃对碰的地方 竟然多出了一个数厘米的小缺口 这把绣剑怎么这么锋利 蒙青山十分惊愕 他这把唐横刀是两天前从一个物资堆里寻到的 武品领刀 已经算是挺高级的了 江晨手中的绣剑竟然能够将自己的武品领刀 砍出一个小缺口 岂不是说那至少是一把六瓶以上的零件 继续第四刀 蒙青山又是一声大喝 继续朝举刀朝江晨斩去 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 还得是剑仙和蒙青山之间的战斗有意思啊 其他人估计都让剑仙提不起战斗的欲望 没错 话说蒙青山的武学是九级雷斩吧 好像是S级的 每一刀的威力都是前一刀的两倍呢 若是能斩出第九刀 那就是 恶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三八妇女结 五一劳动结 六一而同结 谁数学好帮忙算一下 二百五十六倍 妈呀 两百五十六倍 怕不是能连月好几个等级啊 废话 那可是S级武学啊 能将S级武学修炼到圆满境界的 能有几个 月级不是简简单单的吗 话说 为啥蒙青山一直要喊出自己的招式啊 不觉得中二吗 一斗地主的时候 暴王炸的时候会爆出来吗 我靠 楼上的解释太到位了 我瞬间明误了 直播间里 观众们看着江辰和蒙青山之间的战斗 太激动了 此时只剩下这一处战场了 天上更是直接围了几十个无人机 所有的直播间都在播放着同一个画面 那就是江辰与蒙青山战斗的画面 砰 又是一声巨响 蒙青山再次被震退束步 而江辰也终于退了半步 第五刀了 如果你能使出第六刀 勉强可以逼出 使出最强一剑 江辰说道 刚刚蒙青山斩出第五刀 就已经达到了四品源武者的权力一击 第六刀 或许可以达到五品源武者的战力 甚至可能可以威胁到五品源武者的生命 实话跟你说 第六刀 我还没有彻底掌握 每一次使用 都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结局 不过 我也知道 不用出第六刀 必定赢不了你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招定胜负吧 蒙青山说道 并开始蓄力 全力催动原力 第192章 骷髅大boss 江辰也握紧手中之剑 蒙青山使出第六刀 他也不能大意 啊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 蒙青山刚刚才蓄力结束 顿时就被那声惨叫给惊到了 积蓄的力量全部卸掉了 言明 你特么瞎鬼叫什么 我 蒙青山顿时就气坏了 转头就要开骂 但随即他就看见 言明的脚下突然伸出了两根 露出森森白骨的枯瘦爪子 并一把抓住了言明的脚踝 正抓着他往下拉 不一会儿的功夫 言明的整只脚就陷入了土里 蒙 蒙哥 救我呀 言明此时一点的恐惧 他使劲挣扎 但越挣扎 那只抓住他脚踝的枯瘦鼓爪 就抓得越紧 甚至都破开了他的皮肉 地下突然冒出森森鼓爪 割水不会渗得慌 更别说这个言明也只是个还未出校门的学生 蒙青山见状顿时就不淡定了 脚步一动就要去救人 但这时候 他的脚下也突然冒出了一根鼓爪 抓住了他的脚踝 鼓爪的抓力极大 蒙青山竟然也挣脱不了 他立马用手中的唐横刀劈砍下去 当 只听一声铭响 唐横刀在鼓爪上摩擦出一阵的火星 却并没有直接将其砍断 这么硬 蒙青山一惊 他这一刀 虽然没有怎么蓄力 但也能轻易斩杀一只一匹元兽了 地下渗透出来的鼓爪 居然如此坚硬 九级雷斩 蒙青山大喝一声 再次挥出唐横刀 这一次 他连斩数次 当第四刀站在那鼓爪之上时 这才终于将其斩断 蒙青山不敢犹豫 立马朝着阎明冲了过去 此时 那可怜的孩子 半条腿都被拉进地下了 江神 云英也被抓住了 不只是蒙青山那边出了问题 江臣他们这边同样也遇到了危险 一只只森白的鼓爪 从地下探了出来 抓住附近之人的脚踝 试图将其拉进地下 司徒男还好 反应及时 立马闪躲起来 但骆云英运气不行 很快就被抓住了脚踝 奔雷闪 江臣立马催动身法武学 身影一闪 便朝着骆云英冲了过去 不过在半途中的时候 江臣前方的地下 突然伸出了一根鼓爪 三千雷幻身 砰 江臣身上雷霆爆发 瞬间化作十几道雷电分身 那只鼓爪一把抓住 其中一道分身的脚踝 却抓了个空 而江臣的真身 早已绕了一圈 冲到了骆云英的身边 此时 骆云英也陷入地下 到了小腿部位 给我起 江臣一把抱住骆云英 然后像拔萝卜一样 用力往上一拉 他明显感觉到 下边也有着一股 很大的力量 在与自己抗衡 但比利器 江臣还真不怕 暴血 咚咚咚 心跳加速 血液都仿佛燃烧了起来 江臣的综合身体素质 瞬间提升了一倍 本来他的像之力 就达到了两百多吨 翻了一倍 直接就变成了四百多吨 地下的怪物 根本就顶不住 江臣直接强行 将骆云英 给从地下拔了出来 连带着他脚下的鼓爪 以及鼓爪的主人 都给一并拉了起来 我靠 什么鬼 江臣看着 在骆云英脚下晃悠的 一具骷髅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若只是骷髅也就罢了 这玩意儿还不是 纯粹的骷髅 骨头上还粘了一些腐肉 头顶还有一些 稀疏的毛发 身上也还穿着 腐败的衣服 十分恶心 拔剑术 三重斩 江臣一把将骆云英 抛了起来 然后迅速拔剑 三剑同时斩在 那具骷髅尸体的身上 在破伤风之刃强大的剑锋之下 那具骷髅尸体 根本就顶不住 直接就断成了两半 一半还抓着骆云英 一半则直接掉落在了地上 啊 你快把另一半也弄掉啊 骆云英闭着眼睛 根本不敢看自己脚下 抓得太紧 要弄掉 只能把你的脚也给砍掉 江臣说道 骆云英顿时被吓得 睁开了眼睛 瞪着江臣 不行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那你就只能一辈子 跟脚下那半截骷髅作伴了 江臣一脸坏笑 骆云英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依旧不敢看脚下的 半具骷髅尸体 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 这可是惊到江臣了 骆云英这么一个要强的女子 连身临险境时 也没有表现出 这么害怕的样子 怎么现在会因为 区区半具骷髅 吓成这样 虽说确实有些甚人 他还是第一次 见骆云英要哭的样子 你别哭啊 我逗你完了 能弄下来的 江臣最怕女孩掉眼泪了 连忙伸手将抓住 生生给掰开了 然后一把将剩余的 半截骷髅尸体 扔飞出去 没事了 已经弄掉了 真的 骆云英依旧不敢睁眼 真的 无信你看 骆云英睁开眼 然后很是小夕意义的 用余光瞟了一眼脚下 发现果然没有了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即就想起了 江臣之前的话 顿时就气了 你居然敢吓我 我打你 骆云英说着 便伸手要打江臣 江臣见状 赶忙大喊一声 又有骷髅尸体爬出来了 啊 骆云英刚刚还 盛起凌人的样子 一听到江臣的话 立马被吓得蹦了起来 跳到了江臣身上 像一条八爪鱼一样 紧紧缠着他的身体 别过来 别过来 嘿嘿 吓你的 江臣又是坏笑一声 骆云英一转头 身后啥都没有 两次被吓 骆云英气得咬牙切齿 啊 你怎么这么贱 我掐死你 气得骆云英双手 使劲掐住江臣的脖子 不过他这点力气 连让江臣窒息都做不到 又有骷髅尸体来了 就在你后面 江臣又是惊叫一声 但骆云英已经不信他了 吓我上瘾了是吧 吓我很好玩吗 你怎么 啊 骆云英话还没说完 江臣就知道他不信 索性直接一个转身 然后 原本那只在骆云英身后的骷髅尸体 就出现在了骆云英的面前 距离只有不足一米 完完整整地映入了骆云英的眼帘 第193章 江臣比他强 扑扑 一只只骷髅尸体 纷纷从地下冒了出来 不过片刻功夫 就将峡谷都快站满了 至少也有成百上千之多 骆云英被眼前那只骷髅尸体 吓得愣了好几秒 直到对方晃晃悠悠走过来 他才终于反应过来 啊 骆云英在江臣耳边一声尖叫 震得江臣耳朵都快聋了 江臣 你还愣着干嘛 快跑啊 他过来了 骆云英慌忙喊道 还不停拍打江臣的身体 看来真是吓坏了 江臣也不再开玩笑了 立马转身 这时候那只骷髅尸体 已经距离他不足半米 如今靠近 一股腐烂的臭味扑鼻而来 恶谢 滚 江臣大骂一声 一脚踹在那骷髅尸体身上 直接将其踹飞出去十几米远 只是他刚一倒地 就立马站了起来 完全没有受伤 呃 本就是死物 命都没有 又谈何受伤呢 怎么这么多 江臣环视一圈 看见这么多的骷髅怪物 不禁眉头一皱 其实 这些骷髅怪物实力并不是很强 但骨头实在是太硬了 江臣也得全力一击 才能将其斩成两半 这还是多亏了破伤风之刃的锋利 换做其他零件 江臣就得催动剑意才行了 都到了决赛圈 结果冒出这么多骷髅怪物 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 红都浮体浴馆之中 领导们就在这里观看直播 当看见地下钻出这么多骷髅怪物的时候 其中一人有些担心地问道 王总督 您特意将决赛圈定在这里 就是为了这些骷髅怪物吗 可他们很危险的 万一有参赛者 王总督微微一笑 无妨 我有分寸 连王总督都这么说了 其他领导自然也就不敢说什么 王总督的目光 却始终放在画面中江臣的身上 这小子在比赛里的表现 也是着实让王总督吃惊了一把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他 严明 何元 你们赶紧摁下求救按钮离开 现在的情势 你们已经不适合留在这里了 蒙青山大声喊道 此时 他们全都被骷髅怪物围起来了 十分危险 那你呢 江臣没走 我也不会走 蒙青山语气坚定地说道 他绝不能输 严明 何元健壮 也只能先离开了 再留下 也只是拖累蒙青山 你们俩也出去吧 江臣同样说道 洛云英当然巴伯地 立马摁下了求救按钮 离开了古战场一记 司徒南看了江臣一眼 注意安全 说罢 也离开了 至此 古战场一记中 就只剩下江臣和蒙青山两个人了 江臣 不如我们比一比 谁解决掉的骷髅怪物更多 蒙青山一刀 砍飞一只骷髅怪物 然后对着江臣隔空喊道 好啊 不过这样你输得更快 江臣答道 蒙青山直接忽略了江臣后面那句话 专心致志 在砍杀骷髅怪物上面了 江臣脚下用力 高高跃起 人在半空时 便猛然拔剑 荣原之力 灌注在破伤风之刃里 化作一道两三米长的金色弧形剑气 朝着下方的骷髅怪物斩去 砰 剑气直接穿透十几只骷髅怪物的身体 然后轰然爆炸 将附近的骷髅怪物都给震退了出去 这一剑便解决掉了十几只骷髅怪物 但消耗也是很大的 蒙青山见江臣大发神威 也不甘落后 立马将原力灌注在唐横刀中 然后斩出一道巨大的刀器 将七八只骷髅怪物斩成了碎片 这些骷髅怪物虽然难缠 但也不是江臣和蒙青山的对手 无非就是数量多一些 需要浪费一些时间罢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地上布满了白骨碎片 但依旧还一直有骷髅怪物从地下钻出来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怎么回事 地震了 就在江臣和蒙青山杀的兴起的时候 突然整个峡谷剧烈晃动了起来 同一时刻 那些骷髅怪物全部停止了动作 然后变成土通尸体倒在了地上 但江臣和蒙青山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反而更加的小心翼翼起来 突然出现这种变故 只能是危险降临前的瓶颈 他们二人不知不觉站在了一起 明明是竞争关系 此时却要并肩作战 蒙青山突然笑了起来 你可以选择现在偷袭我 江臣说道 哼 我这个人向来光明正大 从不做偷袭这种卑鄙的事情 就算要赢你 我也要赢得你心服口服 蒙青山哼了一声 他是真的把江臣当成了值得尊敬的对手 就在两人闲聊的时候 变故再次发生了 那些突然倒下去的骷髅怪物们 以及洒满一地的白骨碎片 竟然全部动了 在峡谷的正中央 好像形成了一道龙卷风 将所有的骷髅怪物 无论是完整还是碎片 全部汇聚在了一起 难以想象 成百上千只骷髅怪物 会形成多么恐怖的一只巨型骷髅怪 要不要阻止他们汇聚在一起 蒙青山问道 怎么阻止 不知道 那你说个等 江臣和蒙青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阻止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只骷髅怪大boss的诞生 很快 一尊十米多高的巨大骷髅怪便形成了 骆云英如果还在这里 估计会被直接吓晕 因为就连江臣和蒙青山 此时都感觉到了无比的恐惧 咕咚 这么大 我感觉我的攻击对他来说 跟老痒痒没啥区别 蒙青山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嗯 确实有点难对付 江臣也是点头赞同 蒙青山瞪大眼睛看着江臣 啥叫有点难对付 意思是你有把握 多少有一点吧 江臣答道 蒙青山顿时就惊了 他面对这只骷髅大boss 可是没有半点胜算 江臣居然说有一点把握 是真的这么自信 还是吹牛 不过蒙青山虽然没有把握 但他依旧战意满满 没有把握的战斗 才更能激发他的战斗欲望 我先试试看看这只大boss 是不是只老虎 说吧 蒙青山便纵身跃起 跳到数米之高 然后举起唐横刀 将全身所有的原力灌住其中 对着前方的骷髅怪大boss 就是一盏 第194章 无法逾越的鸿沟 刀器斩在那骷髅怪大boss的身上 就像是石沉大海一般 甚至连半点波澜 都没有造成 估计连脑痒痒都不算 但也引起了那只骷髅怪大boss的注意 好 骷髅怪大boss 对着蒙青山就发出一声怒吼 一股腥臭的味道 顿时扑面而来 江辰都不知道 这家伙只剩下骨头了 是怎么发出声音的 九级雷斩 蒙青山刚刚就已经在蓄力了 蓄力结束之后 便再次朝着那骷髅怪大boss 斩了过去 一刀 两刀 三刀 前面几刀斩在骷髅怪大boss的身上 也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当第五刀斩在他身上时 终于在他的一根骨头上 斩出了一道数厘米的划痕 只是对于骷髅怪boss那巨大的体型而言 这点小小的伤痕根本算不得什么 第六刀 蒙青山没有丝毫犹豫 将自己最后的力气以及原力 全部灌注在了堂横刀之上 重重斩在骷髅怪boss的身上 本来是用来与江辰一决胜负的杀手锏 却没想到 此刻用在了那只骷髅怪大boss的身上 吃 这一次 这一刀 蒙青山终于斩断了骷髅怪大boss的一根骨头 但与此同时 堂横刀也承受不住如此强大的力量 裂开树刀裂纹 随时都有可能破碎掉 蒙青山也从高空重重落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战斗站不起来 正如他之前所说 九级雷斩的第六刀 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使出 即便使出来 也是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此时蒙青山的体力就几乎耗尽了 别说继续战斗了 还有没有力气 拧下求救按钮都难说 好 骷髅怪大boss一根骨头被斩断 顿时就怒了 咆哮一声 抬起脚爪就朝着蒙青山踩了过去 蒙青山脸色一变 躲是躲不掉的 只能求救了 但他却发现 自己连动一动手臂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靠 好像完大了 就在蒙青山期待着外面的人 能及时救他时 此时 红都浮体浴馆内 王总督却阻止了操作人员 别急 再等等 王总督发话 操作人员当然只能照做 蒙青山始终没有被传送出去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巨大的白骨脚爪压向自己 So 就在那白骨脚爪距离蒙青山只有不足一米高度的时候 突然 蒙青山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然后迅速被带离了白骨脚爪的范围 江辰 蒙青山此时还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看见是江辰的时候 他愣住了 别太感动 出去之后随便送我几个亿感谢一下我就行了 江辰随口说道 这时候 骷髅怪大BOSS一击不成 又要继续对江辰和蒙青山发起攻击 起开 江辰一把抓住蒙青山的衣领 然后将其甩飞出去 这时候 骷髅怪大BOSS的鼓爪已经到了近前 爆血 熊行拳 江辰大喝一声 爆血状态下 体质瞬间翻倍 与此同时 熊行拳一爆发 凝聚成一只宛如真实的巨熊 立于江辰身后 随着江辰一拳轰出 那只巨熊同样挥出熊掌 一大一小两拳 同时轰击在骷髅怪大BOSS的鼓爪之上 爆血状态下 力量翻一倍 熊行拳又在爆血的基础上 力量再翻两倍 可以说 这一拳就是江辰最强的一拳了 这一拳的威力已经远超500吨了 砰 虽然江辰的体型 在那骷髅怪大BOSS的面前 就如同躺臂当车 可偏偏就是他这只小螳螂 硬生生地顶住了 骷髅怪大BOSS的攻击 竟然顶住了 蒙青山看着这一幕 惊呆了 他很确定 之前江辰与自己交手的时候 绝对没有这么强的力量 也就是说 他还是一直都没有出全力 我和他的实力 真就相差这么大吗 不 我的第六刀不比他弱 他如果没有更强的手段 那也不可能比我强 蒙青山此时心里想了很多 势均力敌吗 那就再加强一些 江辰健壮 立马追动丹田内的龙猿之力 顿时 一股股金色猿力 从江辰的丹田处往上涌 最后汇入他的双臂之中 冲 江辰大喝一声 顿时 金色猿力瞬间化作龙形 环绕在江辰的手臂之上 然后冲击在他面前的骷髅怪 大BOSS身上 好 一道若有若无的龙银之声响起 甚至都顺着无人机 传入了每一个直播间的观众耳中 死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会突然汗毛竖起 不知不觉间 感觉很恐怖 我突然就跪下了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 楼上那位 可能是剑仙太强了 强到你 已经不能站着观摩 所以就跪着看了 就连那只骷髅怪大BOSS 都好像受到了影响 竟然颤抖了几下 轰 龙行元力从江辰的拳头之中 轰击在骷髅怪大BOSS的身上 原本他们之间的力量是旗鼓相当 冲击出的龙行元力 便打破了天秤的平衡 骷髅怪大BOSS那庞大的身躯 竟然硬生生被江辰给击退了好几步 江辰乘胜追击 一把拔出破伤风之刃 一剑定生死 这一次 江辰索性不再留守了 直接催动生死剑意 灌注在破伤风之刃中 嗡 感受到了熟悉的剑意气息 破伤风之刃顿时就激动了起来了 不停地颤动 引发了剑名 秀记瞬间消失 变成了一柄全新的宝剑 江辰速度暴涨 直播间里 众人只能勉强看见 一道剑光 以极快的速度 自向那骷髅怪大BOSS 剑仙要发大招了 虽然不在现场 感受不到 但光是这视觉感受 就比蒙青山更强啊 不一定 招式不在于华丽 而在于威力 我还是觉得 蒙青山九级雷斩第六刀贼强 直播间里 众人议论纷纷 但大部分还是倾向于江辰 毕竟 剑仙之名 可不是随随便便来的 而他们 终究只是看着 蒙青山就在现场 感受十分深刻 当看见江辰化作一道剑光 冲向骷髅怪BOSS的时候 他立刻就明白了 江辰比他强 第195章 我提议 将周云和李幻英 逐出队伍 生死一剑 是江辰目前的最强剑招 同时也是他的杀手锏之一 其实某种意义上 他并非一门武学 而只是江辰 在全力催动生死剑一时的 最强一剑 这一招 除非领悟了生死剑意 否则其他人绝对不可能学会 更不可能使用 如果在面对绝境的时候 江辰这一剑方 能发挥出生死剑意的真正威力 超越自身极限 激发潜能 虽说 此时江辰并不能发挥出 他的最强威力 但这一剑 依旧超过了很多A级 乃至S级的剑法武学之威 吃 江辰所化剑光 直接刺穿了 骷髅怪大BOSS的身体 他那坚硬无比的白骨铠甲 在江辰的剑下 如同豆腐一般脆弱 破 江辰大喝一声 破伤风之刃上 剑气瞬间爆炸 并肆虐开来 冲击在骷髅怪大BOSS体内的 每一根白骨之上 这一次的剑气 是在生死剑意加持下的原力所化 威力比起纯粹的原力剑气 强了许多倍 哗啦啦 于是 在直播间里数百万观众的眼中 在蒙青山震惊的目光中 那十米之躯的骷髅怪大BOSS 就如同一栋豆腐渣工程楼房 直接坍塌了 无数的白骨碎片洒落一地 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这就结束了 蒙青山看着那一堆 数米高的白骨碎片 迟迟无法缓过来 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甚至连九级雷斩第六刀都用出来了 拼着自损八百的代价 也对那骷髅怪大BOSS 造不成一点点伤害 可江辰只用了一剑 一剑的差距 也是天和地之间的差距 剑仙牛逼 喊破嗓子 我就知道 剑仙肯定能解决这只骷髅怪 太强了 剑仙不愧是剑仙啊 直播间里更是直接沸腾了 这一刻 弹幕里全都是喊剑仙 牛逼之类的评论 根本就没人再敢质疑他了 之前还觉得 江辰这一剑只是看起来华丽 实际上没多少威力的水军 更是都不敢冒头了 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砰 白骨小山中 江辰从里面冲了出来 蒙青山仔细一看 更加接受不了了 他全力以赴 此时是耗尽了体力 可江辰呢 看起来依旧精神异议 甚至连半点疲惫感都看不出来 麻烦解决了 我们的比赛还要继续吗 江辰走到蒙青山身前 看着他此时的样子 不由皱了皱眉 如果你需要恢复体力 我可以等你 LL 蒙青山看着江辰 根本就无话可说 都这个样子了 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但凡是个眼睛正常的 应该都能看出来 江辰比蒙青山 简直强了好几个档次 不用了 我认输 蒙青山摇头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他此时并没有很落寞的感觉 就好像在他的内心深处 已经默认自己不如江辰 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见识到江辰一见灭杀骷髅怪大boss后 蒙青山就知道了 自己与江辰之间的差距 绝不是一星半点 他们之间不是一百万和两百万 而是百万富翁和一万富翁的差距 前者若是努力一些 还有可能超越 可后者已经是不同的阶级了 是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鸿沟 两个相差不大的人之间攀比 输了会不甘心 但你与世界首富攀比 输给他 你会难受吗 不会 因为你甚至都不敢跟他比 现在的蒙青山 面对江辰时的心态 便是如此 随着蒙青山说出认输两个字的时候 电子手环中 立马就响起了电子音 新人王大赛干西省赛区正式结束 请所有队伍回到宏都福体育馆 进行排名及颁奖等仪式 江辰对蒙青山伸手 蒙青山愣了愣 但还是立刻反应过来 伸手抓住了江辰的手 江辰一用力便将他拉了起来 两人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 原本蒙青山是将江辰当做了自己的劲敌 但现在江辰已经成为了他可望不可及的存在 江辰却依旧将蒙青山当成了真正的对手 除了同月之外 这是同龄人中唯一能逼得自己出剑 也无法秒败的对手 下一刻江辰和蒙青山的身影 也快速扭曲起来 然后消失不见 就在他们二人离开古战场一季时 地上那堆白骨碎片 竟然重新沉入了地下 宏都福体育馆 所有的参赛队伍都全部到齐了 包括江辰 如今的江辰赫然已经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无论是那些桀孔傲的年轻参赛者们 还是来自各方势力的代表 亦或是媒体记者们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江辰的身上 若非王总督早就派遣军队过来维护治安 估计他们早就把江辰给围起来了 那些参赛者们 无疑不是各个城市的精英人才 桀骜不羁 可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江辰身上时 竟然统一地全都收敛了锋芒 这里面有大半都是被江辰直接淘汰的 他们很清楚江辰的实力有多强 对于强者 他们还是非常尊敬的 大家都辛苦了 本次新人王大赛干西省赛 到这里就算圆满结束了 各位在赛场中的表现 我们都看在眼里 大部分还是非常不错的 王总督看着下方那些稚嫩 却充满傲气的面孔 颇为满意地说道 这些都将是干西省未来的顶梁柱 是动梁之才 虽说输给了江辰 可这并不意味他们弱 纯属就是因为江辰强的太变态了 多的我就不说了 直接公布本次省赛的结果吧 第一名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来自清源市的队伍 请你们上台接受奖励 王总督说道 随着他话音落下之际 体育馆顶上便有一道光 照射在了江辰团队的身上 团队赛胜利也有奖励 江辰有些惊讶 之前王总督可没说啊 当然有啊 每一届的新人王大赛都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奖励凌迟修炼机会 和S级武学 一旁的司徒男解释道 只要稍微了解过新人王大赛的人 都知道这些 所以完全没必要额外说明 估计也就江辰不知道了 S级武学 江辰文言顿时兴奋地眼眸一亮 又能修炼新的武学了 第196章票数破千万 别聊了赶紧上去吧 洛云英催促道 看向江辰的表情很是优越 显然他还对江辰之前 用骷髅怪连续吓唬他 几次的事情耿耿于怀 于是一行武人便上了台 周云和李幻英当然也在其中 江辰看了一眼周云 发现这家伙脸都肿了 两只眼睛周围 更是一圈轻一圈子 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这些应该不是江辰和蒙青山造成的 八成市离开古战场一季之后 又被那些降落伞爆掉的参赛者 给揍了一顿 周云感受到了江辰的目光 转头过去 一脸愤怒地瞪着他 嘴巴一张 似乎想要放什么狠话 江辰冷冷一笑 微微抬起脚 周云看着江辰的动作 嘴巴立马就闭上了 脸上的愤怒之色 顿时变成了恐惧 甚至都退了几步 看来之前江辰和蒙青山 一脚一拳 给了他不小的心理阴影啊 呵呵 江辰不屑一笑 甚至都没什么兴趣 吓唬他了 很快 五人就站成了一排 江辰当之无愧地 站在了第一个位置 其余四人 就算是周云 都不敢有半点异议 因为如果不是江辰的话 他们压根就不可能 得到第一名 二十二支队伍里 至少有十支比他们强 可以说 完全就是靠江辰力挽狂澜 恭喜你们 获得省赛第一名 也将意味着 可以晋级到最后的决赛了 希望你们能够加倍努力 在国赛中大放光彩 为我们干西省争光 王总督看着面前的五个人 特别是江辰 满意之色 异于烟表 真不愧是他选中的人 王总督您放心吧 我保证会在国赛里大放异彩 让干西省和您的名字 响彻全国 周云突然大声喊道 语气中充满了信心 王总督文言 却是眉头归为一皱 他瞥了周云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不满意 正如他之前所说 所有参赛者的表现 他都看在眼里 这个周云自然也不例外 虽说他的实力不弱 特别是他的念力异能 全力施展之下 甚至能够媲美三匹员舞者 可这家伙的人品 就有待商榷了 跳伞的时候便出手暗算 暗算别人也就罢了 毕竟是竞争者 手段不光明 但也不违规 可他居然连自己的队友 都不放过 这就过分了 而且在记录古战场一季之后 他从史智中就一个人行动 没有半点团队意识 这并不符合本次比赛 采用团队赛的初衷 周云本来还想着 王总督能够夸赞自己 可等了一会儿 依旧没有听到王总督的声音 至于台下 更是没有一丢丢掌声 他顿时就有些尴尬了 这时候 江晨突然说话了 王总督 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王总督看着江晨 对他眨了眨眼睛 似乎是在暗示他 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 面提太高的要求 有需求 按地里告诉我就行 后门要悄悄地开 我请求 将周云和李幻英 驱离我们的小队 江晨直接说道 此话一出 周云和李幻英 顿时就脸色变了 李幻英不敢说什么 但周云直接就不干了 他当即便抗议道 凭什么 我们一开始就是一支队伍 现在比赛结束了 我们赢了 你就要把我们赶出去 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王总督 我严重抗议 王总督看着江晨 眉头微皱 他虽然也很不喜欢这个周云 但有一说一 江晨这时候提出要驱逐他们 却是有些立不住脚 呵呵 原来你也知道我们是一队啊 但我请问 出卖队友的人 有资格想用胜利果实吗 你 周云 在跳伞时便在暗中利用念力 攻击参赛者的降落伞 其中便包括了同围队友的我和洛云英 这件事你可认 你 李幻英 面对敌人的威胁 没有丝毫抵抗 就直接将队友的位置提供给他 又算不算背叛 江晨指着周云和李幻英 字字猪击 两人的脸顿时就沉了下来 他们想反驳 可这已经是事实了 他们反驳不了 再说过河拆桥 何为过河拆桥 因为达到目的之后 就把曾经帮助自己的人一脚踢开 可你们二人 从始至终对我们赢得比赛 可有半点帮助 江晨再一次直击心灵地问道 一旁的洛云英冷笑 帮助 我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收了对手的好处 所以在比赛中处处与我们为敌 周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如果说背叛 你才是最大的叛徒 你和蒙青山一起出手 将我打成重伤 这怎么算 若是没这些事情 我在决赛圈与蒙青山决战 依旧可以获得胜利 周云还是不死心地说道 江晨没有再说话了 公道自在人心 他相信 王总督即便是与他之间 没有那层关系在 但只要秉公执法 也一定会站在他这边的 这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王总督身上 等着他做最后决策 王总督沉音片刻后 便说道 投票吧 你们小队伍人举手投票 同意将周云和李焕英 驱离队伍的举起右手 不同意的举左手 王总督话音一落 江晨 骆云英和司徒南 就举起了右手 周云和李焕英举左手 这投票根本就没有 半点实际意义 谁不知道 这三个是一伙的 三票对两票 周云 李焕英 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王总督问道 不公平 他们三个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一个学院的 当然想将我赶走 然后再找他们学院的人加入 你们以为 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心思吗 周云愤愤不平地说道 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好 你觉得我们是一伙的 不公平 那就公平一些 让在场所有的参赛者一起投票 江晨说道 好 周云立马答应了 他可不认为 那些参赛者会跟江晨站在一边 毕竟 他们之中很多人 都是被江晨淘汰的 双方都没意见 王总督当即便让一百多名参赛者 一起参与投票 很快 全场统一举起了右手 周云整个人顿时实话了 他实在想不通 这到底是为什么 第197章 建仙学院的招揽 江晨看着周云傻了的样子 一脸冷笑 你这是低估了自己在那些参赛者们心中的仇恨值 被他弄破将落散的那些参赛者 自然就不用多说 这便占了三分之一的人数 至于其余参赛者 旁观者轻 所以他们更清楚周云有多坏 而且他们也不是傻子 江晨实力这么强 而且年纪还这么小 以后必然成就非凡 他们怎么可能会去得罪一个未来的至强者呢 既然这是大家众望所归的结果 那便就这样吧 即刻起 周云和李幻英脱离清源氏队伍 失去一切奖励和禁忌资格 王总督宣布道 啪啪啪 顿时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起起伏伏的掌声 就像是一个个巴掌 扇在周云和李幻英的脸上 他俩哪里还有脸 继续待在台上 立马落荒而逃 离开了体育馆 外面那些记者则是立马追了过去 采访他们 被逐出团队 是什么感受 简直瞎人诛心 不过 现在你们队伍里少了两个人 小江 你是队长 可有什么人选推荐 王总督问道 江辰早就想好了 目光在下方的参赛者们之中 扫尸一圈 然后指了两个人 蒙青山 童月 被江辰点名的两人 都是一愣 就连他们都没料到 江辰会点他们 还以为江辰会如周云刚刚所说 找两个同学院的人加入呢 你们二位可有意见 王总督也立马问道 一听到王总督的声音 蒙青山和童月 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连忙点头 意见 有个屁的意见 他们开心还来不及呢 本以为会止步于此 与最终的新人王决赛无援 却没想到 惊喜来得这么突然 而且还能享受 团队赛第一名的奖励 简直赚大了 那便上台来吧 王总督招了招手 蒙青山和童月 立马就跑到了台上 路过江辰的时候 他们俩同时轻声 说了句谢谢 不用客气 这本就是你应得的 江辰拍了拍 蒙青山的肩膀 他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不是因为 自己这个挂逼的存在 第一名必定是他 即便是周云和童月 这两个觉醒者 真打起来 也不是他的对手 蒙青山入队后 江辰又看着童月笑道 别忘了还钱哈 童月一脸忧怨 怎么在蒙青山那里 就是不客气 到自己这里 就变成还钱了 区别对待 早就赚了 童月咬着牙说道 便不理江辰 走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这一次 小队又重新完整了 而且 综合实力 绝对要比之前更强 颁奖仪式继续 想必大家都清楚 网界的新任王省赛 前三名的队伍都会有所奖励 这次也一样 第一名的队伍 奖励美人 一部S级武学 以及灵池A区 三日修炼卡一张 第二名的队伍 则奖励美人 灵池B区三日修炼 第三名的队伍 奖励美人 灵池C区三日修炼 一听到王总督的话 前三名的队伍成员 都欢呼了起来 江辰好奇地问一旁的司徒南 这个灵池是什么玩意儿 还分啥ABC区 司徒南想了想解释道 嗯怎么说呢 反正灵池是一个 非常适合修炼的地方 这里面灵池十分浓郁醇厚 在这里面修炼一天 抵得上在外面数月 至于ABC区 区别也蛮大 A区是灵池正中央 灵池最为浓郁 B区四肢 C区则是最边缘 也是最差的 不过即便是最差 也能抵得上 在外面修炼一个月 司徒南对灵池的了解 也不是很深 但通过他的解释 江晨也大致搞清楚了 正好自己现在就缺资源 这个灵池或许能助自己 突破到二品等级 之后 王总督便分发给了 江晨等人两张卡片 一张是灵池A区三日修炼卡 一张则是S级武学兑换卡 兑现地点 就在宏都服务学馆之中 明日早上八点 团队赛前三名的参赛者 在灵池外集合 统一进入修炼 五位先下去吧 接下来第二个流程 便是选举个人赛的第一名 王总督继续说道 江晨五人都朝着台下走去 你就没必要下去了吧 个人赛第一肯定是你 蒙青山碰了下江晨的手臂说道 这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如果连江晨都得不到个人赛第一 那除了有黑幕 就再无其他可能了 按流程来吧 江晨随口说道 等他们下了台 王总督便继续宣布道 我之前就说过 个人的得分来自四个方面 击杀凶兽和元兽的数量 击败参赛者的数量 评委评分 以及观众投票 根据汇总 击杀凶兽 元兽数量最多的 是来自清源队的江晨 总共击杀凶兽1588只 元兽156只 其中最高战绩 为消灭六品级别的骷髅巨怪 王总督说到这里 1500多只凶兽 150多只元兽 这也就罢了 最关键的还是那只骷髅怪大boss 居然有着六品元兽级别的战力 江晨已经强到 能够斩杀六品元兽了 淘汰三赛选手最多的 也是江晨 总共淘汰64名参赛者 评委评分最高的 依旧是江晨 接下来最后的观众投票 现在开始 王总督说吧 大屏幕上 顿时出现了一个 投票排名的界面 所有参赛者的名字都在其中 但只是几秒过后 江晨的名字就升到了最上面 并且投票人数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涨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就涨到了数百万票 比第二行的蒙青山 多了三倍不值 而他们之间的差距 还在被迅速拉开着 直播间里 弹幕不停刷新 我靠 居然还有不投剑仙的 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呀 你不懂了吧 其实那些投其他参赛者的 都是水军 就是为了避免尴尬 你想想 要是其他人连一票都没有 是不是就太尴尬了 有道理 但我不管 我肯定投剑仙 那不是废话 要是剑仙不得第一 那我宁愿相信世界末日 我靠 剑仙的票数破千万了 牛逼破阴 第198章 晚上来我房间一趟 投票时间结束 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江城是当之无愧的 个人赛第一 对此 没人有意见 即便是第二名的蒙青山 都是心服口服 我宣布 个人赛第一名为 江城 王总督也是立马宣布到 刚下台没多久的江城 又重新走上了台 这次 他是一个人 我之前就说过 个人赛的第一名 可以额外获得一个隐藏奖励 也是我精心挑选的奖励 王总督亲自将一个精致的盒子 递给了江城 他没有直接说 盒子里的是什么 但江城知道肯定不会差 谢王总督 江城接过礼盒 抱拳谢道 王总督摆摆手 示意江城下去 至此 西人王大赛干西省分赛就结束了 一周之后 西人王国赛会在京城举办 届时 还望诸位能够为我干西省争光 好了 你们也累了这么多天 都回去好好休息吧 王总督宣布解散 各个队伍竟然有序地退场 前三名的队伍都留了下来 毕竟他们明日还要去凌迟修炼呢 江城也打算跟着离开 但王总督叫住了他 江城你留意下 你们先去跳舞学吧 我待会儿过去 江城对洛云英和司徒南说道 他们都没有说什么 跟着队伍离开了体育馆 不过 那些媒体记者们都没有离开 毕竟 这次最大的热点就是江城 他们当然要死守着江城不放 不过那些士兵还挡着他们 根本就无法靠近江城 王总督 怎么了 江城问道 难道还有什么好东西要给自己 可这不该悄悄地进行吗 有人要见你 马上就到了 王总督刚说完 江城就看见 一群人从体育馆的另一个门走了进来 那群人并不多 也就四个 其中三个都是年轻人 为首者则是一个中年男子 而他们 清一色都穿着白色练功服 胸口位置上有着一个健行的logo 还不等江城问王总督 这些是什么人 那些媒体记者们就已经惊呼起来了 看这服装是鼠山剑仙学院的人 鼠山剑仙学院不是巴书省的学院吗 怎么跑我们盖西省来了 距离好像不近 鼠山剑仙学院 剑仙 依我看 他们八成就是为了江剑仙而来 怪不得江城年纪轻轻 见到就能有如此造诣 原来竟是鼠山剑仙学院的人 这也就不奇怪了 毕竟那可是被誉为 天下第一剑修学院的圣地 不对 如果他是鼠山剑仙学院的人 怎么可能参加我们盖西省的省赛 江城听到了那些媒体记者们的声音 顿时就明白过来了 鼠山剑仙学院江城也是有所耳闻的 被誉为华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剑修 都梦想加入的剑道圣地 只是他们的招生条件十分严格 入学时年龄必须在20岁以下 且至少拥有一门剑法的武学境界 在小城以上 而这还只是第一层筛选的条件 符合条件的人便有资格前往鼠山 接受试炼 唯有通过试炼 才能真正算得上鼠山剑仙学院的入门弟子 可以说鼠山剑仙学院中 哪怕是最差的一个学员放在这次的比赛中 实力都能进入前三 只不过江城听说鼠山剑仙学院 似乎并不允许门内学员参与西人王大赛 具体原因他不清楚 但当初江宗师也是不允许江家的那些少年们参加比赛 其实仔细想想 好像江城在比赛中很少见到剑修 即便是有 也只是在剑法上懂得一些皮毛 勉勉强强撑得上剑修 或许是因为剑修在剑道有所成之前 都不能太过抛头露脸 快看 他们往江城那里走去了 果然 他们就是冲着江剑仙去的 那些媒体记者们 立马就将摄像机 对准了那些鼠山剑仙学院的人 这绝对是一个点击率爆棚的新闻 台上 王总督亲自走下台接待那几个鼠山剑仙学院的人 人家从外省千里迢迢过来算得上贵宾了 王总督 拨有刀了 还望见两 那名年纪大一些的剑修抱拳说道 王总督也是微微一笑 哈哈 有彭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几位千里迢迢自鼠山而来 我作为东道主 自然需要好好接待 对了 这位就是你们想见的江城 小江 这几位是来自鼠山剑仙学院的贵宾 这位是学院的教导主任 获主任 他们这次过来点名就要见你 当时你还在比赛 可是让他们等了好些天 王总督给江城介绍起来 江城当然也立马给他们打起了招呼 哈哈 之前看了你的直播 就觉得你很有做剑仙的前置 如今面对面 更是能感受到你身上那浓浓的剑仪气息 不错 不错 很不错 这位获主任连续对江城说了三句不错 可见对他是真的很满意 获主任身后的那三个年轻剑修 目光也一直放在江城的身上 他们倒是没有从江城身上感受到什么特殊的东西 甚至都有些怀疑 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少年 真有传闻中那么厉害 遇见飞行 即便是学院里很多导师都做不到的呀 虽说他们也看了视频 可依旧觉得江城是用了其他什么方法 但绝不可能是剑衣遇剑 获主任谬赞了 江城谦虚地说道 那获主任见江城这不骄不骚的样子 更加满意了 剑修应当有傲骨 却不能太狂傲 该狂的时候不能软弱 该低调的时候也不应该狂傲 我这次闲来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蜀山剑仙学院 你的剑道天赋很高 但你更需要一个平台来施展你的才能 蜀山剑仙学院便是最适合你的 获主任直接说出了自己此行目的 招揽江城 这也是院长的意思 如此年轻便能掌握建议 甚至能够以建议做到御剑飞行 这在蜀山剑仙学院中也是凤毛麟角的天才 此此若是不入蜀山剑仙学院 那便是学院的损失 获主任当然不会这么说 那样蜀山剑仙学院就会丢脸 他还得说是为了江城好 第199章 两个一星合成二星 我说什么来着 蜀山剑仙学院就是为了招揽江剑仙而来吧 不对吧 你刚刚好像说的是 江剑仙本身就是蜀山剑仙学院的人 所以才这么强 不 你听错了 我听说蜀山剑仙学院从未主动招过学员 这次算是破例了吧 呵呵 为了江剑仙破一次例又如何 换成我 求也得求着他加入 体育馆门外 那些媒体记者以及看热闹的群众们 纷纷议论起来 剑仙不愧是剑仙 就连被誉为剑修圣地的蜀山剑仙学院 都主动向他掏出了橄榄枝 江城听了霍主任的话 却并没有立即表态 而是看向了王总督 霍主任看出了江城的意思 微微一笑 这种事情 我们当然会提前咨询王总督的意见 他是同意的 王总督也点头道 王总督拍了拍江城的肩膀 与众心长地说道 他原本的打算是悄悄培养江城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便送往京城走入更大的舞台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谁知道江城在新人王大赛中 表现居然这么突出 一手遇见飞行 更是直接吸引了蜀山剑仙学院的注意 更是逼得他们主动跑过来招揽了 虽然王总督舍不得 但他细想了一下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江城加入蜀山剑仙学院 确实是最有利的 蜀山剑仙学院 不仅仅是华国出名 更是全世界都著名的剑修学院 无论是师资条件还是资源 综合实力 比起那些世界排名前列的顶级舞蹈学府 也是不遑多让 之所以没有记录排名 纯属是因为他们只招建修 受限国大 让江城加入蜀山剑仙学院 一方面对他未来发展更好 另一方面 以蜀山剑仙学院的本事 也能更好地保护江城 王总督毫不怀疑 江城这次在比赛中的表现 肯定引起了国内外多方势力的注意 特别是境外势力 肯定不希望华国有这么一个好苗子 届时 王总督也没有把握可以护住江城 好 那我也同意 江城点头答应 王总督都不介意 那他自然也不介意 其实什么所谓的建修圣地 第一学院什么的 江城都无所谓 他只需要足够的资源 哈哈 那就好 那你可愿现在 就随我回蜀山剑仙学院 霍主任见江城答应了 顿时就激动起来 没想到 事情竟然进展得这么顺利 只要能将江城带回去 院长肯定会嘉奖他的 到时候 他和院长输了几千万欢乐斗的死罪 应该也能免掉了 不行 必须在新人王大赛结束之后 这是我的底线 不等江城说话 王总督就立马说道 虽说不在乎江城加入蜀山剑仙学院 但新人王大赛 江城必须以干西省的名义加入 这是王总督的底线 否则 岂不是白白为他人做嫁衣 嗯 那好吧 既如此 我们便要继续叨劳王总督几日了 霍主任说道 不把江城带回去 他也不可能回去的 不然 万一中间出了什么意外 院长得打断他的腿 无妨 王总督当然不介意 多一些人帮忙保护江城 他求之不得 双方达成一致 便是圆满的结局了 江城又跟霍主任 他们客套了几局之后 便赶往洪都服务学馆了 刚到洪都服务学馆门口 就遇到出来的 骆云英 司徒南 童月和蒙青山四人 童月和蒙青山 也加入了江城这支小队 自然也享有 学习一门S级武学的待遇 你们都选好了 江城问道 除了童月都点头了 而且脸上明显有喜色 显然 他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武学 我选了一门S级的原力武学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原武者了 这样一周之后的新人王国赛 我就不会拖你们后腿了 骆云英说道 周云和李焕英的位置 被童月和蒙青山取代之后 他的压力就更大了 原本还有一个李焕英垫底 现在他成实力最低的了 性格要强的他 当然不甘心如此 所以他迫不及待 要成为原武者 我选了一门雷属性的枪法武学 这个我有基础 学起来应该更容易一些 司徒南也说道 蒙青山有一门S级的刀法 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修习其他的攻击类武学 所以便选了一门S级的身法武学 配合他的刀法应该会更强 就剩下童月了 他白白手道 我的武道天赋太差了 给我S级武学我也学不会 与其浪费还不如让给你 莫给你了 童月说着 便将属于他的那张武学兑换卡片 扔给了江辰 他是觉醒者 本就在武学方面没有太高的要求 而且他的武道天赋确实太低了 像他这个年纪 武道天赋稍微高一些 都是高级舞者 甚至巅峰高级舞者了 而他 却还只是一个中级舞者 江辰也没有矫情 接受了 对他来说 武学是多多益善 谢了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江辰说道 童月白手 本就是属于你的 若不是你提议让我加入 我也得不到这张兑换卡 况且 能够晋级决赛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童月说道 若不是江辰 他连新人王大赛的国赛 都进不去 算起来还是他欠江辰一个人情 一码归一码 我肯定得补偿你什么 江辰坚持道 那你就把我转给你的钱还给我 不可能 江辰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 进了他的卡 就别想出去 我是属皮修的 童月顿时就无语了 江辰想了想 突然灵光一闪 晚上来我房间一趟 有好东西给你 江辰黑黑一笑 第二百章 阿比道三刀 只是他这话一出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都汇聚在了他的身上 蒙青山和司徒南 一脸我懂的坏笑 洛云英则是嘴里 响起磨牙的声音 拳头都捏紧了 童月一张脸蹭的一下红了 不敢抬头看江辰 江辰立刻就明白 他们这是误会了呀 别瞎想 我不是那个意思 江辰连忙解释 哦 不是哪个意思 洛云英咬着牙问道 我 嘿嘿 江辰 我们都懂 司徒南撞了一下江辰的肩膀 对他挑了挑眉 蒙青山也是给江辰 竖了个大拇指 给你点赞 江辰想解释来着 可他发现 自己根本没法解释 他本来是想晚上的时候 将自己的一点血送给童月 童月的异能 就是依靠吞噬鲜血 便可以获得血液主人的实力 以及能力 童月如果喝了江辰的血 那实力得强到什么地步 最关键的是 江辰的等级 也只是一匹员武者 所以他的血对于童月来说 并没有任何的压力 他的强大在于 他的龙元和像之力 以及对各种武学的境界造诣 可以说 江辰的血液 对于童月来说 就是最宝贵的东西 可他不能说 不然就暴露了童月的异能 找不到理由了吧 哼 渣男 童月我们走 别被这个臭男人骗了 他绝对没安好心 骆云英冷哼一声 然后拉着童月就走了 蒙青山和司徒南 也是一脸坏笑地走了 又剩下江辰一个人了 哎 难搞啊 江辰叹了一口气 不过很快他又开心了 因为他现在有两张兑换卡 也就是说 他可以学习两门S级武学了 凯森 S级武学在武学馆的顶楼 江辰给安保人员 展示了自己的S级武学兑换卡之后 后者便放他进去了 坐电梯直打顶楼 刚一出电梯 立马就有一个中年人 劈颠颠朝着江辰跑了过来 一脸的阿鱼笑容 您就是江建贤吧 终于见到本人了 真是比直播中 更加仙气飘飘 风流倜傥啊 您是 哦 忘了介绍 比人张远是这武学馆的馆主 王总督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 让我务必照顾江建仙您 哈哈 哪用得着王总督说 我对江建仙您可是崇拜得很 自然得好好照顾 那中年人立马就说了一大堆 不得不说 他确实很会拍马屁 就连江辰都被他拍得有些飘飘牙了 不过他还是没有忘记正视 张馆主客气了 哦 对了 我是来挑选武学的 说着 江辰便举出了两张S级武学兑换卡 同月标武学 所以把他的那张兑换卡给了我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江建仙您跟我来 张馆主立马把江辰引进了一个房间 这里摆放着许多的水晶柜 水晶柜里赫然摆放着一枚梅的武印 全都是S级的 清元室里连一门S级武学都没有 可在这里至少有着十几门 果然 十八件小城市与省级城市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对了 江建仙 您现在是有两张S级武学兑换卡是吧 张馆主突然问道 江辰点点头 不知您玩过卡牌游戏没有 玩过啊 咋了 江辰一阵好奇 问这个跟挑选武学有啥关系 那您应该知道 两张一星卡牌可以合成为一张二星卡牌吧 张馆主问道 这个我知道 不过 江辰看着手里的两张S级武学兑换卡 顿时就明白过来了 他一点的惊讶 这也行 当然存在集合里吗 张馆主说着 还给江辰眨了几下眼睛 好像在暗示他什么 江辰哪里还不明白 肯定是王总督又在悄悄给自己开后门 不然就凭张远一个馆主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权利 不过 之所以是张馆主跟江辰说这些 就说明 王总督想要避嫌 那就多谢张馆主了 江建仙客气了 这本就是合理合规合法的 那我何时可以挑选 江辰有些激动到 武学品阶越到后面 差距就越大 SS级武学和S级武学之间的差距 从市场的价格上就能体现出来 前者市场价为1000亿华夏起步 并且有价无市 后者市场价为100亿起步 两者之间差了足足900亿 江建仙莫及 SS级武学 即便是我们宏都服务学馆 也只有两门 一门剑法 一门刀法 江建仙您 我选刀法 江辰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决定了 张馆主一愣 有些讶异 江辰被称作建仙 剑法超群 剑到天赋超强 怎么会不选择剑法 而选择刀法呢 应该是听错了吧 江建仙您刚刚说什么 我说我选刀法 江辰又重述了一遍 他这么选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 他的剑招生死一剑已经够强了 即便是SS级剑法 除非修炼到大成以上的境界 否则威力还不一定比得上 他的生死一剑 另一方面 鼠山剑仙学院 已经向他掏出了橄榄枝 到时候去了鼠山剑仙学院 他还会缺剑法武学吗 基于以上原因 江辰选择了刀法 他之所以剑法超群 不是因为他的剑道天赋高 纯属是因为他目前只有剑法武学 但江辰的目标不止如此 他不想只做剑修 而是要成为全能者 持剑便是剑神 挥刀便是刀神 持枪便是枪神 挥拳便是拳神 他要掌握天下所有武学 成为世间第一等 这样才算不浪费 他武学自动修炼的金手指 这次张管主听清楚了 确实是刀法 江剑仙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毕竟这种机会也不多见 张管主以为江辰是膨胀了 便想要劝导一下他 但江辰已经决定好了 就按我说的做吧 请稍等 张管主还是不敢私自做决定 便出门打电话了 一分钟后 他回来了 手中还捧着一个小盒子 江剑仙 这便是管中唯一的一部 SS级刀法 请您过目 第201章 来我房间耍流氓 便工房中 江辰盘腿坐在软垫之上 面前则是装着五印的盒子 江辰已经大概了解 这枚五印的信息了 此刀法 名为阿比道三刀 光听名字就知道 是一门极为阴邪恐怖的刀法 阿比地狱 位于18层地狱的最底层 能用他命名 肯定很邪恶 不过江辰不在乎这些 只要强就够了 阿比道三刀 共有三式 分别为杀神一刀 修罗一刀 和轮回一刀 其中前面两刀都相当于S级刀法 第三刀轮回 才是真正的SS级 相当于是这一门武学里 便记载了三门刀法 怎么看都是血赚不亏 于是他便将五印 放在了自己的眉心处 随着一大股信息涌入脑海之中 江辰顿时就感觉自己的意识 被强行息扯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如炼狱般的地方 不 这就是一个炼狱 上刀山 下火海 浸油锅 割鼻包皮 一道道卑劣的惨叫声 与哭嚎声响彻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弥漫着一种 悲凉 恐怖 阴森的气息 如此情形 倒是与之前江辰传承龙象五点时 见到的地狱很像 只不过当时是一边地狱 一边魔狱 而且主要还是看神像 与神龙两位前辈将其镇压 所以江辰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 可此时 他就真的像是身处阿比地狱一般 阴风瑟瑟 令人毛发直竖 好在这个场景只是维持了片刻 江辰的意识就回到了身体之中 若是多待一会儿 江辰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顶住 节节节 我是这个世界的终结者 万物生灵 都在我的脚下颤抖吧 这时 脑海中一道阴森森的声音响起 特别是那个笑声 一听就是反派专属 你就是阿比道三刀吧 欢迎加入 以后就叫你三刀如何 江辰在心中跟心物学聊了起来 不过此时的阿比道三刀 并没有将他的感悟分享给江辰 所以 此时江辰并不算是学会了他 呵呵 无乃地狱之主 无数恶鬼 冤魂见无 无不胆战心惊 你一个小小人类 也配做我的主人 从现在开始 你沉浮在我的脚下 我可以让你 做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阿比道三刀的声音再度响起 江辰眉头一皱 这是不服自己 想要反噬夺主啊 这能忍 就在江辰想着 怎么给这家伙 来个下马归的时候 突然 脑海中再次响起一道 红亮的声音 锅躁 江辰听出来了 是神像前辈的声音 而就在神像声音响起后 江辰又听到了惨叫声 是阿比道三刀 恶心的气息 本尊当初镇压地狱的时候 好像你就在罪 神像前辈嘲讽到 江辰顿时就明白过来了 神像镇欲镜 镇的就是地狱 而阿比道三刀中的阿比地狱 只是最底层的地狱 被神像完美克制了呀 不敢 不敢 还望前辈饶我 被克制了 阿比道三刀 哪里还有之前的那种狂劲 直接就认怂起来了 哼 乖乖听小家伙主人的话 连本尊都要奉他为主 你算什么 神像冷哼道 然后江辰就听到了提示音 阿比道三刀 迫于压力 迫于压力与您共享领悟 修罗一刀自血之剑 亦有所感悟 进入顿悟状态 修炼速度大增 进度症50% 进度症60% 进度 修罗一刀感悟结束 退出顿悟状态 当前武学境界为小成 45% 轮回一刀自生死剑亦 有所感悟 进入顿悟状态 修炼速度大增 进度症80% 轮回一刀感悟结束 退出顿悟状态 当前武学境界为小成 99% 提示音不停地响着 给江辰都惊到了 什么情况 明明刚学会 怎么突然就到小成境界了 不对 目前只有修罗一刀 和轮回一刀 达到了小成境界 杀神一刀 还只是入门境界而已 应该是修罗一刀 与血之剑亦有相关性 所以从中有所感悟 轮回一刀和生死剑亦 同样如此 杀神一刀所需的感悟 应该与杀戮有关 而我的武学中 并没有与之相关的 所以他才没有反应 江辰很快便想清楚了 不过 要想让杀神一刀 也提升境界 应该不难 只需要使用这门刀法 进行杀戮即可 江辰早就摸清楚了 这些套路 现在 阿比道三刀中 记载的三式 反倒是唯一的 SS级刀法 轮回一刀 境界最高 差一点就达到了 大成境界 差的这1% 应该就是领悟 轮回刀意了吧 三刀 三种刀意 杀神一刀 可领悟杀戮刀意 修罗一刀 可领悟修罗刀意 轮回一刀 可领悟轮回刀意 三种刀意 随便一种都是极强的 这便是阿比道三刀 能够被称为 SS级刀法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 学会了刀法 当然就需要一把刀了 这时候 江辰突然想到了 自己之前套简陋 搞到破伤风之人 这次会不会也 反正时间还早 去试试手气吧 江辰心中想到 便在大街上逛了起来 他主要逛的 都是一些路边小店 只要看见刀 特别是那种 看起来就很差的 秀极斑斑的 都得去摸一摸 然而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也没有半点收获 果然 简陋这种事情 不能特意去做 机缘来了 自然就能遇到 江辰肯定不会去等 这种不确定的机缘 所以 他还是找了一家 大型的武器铺 购买了一把六匹灵刀 糖刀制式 跟蒙青山在古战场 一计时用的那把差不多 只不过江辰购买的 这把糖刀 刀刃是红色的 名为银血战刀 是用天外陨石制作而成 一旦被此刀砍伤 伤口处就会血流不止 甚至服用一般的灵丹妙药 也极难愈合 当然 如果是品阶极高的灵药 那就另当别论了 江辰选择这把银血战刀 便是看中了他这个特点 血流不止 配合自己的武学 血飘人间 简直绝配 不过贵也是真的贵 花了江辰足足五一大洋 给他心疼的呀 第202章 半夜暗杀 回到住处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作为此次新人王大赛 即将代表盖西省 参与国赛的队伍 江辰他们住的地方 自然不能差 被安排散了一座大别墅之中 吃完晚饭之后 五人便各自回了房间 都有了新的武学 当然得争分夺秒的修炼啊 江辰刚回房间没多久 门就被敲响了 没锁 进来吧 江辰随口说道 然后就看见门开了 童月一脸纠结地站在门口 似乎想进 又不敢进 还在门口干啥 进来啊 江辰对他招手道 童月搓着小手 似乎在做心理斗争 此时 在他的小脑袋上 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 正在掐架 别去 这个男人大晚上叫你去他房间 肯定没安好心 就去 人家长得又帅 能力又强 而且懂得照顾人 之前如果不是他 给你披上外套 你可就暴露在几百万观众眼下了 你一个黄花大闺女 这要是传出去 名声就败坏了 这有什么关系 大不了到时候让他负责救世 做他女朋友 有什么不好的 童月看着江辰的脸 回忆起了上次视线中 那张帅气的侧脸 一张脸顿时就红了 然后 小恶魔一拳打飞了天使 童月最终还是走进了江辰的房间 你 你叫我过来有事吗 童月声音极小 如果不是江辰听力强 估计都听不清 不过他没有察觉到童月的不对劲 而是直接脱起了外套 童月看见江辰脱衣服的举动 原本只是有些微红的脸庞 顿时就红成了小苹果 这么直接吗 可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不过 我都决定进来了 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嗯 做他女朋友 没什么不好的 童月立马就想通了 然后也开始松扭扣 江辰刚脱外套 就看见童月的扭扣 解开了几颗 露出了里面白皙的皮肤 以及仔细看 都很难看出来的勾勾 你干啥 来我房间耍流氓吗 江辰顿时就急了 立马质问道 大晚上的来我房间脱衣服 这要是传出去 我的名声可就坏了 啊 你不是 童月一愣 想要问 但这种话 他哪里问得出口 是什么 江辰一阵疑惑 你不是说有惊喜给我吗 是啊 你等等 江辰说着 便拿起一把小刀 在手臂上划了一下 结果 别说出血了 就是一点点划痕都没有 他的体魄太强了 别说是普通刀刃了 就算是一些低品灵物装备 估计都伤不到 他 此刻拿一把普通的小刀割手臂 无异于你拿一张柔软的卫生纸划手臂 能划伤才奇怪 无奈 江辰只好取出了破伤风之刃 应该不用打破伤风吧 江辰只般想着 还是用破伤风之刃 在手臂上划出了一道口子 立马就有鲜血流淌出来 江辰立马用瓶子接了起来 但血刚流没多少 伤口就愈合了 愈合速度太快了 不是很多 但应该够了吧 江辰将装着自己血的瓶子递给童月 童月立马就明白了 你说的惊喜就是这个 嗯 你不是通过喝血 就能获得血液主人的实力吗 喝我的血 保证你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江辰十分自信地说道 童月顿时就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原来 纯属是自己想多了 这个钢铁直男 怎么可能会有其他想法 合着自己刚刚的心理斗争白做了 不然 你以为我说的惊喜是什么 没事 童月脸一红 一把抓住江辰递来的瓶子 然后如风一般离开了他的房间 给江辰都搞猛了 女人心 还抵真 自己真是搞不懂 也不知道他解扣子干啥 又没本钱 不过他之前第一次变身的时候 还是挺有料的 嘿嘿 江辰傻笑起来 入夜 凌晨 别墅 别墅每个房间都关灯了 外面更是一片漆黑 嗖嗖嗖 黑暗之中 树岛身穿夜行衣的身影闪烁 纷纷往别墅的方向冲去 但还没靠近别墅十米范围内 便一个个接连倒地 喉咙还在往外吞鞋 这是被一刀封喉了 直到最后一具尸体倒下 一个被黑衣覆盖 脸上还戴着鬼脸面具的人出现了 正是一直在暗中保护江辰的营 他掏出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对方很快就接听了 主上 刚刚有一群刺客 想要潜入江辰的房间 被我解决了 营语气之中 没有半分感情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才问道 能看出他们的身份吗 营随机扯开一个人的面罩 然后说道 东方面孔 不确定是不是划骨人 我知道了 哎 也不知道让江辰参加新人王大赛 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面传来一声叹息 是王总督的声音 主上 先不说了 又有人来了 营目光深邃 看向不远处 那里看似空无一人 但在营的眼中 一切的藏匿都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保护好江辰 还有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王总督声音传来 营没有回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并没有动 就站在原地 目光始终看着一个方向 似乎只要敌不动 他也绝不动 足足僵持了十几分钟 最终还是对方忍不住了 都别躲了 人家早就发现我们了 空无一人的地方 竟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不过听口音 并不是正宗的华国语 大概率是来自境外的势力 话音落下 便有数道人影凭空出现 然后走到了影的面前 这几人并没有遮住面庞 但都是东方人的面孔 窝国忍者 影看着那几个人 嘴里突然蹦出这句话 那几人皆是有些惊讶 没想到影只是看了几眼 就能猜出他们的身份 不过很快 他们的脸色就恢复正常 知道便知道吧 反正他们也没打算隐瞒 阁下去是很强 但若是只有你一人 恐怕拦不住我们 那几个窝国忍者中 围守者用别嘴的华国语说道 第203章 三千雷幻身一怒之下 怒了一下 我不拦 影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那围守的窝国忍者 闻眼一愣 不拦 那你刚刚斩杀我们 这么多人干啥 下一刻 影就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 我只杀你们 刷 影画一一落 身影便直接原地消失 那围守的窝国忍者见状 脸色大变 不好 散开 说完 他的身上就爆出一阵雾 身影也消失不见 可他身边的那几个同伴 就没这个运气了 只见几道寒光闪过 那几个窝国忍者的脖子上 便出现一道整齐的血痕 鲜血飙射而出 一刀封喉 秒杀 跑得到蛮快 影看来 一眼那道白雾 泥南一声 然后视线移向另一个地方 在那里 之前的忍者首领 再次出现了 他居然没有趁机逃走 看来 阁下是铁的心 要护住那房里之人 不过阁下虽强 也终究只是一个人 我们只需要拦住阁下片刻 那房中之人 还是要死 那窝国忍者首领 冷声说道 看来 他是不杀死江臣 是不罢休了 区区一个上人 拦不住我片刻 影依旧是很淡定的摇头说道 对那窝国忍者首领 很是不屑 那窝国忍者首领 被如此挑衅 却也丝毫不恼 真不愧是忍者 阁下能看出我是上人 说明对我忍者一道有所了解 那么 阁下应该也能踩到 忍者行动 往往都不会是一个人 在下确实拦不住阁下片刻 可若是五位上人同时出手呢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 只见影的四周 都爆出一阵烟雾 四道身影从烟雾中钻了出来 身上的气息 与那位忍者首领相差无二 也都是上人级别 加上他 确实是五个 不要废话 立即出手 后来的四个上人之中 有人立合一声 然后 五个上人同时对影发起了攻击 影丝毫不慌 将手中的两把匕首 直接扔了出去 匕首并没有静止 飞向某一个对手 而是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竟然在影的四周 绕起了圈圈 直接便刺穿了 那五名上人的身体 然而 并没有血液溅出 被刺穿的 只是那几名上人 制造出来的分身 他们的真身 又从另一个方向 冲了出来 攻向影 两把匕首 迅速飞回到影的手中 双方爆发一场激烈的战斗 影在战力上 是完全可以碾压 这五个上人的 他们的数量 完全弥补不了 实力的差距 可问题就在于 这些上人 根本就不打算 与影正面对战 而是迂回游击 目的不是打败影 而是阻碍他 So 一道黑影 悄无声息地 从江城房间的窗户 钻了过去 不过在悄无声息 依旧还是被影发现了 他立马就要前去支援 五行风印术 突然 那名上人首领 喊了一声 随即 在五名上人的脚下 同时亮起了光芒 五道光芒连接 瞬间便形成了一道 五芒星镇 而影的位置 正好位于五芒星镇中心 他顿时就发现 自己动不了了 不只是动不了 甚至连发声都做不到 这样 也就不能惊醒 房间里睡觉的江城了 虽然困不住他太久 但也足够距离杀动手了 那名上人首领 冷笑一声 我们五位上人 共同布置五行风印术 即便是五王 也能困住片刻时间 这点时间 对于菊丽莎而言 已经足够了 毕竟 对方就算再天才 也只是个小屁孩 顶多拥有五品的实力 菊丽莎可是差一步 便能晋升上任级别 即便是九品员舞者 他也成功暗杀过 房间中 江城睡得正香 突然 他的脑海里 响起了小吃货 稚嫩的声音 好像啊 老大老大 快起来 附近有美食 江城被小吃货给吵醒了 而在听到小吃货的话后 他顿时就不高兴了 心中忍不住呵斥道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三更半夜 哪来的美食 别吵我睡觉 明天再说 小吃货顿时委屈了 语气弱弱地说道 可是美食就在老大房间啊 房间 江城先是迷迷糊糊的 但突然 他意识到了什么 脑袋砰得一声巨响 顿时就清醒过来了 对于小吃货来说 美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食物 而是那些有营养价值的宝物 比如能量浓厚的灵丹妙药 或是其他可以提升实力的天才地宝 可江城房间里有什么 他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不可能有宝物 如果有 小吃货早就发现了 也就是说 有人闯入了自己房间 江城虽说已经睡着了 可他睡眠很浅 能够悄无声息闯入他的房间 且没有惊醒他 这得是多强的隐匿能力啊 江城立马微微睁开眼 想查看一下 但此时 房间里一片漆黑 啥都看不见 小吃货 你说的美食 在什么地方 江城立马在心中问道 就在窗户边上 正在往老大床边靠近 小吃货语气中 依旧充满了委屈 江城可没心思安慰他 他眯着眼看向窗户 啥都没有 小吃货不可能骗自己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藏在窗户边上的人 自己看不见 看不见 难道是鬼 哼 半夜闯入我房间 叫我美梦 就算是鬼 我也让你魂飞魄散 江城心中意狠 悄悄碰了一下玉佩 破伤风之刃 顿时出现在手中 几乎是瞬间 江城猛地从床上跳起 对着窗户方向 便拔剑一斩 赠 一道强烈的剑银声响起 数米长的金色剑气 朝着窗户方向斩去 在金色剑气的照耀之下 江城终于看清楚 窗户边上 确实有一个人 此人身影很淡 即便是有光亮的情况下 若是不仔细 都不一定发现得了 怪不得江城刚刚看不见 不过管你是人是鬼 挨我一剑 都别想好过 金色剑气 直接就斩在了那道身影上 直接爆炸开来 一散出去的剑气 直接将窗户 连带着旁边的墙壁 都给震碎了 So 一道身影 从破碎的剑气中冲了出来 直击江城 他竟然没有受伤 最近转马严重 让我们更有动力 更新更快 麻烦你动动小手 退出阅读模式 谢谢 第204章 在我面前 想死也不容易 生死一剑 江城感受到对方很强 甚至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于是没有半点隐藏 直接使出最强一剑 这一剑 发挥出了生死一剑真正的威力 唯有身临险境之时 方能激发出他真正的威力 当初 江城尚且只是高级舞者的时候 便能凭死一剑 斩杀五品元舞者的陈坤 如今 他实力远超当初 就连江城自己都不清楚 这一剑的威力会有多强 唯 生死剑意 全部灌注入破伤风之刃中 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破伤风之刃瞬间就已旧换新 变成了一把全新的锋利宝剑 在龙原之力的加持之下 生死一剑的威力只会更加强大 当 那道黑影冲到了江城的进前 手持一把匕首刺向江城 恰巧此时 江城的生死一剑也刺了出去 破伤风之刃正好与对方的匕首相碰 传出一声金铁交击的巨响 下一刻 黑影手中的匕首直接断掉 江城手中破伤风之刃 威力不减 继续刺向那黑影 对方显然没有料到 江城这一剑的威力竟然如此之大 有了片刻的分神 直到江城一剑快要碰到对方的时候 他终于反应过来了 影分身之术 砰 那人瞬间化作十几道分身 江城一剑刺穿其中一道分身 但江城的脸色骤然一变 因为他可以清晰感觉到 四川那道分身的时候 没有丝毫阻碍 也就是说 他没有攻击到本体 果然 分身很快就消失了 而那人的本体 出现在了江城的左前方 这时候 两人靠得很近 江城也看清楚了他的模样 是一个女人 年纪不大 顶多二十五六岁 长得很好看 只是脸上画着诡异的妆容 之所以说妆容诡异 并不是很难看的意思 只是这风格 绝不属于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是窝国人 江城直接就戳穿了 橘梨沙的身份 使用这种诡异妆容的 除了以变态著称的窝国 江城再想不到 还有谁了 只是 对方根本没有答复江城的意思 只见他双手迅速结印 然后便有一道道雷霆 在他身上闪烁 雷分身之术 砰 下一秒 雷霆在橘梨沙的身上爆发 化作十几道 与他一模一样的雷电分身 本体与分身 同时朝着江城攻了过来 嗯 他这路数 咋个俺这么像 江城的脑子里 响起了一声大嗓门 是三千雷幻身的声音 除了他和大奔之外 还有谁嗓门这么大 小三这么一提醒 江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确实 对方这一招 简直跟自己的三千雷幻身 一模一样 不过 看样子 对方在雷分身之术上的造诣 比自己的三千雷幻身 要强一些啊 但他此时 没时间去思考这些 因为十几个橘梨沙 已经来到了他的近前 三千雷幻身 江城也是立马施展武学 身上爆发一阵雷霆 化作十几道雷影 但和对方不一样的是 他的雷电分身是虚的 而对方的雷电分身是实体的 砰砰砰砰 江城释放出的雷电虚影 直接就被橘梨沙打爆了 不过好在 他的本体已经退出了很远 拔剑术 斩 江城一箭斩出 又是一道蕴含了生死剑翼的 金色剑气斩向橘梨沙 但只是破开了他的几道雷分身而已 对方很强 奶奶的 老子不能输给他 三千雷幻身不甘心的大嗓门响起 大奔也立即附和道 没错 三哥 咱不能输给男娘们 干 三千雷幻身 感受到了同类武学的挑衅 十分的愤怒和不甘 一怒之下 突破境界 当前境界为大成 百分之五十 三千雷幻身 一怒之下 怒了一下 然后就突破了 顿时 更多有关于三千雷幻身的感悟 如洪水般涌入了江辰的头脑之中 原来如此 江辰双眸一鸣 现在 他的三千雷幻身 可不比对方的雷分身弱了 这时候 橘梨沙携带着自己剩余的几道雷分身 已经冲到了江辰的面前 他的手中 不知何时 又多出了一把匕首 三千雷幻身 江辰一声爆喝 身上再次爆发雷霆之力 这一次 达到了大城境界的三千雷幻身 释放出的分身 已经不再是虚的了 而是实实在在的雷幻身 由雷电属性原力凝聚而成的实体 并且 数量也从一开始的十几道 增加到了百道 密密麻麻数百道雷幻分身 冲向橘梨沙 瞬间就将其淹没了 砰砰砰 橘梨沙出手了 江辰释放出的一百多道雷幻身 甚至连几秒钟都没有撑住 就被橘梨沙给击破了 然而 随着雷幻身被击破 他们便化作雷电之力 攻击橘梨沙 直接就给他垫得麻痹了 正好拿你试试我的新招 江辰收起了破伤风之刃 取出刚买不久的银血战刀 这一刻 江辰身上的气质猛然就变了 变得试杀 凶狠 邪恶 这是武学的属性带给修炼者的改变 阿比道三刀 修罗一刀斩 江辰双手握刀 举过头顶 然后垂直斩下 轰 顿时 一道血色刀器便从银血战刀中 击射而出 但在橘梨沙的眼中 斩向他的并非是血色刀器 而是一只由鲜血凝聚而成的修罗恶鬼 正张牙舞爪朝着他扑来 十分恐怖 哪怕橘梨沙是为忍者杀生无数 也被吓得愣在了当场 砰 等到橘梨沙反应过来时 血色刀器已经斩中了他 不过 血色刀器并没有将橘梨沙斩成两半 斩中橘梨沙之后 他的身体直接爆炸 也没有鲜血洒出来 橘梨沙的身体变成了一只木偶 竟然是替身 下一刻 他的真身就出现在了木偶的旁边 虽然使用替身逃过的意思 但橘梨沙看向江臣的目光 充满了谨慎与小心 他本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宗师级以下的目标 他基本就没有暗杀失败过 但对方的实力远比情报中要强 绝不可能是最多五品源舞者的实力 第205章 没有人不怕死 江臣眉头微皱 虽说目前好似是他利于上风 可江臣很清楚 对方刚刚完全就是轻敌了 而自己几乎是手段进出 也没有伤他分毫 这个窝国女仁者很强 实力即便不是宗师级 也是酒品 成功 这时候 江臣房间里闹出的动静 也引起了外面正在战斗的双方注意 那几名窝国上人 立马看向江臣的房间 此时 窗户附近的墙壁都塌陷了 所以 里面的情况一目了然 窝国女仁者回应道 江臣虽然听不懂 他们之间的对话 但大致意思也猜出来了 这时候 他也看见了外面的情况 当看见影竟然被五个窝国忍者围困起来了 江臣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 影的实力 他是很清楚的 强如宗师敬强者 在他手下 也是如蝼蚁般渺小 能够困住他 就说明 下边那五个窝国忍者的实力 绝对不弱 我靠 出动这么大的阵势对付我 还真是荣幸之志啊 江臣忍不住感叹道 这般战力 就算是宗师敬强者 也只有死路一条吧 幸好自己游影保护 也幸好小吃货那家伙够好吃 不然 自己说不定真在梦里就挂掉了 别说爱 那五个窝国上人听到女仁者的话 脸色全都不好看了 影趁此机会直接爆发 一股强大的原力冲击出去 地上的五芒星阵 当即就被冲击的失去了光泽 那五名上人 也像是遭受了重创一般 全都喷出一大口鲜血 影刚一脱身 便直接原地消失 下一瞬间 啊 其中一个上人 发出一声惨叫 左胸直接就被捅出一个大洞 里面已经碎掉的心脏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一刀穿心 瞬间毙命 不好 撤 另外四名上人健壮 全都慌了 几乎没有犹豫 便全部四散逃走了 但即便如此 依旧还是有一名上人 在逃跑途中 背影一刀斩断了脑袋 只有三名上人 成功逃走 江臣房间 门被推开 司徒南 蒙青山 童月和洛云英 都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就看见江臣 与一名女刺客对峙的场面 橘丽莎已经没有动手地打算了 从被江臣发现开始 她基本就料到了结局 这次任务 她失败了 而失败的代价便是 死 橘丽莎举起匕首 没有任何犹豫 便朝着自己腹部捅了过去 切服自尽 果然是窝谷人 江臣却是大喝一声 拦住她 当江臣话音一落 一把匕首便击中了橘丽莎 那刺向自己腹部的短刀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其击飞了出去 控制住她 江臣又是一声令下 嘿嘿 指挥一位锋芒静舞者 想想都激动 尹出现在橘丽莎的身后 只是轻轻一直点在橘丽莎的后脖梗处 她便身子一将 动弹不得了 点穴之术 江臣一愣 这手法不错 有机会可以学一学 不过现在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江臣直接走到橘丽莎的面前 对方长得并不高 也就比铜月高一点 一米六不到的样子 江臣站在她面前 还需要低着头俯视她 说说吧 为什么要暗杀我 我与你们窝国人 似乎无冤无仇吧 江臣沉声问道 橘丽莎此时面无表情 似乎对于生死 早就已经置之度外了 既然知道我是窝国忍者 那你更应该知道 窝国忍者一旦任务失败 就会自杀 你不可能从我口中问出任何的消息 橘丽莎冷笑道 她的华国语竟然说得十分流畅 可你的性命 现在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不会轻易让你死的 你若是不回答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江臣凶狠地说道 但橘丽莎只是冷笑 压根就不说话 她要服毒 这时候 迎捕捉到她的嘴巴 动了一下 立马出手 强行将橘丽莎的下巴给脱臼了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毒药已经进入了她的体内 瞬间就蔓延开来了 橘丽莎的嘴里 顿时就吐出了一口口黑色的毒血 我掌握不了自己的声 但我可以掌握自己的死 呵呵 橘丽莎发出变态般的笑声 江臣眉头一皱 但下一刻她就眼前一亮 想在我面前死 可没这么容易 说吧 江臣直接一掌 拍在橘丽莎的身上 一股股原力 顺着她的掌心 涌入橘丽莎体内 生生不息 小吃货将生生不息的用法 通过原力 进入橘丽莎的体内 帮助她清理被腐蚀的内脏 上次服用了妖术的生命精华之后 江臣的生生不息治愈能力 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基本上只要不是瞬间毙命 都有机会救活 哪怕是服用了剧毒也一样 很快 橘丽莎便吐出一大口黑血 但她的脸色 慢慢恢复正常了 毒素被清理掉了 怎 怎么可能 橘丽莎脸色一变 自己口中含着的 可是剧毒啊 只有那些品阶极高 能解百毒的灵丹妙药 才有可能解除 可对方什么都没做 只是将原力送入了她的体内 剧毒就这么解了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再给你一次机会 回答我的问题 否则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江臣露出一道阴冷的笑 这一下 橘丽莎终于有些慌了 她确实不怕死 因为从成为忍者那一天起 她就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但生不如死的滋味 更加难受 死了 也就死了 解脱了 可活着 一直遭受非人的折磨 彼死可难受多了 当然 就算是慌了 可也毕竟接受过专业训练 橘丽莎不可能这么轻易 就向幕后之人出卖 那就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手段 橘丽莎看着江臣的眼睛 依旧是坚定的模样 你们先出去吧 接下来的一幕 善而不疑 江臣转头看着司徒南等人 他们对视一眼 都猜到了江臣想干嘛 说得好像你多大似的 童月撇了撇嘴说道 反正比你大 江臣说着 还故意挺了一下胸 第206章 江剑仙的影响力 童月哪里不知道 她是什么意思 顿时就气得跺脚 哼 亏我还担心你 不管你了 然后就摔门走了 司徒南和骆鱼英健壮 也知道江臣是 故意气走童月的 他们和江臣认识得最久 知道她是什么性格的人 于是便老老实实 将想看热闹的蒙青山 给带走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 江臣和影两个人了 华国有句古话 叫实时误者为俊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背后之人的信息告诉我 江臣盯着橘丽莎 橘丽莎刚想说什么 影便直接出刀 在她背上 划了一道大口子 这突然的出手 就连江臣都没料到 惊讶地看向影 影依旧是语气淡定地说道 说再多也没用 直接动手便是 你若是怕了 我可以代劳 显然影是觉得 江臣年纪轻轻 不敢用什么折磨人的手段 说话间 影又在橘丽莎身上 砍了几刀 她身上的衣裳 顿时就被鲜血济湿了 可这个橘丽莎是专业的 只是这点折磨的话 对她而言并不算什么 她在接受 忍者训练的时候 受过的折磨 比这可强烈多了 你一直不说 我可以将你千刀万剐 但却依旧让你保留一口气 影声音冰冷地说道 不管是江臣还是橘丽莎 都丝毫不怀疑 她话语中的真实 可橘丽莎 依旧是一言不发 影也不客气 继续出刀 在橘丽莎的身上 划出一道道口子 等到橘丽莎的气息 越来越微弱时 江臣便主动为她治疗 折磨 治疗 折磨 治疗 如此反复了几个小时 天都快亮了 橘丽莎都被折磨得快麻木了 就连江臣都不仅有些佩服 这女人折 真的是太能忍了 而她此时双目呆滞的样子 就连江臣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我来试试吧 江臣突然说道 影没有说话 只是退到了一旁 江臣走到橘丽莎的身边 也不管她听不听地进去 说道 你说你不怕死 但我不信 只要是个人 就一定怕死 你不怕 只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死了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就让你体验一下 江臣说完之后 橘丽莎的眼角明显动了一下 她听到了 江臣取出银血战刀 对着橘丽莎便斩了下去 阿比道三刀 轮回一刀 斩 第三刀 同时也是最强的一刀 真正的SS级刀法 吃 江臣这一刀 没有丝毫犹豫 就像是真要斩杀橘丽莎一般 不过 在刀刃距离橘丽莎的脖子 还有一毫米的时候 停了下来 终究是没有杀了她 但橘丽莎脸上的表情 却变得越来越痛苦和恐惧了 就好像遭遇了什么 极度的恐怖一般 轮回一刀 真正的强大 并非是对实体的伤害 而是对精神和灵魂的折磨 它能让你好好体验一下 死后的感觉 江臣呢喃道 就是她之前传承阿比道三刀的时候 亦是被传送到的阿比地狱 只是片刻 就让江臣差点顶不住了 而橘丽莎 却需要完完整整地体验一次 这还只是小城境界的轮回一刀 若是达到大城境界 领悟了轮回刀意 那她就不只是体验一次 而是循环往复 轮回无数次 仅仅几秒之后 橘丽莎就清醒了 对于江臣他们来说 只是过了几秒 可在橘丽莎的意识中 她经历了无数的折磨 上刀山 下游锅 挖眼 割鼻 可以说 地狱中无数恶鬼受过的刑法 在她的意识中 全都承受了一次 这种痛苦远比赢给她的千刀万剐 强烈百倍千倍 不 不要 别过来 最后 橘丽莎是被扔进了半鬼坑中 无数的恶鬼 在撕扯着她的身体 也是这时候 她被惊醒了 身体上没有任何疼痛 可精神上受到的摧残 比身体上的痛苦 强上千万倍 这便是你死后要经历的 现在 怕死吗 江臣冷笑问道 橘丽莎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坚定 她连忙摇头 一脸祈求地望着江臣 不 我不要死 我说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只要你能让我活下去 听到橘丽莎的话 江臣这才满意了 颖则是目光 有些讶异地看着江臣 她并不知道 橘丽莎刚刚经历了什么 怎么突然就改变了 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要暗杀我 江臣问道 橘丽莎这次很配合了 将所有她知道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十分钟后 江臣黑着脸 从房间走了出来 身后则跟着一言不发的影 怎么样了 我刚刚听到里面的惨叫声 你们这是对她做了什么呀 见江臣出来了 司徒男几人立马就围了过来 可刚问完 他们就看见了江臣身边的影 影身上的气息太强了 顿时就压得司徒男几人喘不过气来 都是自己人收敛一些 江臣对影说道 影微微点头 然后司徒男几人 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只是那一点点时间 他们就冷汗直流 不过他们还是不敢看影 更不敢问她的身份 江神问出了什么 蒙青山问道 他都跟着司徒男一样 称呼江臣为江神了 他们确实是窝国忍者 不过早就很久就潜入了华国 并成立了一个名为 暗部的国内杀手组织 一边探查我国的情报 一边暗杀我国的重要人物 江臣说道 暗部我听说过 算是华国最顶尖的杀手组织之一了 但我没想到 这个组织竟然是窝国忍者成立的 这么看来 他们潜入得很深了 蒙青山惊叹道 他们就是窝国入驻在华国的间隙 这种事情其实很正常 每个国家都会有其他国家的间隙 华国同样也分了很多批人 潜入各国 不过窝国的间隙还真强 连暗部这种级别的杀手组织都能成立 而他们之所以暗杀我 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西人王省赛中表现突出 他们害怕我成长起来 所以想要将我扼杀 但其实在此之前 就已经有人花钱给他们买我的命 说到最后的时候 江臣的语气都冷了下来 第207章 陈家完了 买你的命 谁这么大胆 蒙青山顿觉惊讶 司徒南和洛云英则是若有所思 猜到了一些 陈三金 江臣冷声说道 说实话 对于这个人 江臣都快忘了 上次教训了他一顿 断了他一只手 又赔付了数十亿 还以为能让他长点记性 却没想到 他竟然一直在暗地里针对自己 陈三金 哦 我知道 好像是你们清元寺的三大宗师之一吧 你和他之间有矛盾 蒙青山一脸好奇 一位宗师级强者 即便是放在洪都府这种省级大都市 地位也是不低的 在清元寺 更是相当于土皇帝的存在 能逼得一位宗师出钱 请杀手组织动手 他们之间是有多深的仇恨啊 嗯 有一丢丢 江臣点点头 司徒南和洛云英 顿时瞪大眼睛看着江臣 一丢丢矛盾 断了宗师一只手 坑了宗师是家几十亿 你管这叫一丢丢 这已经上升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了 要不要我去杀了他 尹在江臣身边淡淡地说道 蒙青山等人都看向了尹 他们都还不知道尹到底是谁 但能够语气如此轻松地说出 杀一位宗师这种话 得是对自己有多大的信心 可以 不过 不是现在 江臣点头 有人愿意替自己出手解决陈三金 他当然乐意 他不是什么矫情的人 不会坚持说等自己变强之后 亲手复仇 上一次拒绝了王总督 是因为担心王总督的政敌 会因为这件事为难他 但现在不一样了 之前的自己只是个小透明 先不起什么风浪 但随着这次新人王省赛的全网直播 他的热度和关注度 已然达到了顶峰 青山 帮我联系一下这边影响力最大的媒体 把这个视频给他们 江臣将一个U盘递给了蒙青山 他是本地人 这方面比较熟 好 蒙青山点头同意 然后直接拨打电话 虽然现在还是半夜 但相信不管哪个媒体 都会很乐意帮忙的 毕竟 这时是关江臣 这次新人王省赛的直播 江臣直接获得了数百万的粉丝 多少媒体都争相采访江臣 只要是播放有关他的视频 都能爆火 大家也都抓紧时间休息吧 明天还得去凌迟呢 我们得保持好最好的状态 江臣说道 然后众人便各自回各自的房间了 江臣的房间睡不了了 不过别墅里空房间很多 他随便挑选了一间 至于那个窝国女人者 已经被尹一个手刀打晕了 短时间内是醒不来的 而且有尹在附近守着 他就算醒了也逃不掉 而就在江臣他们睡着的时候 一则视频已经发布到了网上 视频时长只有短短的五分钟 视频里的主角 正是那名窝国女人者 他将所有的事情 全部合盘拖出了 包括暗部的幕后组织者是窝国间隙 以及他们今夜暗杀江臣的原因等等 虽然是半夜 但这个世界上总不会缺少夜猫子 这个视频的浏览量很快就破万了 相信到了第二天 浏览量破千万都是轻轻松松的 视频 靠 窝国间隙竟然敢在我们华国的地盘里 暗杀我们华国的天骄 这是挑衅十足的挑衅 绝对不能容忍 窝国真是害我华国之心不死啊 居然将目标放在了 我国天骄少年的身上 还有那个什么陈三金 妄为我华国宗师 竟然火同他国间隙 想要谋害我华国的未来顶梁柱 没错 相比于窝国那些间隙 我更加痛恨这种卖国贼 at宏都府官方 希望你们可以尽快出面解决这件事 我们都等着结果 现在压力给到at宏都府官方了 四日一大早 江臣就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 走出房间 发现司徒南 蒙青山 他们都已经收拾好了 在客厅等着他 外面怎么这么吵 江臣好奇问道 蒙青山一脸无奈 还不是你昨晚那个视频 一夜爆火 直接上了热门 窝国间隙 伙同华国宗师 意图谋害新人王大赛省赛冠军队伍 这件事情的影响可不小啊 毕竟 窝国与我们华国 从古至今就不算友好 江臣掏出手机看了一下 果然热门视频第一条 就是他昨晚让蒙青山交给媒体的 点赞量直接就破百万了 这还是因为现在时间太早 很多人没有起床 刷了一下评论 正如江臣预料的那般 大部分的网友 都将最主要的矛头对准了陈三金 相比于敌国间隙 他们更痛恨卖国贼 细数华国历史 多少卖国贼都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窝国可以说是华国人最痛恨的国家之一 陈三金居然与他们合作 这不是作死还是什么 看来效果比我想象中更好 陈三金多半已经得到了消息 准备检讨 影 是时候了 江臣露出满意的表情 好 无人处传出影的声音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按照影的性子应该已经出发了 走吧 该去享受我们的奖励了 江臣说道 凌迟 他昨晚也稍微了解了一些 比起很多灵丹灵药都更好 每一届能够进入凌迟修炼的参赛者们 结束之后几乎都能提升数个等级 江臣的神龙扶魔精所需的资源 比一般原力武学更多 凌迟对他而言 绝对是一个大宝藏 刚一出门 江臣就看见外面全都是人 媒体记者和吃瓜群众 显然都是因为昨晚那个视频而来 一看见江臣 记者和群众们就立马蜂拥而来 好在治安队的人早就到了 立马围城一排挡住了那些人 都不要乱动 万一你们之中有杀手潜藏 趁乱伤害到我们的冠军队伍 你们可担得起这个责任 治安队队长大喝一声 声音中还带着音波类武学 这才震慑住了那群媒体记者 和吃瓜群众 不过那些记者们还是不甘心 放过这个采访的好机会 隔着老远也将话筒对着江臣 第208章 基础呼吸法嫌弃自己吃得太慢 突破了 江建仙 昨晚的事情就是我们帮您发布出去的 这次过来 一方面是想确定您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 也想听您本人说一说昨晚的事情 我们知道您要去凌迟修炼 但我们不会浪费您太多的时间 最多五分钟就行 一名女记者恳求道 其他媒体的记者 也立马将摄像机对准了江臣 江臣看着那个女记者 她既然帮了自己 那便也帮她一次吧 五分钟也不算什么 于是江臣便当着各个媒体摄影机的面 将她与陈家的恩怨说了一遍 本次采访也正以直播的方式在网上传播 新元室陈家老宅 一室大厅里 陈家高层正在开会 大屏幕上正播放着江臣接受采访的画面 是谁联系的安部去刺杀江臣 一名老者怒拍桌子 是我联系的 但也是老爷子受益的 而且我哪里知道 安部背后的组织者竟然是窝国的间隙 陈坤的父亲说道 声音很没底气 陈三金受益的 他人呢 他不是已经得到风声 讨路了 那老者更生气了 他是陈三金的弟弟 当初争夺家主之位没成功 可如今 陈三金潜逃出去了 倒是让他成了临时家主 用来顶罪 就在这时 清元室治安局联合镇摩斯 已经冲进了陈家 带头的正式张盟 你们陈家 胆改与窝国间隙合作 密谋杀害我华国天交 现在束手就擒 随我们接受调查 若有反抗 格杀勿论 张盟大喝一声 陈家人平常作为作福 横行霸道 可此时 全都变成了只老虎 大气不敢出一点 只能老老实实跟着离开了 将陈家所有财产封锁 另外 张贴通缉令 全国搜捕已经逃离的陈家人 对于这种卖国贼 绝不能放过一个 陈家老宅外 吃瓜群众们都跑过来凑热闹了 当看见一个个陈家人 都被戴上了特制手铐 狼狈无比的模样 全都鼓起了掌 欢呼起来 显然 陈家人在清元寺百姓们的心里 都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坏人 就应该受到惩处 清元寺外 一道身影正在往山里狂奔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陈家家主 宗师陈三金 从看到那个视频的一刻 他就知道 自己完了 如今的江陈 影响力已经远超于他 这也就罢了 偏偏他运气还这么差 请了一个杀手组织 居然是窝国的人者 实话实说 在此之前 他都不知道这些 可没人会听他解释 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逃 逃出清元寺 逃出干西省 甚至逃出华国 哼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宗师 其他国家肯定抢着要我 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陈三金一边狂奔 还不忘放狠话 他为自己感到不值 自己怎么说 也是一位宗师 为守护清元寺 也算是奉献了很多 却只因为得罪了一个年轻人 就沦落到这个地步 他不甘心 他认为很不公平 啊 就在这时 陈三金感觉脚下一痛 身子一个不稳 摔在了地上 这时候他才发现 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地上 正有着一双断掉的腿 而且 这鞋子 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我的腿 这是我的腿 陈三金只觉得 大腿以下凉凉的 没有知觉了 目光看过去 就发现他的腿断了 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流 而且 不管他怎么调动原力 封住伤口 都没有用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腿就断了呢 突然 陈三金脸色一变 他想起了上次 在天才训练营门口的时候 自己的手 也是无缘无故地断了 难道 谁 到底是谁 出来 极端的恐惧之下 陈三金竟然朝着四周 目吼起来 似乎想要靠大吼大叫 来压住内心的恐惧 下一刻 尹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 你是谁 为什么要害我 陈三金看着眼前那人 从对方的气息上 他感觉到了浓浓的恐惧 本来 我可以直接杀了你 但江辰说 要让你死的明白 尹说话了 依旧是那么简短 似乎多说几个字 都得扣钱一样 果然是你 果然是你 我就知道 上次斩断我一只手的 也是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调查过那小子 身份普通 根本不可能 有你这种强者保护 陈三金大声吼道 尹的目光中 露出一缕不耐烦的情绪 你只要知道 你是为何而死 尹说完之后 身影便消失不见 陈三金瞪大眼睛 脸上表情十分恐惧 都说人越老越怕死 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老人 更是如此 因为他们舍不得 这世间的繁华 陈三金自然也是如此 他怕死 而且非常怕 别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我什么都可以 给你 金钱 武学 灵物装备 我都 陈三金话还没说完 脖子上就出现了一条血线 风一吹 头颅便掉落在了地上 一位宗师级强者 就此陨落 在影的手下 他甚至连丝毫反抗的机会 都没有 陈三金的尸体 就这么朴实荒野了 只是他戴在手上的一枚戒指 消失不见了 红都府 紫青山巅 新人王省赛 排名前三的队伍成员 齐聚山顶 临时所在 便是这紫青山顶 王总督和鼠山剑仙学院的贵宾们也来了 一见到江晨 霍主任就立马跑到他身边 十分关心的 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生怕江晨受了伤 听说 昨晚你遭到暗杀了 没事吧 江晨看着霍主任 他们其实不熟 他也知道 霍主任之所以担心自己 也是看中了自己的剑道天赋罢了 不过 多少有些感动 毕竟 也很少有人这么关心自己 我就说 昨晚应该和你住在一块 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事情 王总督 小江的安危 你还是得多多重视 霍主任不满地看着王总督 他现在 已然是将江晨当做了自己人 第209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 江晨不领风骚数百年 嗯 和我住一块就算了 虽说知道霍主任什么意思 但这种话 怎么听 怎么觉得怪怪的 王总督也是眉头紧皱 这件事 确实是我失误了 我是没料到 他们会这么快就出手 小江 你放心吧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交代 无论是暗部组织还是陈家 我都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王总督沉声说道 他是真的怒了 在他的地盘 发生这种事情 幸好江晨没事 否则 他不只是丢脸这么简单 甚至会被上面问责 江晨的事情 王总督已经跟上面的人说过了 王总督 时间差不多了 这时 王总督的秘书 在他身边轻声说道 与此同时 在众人的面前 大地突然下沉 不过几分钟 就出现了一个 面积数千平方之大 深达数十米的巨坑 而就在巨坑的正中心 有着一道泉眼 乳白色的浓稠液体 从泉眼之中往外涌出 并散发出一股股白色的雾气 你别跟我讲 这就是灵质 江晨很是亚异 他想过很多种方式 但怎么也想不到 居然会是当着他们的面 直接从地下涌出来 这不就是露天温泉吗 在场还有这么多女孩子呢 难道要汇誉不成 嘿嘿 嘿嘿嘿哦 星号斜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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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杠斜杠星号 T5 没错 这就是灵池 感受到了那浓郁的灵气吗 甚至都已经实质化了 那白色的雾气 不是水蒸气 而是灵气所化 一旁的蒙青山十分激动 还没记录灵池 就已经开始大口吸气起来 就好像现在多吸一口 就能转翻一样 哼 江晨不屑一笑 然后也开始大口吸气 我吸吸气 哈哈 看样子各位都很急啊 既然如此 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都往各自的区域去吧 王总督见状挥了挥手 已经有工作人员 将灵池划分了ABC三个区域 用漂浮物标注界限 A区正是灵池的最中央 我等不及了 先去了 蒙青山一声大喝 然后双脚一蹬 整个人顿时就化作炮弹 一般冲飞了出去 直接就落进了灵池的最中央区域 洛云英 司徒南和同月 同样往灵池A区冲去 只剩下江晨 不急不缓地脱起了衣服 泡澡就得有泡澡的规矩 穿衣服算什么意思 很快江晨脱的 就剩下一个大裤衩了 然后纵身一跃 也蹦进了灵池的A区 砰 江晨落进灵池里 激起一阵水花 一进入灵池 他就感觉到了暖意袭来 舒坦 我靠 不用刻意修炼 这灵气都在蹭蹭 主动往身体里涌啊 江晨忍不住惊叹道 他刚进灵池 就感觉到一股股浓郁的灵气 顺着身体上的毛孔 涌入他的体内 这功效 简直比服用百草营养液 抢了数百倍 好吃 呜呜呜呜 太好吃了 主人 您这是带我来吃自助餐了吗 脑海中 响起了小吃货激动的声音 这家伙都感动得哭了 进入灵池 对于小吃货而言 跟进了自助餐厅 没什么区别 啥都不用想 就是一个字 干 基础呼吸法 吸收到极其浓郁 且庞大的能量 十分激动 修炼速度加快 随着小吃货的发力 江晨只感觉 四周大量的能量 全都涌入了自己的体内 此刻 他身上就好像有了个 加强吸尘器一般 附近灵池上空 弥漫着的灵雾 都全部在朝着江晨这边 涌了过来 正在修炼着的蒙青山等人 顿时就被惊醒了 全都一脸惊讶地看着江晨 当看见江晨头上 形成了一个直径数米长气旋时 他们忍不住抬头 看向了自己头顶的气旋 直径连半米都不到 这差距也太尼玛大了吧 我想知道 江晨的呼吸法 到底是什么等级 什么境界 居然能有如此犀利 蒙青山忍不住问道 我的呼吸法是A级 精通境界 可形成的气旋 不足他一半大 气旋越大 说明吸收灵气速度更快 这种时候 修炼速度越快 好处就越大 毕竟时间只有三天 加入你的修炼速度 是一个单位 而江晨的修炼速度 是两个单位 那人家获得的好处 就是你的两倍 我记得好像是基础呼吸法 骆云英说道 蒙青山更加震惊了 基础呼吸法 能有这修炼速度 那得至少是小成 不对 大成境界了吧 能将呼吸法 修炼到大成境界 绝对是个狠人 呼吸法的困难程度 比其他同级 武学难了许多倍 不过一想到江晨的 其他武学 境界也贼高 蒙青山顿时就释然了 跟这个妖孽 根本没法比 简直强到变态啊 还是不够啊 太慢了 这时江晨突然呢喃了一句 虽然声音不大 但正好被蒙青山听到了 他差点没忍住喷雪 就这你特么还嫌慢 法尔赛本赛无疑 不过江晨是真的嫌慢 随着灵气入体 江晨的神龙伏魔精 也立马开始修炼了 将所有的灵气 都转化为了龙元之力 融入龙形元丹之中 神龙伏魔精的转化速度 是够快的 不管小吃货吸收灵气的速度 有多快 他都能跟上 不过 就凭小吃货现在的修炼速度 三天时间 恐怕也只能让江晨提升一个等级 基础呼吸法 嫌弃自己吸收灵气的速度太慢 强行提速 突破极限 当前武学境界为圆满 1% 江晨没想到 自己随便的一个吐槽 居然让小吃货突破了 他停留在大城境界 已经很久了 这次在自助餐厅 嫌弃自己吃得太慢 就直接突破了 真不愧是小吃货呀 唯有吃 才能激发他的潜能 达到圆满境界的小吃货 修炼速度猛然大涨 江晨只感觉自己的体内 好像出现了一个黑洞 产生极强的吸力 整个灵池中的能量 都受到了召唤 开始朝着江晨这边涌了过来 灵池之外 王总督等人 眼睁睁看着灵池C区B区的池水 在渐渐变淡 原本如牛奶般的浓郁 很快便变成了清水 反观灵池的A区 都快浓成固体了 而所有的能量 都在朝着江晨涌去 第210章 清河解出事了 哎 怎么回事 灵池怎么突然就枯竭了 我靠 灵池怎么变清水了 灵池呢 怎么就没了 灵池B区C区的年轻舞者们 都被惊醒了 失去了灵池攻击 他们只能强行中断修炼 然后令他们瞠目结舌的一幕 出现了 所有人都朝着江晨望去 只见江晨头顶的气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从刚开始的直径一米多长 直接变成了十几米 这哪里还是什么气旋 尼玛都是龙卷风了呀 怪不得他们的灵气都快枯竭了 和这全被江晨的龙卷风给吸光了 B区C区的灵气 全部都涌入了A区之中 甚至就连A区其他地方的灵气 都在朝着江晨一个人涌过去 再这么下去 他不是整个灵池的能量 都得成为江晨一个人的 我靠 他这是干了什么 形成如此大的气旋 这家伙修炼的呼吸法 得强大到什么地步啊 就算是S级呼吸法 都没有这么恐怖吧 现在不是惊叹这些的时候 那家伙把我们的灵气都给吸光了 我们还怎么修炼啊 这不公平 王总督 您不能坐视不管 有人忍不住朝着王总督告状了 所有能量都被江晨一个人吸走了 他们才修炼多久 连十分钟都没有啊 别说提升等级了 连热身都还没结束呢 王总督看着以江晨为中心 形成的那道灵气龙卷风 也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其实之前他就知道 江晨的呼吸法境界很高了 可没想到会这么强 整个灵池数千平方米的面积 如此庞大的能量 竟然都被他一个人给吸过去了 怕是最大功率的吸尘器 都没有这么强吧 这小子 肯定是呼吸法的境界又提升了 原本就是大乘境界 现在估计已经达到圆满境了 真不愧是史无前例的唯一妖孽级天赋 武学随随便便就能突破 王总督心中一阵感叹 江山代有才人出 但江晨怕是能独领风骚数百年 王总督 您说话啊 那些参赛者们见王总督不说话 顿时就急了 多浪费一点时间 就是在浪费那浓浓的灵气啊 王总督看着那些参赛者 也是不禁有些为难了 江晨这小子 真是会给自己搞事情 这是江晨的本事 谁让你们的呼吸法没人家强 强不过人家 不过这样确实对你们不太公平 这样吧 这次就破例允许你们进入A区 王总督说道 凌池所有的能量都在往江晨那边涌去 B C两个区已经变成了清水区 只有A区还蕴含了一些能量 让他们过去 好歹也能蹭到一些 江晨吃肉 他们好歹也能喝点汤 虽然很不甘心 但那些参赛者们也只能这样 于是所有人都游进了A区 吸收着那所剩无几的能量 一边修炼 一边看着江晨那边 已经快要浓得凝固成双皮奶状的池水 那些参赛者们是羡慕极度恨 气得咬牙切齿 如果将凌池比作一个西瓜 他们只能吃到0.1成 剩下的9.9成都被江晨一个人给啃了 爽啊 爽啊 江晨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此时全身心都沉浸在了修炼当中 灵气如全勇般进入他的体内 然后经过神龙伏魔精的转化融入龙形猿丹之中 速度比起之前快了几十倍不止 突破二品了 五个小时之后 江晨的丹田之中 那枚龙形猿丹已经膨胀到了拳头大小 随后他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枚乒乓球大小的龙形猿丹 这也就意味着江晨晋升到了二品猿武者的等级 太酷了 按照现在这个修炼速度 三天时间我应该还能升一到两个等级 说不定可以一举达到四品猿武者 江晨心中十分激动 他的原力本就比一般同级原武者强很多 一品时的原力强度便能堪比一般的三品 现在只会更强 基础呼吸法和神龙伏魔精都可以自动修炼 前者自动吸收能量 后者自动转化为原力 根本就不用江晨干什么 于是他开始无聊了 对了 差点忘了那玩意儿 这时候江晨突然想起了王总督给自己的奖励 是个人排名第一的隐藏奖励 昨晚因为太困忘记看了 正好现在没事 此时江晨周遭的灵气已经形成了一道龙卷崩 直接阻挡了外面的视线 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他在干什么 江晨伸手摸了摸玉佩 然后礼盒就出现在了手中 拆开包装 里面赫然是一个小瓶子 只有拇指大小 里面装着烟红的液体 应该是血液 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 此乃海胶之血 对你或许有用 纸条上只有这一行字 海胶 江晨听闻过这么一句话 蛇五百年化芒 芒五百年化燃 燃五百年化胶 胶五百年成龙 也就是说 胶也是属于龙的一种 只是还为成长化龙而已 这么算来的话 或许真的有用呢 管它呢 有总比没有好 江晨甩了甩头 他难道还真奢望能得到龙血啊 不现实的 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于是他打开瓶子 一口就将里面的海胶之血给喝了 好劣质的血啊 虽然越含龙气 但只是最劣等的龙气 充满了杂质 海胶之血刚一入体 江晨就听到了神龙前辈 那很不满意的声音 老龙 你就凑合着吧 能找到这玩意儿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指望咱们的小主人 给你搞到真龙血不成 神像前辈说道 他都不奢望 江晨能给他搞到神像精血 罢了 勉勉强强吧 神龙前辈叹了一口气 然后 神龙浮魔精吸收了一丝不纯的变等龙气 突破至精通境界 瓮 随着神龙浮魔精的境界突破 江晨吸收的所有能量 全部涌入了那两枚龙形猿丹之中 只是这次龙形猿丹不再膨胀 而是借助这庞大的能量 渐渐由幼龙的形态 向着小龙的形态转变 第211章 镇摩斯外屏顾问 灵池之中 所有人都在探气 虽然已经破例能够进入A区边缘修炼了 可随着江晨身上的吸力越来越强 就算是A区之中 灵气都变得稀薄了很多 比起外界 强不了多少 至于B区C区 更是已经跟普通的水没啥区别了 灵池地下的泉眼 一直都在渗透能量 但速度根本比不上江晨吸收能量的速度 再这么下去 他们怕是连汤都没得喝了 没意思 一点意思都没有 白来了 在这里我怕是一级都升不了 可恶 我忍不了了 我走了 在这里看着那家伙吃肉 我却只能喝汤 我不干了 有人气得直接离开了 在这里修炼 比外界好不了多少 与其看着江晨越来越强 还不如一走了之 眼不见心不烦 当然 大多数人还是不甘心 就这么离开 继续留在灵池修炼 三天后 灵池自动回流 又从那全眼之中 涌了回去 江晨也停止了修炼 此时 他的丹田之中 已经拥有了三枚龙形猿丹 正是踏入三品园舞者行列 而且 这三枚猿丹 还都是小龙形态的 强了数十倍不止 爽 江晨忍不住欢呼起来 然后 他就感觉背后凉凉的 嗯 没穿衣服 只穿了一条大裤衩 原本泡在灵池里 还没怎么样 如今灵池消失了 就很别扭了 特别是 此时还被一群人围观着 嗯 你们都看着我干啥 江晨双手抱胸 他发现 其他人都盯着自己看 而且看他们的表情和目光 很是不怀好意的模样 你很爽是吧 我们很不爽 你一个人把灵池的能量都抢光了 你还问我们 看你干嘛 要不是打不过你 我真想跟你拼了 一个个都是咬牙切齿的模样 他们甚至差点忍不住 对江晨群起而攻之 不过 他们还是忍住了 江晨本就比他们强 这次更是吸收了大部分的灵池能量 实力只会更上一层楼 他们就算一起出手 也不见得是江晨的对手 听完这些人的话 江晨也终于意识到了 说实话 他一开始真不知道 小吃货居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 怪不得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原来 是把别人的那份也抢掉了呀 行了 穿上衣服吧 这时候 王总督忍不住发话了 穿着大裤衩在这说话 你也不嫌冷 江晨赶忙穿好衣服 进展如何 王总督问道 抢占了九成九的能量 收获应该是巨大的吧 还不是 现在已经是三品员舞者了 江晨老师回答道 三品 江晨此话一出 那些一同享用灵池的参赛者 都惊了 并不是惊讶于 他升级速度太快 恰恰相反 江晨可是抢占了九成九的能量啊 要知道 他们一个人在灵池中修炼三天 所吸收的能量就足以让他们突破两三个等级了 而江晨 相当于是三天时间里 吸收了足以让他们十几个人突破两三个等级的巨额能量 可这也只是让他提升了两个等级而已 他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原力功法呀 如此庞大的能量 竟然都只能够支撑他到成为三品员舞者 只有王总督知道 江晨的三品与一般的三品可不一样 他所修炼的武学乃是超越了SSS级的神秘古武学 你之前实力就堪比武品 现在 宗师之下皆能一战 江晨信心十足地说道 一品时便能斩杀实力相当于武品元寿的骷髅怪 如今他的等级已达三品 而且右龙之力也进阶成为小龙之力 威力提升了十倍 宗师之下都能一战 绝不是吹牛 好 王总督顿时脸色一喜 他完全相信江晨有这个实力 蒙青山看着江晨表情如常 他早已没了超越江晨的想法 大家已经在凌迟修炼了三天 相信也是各有收 饿 王总督说到一半就意识到了不对 然后便迎上了众人忧怨的眼神 进入灵池修炼的一共十三人 就江晨一人有所收获 他们连一级都没升 可以说在场收获最大的 除了江晨之外便是洛云英了 他本就挑选了一部S级的原力功法 借着灵池中的丰富能量 他一举踏入了原武者的行列 虽然只是一品 但与普通武者之间也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王总督倒是想弥补他们 可没办法 灵池的出现是有时间规定的 就算是他 也没办法可以随时让灵池出现 于是 众人只能不甘心地离开了 只有江晨一人开开心心的 在灵池里待了三天 距离新任王国赛 只剩下四天了 江晨索性先不回清元市了 只是偶尔打个电话去 询问一下美人鱼的情况 得知艾莉尔最近都很正常 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鱼缸里休息 江晨总算松了口气 不在的这几天 他就怕艾莉尔这个不定时炸弹 会出什么意外 好在一切安好 不过第二天 江晨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是关于清和姐的 你是说 你们与清和姐之间的联系 断了 江晨瞪着面前的张萌 这个消息就是他带来的 此时的张萌也是万分胶着 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失联已经有几天了 上面一直在商量办法 但我怕时间拖得越久 清和就越危险 所以只能来找你了 现在的张萌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他人为言轻 甚至都提不了意见 除了江晨 他不知道还能找谁 江晨脸色顿时就变得阴沉了 他一直不担心清和姐的安危 就是因为无论张萌还是新谣 当初都说过他不会有事 可现在呢 骗子都是骗子 带我去找新谣 江晨沉声说道 当务之急 就是要先弄清楚 清和姐到底出了什么事 然后才能找解决办法 好 我带你去 张萌立马带路 正好今天新谣就在洪都府开会 也就不用特地回一趟清原市了 第212章 即刻 马上 现在 镇摩斯洪都分布 一间办公室里 新谣推门走了进来 一眼就看见了里面的江晨 不好意思 开会有点久 你 告诉我 我姐到底怎么了 江晨不打算跟新谣绕弯子 直接问道 清和姐现在生死未知 她心里很急 新谣愣了一下 她好歹也是一位是急镇摩斯的指挥师 一般人可不敢这么跟她说话 不过江晨不一样 新谣并没有生气 不管怎么说 江晨也帮过她 而且她也知道 江晨是太过担心陆清和了 其实又何止是江晨担心呢 她同样如此 陆清和是她亲自招揽入镇摩斯的 也是她手下最有潜力的人 甚至已经被她当成接班人培养 她当然不希望陆清和出事 清和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 几天前我们就与探索队失去了联系 只知道 在失联之前 他们好像遭遇了某种很恐怖的未知存在 新谣陈生说道 古武遗迹与外界是隔绝的 无论是卫星产品还是任何其他的电子产品 在那里都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他们之间的联系 只能是最原始的办法 靠人力传信 探索队与外界每三天都会有一次联系 最近的一次 是五天前 他们在信上说 遗迹中弥漫着一种 使人时而暴躁 时而失落的气息 似乎存在着某种诡异的未知存在 他们正准备去寻找真相 本来按照约定 前天他们应该会再次与我们传信的 但却迟迟没有 我们又等了一天 依旧没有联系 于是 我们昨天又派遣了一支队伍记录 这次我们约定 每天的中午12点之前 都要传一次信 可直到现在 我们也没收到他们的信息 也就是说 第二批记录一季的队伍 连一天都没有坚持住 便失联了 遗迹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江辰听了心窑的话 脸色更是越来越难看了 听起来情况似乎很严重啊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江辰问道 我刚刚去开会 就是讨论这件事 我建议请一位武王 进入遗迹救援 但被指挥长驳回了 他认为遗迹中情况未知 不能轻易让武王涉嫌 还需要想办法 探知里面的具体情况才行 心窑叹了一口气 江辰眉头一皱 面露不喜 他不愿意让武王涉嫌 就愿意让清和解他们 涉嫌不成 还是他觉得 清和解他们一行人 不值得让一位武王涉嫌去救 心窑也是苦笑一声 意思是这个意思 但也能理解 封王进武者 在世界各国都是很稀缺的 受国家保护 轻易不能涉嫌 即便是指挥长 也无法直接指使 一位武王做事 江辰探着心窑 他说可以理解 但江辰不理解 他不管什么稀不稀缺 再稀缺还能有他稀缺 江辰只知道 清和解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们打算放弃我解了 也不是 只是目前还在商讨 行了 别说了 你们不愿意救 我去救 你只需要告诉我位置 江辰不想听废话 他也从来不会 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既然你们不愿意去救 那便我来 江辰 你先别冲动 你去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令你也陷入危险境地 我跟你保证 我们不会放弃探索小队的 最多三天 我们一定 我不信你的保证 砰 江辰猛地拍桌站起 眼里满是红雪丝的 瞪着对面的心窑 这一幕将心窑都给吓到了 他竟然从江辰的身上 感受到了浓浓的杀气 这种杀气 他只在洛大笑 那种酒精沙场的巨人身上 才感受过 你当初是怎么给我保证的 你说清河节肯定是安全的 但现在呢 江辰质问道 西瑶顿时无话可说了 因为他当时确实这么跟江辰说过 但那时候他怎么知道 那处遗迹居然这么危险 要知道 探索小队的领队人 可是一位宗师啊 连宗师都能折在里面 这座遗迹 绝对能凭得上危险级 告诉我位置 江辰又重复了一遍 一切有关遗迹的信息 都属于镇摩斯机密 按照规定 不能泄露给镇摩斯之外的人 新瑶摇头道 不是他有意为难江辰 而是事实如此 不过 如果你加入镇摩斯 便有权知道这些 新瑶又说道 你想用这件事 逼我加入你们 江辰眉头一皱 他原本对镇摩斯印象不差 可刚刚和新瑶聊了这么多 使得他对镇摩斯的印象改变了 你想多了 虽然你很优秀 甚至连蜀山剑仙学院都主动招揽 但我镇摩斯也从不缺人才 不至于用这种卑鄙的方式 把你拉进来 镇摩斯有一个职位 为外聘顾问 不算镇摩斯的正式成员 但想有镇摩斯一些机密的执行权 你如果想知道遗迹的位置 又不想加入镇摩斯 这个职位就很适合你 新瑶说道 这也是他能想到 在不违反镇摩斯规定的前提下 还能告知江辰遗迹位置的唯一办法了 这个职位有什么条件吗 江辰问道 他可不想被卖了还给人家属钱 有 就是一旦我们有用到你的地方 你需要帮我们办事 不能拒绝 新瑶说道 随即他就见到江辰皱起了眉头 不等江辰说话 他就继续说道 但可以辞职 江辰立马闭嘴了 新瑶的意思很明显 你在这个岗位上 你就不能拒绝 但你可以离开这个岗位 这是你的权利 反正江辰只是为了知道遗迹的位置 现在同意 大不了事情结束之后 直接辞职就是 好 我答应 江辰点头说道 现在时间不容许他思考太多 多浪费一分钟 清和解就多一份危险 稍等 新瑶说完 就离开了办公室 十几分钟之后 他便带着一份合同走了进来 签了这份合同 合作协议就正式生效 我就可以将遗迹的位置告诉你 新瑶说道 并将合同递给了江辰 第213章暴虐其息 签合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不小心 说不定就是卖身器 于是 江辰看了几遍 确定没有问题 这才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算是我 郑摩斯的外屏顾问了 我会尽快将你的信息 录入系统 新瑶说道 告诉我位置 江辰可不想多说什么 就在武夷山脉 具体位置的话 我会让张萌带你去 到时候 如果遇到了 郑摩斯的人阻拦 有他在 也能省去很多麻烦 还有这个 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新瑶将一个 不知道什么材料 制作而成的牌子 递给了江辰 正面写着一个 大大的镇字 反面则写着一个 大大的模字 江辰在 清和姐身上 见过这牌子 是郑摩斯成员的证明 只是颜色不一样 清和姐身上的 身份牌是银色的 而新瑶给江辰的 身份牌是金色的 如果仔细看的话 还能看见几个小字 指挥使 新瑶 原来 这是新瑶指挥使的 身份牌 说话间 张萌也进来了 新指挥使 已经把位置发给我了 江辰 哦不对 江姑问 我们何时出发 张萌连忙问道 可以说 除了江辰 就属他最担心 陆清和了 毕竟 那可是他心中 爱慕的对象 即刻 马上 现在 江辰和张萌 乘车赶往武夷山脉 他并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别人 因为新瑶跟他 再三嘱咐了 这件事 是镇摩斯的机密 绝不允许泄露出去 所以 这一次 只有江辰和张萌 两个人行动 至于颖 有没有躲在暗处 江辰就不知道了 之前颖被他 叫去解决陈三金了 现在有没有回来 他也不清楚 反正就一直没有现身过 江辰也做好了 他不在的准备 江顾问 这是有关那处 神秘遗迹的所有情报 已经会总过了 你看看 张萌将一叠资料 递给了江辰 遗迹里面的情况 都是探索队 与外界传信时 告知的那些 因为探索队 已经失联了五天 所以这情报 肯定不是实时更新的 里面一定有不小的变化 不过 这些情报 肯定多少 还是有些用处的 江辰看完之后 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探索队一共有25名成员 其中18个 都是从各个市集 镇摩斯抽调而来的 还有7个 是镇摩斯省部派过去的 实力很强 都是七匹以上的原武者 特别是那个领头者 更是一位宗师境武者 这种阵势 在遗迹里都能出世 而且直到现在 还没有传出半点信号 极有可能是全军覆没了 这种情况 可想而知 这个遗迹到底有多危险 就算是江辰 也是没有半点把握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要去 情报里面说 遗迹中存在着一种 令人时而暴躁 时而失落的气息 应该是可以影响人的情绪 这一点我们要小心 江辰说道 嗯 对了 后面还有太索对话的路线图 到时候 我们直接按照他们的路线走 应该就可以了 张萌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江辰文言 也翻到了最后一页 果然 有一张简陋的路线图 虽说简陋 但也标注了方向 标记物 距离等等 这倒是可以让江辰 他们进入遗迹后 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四个小时之后 江辰和张萌 便来到了武夷山脉的脚下 武夷山脉 是干西省内 最长的山脉之一 混穿了干西省 与巴民省两地 到了这里 便只能步行了 不过就凭江辰和张萌的实力 步行速度 其实更快 不多时 他们便抵达了目的地 神秘遗迹的入口 站住 镇摩斯办事 闲杂人等 不得靠近 江辰和张萌刚一靠近 就立马被人拦住了 他们身上都带着 镇摩斯的身份牌 不过都只是一些 银色和青色的 在路上的时候 张萌就跟他说了 一些关于镇摩斯的 等级结构 一般刚加入镇摩斯 不满一年的 只能算是实习生 持有黑色身份牌 是最低等的 满一年便算转正 这时候 也只是初级镇摩斯 可以持有青色身份牌 之后 便是根据你的实力 以及对镇摩斯的贡献 等多方面考量 进行升级 中级镇摩斯 持有银色身份牌 高级镇摩斯 持有金色身份牌 中级镇摩斯 可以竞聘做队长 比如张萌和陆清禾 便是这个等级的 高级镇摩斯 则有机会 做市级分部的指挥师 比如新摇新指挥师 在之上 便是指挥长了 也就是掌管一省的 镇摩斯分部负责人 他们的身份牌 是紫色的 也就是说 守住一级入口的 这些镇摩斯之人 都是初级镇摩斯 和中级镇摩斯 青原是镇摩斯小队长 张萌 张萌直接取出了身份牌 然后指着江辰说道 这位是我们西摇指挥师 刚刚任用的外聘顾问 江辰 此次我们市寿新指挥师的命令 进入一级调查 那几名镇摩斯 都打量着江辰 这段时间 他们都守在这里 根本看不了直播 所以 自然是不认识江辰的 镇摩斯确实有外聘顾问这个职位 不过他们 也只是听说过 没有真正见过 没有查到 一个镇摩斯摇头说道 当然查不到 今天才刚刚任命的 张萌解释道 江辰则不废话 取出了那枚金色的身份牌 还需要其他证明吗 那几名守卫一记入口的镇摩使 一看见金色身份牌 全都严肃起来了 剑牌如剑人 一位指挥师 既然愿意将身份牌交给别人 就说明 对他很是信任 请 他们立马给江辰和张萌 让开一条路 二人则朝着入口处走去 所谓的入口 其实是一个地洞 往里面看 黑漆漆的 好像身不见底一般 上风就派了你们两个来吗 说实话 够像 探索队里最差的 都是终极镇摩使 甚至还有一位高级镇摩使带队 这样都出事了 你们 一名终极镇摩使 看了看江辰和张萌 摇头叹息 他倒不是看不起江辰和张萌 只是一个不过是终极镇摩使 另一个 虽然是外屏顾问 但也太年轻了吧 实力也不会强到哪里去 这种实力进入遗迹 不是送死吗 第214章 差点自爆 需要我们一起进去吗 那名终极镇摩使问道 张萌看向了江辰 自从经历了上次安城的事件之后 他便将江辰当做了主心骨 而且这次的行动 新摇指挥使也说了 一切要以江辰为主 不用 江辰直接摇头 这些人都是一些初级和终极镇摩使 实力最强 也不过六品员舞者 让他们跟着一起 只会是拖累 张哥 你也留在外面吧 我一个人去就行 江辰又对张萌说道 但张萌立马就拒绝了 不 我一定要去 清河生死未卜 我在外面也是寝室难安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安危 但为了清河 就算是身临死境 我也无怨无悔 张萌语气十分坚定地说道 或许他自己都清楚 凭他的实力 即便进入了遗迹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无非就是多死一个人罢了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坚决要进去 因为他是一个男人 为了心爱的女人 他可以不惧生死 江辰看着张萌 本来还想劝他来着 可当他看见张萌 眼神之中的坚定后 他放弃了 他知道 如果这次张萌不进去 那么 不管清河解释生是死 能否安全归来 他都不会心安的 好 那就我们二人进去 江辰点头 张萌顿时就兴奋了 镇守一进入口的那些镇魔使们 也没有坚持要跟着进去 里面的危险程度 他们是清楚的 他们没有一定要进去的理由 除非上风有令 否则他们没必要去涉险 于是 便只有江辰和张萌二人 跳进了那个乌七马黑 深不见底的地洞之中 呼 刚一跳进洞里 江辰立马就感觉到了 十分强烈的失重感 耳边更是传来呼啸的风声 短短几秒的时间 江辰和张萌 便坠落了数百米 这时候 江辰注意到 下方有着一道小小的光点 那里应该就是一击入口了 加速 江辰朝着身边的张萌 说了一句 然后便朝着上方抬出一掌 原力喷射而出 江辰坠落的速度 顿时就加快了 在他身边 张萌同样如此 几秒之后 二人便冲进了那团光亮之中 一阵刺眼的亮光袭来 江辰下意子捂住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睁开 慢慢适应了 这刺眼的光芒 入眼是一望无际的荒原 倒是与江辰之前 去过的古战场遗迹 有些类似 身边张萌也缓过来了 这就是神秘遗迹内部的样子 虽然早就看过照片了 但现实比照片可强太多了 张萌忍不住感叹道 清和姐还生死未卜呢 你还有心思在这感叹 江辰眉头一皱 呵斥道 张萌闻言 脸色顿时一沉 我敢不敢叹 关你什么事 老子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屁孩来教训 这就算教训了 那我还揍你呢 江辰说吧 就抡起拳头 砸向张萌 张萌也毫不示弱 同样一拳挥出 砰 砰 两人的拳头同时打在对方的脸上 不过江辰体魄强大 张萌那一拳打在他脸上 就跟老痒痒一样 反而是江辰那一拳 直接将张萌打出鼻血了 哪怕只是蛮力 江辰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我靠 你他妈真敢打老子 老子跟你拼了 张萌顿时就怒了 身上原力沸腾起来 显然是要动真格的了 但江辰刚刚挨了张萌一拳 虽然没受伤 但也清醒过来了 自己怎么会跟张萌吵起来呢 明明人家只是感叹了一句而已 但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刚刚心情突然就不好了 对清和姐的担心 一瞬间就涌了上来 转化为怒火 张萌刚欲动手 江辰赶忙喊道 张哥 等一下 但已经来不及了 张萌那携带着原力的一拳 已经打来了 江辰根本不敢反抗 只能硬抗 砰 这一拳打在江辰的身上 却连击退他都做不到 张哥 你清醒点 我们中招了 忘了资料里说的吗 一记得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能够令人暴躁的气息 江辰赶忙说道 原本张萌还想发起第二次攻击 一听到江辰的话 也是愣了愣 随即就清醒过来了 对啊 我们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张萌顿时就惊起了一身冷汗 他也想起了资料里的情报 原本对于这件事情 他并不是很在意 因为情报里并没有过重提醒这一点 他就以为只是会影响个人的情绪 但只要意志坚定一些 就没问题 可现在看来 似乎他低估了一记中暴虐气息的影响力 他刚刚甚至都没意识到这些 暴虐气息对我们情绪的影响很大 我们只是刚刚进来 就被影响到了 差点自相残杀 能够清醒过来 想必也是时间太短 吸收的暴虐气息太少的缘故 所以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得尽快行动了 江辰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才刚刚进入一记 就遭遇这么个大麻烦 之后的路上 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大的阻碍呢 嗯 张萌重重点头 对江辰的话很赞同 然后他就拿出了那份路线图 往那边走 张萌指了一个方向 之前探索队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他们这次失去救援的 自然得跟随探索队的路线 走 江辰大手一挥 两人便按照路线火速狂奔 现在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路线很长 江辰他们赶了两个小时的路 也才勉强到了路线的三分之一 这时候张萌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累了 不走了 走了这么久 才走完三分之一 什么时候试个头啊 张萌直接躺在了地上 开始摆烂 江辰看着他这样子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才走两个小时 就累成这样 你可真是个废物 早说自己不行 又何必硬要跟我进来 就你这样的废物 清和节怎么可能看得上 江辰嘲讽起来 躺在地上的张萌 一听江辰说陆清和的名字 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陆木瞪着江辰 除了我 没人配得上清和 你要是再敢说这种话 就算你是陆清和他弟弟 老子也照打不 就凭你 你以为你打得过我 江辰冷笑 张萌捏紧拳头 这一次 他甚至都没有废话 原力直接就爆发了出来 最近转马严重 让我们更有动力 更新更快 麻烦你动动小手 退出阅读模式 谢谢 第215章 身体被占据 张萌一掌推出 便有一枚原力压缩而成的能量球 朝着江辰击去 雕虫小技 江辰不屑冷笑 他甚至连原力都懒得用 直接一拳轰出 砰 拳头打在能量球上 后者轰然爆炸 对江辰 根本就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击溃能量球的同时 江辰一个剑步 冲到张萌面前 对他便甩出了一个鞭腿 张萌立马将原力汇聚在手臂处 横臂格挡 砰 即便有原力护体 但江辰的力量太大了 张萌依旧还是被击飞了十几米远 张萌刚一落地 江辰便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他身边 一脚就朝着张萌的脑袋踩了下去 张萌此时 根本来不及运用原力防御 若真被江辰一脚踩到脑袋 必然会脑袋暴力而亡 好在就在江辰的脚 距离张萌脑袋 只剩下几厘米远时 猛然停住了 江辰重重一甩头 赤红的眼眸恢复了片刻的清澈 但很快又要被那暴虐情绪所影响了 可恶 影响越来越强烈了 不能这样 江辰咬牙坚持 想要将情绪中的暴虐气息驱逐 但很难做到 哪怕一直在坚定 可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太久了 吸收的暴虐气息太多了 建议 其 江辰立马释放建议 建议既可有形 也可无形 归根结底 也是属于意念的一种 原本江辰也只是打算尝试一下 没有把握 但随着建议一出 江辰的目光便彻底变得清澈了 整个人直接就清醒了 那暴虐的情绪 直接就被建议剿灭了 老子跟你拼了 大不了同归于尽 啊 这时候 江辰脚下的张萌 更加暴虐了 只见他狂吼一声 体内的原力 顿时变得暴躁起来 仿佛一枚随时有可能 爆炸的炮弹一般 我靠 你疯了 江辰健壮大惊 张萌这举动 是要自爆原丹啊 原丹中 除纳了一名原武者 所有的原力 一旦爆炸开来 威力不可小觑 一名武品原武者 若是自爆原丹 其威力 绝对不亚于 百吨级别的TNT炸弹 波及范围或许没那么大 但伤害绝对不小 张萌被暴虐情绪 影响得太深了 江辰根本不敢犹豫 赶忙释放建议 包裹住张萌 将影响他的暴虐情绪 也给消灭了 暴虐情绪一除 张萌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我怎么了 我靠 我特么怎么差点自爆原丹了 张萌一开始 还是满脸的蒙逼 但随即 就意识到不对劲 他体内的原丹 在剧烈膨胀 这是要自爆的倾向啊 吓得他立马盘坐起来 剧精会神抚平体内的原丹 过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缓过来了 别说是张萌了 就是江辰 都是流了一身冷汗 这也太可怕了吧 暴虐情绪的影响力 居然这么恐怖 甚至能逼得他自爆原丹 不过看样子 我的建议 可以有效解除暴虐情绪的影响 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得尽快找到清和解 将他们带出去 江辰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说道 张萌也是很认真的点头 这才刚进来多长时间 就差点出事了 要是多待几天 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两人休息了一会儿 便继续按照路线赶路 这一次 有江辰建议的保护 暴虐情绪对他们的影响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速度也不由加快了许多 又过了好几个小时 本来按理来说 此时应该已经天黑了 但并没有 这处神秘遗迹之中 好像一直都是白天 这就导致江辰他们 对时间都没有什么概念了 好在 他们成功抵达了路线图的尽头 也就是探索队 是失联之前所处的地方 只是在这里 他们依旧什么都没发现 看有记号 说明我们没走错地方 这里确实是 他们驻扎的地方之一 张萌指了指一块岩石上的图案 这是他们专属的记号 并且指明了他们后面的方向 这样就算没有路线图 至少不会走错方向 往那边走 张萌指着左边的方向说道 江辰觉得有些奇怪 不对劲 之前一直都是往前走 怎么在这里突然就左拐了 前面明明还有路啊 难道是在这里出现了什么变故 张萌又仔细端向了一下记号 然后很严肃的点头说道 很有可能是 你看这个记号 虽然很完整 但也很浅 应该是仓促之间随手化的 我猜测 可能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便朝着左边追去了 仓促之间留下这道记号 江辰和张萌立马就精神了起来 同时也谨慎了起来 如果猜测没有错的话 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真相了 只是 连一位宗师带队的探索小队都能出示 说明后面的路肯定非常危险 不管是江辰和张萌 都要提起十二分的心 走吧 既然已经来了 那么不管后面有什么都得面对 江辰说道 便与张萌朝着左边方向赶去了 只是这次 他们速度降低了一些 一个小时后 有人 张萌指着前边激动地喊道 江辰当然也看见了 只见他们前方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 躺着一个人 看穿着 应该就是探索小队的成员无疑了 这也算是江辰他们进入遗迹之后 见到的第一个探索队成员 只是看他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样子 难道是死了 江辰和张萌对视一眼 然后同步朝着那人走去 三百米 他们几乎是瞬间抵达 刚一靠近那人 江辰和张萌就同时松了一口气 还有气 作为舞者 舞感自然都很强 隔着鸡米远 便能感受到呼吸 有气 就代表还活着 应该只是受伤了 兄弟 你没事吧 张萌立马上前 将那名探索队成员扶了起来 因为角度的缘故 张萌没有看见那人的脸 但江辰却看见了 他脸色骤然一变 那是一个年轻男人 看起来跟张萌年纪差不多 但最关键的是 他的眼睛是睁开的 眼睛里 看不见眼白 漆黑一片 如同黑洞一般 第216章 脑海里的世界 小心 有问题 江辰一看见那人的模样 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赶忙大声提醒 但已经晚了 张萌将那人扶了起来 后者却是猛的一用力 将张萌给突倒在地 张萌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那人没有丝毫犹豫 张嘴就朝着张萌的脖子 咬了过去 好在张萌也算是身经百战的 诧异了片刻 便立马做出了反应 连忙伸出双手 掐住那人的脖子 不让他靠近自己 这时候 张萌也看清楚了那人的模样 属时被惊到了 眼眶之中 一片空洞 就好像失去了眼睛一样 在他的眉心处 还有着一道菱形的光圈 当张萌看着那道光圈的时候 光圈之中 立马便射出一道光柱 直抵张萌的眉心 张萌整个人立马就僵住了 双目呆滞 好似尸神 掐住那人脖子的手 也失去了力气 砰 就在那个怪异的镇摩斯成员 准备下一步动作 即将咬住张萌脖子的时候 江辰出手了 不对 他出脚了 一脚飞踹在对方的脸上 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其击飞数十米 啊 张萌惊呼一声 瞬间清醒过来 就在刚刚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的脑海意识之内 好像被什么东西 强行闯入了一般 就差一点 他的意识 就被那股外来的强大精神力 给攻陷了 张哥 没事吧 江辰赶忙将张萌扶了起来 张萌摇摇头 脸上依旧充满了后怕 他看向十几米外倒地的探索队成员 皱着眉问道 他到底怎么了 不对劲啊 不知道 看他这个样子 像是被什么东西占据了身体 江辰沉声说道 张萌连忙点头 他刚刚就差点被占据了 深有体会 好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那探索队成员 又重新站了起来 刚刚江辰那一脚 将他的下巴都给踢脱就了 脸都变形了 但他却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 嘴里发出如野兽般的嘶吼声 朝着江辰和张萌冲了过来 在他的身上 还散发着大量的原力波动 懂得使用原力 看样子 对方不只是失去理智这么简单 能够使用原力 就说明操控他身体的神秘东西 至少是有一些智慧的生物 轰 那探索队成员还未靠近江辰他们 便释放出一股磅礴的原力 如海浪潮水一般 朝着江辰和张萌突打而来 我来 张萌大喊一声 向前一步 刚刚一个不小心着了道 让他可是很尴尬 现在当然要找回面子来 崩云炮 张萌双手在身前快速挥舞 体内一股股原力释放出来 在他的操控之下 迅速汇聚成了一个原力球 原力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膨胀 不过片刻便膨胀到了原球十吨那么大 这时候 那探索队成员倾泻而出的原力浪涛 也已经扑面而来了 去 张萌大喝一声 双手向前一顶 原力球便朝前击射而出 在与对方的原力浪涛对碰之时 轰然爆炸 烟尘弥漫之中 那探索队成员竟然毫发无伤地冲了出来 张萌剑撞立马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与那探索队成员近身格斗起来 探索队成员的攻击方式很单一 就是横冲直撞 手撕嘴咬 没有半点张法 原力的运用也只限于释放 却根本不会施展武学 相比起来 张萌的攻势就有进有退了 不过 那探索队成员的实力应该比张萌更强 而且他还不怕疼痛 乱拳打死老师傅 在对方不顾一切的进攻之下 张萌反而落了下风 别浪费时间了 江辰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也加入了战斗 只是一拳 就直接破开了探索队成员的原力铠甲 将他击飞了出去 这还不够 江辰身影一闪 几乎是瞬移一般 直接出现在了对方的身后 破伤风之刃出现在手中 拔剑 江辰刚准备使用拔剑术 直接解决对方 但就在这时 张萌大喊一声 别杀他 江辰动作一停 犹豫了片刻 还是挥剑击打在那探索队成员的身上 只不过剑没出窍 探索队成员重重落地 江辰一脚踩在他的身上 使得他根本就站不起来 张萌也跑到了江辰的身边 看着那个探索队成员 我认识他是 圆州市镇摩斯的一个小队长 叫吴磊 我跟他一起执行过几次任务 人还不错 他虽然身体被占据了 但还有气息 就说明还没死 就还有救 我们控制住他就行 先不要下死手 张萌说道 江辰眉头微皱 他知道张萌是什么意思 想着之后能找到唤醒的方法 可这么一来就更加麻烦了 不能杀还得控制住 比直接杀了要麻烦好几倍 现在只是第一个而已 江辰可以预见 像吴磊这种情况的 后面肯定还有很多 探索队二十多个人 至少有一半以上 变成这样了 如果每一个都不能下死手 只能控制住 那得多麻烦啊 不过江辰还是同意了 探索队成员都是镇摩斯的人 不看僧面看佛面 就算是看在清和节的份上 尽量多保住几条命吧 可你打算怎么控制住他 江辰问道 也不知道能不能打晕 张萌直接从兜里 掏出一枚小小的药丸 然后塞进了吴磊的嘴里 逼他吞了进去 这是散工丸 不用之后 二十四小时之内 使用不了原力 还自带身体疲软效果 直接针对于身体的 肯定能起效 张萌说着 果然 仅仅半分多钟之后 吴磊就安静了下来 原本周身狂暴的原力 瞬间就收敛了 整个人更是像连续录了几十发一样 瘫软在地 这效果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强 张哥 你咋随身携带这玩意儿 该不会是 一惹 江辰一脸嫌弃地看着张萌 随身携带这种 可以使对方失去力气的东西 没想到张萌这个 看起来憨厚老实的男人 竟然还有这种癖好 不行 绝不能让他祸害到清和节 第217章 三道终生 你什么眼神 不是 你别误会 这个散工丸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合法合规的 我随身携带 只是因为执行任务需要而已 真的没有其他用法 张萌顿时就急了 赶忙解释道 我懂 我信 你懂得得啊 你这表情压根就不信好吧 哎呀 你信不信我不管 但你不要再清和面节瞎说 虽说吴雷已经服用散工丸 瘫软了 但以防万一 张萌还是弄了一根绳子 把他绑了起来 别问他 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些东西 问就是任务所需 然后张萌就拉着绳子的一端 直接将吴雷放在地上 拖拉着往前走 看着吴雷在地上摩擦 不时地撞到几颗尖锐的小石头 江辰忍不住心中想到 张萌跟吴雷之间 该不会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他不让自己下杀手 不是为了救吴雷 而是想折磨他 吴雷此时要是恢复理智的话 不知道得有多折磨 又往前走了没多久 江辰和张萌 便再次遇到了几个探索队的成员 只是这次情况不一样了 他们全都躺在地上失去了生机 不是脖子上有血痕 就是心脏被冻穿 反正都是被一击致命 张萌查看了一下 脸色便沉了下来 都是探索队的成员 有几个我认识的已确认死亡 而且看他们身上的伤口 杀他们的 正是探索队里的人 你看他的伤口 明显是来自于软件所伤 张萌指着其中一具尸体 脖梗上的伤口说道 他没有细说 但江辰当然听明白了 软件所伤 清和解所使用的便是软件 清和解不可能杀自己人 江辰当即说道 我知道 我不是那一子 其实基本可以猜测到当时的场景 这几具尸体 生前应该跟吴磊一样 都被占据了身体 清和等人 当时应该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所以没办法控制住他们 只能忍痛杀了他们 张萌立马说道 事实上 如果不是江辰的实力 远超吴磊太多 他们也很难控制住他 现在想这些没用 赶紧继续往前走 希望清和解没事 江辰看见这几具尸体之后 更急了 说话间便要继续赶路 但就在这时 其中一具尸体当中 突然飞出一道黑影 黑影速度极快 江辰虽然反应过来 一个一步躲开了 但身后的张萌就遭殃了 那道黑影 直接就撞到了张萌的身上 但张萌并没有被撞飞 甚至连动一下都没有 黑影竟然直接融入了 他的身体当中 下一刻 张萌的眼睛就变成了全黑 没心处 也出现了一道菱形光圈 跟吴磊的状态 简直一模一样 可恶 江辰暗骂一声 还是中招了 也怪他 太过担心清和解的安全了 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 他一定会发现 那道黑影的存在 或者在黑影发起攻击的时候 他也一定能想到 身后还有一个人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想再多也没用 当务之急 是先将张萌控制住 好 张萌也跟吴磊一样 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 然后朝着江辰冲了过去 So 江辰上前就是一拳 打在张萌的肚子上 直接将对方打成了C这个样子 不等张萌被击飞出去 江辰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直接将他摁死在了地上 巨大的力量之下 张萌根本就动弹不了 江辰赶紧在张萌身上掏了起来 很快就找到了伞弓丸 塞进了他的嘴里 估计张萌也从来没想过 这玩意儿有一天 竟然会用在他自己身上 伞弓丸很快就起了作用 张萌整个人 也迅速萎靡了起来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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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在这时 其余几具尸体当中 又有数道黑影飞了出来 全部朝着江辰扑了过去 江辰的反应当然是很快的 迅速躲开了几道黑影的攻击 但对方数量太多了 他一个不小心 还是被一道黑影碰到了 下一刻 江辰就感觉自己的脑海 被什么东西强行闯入了 他的意识 瞬间被引导进了脑海之中 这是我的脑海 江辰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此时身处的地方 就好像是在太空之中一样 一片漆黑宛如混沌 脚下则是一片陆地 悬浮于虚空之中 就如同大海中的一夜偏周 而在江辰的面前 是一个通体漆黑的怪物 轮廓如人 有头身体和四肢 但却没有五官 脸部的位置 只有一个发光的灵状纹理 这种怪物 江辰也是第一次见到 别说是见过了 就算是听都没听说过 好 只见那七黑怪物 发出一声嘶吼 便朝着江辰冲了过来 而随着他冲向江辰 怪物身后的陆地 也被黑暗所笼罩 原本黑暗 只是笼罩了一半的陆地 但随着怪物冲向江辰 便有越来越多的区域 被黑暗所笼罩 江辰瞬间就明白了 自己一旦被那个怪物击败了 黑暗就会笼罩整个陆地 届时 怪物就将彻底占据他的身体 怪物代表着黑暗 而自己便是光明 来啊 江辰也是不甘示弱 立马朝着那个怪物冲了过去 他此时就在陆地的边缘 不往前冲 就会坠入深渊之中 很快 江辰便与那怪物对碰上了 他一拳打在怪物的身上 怪物的攻击 同样作用在了江辰的身上 江辰登时退了数步 而反观那怪物 只是退了半步而已 怎么 不对 我此时应该只是意识体 所以没有具象之力 也无法使用原力和武学 我此时的强弱 应该是与我的精神力相关 江辰立马就想通了 否则的话 自己那一拳的威力 怎么会这么弱 力量不占优势 又无法使用原力和武学 这还怎么打 他的精神力虽然不弱 但也不强 毕竟他没有特意去提升过 就在江辰思考着应对之法的时候 那只怪物再次向着他冲了过来 江辰根本没时间多想 就得继续应不